第四卷 宋书 南齐书 阳书 陈书 南史 目录 前言 宋书 卷一致卷三 五帝本纪 卷九 后废帝本纪 卷四十二 王洪列传 卷四十三 谭道记列传 卷四十四 谢慧列传 卷四十五 王震厄列传 卷六十三 王华列传 卷六十八 彭承王一康列传 卷七十七 柳元锦列传 卷九十九 元凶少列传 南齐书 卷一致卷二 高帝本纪 卷七 东婚侯本纪 卷二十二 豫章文献王列传 卷二十三 楚渊列传 卷二十六 王靖泽列传 卷三十三 王僧前列传 卷四十 靖陵文宣王子梁列传 卷四十二 王燕列传 梁书 卷一致卷三 五帝本纪 卷四 简文帝本纪 卷十二 维瑞列传 卷十三 范云列传 卷二十二 林川王红列传 卷二十五 徐勉列传 卷二十九 少林王伦列传 卷三十二 陈庆之列传 卷三十八 朱义列传 卷四十五 王僧殿列传 卷五十五 武陵王纪列传 卷五十六 侯景列传 陈书 卷一致卷二 高祖本纪 卷六 后祖本纪 卷七 张贵妃列传 卷八 侯安都列传 卷九 吴明彻列传 卷二十六 徐灵列传 卷三十一 萧摩赫列传 南十 卷十九 谢灵运列传 卷二十六 袁灿列传 卷二十七 阴景人列传 卷三十三 范叶列传 卷三十七 沈庆之列传 卷三十七 沈幽之列传 卷三十七 宗雀列传 卷五十三 昭明太子统列传 卷五十三 豫章王宗列传 卷五十五 王茂列传 卷五十七 沈曰列传 卷五十七 范枕列传 卷五十九 仁访列传 卷六十一 陈伯之列传 卷七十二 祖冲之列传 卷七十五 陶钱列传 卷八十 周迪列传 前言 宋书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南史 鲁迅先生曾说 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 指示着民族的未来 中国的历史 无疑是我们国家和整个华夏民族的灵魂所在 从有文字以来 中国人就对历史的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左史纪言 又使既是滥伤于钱 孕育了中国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历史技术制度 不仅是由史官 而且设立专门的驻使机构 除了国家专门组织的驻使工作之外 大量的私人驻使活动也是风起云涌 从不同的角度 以不同的观念 并在不同的深度和广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从而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文化思潮 影响深远 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 几千年来 中国产生的历史著作可谓悍牛冲动 为了有所区别 于是产生了正史和野史之分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中 就正史而言 二十四史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 作为正史总级的二十四史 是中国史学主干 由清乾隆帝钦定后 正史虽成为二十四史的专有名称 他从史记司马迁著 至名史张廷玉等著 共计二十四部 三千二百四十三卷 约四千万字 二十四史的著作年代 前后相差纪一八零零年 是世界图书史上独有的巨著 二十四史 全部按照寄传体的形式 采取以人物为中心 以时间为顺序的方式寄设 完整 系统地记录了 从传说中的皇帝 到明朝末年四千多年间 中华民族形成 发展 融合 兴旺的历史轨迹 全面展示了历代王朝的兴旺盛衰规律 详实而细致地记载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 政治 文化 科技 军事 疆域 民族 外交等多方面内容 以及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 为了让读者能够轻松阅读这一黄黄巨著 我们编撰出版了这部 《白话经编》二十四史 从二十四部史书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精华篇章 编译为《白话》 遵循信达雅的原则 保持原书风貌 浓缩原著精华 为了适应现代读者的审美需求 本书打破了传统正史读物的条条框框 版式设计新颖别致 书中 插配了近千幅与史书内容相关的绘画 书法 建筑 陶瓷 金银器等精美图片 通过这些元素的完美结合 将读者带进一个真实而多彩的历史空间 让读者全方位 多角度地去感受中华文明和华夏民族智慧之所在 宋书 原中华书局编审 刘德林 宋书是一部记传体断代史著作 南朝沈约传 沈约历世宋 齐 杨三朝 在宋氏济氏参军 上书渡之郎 南齐永明五年487 沈约开始撰写宋书 他根据何成天 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 庞采助记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 大约在梁武帝年间 终于转成宋书 宋书 记述了南朝流宋王朝 从刘豫建基 至顺帝留准除于丹阳宫 共计六十年的历史 全书包括记十卷 至三十卷 列转六十卷 共计一百篇 记传部分 成于南齐永明六年 朱智当成于龙昌元年之后 叙事详觅 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 其中收录的大量诏令 奏书 书闸及文章 虽冗长 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各制工程巨大 内容详辈 篇幅激战全书制版 至前有秩序 详述前代修制情况 并上诉各制所记制度原流 可谓考补前史缺制支柱 周骏制计三国以来地理严格 并及东晋以来乔周骏宪情况 有补于史诗考证 律例制全载景出原家大名三立文字 为立法学的珍贵资料 阅制继续汉卫及两进阅府情况 阅府诗章有分类开录 并保存有汉卫以来大量阅府诗篇及阅武文词 其中古词多为汉代一篇 是研究岳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 全书以资料繁复而著称于史林 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卷一至卷三 武帝本纪 宋武帝刘裕出生于寒门树族 却建立了南朝历史上的刘宋王朝 刘裕不仅武功卓著 而且在文字上也很有作为 解决了很多东晋政权积累的社会问题 和政治问题 南宋时代著名的大词人心气急在 《勇于乐》中赞叹刘裕道 想当年 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足见其作为开国之君的风采 令后人何等清养 宋武帝刘裕相 锋芒出展 高祖武皇帝刘裕 自得于 小名教继奴 彭承县随于礼 金江苏同山人 生于晋哀帝兴兴元年 岁次鬼害三月人营业363年4月16日 是汉高祖刘邦之地 楚元王刘骄的后裔 长大后 身高七尺六寸 骨骼惊奇 虽然家贫 却胸怀大志 不屑于做那些买田制房的事 从小就以侍奉继母至孝至谨而著称于世 开始的时候 高祖做冠军将军孙无忠的司马 建安帝隆安三年399-11月 孙恩在会计金浙江绍兴起兵作乱 朝廷前卫将军谢言 前将军刘劳之率军平叛 刘劳之遂言请高祖为参辅军事 12月 大军到达前线 此时 孙恩把叛军都集结在关道附近 刘劳之命高祖领数十人前去侦查敌情 却遇上了数千叛军 高祖未坐迟疑便率领数十部署冲向了敌军 由于敌我人数悬殊 很快高祖的士族就战死了多半 而高祖仍毫无拘意 战意浓烈 长刀所向 敌者见血而亡 刘劳之的儿子刘靖轩 看高祖出营这么久 还没有回来 担心他遇到叛军 就率领部下出来寻找高祖 当看到高祖被敌军围困后 就立刻飞马冲杀过来 叛军见高祖 有援军到来 便赶紧向后撤退 这一仗 高祖率众斩获了千余敌军 于是 大军乘胜向前推进 平定了山音 金浙江绍兴 古时快击郡 治下之一线 孙恩带部分叛军逃到了海上 次年 孙恩又率众卷土重来 攻入快击 杀死了魏将军泄眼 11月 刘劳之副率军征讨 孙恩引军稍稍撤退 刘劳之辩帅主力驻扎在上渝 金浙江上渝 派高祖驻守沟章城 金宁波江北区附近 沟章城很小 而且守军不过数百人而已 每战 高祖都劈奸直锐 冲锋在前 党者披靡 敌军不得已乃退还家口 金宁波震海口 这时 来征讨孙恩的各路将领都遇军无章 纵使军族暴虐百姓 百姓们苦不开言 唯有高祖的军队法令严明 与民无犯 甚得民心 战无不胜 龙安五年401春 孙恩频繁率军攻打成小兵寡的高祖 却屡被高祖打败 孙恩见逃不了便宜 就又向海上逃去 3月 孙恩向北进攻海盐 金浙江海盐 高祖追杀而来 便在海盐修筑城池 叛军成高祖立根未稳 便来攻城 高祖此时手下兵力甚弱 所以在军队中挑选了数百赶死之事 使众人脱去甲咒 手指短兵器 在轰隆震耳的战鼓声中 奋勇向莱迪杀去 叛军背着阵势一下 顿时就士气大减 纷纷丢掉盔甲等污溃逃 叛军大帅姚胜 被高祖部下一刀砍掉了脑袋 之后 在接连几日的战斗中 虽然高祖都打败了敌军 但是心里依然为敌众我寡而感到忧虑 每天夜里都睡不着 绞尽脑汁思考对策 一天夜里 高祖命令军士藏起旗子 埋伏在城中 造成已逃走的假象 次日清晨大开城门 使老若树人在城上来来去去 叛军来到城前向城上喊道 刘豫在哪 城上人答道 昨天晚上就逃走了 叛军信以为真 便毫无防备地向城中而来 高祖忽然举起大旗 雷动战鼓 大喊着 向惊呆的叛军杀来 叛军遂被杀得大败而去 虽然知道打不过高祖 便引叛军转向互独 金黄浦江下游附近 高祖弃城追击 海岩令暴露对高祖说 愿意让自己的儿子抱四肢 带领精兵一迁 作为讨贼先锋 高祖说 贼兵强悍 而大人手下兵足多不习战 若为先锋 恐非逆贼敌手 前锋失利 则我军必败 请大人公子 作为后援助阵吧 暴露父子 没有听从高祖的建议 这天夜里 高祖在多处设下伏兵 多治军旗和战鼓 然而每一处埋伏不过数人而已 只为虚张声势 第二日 叛军万人来攻 两军前锋交战后 高祖伏兵进出 摇旗雷鼓 叛军以为四面全是官军 便开始后退 暴四支这时 率领他的一千军队向敌人追击 却反被敌军击败 并轻而易举地俘虏了他 敌军乘胜反攻 高祖且战且退 部下伤亡惨重 高祖想 这次可能自己要战死了 他逃到伏兵处 令手下扒了死人的衣服 给自己换上 以隐藏身份 叛贼看到高祖帅残步逃到半路却停了下来 便怀疑有伏兵 高祖此时大喝一声 率军向叛贼杀回 叛军见官军都那么勇猛 就以为果然有埋伏 急忙退走 高祖终于稍稍松了口气 败走的部下们也都陆续归来 5月 孙恩占领互独 杀掉了包括吴国内史元山松在内的4000余人 当月 高祖在楼县金江苏昆山东北又一次击败了部分叛军 6月 孙恩乘胜从海陆进军逼近丹徒 金江苏镇江丹徒县 威胁京都 此刻其麾下已聚集十余万叛军 而刘劳之游屯兵于山音 都城建康 金南京 空虚 朝野震动 高祖闻之 昼夜兼程驰援丹徒 几乎与孙恩叛军同时到达 这时 敌众我寡 高祖军队经过不间断的长途行军 军事具已疲劳不堪 战斗力大将 丹徒守军更是毫无斗志 孙恩率领数万叛军 雷鼓呐喊着 登上算山 当地的百姓都将家里值钱的东西用担子挑着 做好了逃亡的准备 高祖迅速领军冲杀过来 大败骄横的孙恩叛军 叛军跳崖逆水 而王者不计其数 孙恩靠着盾牌拂水 才减条性命 逃回了海上的战船 虽然被打得大败 但是凭借着人数众多 孙恩仍率领战船向健康推进 由于楼船太过高大 江上又起了很大的逆风 所以过了十余天 叛军才来到白石 金南京老虎山附近 到了白石后 孙恩才知道刘劳之 已经引军回到健康 朝廷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防御准备 已无胜算 孙恩便转向豫州 金江苏连云港附近 进军 八月 朝廷封高祖为建武将军 下批太守 命高祖率水军追讨孙恩 至豫州 高祖大败孙恩 孙恩向南逃走 十一月 高祖追杀孙恩到户独 又到海岩 接大败叛军 经过这三次大战 高祖辅杀叛军万余 孙恩叛军开始缺粮 并且发生了疾病和瘟疫 因而又折损了大半军事 接着孙恩带叛军 从家口逃向临海 经浙江临海 折劫是贼 元兴元年 402正月 票旗将军司马元显 西征荆州刺史环玄 玄玄也率领 京楚之兵 前来讨伐司马元显 司马元显派遣镇北将军刘劳之 抵挡环玄大军 高祖为参军随行 大军驻于丽州 金南京西南长江中 环玄率军而至 高祖请命立即出战 刘劳之不许 他说 打算派自己的儿子刘靖轩 去环玄那里议和 高祖和刘劳之的外甥和无忌 极力劝阻刘劳之的这个决定 然而心生叛逸的刘劳之 依然一意孤行 派了自己的儿子去议和 随之率众投降了环玄 很快 环玄就攻破了建康城 杀掉了司马元显 之后 环玄任命刘劳之为会计内使 剥夺了他的兵权 刘劳之对此感到很恐惧 便问高祖 如今我兵权被削 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 不如到广陵金扬州登高一呼 举一兵一讨贼 将军能跟从我吗 高祖答道 将军曾有精兵数万 望丰儿将于环玄 如今环玄已经得到皇帝承认 威震天下 将士之心都已归向人家 广陵还怎么去得了呢 我刘劉还是返回京口吧 刘劳之因为恐惧难安 最终叛走 落得个自意而亡的下场 舅父叛走后 何无忌没有了依靠 就问高祖 我去哪儿呢 高祖说 镇北将军此去 必然不能免货 不如你随我回京口吧 如果环玄能守节甘为臣子 我们就一起 先在他手下做事 如果他敢篡位 我们就想办法除掉他 如今正是环玄得意自傲之时 为自显宽人 他一定会任用我们 环玄用自己的堂兄还修 镇守单途 宁高祖为中兵参军 之前的封号和官职不变 孙恩自从败逃后 手下的人死的死 散的散 他怕自己被朝廷活捉 于是就在临海投水自尽了 剩下的叛军 就推举孙恩的妹夫卢巡为首 环玄想彻底平定东南一带 于是就下令昭安卢巡 赐封卢巡为勇家太守 卢巡虽然接受了朝廷的任命 却依然纵兵抢掠不止 5月 环玄命高祖领军征讨 这时卢巡从临海跑到了东阳 今浙江东阳 次年正月 环玄再次命高祖征讨卢巡 于东阳大败叛贼 卢巡逃去永家 金温州附近 高祖追来 又把他打得大败 斩杀了叛军大帅张士道 进而又追讨至晋安 今福建福州 卢巡乘船向南逃到了海上 6月 环玄声高祖为蓬城内使 双层甲昼齐兵勇 南北朝 密谋杀贼 环玄做了楚王后 就要阴谋篡位 环玄堂兄为将军还迁密问高祖 楚王德高望重 四海归心 朝臣们都认为皇上应该行善让治理 将军意下如何 高祖已有心想除掉环玄 便须一夸语道 楚王 那是功臣宣武功的儿子 功德盖使 如今尽是丧德 民心已经失去很久了 此时顺天承运带进称帝 有何不可呢 环迁大喜道 将军说可以 那就真是可以了 12月 环玄篡位 把建安帝安置到巡洋 金九江 广济之鉴 环修入朝 高祖随行入京 环玄见了高祖后 对司徒王密说 昨天看到刘玉 滋容雄伟 大概会是人中豪杰 之后 每次的巨宴游猎 环玄对高祖都特别恭敬有礼 还会赏赐很多东西 然而高祖心里却愈发憎恶他 有人对环玄说 刘玉龙行虎步 气宇非凡 恐怕不会甘于酒为人下 应早日徒之 环玄说 我刚打算荡平海内 非刘玉不足以分担此重任 还是等到关笼地区平定后 再说吧 于是下诏包扬了高祖一番 先时 高祖东征卢巡 和无忌随行到山音的时候 就劝高祖在惠基骏起兵诛逆 高祖那时认为环玄还没有篡位 而且会计远离京城 起义很难成功 不如等环玄坐实了篡位之名 然后再在京口起兵 就不愁大事不成了 跟着环修入朝后不久 高祖就假称旧疮复复发 难以走路 便携和无忌回到了京口 开始准备复兴进朝的大忌 高祖堂弟刘道归 佩骏的刘毅 平昌的梦场 任成的魏勇之 高平的谭平之 狼牙的诸葛常民 太元的王元德 隆熙的新护星 东莞的佟后志等人都参与了谋划 此时 环修之地环红官居蒸鲁将军 青州刺史 领兵镇守在广陵 刘道归在他的军中任中兵参军 孟场为青州主部 高祖命刘毅偷偷跟孟场会合一处 率不重到江北地区 已准备杀掉环红 身为玉州刺史雕魁左军府参军的诸葛常民 准备在丽阳 金安徽河县 起兵响应 王元德和同后之 在京城作为内影 聚集部署 准备攻打环旋 诸人谋划已定 准备一起定期发难 江苏镇江北固庭 起兵讨贼 404年因历二月初一到二十七这段时间 高祖假借狩猎的名义 与何无忌等人秘密召集一事 凡同谋者二十七人 愿意附从的也有一百余人 秉晨清晨 城门大开的时候 何无忌穿着传照服 站在殿前假称是替楚皇帝环旋传照 环修毫无防备 就被突然冲进来的起义将士斩杀了 其余官吏惊惧不已 莫敢妄动 高祖为环修的死 悲痛地哭了起来 命人将环修加以后葬 梦场之前也劝说环红 在这一天出城去狩猎 清晨打开城门 随从出列的人刚走出城门 梦场 刘道归和刘毅 就率领五六十人程系杀入 其实 环红正在吃粥 就被一下砍去了脑袋 然后 众人就率领军队渡过长江 义军最初攻克京城时 环修的司马雕红帅文武官员来到城前 高祖在城上对他们说 江州刺史郭场之已在寻扬尊凤皇帝重建晋国 我等今日拒议 都是受了皇帝的密诏 诸除乱臣贼子 此时 逆贼环旋的首级应该已消于大行了 诸位大人不都是大晋的臣子吗 今日来这儿想做什么呀 雕红等人信了高祖的话 就领着众人散去了 刘逸来到后 高祖命他杀掉雕红 起义前 刘逸的兄长刘迈正在京城 高祖派周安慕去告诉他起义的事 希望他能做内影 刘迈虽然表面上答应了 但内心却非常恐惧 周安慕看出了他的恐惧 猜到他会把事情泄漏 就急忙回来了 当时 刘迈被环旋封为靖灵太守 刘迈知道了高祖要起义的事后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便打算先回靖灵郡 当日夜里 刘迈接到了环旋的来信 北斧军的那些人都怎么样啊 青最近都听刘豫说过什么呀 刘迈以为 环旋已经知道了高祖将起义的事 次日早上 便把高祖将起义和拉拢自己做内应的事 告诉了环旋 环旋大感惊恐 便封刘迈为崇安侯 过后 却又愿刘迈不抓住周安慕 使其逃走了 遂杀掉了刘迈 接着又杀掉了王元德 辛护星 同后之等人 然后招来环迁 殿范之等人谋划该如何抵御高祖的义军 环迁等人说 立即出兵攻打 环旋说 不能这样 对方士气锐猛 皆有万死之志 如果派遣水军去 是不足以与之相抗衡的 不如把大军囤扎在富州山以一代劳 对方空航二百余里 不欲一战 锐气已衰 等到了富州山的时候 忽见大军当道 必然惊骇难当 我们则继续兼臂不战 对方百般求战不得 自然作鸟受散 这才是上上之计 环迁等人还是力劝环旋 出兵讨伐异军 见环旋始终不答应 就私自派遣顿丘太守吴辅之 又为将军皇府夫领军北伐一军 环旋听说自己的军队出征了 便担心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应对之策了 有人对环旋说 刘玉等人势单力薄 会有什么作为呢? 陛下何必这么忧虑? 环旋有些绝望地说 刘玉乃当是英雄 刘玉的家里连一旦储存的粮食都没有 在赌博的时候却能一掷千金 何无忌是刘劳之的外甥 才谋酷似其舅舅 这样的三个人凑在一起 怎么能说做不成事呢? 重装甲码画像砖 这块画像砖上的人物服装有酷者出现 再现了当时社会的衣着情况 义军盟主 于是 义军将士推举高祖为盟主 发喜讨贼 任命孟场为长使 总领后勤事务 拜坛平之为司马 有一千多百姓愿意跟从义军 3月午午 义军和吴辅志军队在江城 金江苏聚戎北遭遇 吴辅志是环旋的猛将 其军队战力很强 高祖手持长刀 大呼着 率先冲向敌军 重将士奋勇杀敌 急斩吴辅志于马下 义军继续前进到罗洛桥 金南京东北长江南岸 又遭遇到皇甫夫率领的数千敌军 谭平之与高祖 各率一只兵马杀向敌军 谭平之战败被杀 部下溃散 高祖却愈发威猛 率中前后拼杀 终于在预定时间内大败敌军 杀了皇甫夫 环旋听说自己的两员猛将都被杀了 心中愈加恐惧 便派还迁屯兵东领口 便饭之屯兵富州山以西 二人兵力共有两万 几位清晨 一军吃过早餐 丢掉剩余的军粮 进发至富州山以东 并令兵士在山上多数旗子 作为宜兵 环旋又命武旗将军与一只 率领装备更加精良的军队 来援助还迁和便饭制 阵前 高祖又是一马当先杀向敌军 将士们也都拼死冲锋 无不以一当百 杀生震天 忽然东北风大作 高祖命军士纵火攻敌 一时烈焰弥天 浓烟闭日 战鼓声声震撤京城 环旋等人军队 极告溃败而去 环旋虽然浅将抵御异军 但是已打算逃离建康 他派领军将军殷仲文在石头渡准备好船只 便带着自家的子职旧部 从水路向南逃去 高祖及领军进入建康 众人遂推举高祖为史迟节 都督阳、徐、衍、玉、清、继、忧 并八州诸军士、领军将军、徐州刺史 环旋挟持建安地 逃至江陵、金晶州 后又大败于征荣州、金湖北鄂城 败后又欲逃往汉中、金陕西汉中 途中被一州都护逢迁杀掉 称帝建宋 一夕元年405正月 建安地复国 3月 下召加封高祖为衍州刺史 都督十六州诸军士 四年408正月 又加封高祖为市中 车骑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扬州刺史 陆尚书及徐衍二州刺史如故 建安地复国以来 燕国慕容超吕为编幻 五年409的3月 高祖上表皇帝出师北伐 六月大败慕容超 次年二月于建康菜市将慕容超斩首 高祖北伐之时 卢巡又起兵作乱 官军屡败 高祖回建康后 调兵遣将 十二月击败卢巡叛军 七年411 二月 朝廷加封高祖为太尉 中书建 焦州刺史杜惠度 斩卢巡首级 传送至健康 八年412 四月刘毅谋反 十月高祖朱沙刘毅及其党羽 十一月高祖到了江陵 下令减免百姓赋税 减轻刑罚 命官员要为正宽减 朝廷进封高祖为太傅 扬州牧 家于宝骨吹 搬建二十人 高祖又上表朝廷请求意志豪强 以使耕者有田 下令尽量废除科捐杂役 使百姓休养生息 十一年415 高祖西征司马修之 四月 司马修之逃往枪地 皇帝赐高祖建旅上殿 入朝不屈 次年正月 皇帝加封高祖都督中外诸军事 8月12日 高祖出师北伐后勤 高祖向北魏借道 反遭北魏军队袭扰 高祖大败北魏军队 皇帝封高祖为宋公 丞相 十三年417 8月 大败后勤皇帝姚洪的军队 8月24日 姚洪投降 9月 高祖进入长安、金西安 拜叶汉高祖刘邦陵 犒赏三军 于魏央殿大会文武群臣 10月 皇帝加封高祖为宋王 高祖辞让 12月 建安帝驾崩 司马德文即位 视为进宫帝 元熙元年418正月 封高祖为宋王 7月 高祖才接受了这个封号 12月 进宫帝命高祖自建天子遗诏 次年6月 进宫帝下诏禅皇帝位于高祖 涌出元年426月 高祖及皇帝位 建都建康 国号宋 建元涌出 次年正月 大赦天下 10月 下诏对有罪者聊量刑从卿 鼓励办学 涌出三年422 高祖驾崩 享年60岁 论赞 史晨曰 大汉江山有400余年 足以比座于周朝 后来 刘氏虽然丧失地位 但是百姓的心里还是向着大汉朝的 建朝政权南迁之后 皇帝的威德已经丧失殆尽 论土地 高祖没有齐桓公 晋文公那么多 手里也没有人数众多的军队 简凶除暴 消灭内贼外患 功高盖世 勋德真是盛大呀 卷九 后废帝本纪 刘豫算是卫皇帝 在位六年中多次大赦天下 然而却并不代表他仁德无量 实际上他残暴如节昼 他虽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却嗜血成性 专以杀人为乐 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 刘宋也从此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在位六年 宋废帝刘豫 自得荣 小名叫惠震 是宋明帝刘豫的长子 大明七年463 正月出生 太十二年466 被立为太子 太玉元年472 四月以害 明帝驾崩 庚子 刘豫及皇帝尾 大赦天下 尚书令元灿 护军将军除冤 共辅朝政 悟臣 放海言长江束手兵族中的老弱伤残者 六月仁臣 下召派遣官员去各地体察民情 又下召广求贤事 京城附近与多城灾 刘豫下召镇继两线的平民 以四 尊奉明帝皇后为皇太后 策立刘氏为皇后 七月物臣 尊奉生母陈贵妃为皇太妃 瑞瑞国 及柔然 其国土包括 金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 高沟里前史进贡特产 北魏侵扰异阳 金河南信阳 四周刺史王瞻击退来犯之敌 元灰元年473 正月物银朔 更换年号 大赦天下 人银 刘豫下召赦赦免元灰元年之前流放者 使其还乡 三月 婆利国 金文来国 前史进贡 五月秉申 河南王前史进贡特产 六月 寿阳 金安徽寿县 发生水灾 几位 朝廷浅殿中将军 赈灾为老百姓 七月丁丑 散其尝试顾长康 长水校尉 何一之相刘豫献上合作撰写的剑林 其书起字于 顺之时 下至近五帝时代 一共十二卷 八月 新鲍 下召包美文典至世之功 秘书成王俭又献上自己撰写的三十卷七字 京城附近大汉 鬼鲍 加封建平王刘景肃为镇北将军 丁鲍 封衡阳王刘夷之子刘伯玉为南平王 十一月以四 加封司空 江州刺史贵阳王刘秀范为太尉 袁灿为魏将军 鬼鲍 历前建安王世子刘伯荣为史安县王 元徽二年四百七十四正月庚子 任命张勇为征北将军 南衍周刺史 二月几四 加封楚渊为中军将军 五月仁武 贵阳王刘秀范起兵谋反 朝廷加封中领军刘勉为镇军将军 右卫将军萧道成为平南将军 命二人作为南征逆贼的先锋 进驻新庭 金南京南面 命征北将军张勇屯兵白下 金南京金川门外 前南衍周刺史沈淮明束手于石头 另卫将军袁灿 中军将军楚渊率军守卫皇宫 仁臣 叛军进攻新庭 萧道成纵兵出击 大败叛军 刘秀范被岳其校尉张静而斩首 刘秀范党与杜黑礼 丁文豪奋兵进犯朱雀行 金南京镇淮桥东 刘勉率军御敌 立战而死 右军将军王道龙败退时被杀 张勇也在白下溃败 沈淮明在石头大败 务武 府军点迁茅田打开京城东府 放入叛军 叛军进驻中堂 与临间陈贤达率部击败叛军 秉身 张静儿等人又在宣扬门 庄严寺 小市打败叛军 承胜进攻东府 剿灭了叛军 朝廷暗军功赏赐了诸位将领 丁友 朝廷命京城和附近两个县的人们埋葬战死的官军和叛军 当日解除戒严 大赦天下 文武大臣皆赏赐一级官决 刘豫下诏减免科捐 裁减皇帝享乐费用 11月秉须 刘豫行家冠冕之礼 大赦天下 与人戏虎专印化 南北朝 元徽三年475 正月新寺 刘豫亲自到南郊 明堂祭祀 3月祭祀 任命车骑将军张静儿为雍州刺使 当日京城地区发生水灾 尤豫命尚书郎镇绩灾民 润月勿虚 下诏为立者要体恤民情 为正清简 4月 尤豫派尚书郎到各地体缠民情 不失黄恩 7月耕虚 任命袁灿为尚书令 8月耕子 加封护军将军楚渊为中书监 10月秉虚 高沟黎前使进贡特产 圆徽四年476 正月己害 刘豫亲自下田耕种 行吉田之礼 接着又一次大赦天下 6月已害 加封镇军将军 萧道成为尚书左蒲叶 7月勿子 征北将军 南徐州刺使建平王刘景肃 在京口谋反 极丑 京城内外戒严 刘豫浅萧齐将军任农夫 领军将军黄回出兵讨伐刘景肃 任命镇军将军 萧道成为讨逆大军统帅 甲武 左军将军张宝战败被杀 黄回等人杀至京口 与刘景肃叛军大战 接连击败叛军 以为 大军攻下京口 斩杀了刘景肃及其党羽 秉身 刘豫大赦天下 封赏功臣 元徽五年477 四月甲虚玉州刺史软垫夫 步兵校尉申伯宗 朱幼阴谋废刘豫 令立新军 事发 三人被杀 六月甲虚 刘豫朱沙司徒佐掌使沈伯 散其常侍杜佑文 游姬将军孙超之 长水校尉杜书文 之后大赦天下 七月物子夜 刘豫驾崩于仁寿殿 中年十五岁 皇太后下旨痛臣刘豫昏乱丧德 自取灭亡 废其帝号 降为苍吾郡郡王 他被安葬于丹阳莫陵县 京湖北京门之郊 彩绘玄武画像砖 南北朝 自取灭亡 当初 刘豫还是太子的时候 五六岁就被安排读书学习 但是他 不光学习懒惰 而且异常顽劣 老师也管束不了他 稍稍长大后 刘豫便喜怒无常 身边的侍从 有半点是不合他心意 他就拳脚相加 老师把刘豫的劣行 都告诉了宋明帝 明帝就命刘豫的生母 对他严加管束 刘豫刚及地位时 在内害怕太后 在外害怕俯陈 还不敢放肆 但是 自从他行了成人礼后 便渐渐转性 朝廷内外的人 他都慢慢不放在眼里了 元徽三年秋冬的时候 刘豫喜欢上出宫游玩 他母亲只能乘车 跟在后面看着他 慢慢的 刘豫越来越肆无忌惮 连他母亲也管教不了他了 经常只带着几个随从 就跑出去几十里玩 不论是荒山还是闹市 直到晚上才回宫 到了第二年春夏之际 他出宫游玩 就更加频繁了 自从京口的叛乱被平定后 他就更加骄纵 每天都出宫游玩 和谢僧智 张吾尔等这些亲随们 不是早上出去 晚上回来 就是晚上出去 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他们随身携带着长毛等兵刃 路上无论和他们相遇的是行人还是牲畜 都会被他们残害 百姓们都恐惧难安 白天也都不敢打开大门 路上的行人几乎要绝技 刘玉外出时经常穿一身便于其成的裤者之衣 从来不穿戴正常的衣冠 有谁不合他心意 他就肆意残虐谁 数时随从都手持大木棒 还随身带着针、锥、鞘、锯等物 他经常用锥子扎别人的下阴 随从们有面对此场景不忍心看的 他就怒不可遏地命此人袒露出上半身立正 然后亲自用毛刺穿那人的肩胛 刘玉在药灵殿里养着数十头驴 他自己骑的马就养在他的寝室里 先前民间讹传说 明帝被戴了绿帽子 因为刘玉的母亲曾经是李道的小妾 人们便传言说刘玉其实是李道的儿子 刘玉每次出宫游乐 都经常自称为刘统或是李将军 刘玉和又为一碾营的女子通奸 每次和她出游都送给数千钱 以作酒肉之费 张扬是阮店夫的心腹 阮店夫谋反失败后 张扬闻风而逃 后来被抓获 刘玉在成名门亲自驾车 把她活活碾压死 杜颜仔、沈伯、杜宥文、孙超等人 都是她亲自动手屠杀的 在玄武湖之北抓到杜宥文之兄杜书文后 又是她亲自纵马挥朔 一下次穿了杜书文 凡是一些下等人做的事 她都能过目不忘 像制作那些金银器物 衣服鞋帽等 都是公益绝伦的 她从来没学过吹驰 却拿过来 就能吹奏出乐曲 刘玉天性喜好杀戮 并以此为乐 一天不杀人 她就闷闷不乐 朝廷内外 人人忧据 都怕朝不保夕 萧道成顺应天意民心 有废掉刘玉之意 她和职格将军王敬泽谋划了这件事 7月7日 刘玉乘车 带着200多人去青园尼寺 晚上到达西安寺时候 就和坦渡道人饮酒 喝得大醉 随从们扶她回到人寿殿就寝 因为刘玉进出宫没什么规律 所有宫门晚上都不关闭 而且守卫们都怕遇到刘玉后自己性命不保 就都自动撤走了 王敬泽之前已经秘密结交了刘玉身边的25个亲随 并和他们谋划杀掉刘玉 当天夜里 刘玉的亲随用刘玉床边的佩刀砍下了熟睡中的刘玉的脑袋 然后出宫把首级交给了王敬泽 王敬泽立刻持奔到领军府 把刘玉的首级呈献给萧道成 于是萧道成身着戎装 带领数十亲信进入皇宫稳定局势 第二天 萧道成凤皇太后一旨 迎请安城王刘准进京继承皇位 论赞 史晨曰 王国之君 虽然结局都差不多 但是自从开始以来的所作所为可能会有所不同 前废帝刘子叶荒淫无度 出行的车架极尽奢华 并有庞大的一帐开路警卫 刘玉则游乐无忠 出行的时候一身短装 驾着快车独来独往 至于招致身死国败的道理却是相同的 卷42 王红列传 王红出生于世幻豪族 段世建功 为政宽人 居官清廉 刘慧夏敏 新君即位政权交替之时 多少权臣被诛 而王红却能独善其身 令人钦佩 虽小节微缺 却大得招招 修身力得 王红自修远 狼牙临沪 金山东临沪人 曾祖父王岛 是东晋时的宰相 祖父王恰 官居中领军 父亲王寻 官至司徒 王红年少好学 以清净甜淡而知名于世 跟尚书蒲叶谢混交后 二十岁时 就在会计王司马道子手下 做了票计参军主部 当时 国家农业凋敝 工商业繁荣 王红认为应该实行屯田 他写了详细的奏章 承上朝廷 司马道子预认他为皇门侍郎 父亲王寻说他还年少 辞谢了司马道子的好意 王寻很喜欢积具财物 他的财产遍布民间 王寻死后 王红烧毁所有契约文书 租债一概不收 其余家业他也都交给了弟弟 还没等他扶桑期满 后将军司马元贤 就来严聘他做姿意参军 明远将军 主管既是事务 他推辞了 接着 司马道子又请他做姿意参军 建威将军 领中兵 他也推辞掉 当时朝廷内外多难 扶桑的人很难扶满期 只有王红坚守理智 还玄叛逆攻入京城 把司马道子下了 挺为大牢 群臣恐惧 没人敢叹看送行 王红虽又未除丧 却独自在路旁叩拜 攀着车子哭泣 人们都很敬佩他 功名卓著 高祖刘豫任镇军时 任命王红为姿意参军 后又根据他的功劳 封为华荣县五等侯 之后升任狼牙王司马从事中狼 继而又任宁远将军 狼牙内使 尚书吏布郎中 豫章相 卢巡侵犯南康各郡 王红必往巡洋 高祖又任命他为忠君自义参军 又升为大司马佑长使 转任吴国内使 一夕十一年415 高祖任王红为太尉长使 又转任左长使 王红跟随高祖北征 前军平定洛阳后 朝廷还没派人来向高祖搬赐酒席之礼 王红便领受高祖的意旨回到京城 向朝廷暗示高祖的意思 当时刘牧之正掌管后方事务 他对此十分惭愧恐惧 接着就发病而亡了 高祖回到彭城 金徐州后 以王红为彭城太守 刘宋建立之初 王红被加封为尚书蒲叶 领彭城太守之职如故 王红尚书弹势子左卫帅康乐县公谢灵韵不能至家 其小妾和他人通奸 而又杀到其小妾者 请求朝廷将谢灵韵免官削绝至罪 欲使忠诚都庭侯王准之失职 不报此事 也应一并免官 并点触回封地 高祖下指说 谢灵韵免官就可以了 其余准奏 尚书蒲叶整肃风气礼法 实在是符合我的愿望 怎能拘泥于常规 今后把这作为定制吧 一夕十四年 四百一十八 王红升任辅军将军 江州次使 兼江州 豫州至西洋 新菜二郡诸君士 他上任后 就减免赴税劳役 百姓安宁 永初元年四百二十 升任散其常侍 由于辅佐高祖建国有功 封为华蓉县公 十一二千户 永初三年四百二十二 王红被征召进入朝廷 受封为魏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高祖一次大宴群臣 对众公卿说 我本是一介不一 之前真没想到会有今天 傅亮等人都打算写师傅来对高祖歌功颂德 王红却当即对答道 这就是所谓的天命 不是你的 求也求不来 是你的 推也推不掉 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所言简要窃礼 天人画像砖 南北朝 明哲宝身 少帝景平二年四百二十四 徐宪之等人 密谋废处少帝 另立新郡 赵王红入朝 文帝刘一龙即位后 因王红胸怀安邦定国之策 封他为司空 建安郡公 十一亿千户 王红上表执意请辞 于是皇上改封他为车旗大将军 适中 史池杰 改兼军事为都督军事 开府一同三司 江州赐使之职如故 徐宪之等人因是杀少帝的罪行而将被诛杀 王红既然不是主谋 他弟弟王坛守又是文帝的亲信 文帝谋划将要诛杀徐宪之等人 王坛守派人秘密把消息告诉了王红 徐宪之等人被诛杀后 皇上封王红为侍中司徒 扬州赐使 陆尚书 赐班建一丈三十人 文帝西征谢会时 王红和彭承王刘易康留守京城 入驻中枢下省 出入都带着遗障 司徒府也全且设置了参军 元家五年428春季 天大旱 王红上表把这事说成是自己得保所致 因而请求辞去官职 在此之前 刘易康任荆州刺史 镇守江陵 评录令承灿写信给王红说 你已未及人臣 当怀谦慎之心 把权位让给刘易康 王红本已生身退之心 再加上承灿一番话 遂决一请辞 于是降职为魏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元家六年 王红上奏皇上 推荐彭承王刘易康 进京接替自己的职务 皇上准奏 命刘易康 接任司徒之职 与王红共礼朝政 不久 王红又上表皇帝 请求减免自己的职权和配属 把自己手下的官佐和军用物资等 都划播给司徒刘易康 皇上下诏说 魏将军奏表所言 既然如此恳切 司徒应该努力去办 可以顺照魏将军的好意 奋波两千人 配给丞相府 至于储备的物资 就不用送交了 清辞莲花尊 南北朝 立法从宽 王红很熟悉治理国家的纲要 留心各种事务 按照实际情况来考虑处理问题 常常保持宽和公允 他在给八座成郎的书中说 童武之人犯法 没有世人不被判罪这条法律 然而 每到审问易罪的时候 就有人来为之说情 如降恩宽佑 那法律就形同被废 而不能实行 按照事实来追究罪责的话 那人们就会以为苛刻而心生怨恨 应当更变一下法度 使宽大和严厉都适中 又如 守卫的人偷五匹布 一般人偷四十匹 都会被施以死刑 人们议论者都认为刑罚太重了 应当变为负责守卫的人 偷了十匹布 一般人偷五十匹 裁判死刑 偷四十匹 就判为充军 如此一来 既能稍稍宽佑民众的生命 又足以惩戒罪恶 希望你们各自谈谈自己的看法 左承江澳 尚书王准之 殿中狼谢元 利不狼和尚之等人都各自积极陈述了自己对律法从宽还是从严的看法 在对贵族和平民的量刑原则上众人产生了分歧 王洪又上奏皇上说 法律要严明公正 制定律法则要心存人数 皇上下诏肯定了王洪的建议 王洪接着又上书皇帝 建议朝廷把百姓年满十三岁福半个劳役 年满十六岁福全劳役这个制度 改为十五岁至十六岁福半个劳役 年满十七岁福全劳役 皇上准奏 死而有容 之后 王洪便卧病在床了 他屡次上表请求治世 而皇上总是下诏未免 不许他归老 元家九年四百三十二 朝廷又封他为太保 中书建 其余职位如故 同年 王洪病逝 享年五十四岁 嗜好文昭公 配享高祖妙婷 其后 皇上又下诏增加王洪十亿一千户 皇上听说王洪因清廉节俭 死后家无余才 便赏赐王家钱百万 你一千户 大明五年四百六十一 孝武帝刘骏外出巡游 从王洪的墓前经过 回宫后 下诏怀念王洪 派人去墓地祭祀他 王洪为人明达 聪慧有才思 既以天下百姓的福祉为行事依据 即使是仓促兼办事 也必定依从礼仪和法度 做任何事 都是依照正规的礼仪和程序来办 后人都效法他 把他理事的方法称为王太保家法 王洪虽然历任要职 却从不谋取私利 亡故后 家无余才 然而言行轻率 缺少威仪 性情狭隘 有谁忤逆他的旨意 他就会当面斥责羞辱谁 他年轻的时候 曾在一个叫公成子野的小馆中和人玩一种叫的赌博游戏 他在朝中掌权后 有个人去他府上求一个现官的职位做 言辞非常恳切 此人曾在玩的时候得罪过他 他便责问那人道 君有钱善于赌博 何必要绝路呢 那人答道 不知道公成子野在哪里 王洪默然无语 王洪的儿子王羲 继承了他的爵位 由于是宰相之子 王羲年少 即被征召出来 左园外散旗 历任中书郎 太子左卫律 江夏内使 拙毅抬高自己的官位和待遇 太尉江夏王刘义公 在朝中执掌朝政 王羲见他时 张开双腿 像波及式的坐着 没有尊敬刘义公的意思 后来 他死在官刃上 王羲之子王僧亮 承袭爵位 宋善让于其 王僧亮爵位 由公将为侯 十亿五百户 论赞 使臣曰 高祖一招创建一旗 沧海横流 整治混乱的典章制度 施行公平的大道 使主尊臣碑的理智 决定在马鞭之下 威严的号令一经发出 朝廷内外都要遵从禁令 以东汉建武和永平年间的风气 改变晋朝太原和龙安年间以来的恶俗 这是王虹所为 卷四十三 谈道激烈传 宋文帝刘义龙 最大的本事就是屠戮功臣 谈道激一生征战南北 鞠躬绝尾和徐献之 谢慧等同为高祖刘裕留下的忠臣 徐 谢等人被诸厚 谈道激仍不反省 以求归养天年 忠于不徐 谢厚臣 惨遭杀害 刘一龙亲手毁掉了他的最后一道长城 战功卓著 谈道激 高平金香 金山东金香人 是东晋佐将军谈勺的幼帝 年幼时失去父母 扶桑时尽孝手礼 凤阳姐姐 侍奉兄长 以和睦恭谨的品行 受到识人的称赞 高祖刘裕举一时 谈道激随军进入京城 参与高祖建武军士 任征熙将军 因辅佐高祖举义有功 被封为吴兴县武等侯 卢巡叛乱时 众多贼寇纷纷响应 郭继生等聚集在座堂县作乱 高祖任命谈道激为杨武将军 天门太守 率兵讨平了他们 之后又跟随刘道归 讨平桓迁 巡林等人 他以身为范 激励文武官员 冲锋时身先士卒 所向披靡 徐道富进逼京城时 刘道归亲自 领兵出战 其中 谭道激立战功最多 不久 谭道激升任安远护军 武陵内使 又升为太尉参军 中书侍郎 转任宁朔将军 参太尉军士 因前后征战立功甚多 被封为座堂县南 十亿四百户 又升任太尉主部 资议参军 高祖世子刘义扶任征鲁将军 镇守京口时 谭道激任司马 临淮太守 又任世子西中郎司马 梁国内使 接着签身为世子征鲁将军司马 加冠军将军 谭道激相 谭道激 四三六 高平金香 金山东金香人 南朝宋名将 曾任司空 都督 刺史 一夕十二年 四百一十六 高祖北伐后勤 命谭道激为先锋 领兵进发至淮水 匪水 大军所到之处 各城漠不望风而降 又进兵攻下许昌 金河南许昌 俘获后勤明朔将军 颖川太守姚毯 及大将杨业 进发至成高 金河南行阳西北 后勤衍周刺史维华投降 大军竟直逼向洛阳 后勤平南将军摇晃归顺 一路攻持掠地 伏敌四千余人 有人建议将俘虏全部杀掉 将尸体运回京城堆成高台 以显君威 谭道激说 谭道激说 谭民罚罪 正在于今日 下令释放了全部俘虏 因此 荣医都很敢配谭道激的人意 率领不足前来归顺的有很多 大军继而近战同关 谭道激与其他各路大军 击败姚绍 长安平定后 谭道激升任征辱将军 狼牙内使 世子刘易福将镇守江陵 谭道激任西中郎司马 池杰 南蛮校尾 之后 又签身为宋国侍中 领世子中数子 衍周大中正 新朝勋贵 高祖称帝 封谭道激为护军 加散其常侍 主管石头城防务 可不必通传即可进入宫廷 以辅佐高祖 建立宋国功勋 封为永修县宫 十一二千户 之后转任丹阳尹 户军之职如故 高祖并重拾 次谭道激搬建一丈二十人 其后 谭道激出京监都南徐 沿州之江北 淮南朱郡军事 任镇北将军 南沿州刺史 少帝景平元年四百二十三 北魏军队在东阳城 围攻青州刺史竹魁 竹魁向朝廷告急 皇上封谭道激史迟节 兼征讨朱军事 与王仲德前去救援 大军还没到 北魏军队就烧掉营寨和工程器具逃走了 谭道激欲率军追敌 但东阳城内无粮 于是打开粮窖 取陈谷以冲军粮 然而 粮窖深达数丈 等把稻谷碾成米 已经耽误了两周夜 敌人早已逃远 追不上了 谭道激便打消了追击的想法 之后 谭道激回师镇守广陵 金扬州 徐献之打算废除庐陵王刘一贞 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谭道激 谭道激提出了异议 他屡次劝阻徐献之 军不被采纳 徐献之等人 又密谋废掉少帝 改立刘一龙为帝 徐献之晚辞请谭道激入朝 到了后 徐献之等人就把计划告诉了他 在准备废除少帝的当晚 谭道激进入领军府 跟谢慧同诉 谢慧整晚惊恐不安 难以入睡 谭道激却倒头急入梦乡 谢慧因此非常佩服他 文帝刘一龙还没进入京城时 谭道激在朝堂首位 文帝登基后 加封谭道激为征北将军 散其常侍 武陵俊功 十亿四千户 谭道激辞谢进封 皇上又增加他都督清州 徐州之淮阳 夏批 狼牙 东广武郡诸军事 朝廷发兵征讨谢慧时 谭道激领军增援道燕之 道燕之被打败 退守隐旗 今岳阳东北 长江南岸附近 正好谭道激率援军赶到 谢慧原以为谭道激 惠同徐县之等人一起被朝廷诛杀 这时突然听说谭道激领军前来 历时惊恐万分 便不战自愧了 平定谢慧后 朝廷封谭道激为都督江州之江夏 豫州之西洋 新菜 近西四郡诸军事 征南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江州刺史 增加十亿一千户 持节 常侍等值如故 谭道激畅愁粮杀 南朝宋征南将军谭道激北伐北位 缺粮食以畅愁粮杀之法退敌 出自清代马台历代名将画谱 吐死狗烹 元家八年四百三十一 道燕之讨伐北位 攻占了河南 随之又失去 延金雍城 今洛阳梦京附近 和虎劳关 今河南行阳西北 也一并失县 北位军进碧华台 今河南华 皇上任命谭道激都督 征讨诸军事 率军北伐 大军行至东平郡张寿县 金山东 东平县西南 正遇上北位安平宫以占卷 谭道激率领宁朔将军王仲德 萧綦将军断红奋勇还击 大败以占卷军队 谭道激率军转战到高梁亭 金山西洪桐县附近 北位宁南将军 几周刺史受昌公西甲库杰领兵 多次前来挑战 谭道激派断红及沈前之等将领 齐袭敌军 当即斩杀了西甲库杰 大军继续进发到脊水 之后接连作战二十余日 和敌军交战数十次 中英寡不敌众 致使华台失陷 谭道激从历程 金济南市郊 撤回全部军队 朝廷加封他为司空 池杰 常侍 都督 刺史等直贤如故 镇守寻扬金九江 谭道激在前朝时 就建立了赫赫战功 威望很高 手下心腹爱将 全都慎经百战 他的几个儿子 又都很有才 所以朝廷开始渐渐一记他 文帝卧病多年 曾数次病危 彭承王刘易康忧心皇上一旦驾崩 朝廷就再也掌控不了谭道激 元家十二年 四百三十五 皇上病重 正值北魏侵犯边境 朝廷征召谭道激入朝 谭道激进京后 皇上病情好转 次年春季 皇上遣谭道激回巡洋 谭道激都已上了船 皇上却又病重了 于是又把他召回 借口为他践行 回京后 皇上就把他抓捕起来 交给廷尉治罪 皇上下诏说 谭道激凭着好的时韵 过去就一直蒙受黄恩 宠禄优厚 无人可比 他却从不敢念黄恩浩荡 思存报答万一 他内怀二心 猜疑朝廷 不臣之心积蓄已久 原家以来 猜疑之心更重 对朝廷不忠不义不亲近的心思 收买臣下欺盟皇帝的事情 早已路人皆知 谢灵韵心智歹毒 言辞恶劣 不臣之行显而易见 谭道激却依然接受他的邪说 常替他包藏罪恶 并且还暗中散发钱财 招引奸恶狡猾之徒 朝廷逃犯争相投靠他 以至其邪恶的势力越来越大 时时窥探时机 妄图篡位夺权 镇军将军王仲德 往年入朝 曾多次上报他的这些恶行 镇以为他身居宰府之位 参列朝般要职 因而总是予以迁就宽容 希望他能洗心革面 可他却滋长邪恶 不知停止 凶恶的图谋终于形成 趁镇并重之时 阴谋放纵其祸心 之前 南蛮行参军庞颜祖 已经把他详细的兼谋 秘密地告诉了镇治道 不可做篡逆弑君的事 否则刑罚就不能予以宽设 何况他罪恶深重 竟然达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 如今便可将他收补 交给廷位至罪 以明正典刑 此事只惩罚守恶 愚者一概不咎 于是收补了谭道记 及其子 己是皇门侍郎谭职 司徒从事中郎谭灿 太子涉人谭喜 征北主部谭成伯 秘书郎谭尊等八人 交付廷位 朱沙 又收补司空参军薛统 押戒到京城处决 皇上派上书库布郎顾仲文 建武将军毛亨 赶到寻扬 招获谭道记之子谭仪 谭雍 谭雁 及司空参军高进之 全部诛杀 薛同和高进之 都是谭道记的心腹爱将 勇猛非凡 识人把他们比作三国的张飞和关羽 当初 谭道记被捕时 气愤地扯下头巾 至到地上说 竟右座自毁你家万里长城之事 谭雍之子谭儒被赦免 孝武帝刘俊即位后 他被任命为奉朝请一职 论赞 史臣曰 谭去官上的灰尘出香做官 佩杰映寿入朝辅国 治国的道术伸展向康庄大陆 命运却挣扎在鲜爱的车辙中 所以 古人在出世还是隐居的问题上 徘徊不定 面临着歧路的选择 内心争斗不休 如果他身负重任 受君王之欲之恩 即使身遭顶碰剑斩之行 也会毫不在意一己之生死 卷44 谢惠列传 谢惠曾跟随宋高祖刘裕征战四方 忠心耿耿 为宋国的建立 立下汉马功劳 极为刘裕所信任和欣赏 并托估于他 一时全清天下 可谓年少得意 宋文帝刘一龙继承皇位后 即受到猜疑 他未求自保 只能起兵谋反 在战略审视和战术运用中 却屡屡犯错 加之他本无心 和刘一龙争夺天下 又岂能不失败呢 德育民主 谢惠 自宣明 陈俊杨甲 金河南太康人 祖父谢朗 是东阳太守 父亲谢仲 是会计王司马道子的票计长使 兄长谢炫 是宋高祖刘裕的镇军长使 早逝 谢惠最初在梦场的建威府中 任中兵参军 孟场死后 刘裕问刘牧之 孟场的手下 谁还能过来辅佐我呀 刘牧之举荐了谢惠 刘裕便任命谢惠为太尉参军 刘裕曾经审讯囚犯 那天刑狱参军报仰未能到职 在书闸中写明案情 请谢惠代职 谢惠在来衙门的车子里 翻看完案情记录 到了衙门 就立刻审结了案子 当时刘裕的丞相府事情冗凡 积累了很多刑案没处理 刘裕边问 谢惠边答 就把事情处理完了 刘裕立即对他另眼相看 当日就升他为豫州治中从事 主管刑狱治安治事 178年412 前生为太尉主部 跟随刘裕出征司马修之 当时徐逵之战败被杀 刘裕大怒 想披挂战甲亲自去对岸杀敌 众将领劝阻 刘裕不听 怒气越来越大 谢惠冲上前抱住刘裕 刘裕 刘裕立色道 我斩了你 谢惠见道 天下可以没有我谢惠 但绝对不能没有主公 死一个谢惠算什么 恰在这时 军事来报说 胡帆将军已经登上对岸 判军已被杀退 刘裕这才作罢 谢惠风流倜傥 喜欢言笑 眉目分明 定发漆黑 而又博学多才 见识高远 刘裕对他的喜爱和欣赏知情 是同僚们都没法相比的 谢惠跟从刘裕出征后勤 重要事务刘裕都会委派给他 刘牧之派遣使者到军中陈述后方的正式 谢惠每每会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刘牧之怒道 你还有回来的时候吧 后来刘裕想任命谢惠为从事中郎 征求刘牧之的意见时 他坚决表示反对 刘牧之去世后 谢惠才签身为从事中郎 文立永福雕砖 南朝 1958年 河南邓州学庄出土 托估重臣 宋国刚刚建立时 谢惠升任又为将军 不久又被加封为市中 刘裕称帝时 谢惠领军警卫 签身为中领军 之后 被封为武昌县公 拥有两千户十亿 涌出二年 421 殷氏被免去市中之职 不久 又签身为领军将军 散其常侍 依照西晋扬护的势力 进入皇宫当职 统御禁卫军 3月 刘裕卧病 赐给谢惠搬建一丈二十人 谢惠同徐献之 傅两 谭道计等 侍奉在刘裕病床前 宋少帝刘裕福即位 加封谢惠为中书令 与徐献之 傅两 共同辅佐朝政 刘裕福被废掉后 司空 徐献之赞主朝政 任命谢惠为都督 京湘雍一宁南北秦七州 朱军士 辅军将军 沪南蛮校尾 荆州刺史 徐献之打算让谢惠作为他的外援 他害怕宋文帝刘裕龙 进京继承皇位后 会把这些职务封给其他人 所以才突然对谢惠由此任命 朝廷的精兵猛将都调拨给了谢惠 装备和军需物资都很丰富 刘易龙登基后 封谢惠持节 废掉徐献之的任命 并谢惠官居原职 谢惠害怕逃不走 非常惶恐 等到了新庭 金南京南面的时候 回望石头城 金南京 高兴的说 如今总算逃出来了 不久 朝廷夹封谢惠为魏将军 散其尝试 刺绝建平俊功 十亿四千虎 谢惠推辞朝廷的封刺 刚被任命为荆州刺史的时候 谢惠非常自明得意 去荆州之前 他来到唐叔父光禄大夫谢诞加拜别 谢诞问谢惠多少岁了 谢惠沾沾自喜的说 三十五岁 谢但笑道 当年寻现二十七岁 就已官拜北府都督 你和他比起来 已经老了 谢惠听后 羞愧不已 奢望朝廷 到了江陵 金晶州后 谢惠先着一结交新皇帝的宠臣世中王华 希望借以免除祸事 并把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彭承王刘易康 和新野侯刘易斌 原家二年四百二十五 谢惠派妻子曹氏和长子谢氏修 护送女儿去京城 先前在景平年间 北魏进犯 侵占了黄河之南的一些地区 而到了这时 宋文帝刘易龙想杀掉徐献之等人 并讨伐谢惠 便假装声称将要征讨北魏 又说要去京口金镇江的新明灵拜祭祖母孝义皇后 并把行装也搬到了战船上 傅亮写信给谢惠说 近来皇帝声言 准备征伐和朔 金黄河以北之地 这件事还没最终确定 朝臣们都在思考这件事 担忧的人占多数 又说 朝臣们大多都建祖皇帝北伐 皇上将要派外奸万佑宗去征求你的意见 此时 朝廷的调度跟平时有些不同 朱沙徐献之等人的密谋已泄露了不少 次年正月 谢惠之地皇门侍郎谢教派人飞马 把这些消息告诉给谢惠 谢惠仍然认为不可能 他把自意参军合成天叫来 拿富量的来信给合成天看 说 估计万佑宗一两天就定然到达 父公怕我多事 所以先派人送来此信 合成天说 外面传闻 皇上西讨我们已成定局 万佑宗怎么还会来呢 谢惠还是认为 那些传闻是无稽之谈 他命合成天去 预先写好答复皇帝赵令的草稿 说明讨伐北魏最好要等到明年 这时 江夏内史承道会得到一封寻扬人的书信 信中说朝廷将要有大调度 此事宜很准确了 承道会立刻把这封信封 好命他府国府的中兵参军勒给谢惠送去 谢惠看了信后 又对何成天说 万佑宗还没来到 如再过两三天还没消息 那就是不会来了吧 何成天说 他本来是没有来这里的道理 如承道会所言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岂容质疑 谋划起兵 谢惠打算烧掉南蛮士兵的名册 率领现有的兵力决战 手下们都劝他出兵 他才竖起旗帜 并严加戒备 谢惠对司马宇登之说 现在我要亲自率兵东下 想拨三千军马令你守城 以防备流粹前来攻打 宇登之推辞道 下官的父母还在京城 我又一向没带过军队 再三四两 实在不敢接受此重任 谢惠又问不下 三千军队守城够不够 南蛮司马周超回答道 其只守城而已 如有外扣来 更可以立功呢 宇登之说 周超一定能说到做到 请把我司马 南郡太守之职 授给他吧 当即在座 谢惠就封周超为司马 建威将军 南亦阳太守 而转调宇登之为长使 南郡太守之职不变 刘一龙在京城诛杀了徐献之等人 以及谢惠长子谢氏修 并把谢惠之地谢教及其子下狱 乐炯派人告诉谢惠 徐献之 傅亮和谢教等人都已被杀了 谢惠便先为徐献之和傅亮举哀 接着又发布了自家子弟遇难的消息 之后 他亲自来到教场 召集军队 谢惠因为曾多次跟随宋高祖刘玉征战 所以他对发号施令 调度军队这些事做起来很熟悉 两三天便有很多人投奔他 得到了三万精兵 于是谢惠记表上奏皇帝 首先表达了自己对刘宋王朝是担心一片 其次又为被杀的徐献之和傅亮明不平 然后又说自己起兵是为了清除朝廷的奸命之臣 以使大宋王朝不致覆灭 此时刘一龙已经严密戒备起来 朝廷的各路征讨大军也陆续进发 尚书令发给荆州的命令说 朝廷诛杀徐献之 傅亮等人是因为他们试杀了少帝刘一福 而且朝廷已经赦免了他们的家人 如今各路精兵猛将已向荆州进发 心里向着朝廷的荆州市民都应捉住卸会 立功除害 画像砖南朝 1958年河南邓州学庄出土 一物战机 这时一周刺史萧摩之 巴西太守刘道产被征召回京 他们到了江陵的时候 谢惠把他们拘禁了 并没收了他们的钱财 冲作军费 敬禁内使殷道云没有来郡里 谢惠任命他为资议参军 任命弟弟谢教为冠军 敬禁内使 留在后方做总勤 任命兄长之子谢士游为建威将军 南平太守 刘翠若乘机前来相攻 而周超能打败他 即任命周超为龙襄将军 拥周刺史 安排完毕 谢惠便率领两万精兵自江陵出发 船队从渡口一直绵延到破种 经湖北江陵县东南长江东岸 经其蔽日 谢惠面对此情景 叹息道 真恨不能把如此大军作为秦王之师啊 谢惠自己就任襄州刺史 任命张绍为辅国将军 张绍辞谢了 谢惠发习闻到京城隶属王华的罪过 说自己起兵就是要为国家铲除向王华这些奸命 并夸说自己的军队勇猛无敌 谢惠领军到达江口时 朝廷方面道燕之率领的军队已聚首在彭承州 金岳阳东北 长江南岸 宇登之占据巴陵金岳阳后 却心生畏惧而不敢继续进军 正巧这时沿着下了多天的雨 参军刘和之说 彼此都在雨天里 谭道基大军就快来到了 东边朝廷的军队实力就会更加强大 我军现在应速战速决 宇登之却战 没有听从刘和之的建议 他命小将陈佑做了很多大布袋 在里面装上茅草 再把袋子悬挂在船帆的桅杆上 说这样就可以采取火攻 而火攻是要等到天晴的 宇登之因此就达到了暂时避战的目的 谢惠也认为宇登之的做法正确 于是就停止进军15天 15日后 中兵参军孔延秀才率领三千军队进攻 驻守在彭承州的萧欣军队 孔延秀率军殊死拼杀 萧欣在军队后面拿着盾牌防身 后来又丢掉自己的部下逃到船上 萧欣的军队被杀得大败 孔延秀成胜又攻下了彭承州口的营寨 道燕之因而率军退守隐旗 彭承州东北 这时 谢惠又给皇帝上表说 如果皇上能诛杀王华这些奸命 并还公道于徐宪之 傅亮和谢家 他就立即率军返回荆州 继续做好臣子的本分 彩绘朱雀画像砖 兵败被杀 当初 谢惠和许宪之 傅亮谋划自保的策略 打算由谢惠控制长江上游 而谭道记镇守广陵 金阳州市 各自凭借雄厚的兵力 来牵制朝廷 徐宪之和傅亮 则在朝中掌握大权 这样 他们就可以永保平安了 等到宋文帝刘一龙要诛杀他们时 王华等人都说 谭道记也不可以相信 刘一龙说 谭道记只是迫于行事才跟从他们 本来就不是弑君的主谋 杀害少帝的事 跟他又没关系 我召他回朝问一问他 他一定会忠于朝廷的 于是下召召谭道记回朝 把军队交给他统领 委派他讨伐谢惠 谢惠听到徐宪之等人的死讯后 还担心谭道记命不久矣 当听说谭道记率军前来讨伐他后 他就开始惶惶不安 毫无对策了 谭道记率军到达前线后 和道彦之和兵一处 沿江岸牵引着战船 谢惠见对方的战船很少 就很轻视 没有立即出战 到了晚上 谭道记的战船都顺风悬挂上船帆 前后相连着冲来 谢惠的军队被拦腰切断 士兵们立刻就丧失了斗志 谭道记进军至季治州 金湖北洪湖西南长江北岸 乘战船渡过长江 谢惠的军队当即就溃散了 谢惠连夜奔逃 先跑到了巴陵 之后又成了小船 逃回了江陵 在这之前 雍州刺史刘翠派遣他弟弟靖陵太守刘道记 和官军主帅沈碧之袭击江陵 在沙桥江陵承熙 周超率领一万守军出战 大败了刘道记等人的军队 之后不久 谢惠战败的消息就传回了江陵 谢惠逃回江陵后 什么都没做 只是惭愧的感谢周超而已 周超知道谢惠大势已去 当天夜里就离开军队 乘船去了到燕之军中投降 谢惠眼见自己 不重离散殆尽 便带着弟弟谢教 兄长之子谢士基等 栖骑向北而逃 因为谢教身体肥胖 骑不了快马 谢惠总要等着他跟上来 所以他们走得很慢 当行到安路沿头 经湖北大雾县东南的时候 被这里的守将光顺之给抓捕了 光顺之原来就是谢惠的部下 谢惠被他装在了囚车里 解送往京城 在路上 谢惠做了悲人道这首诗 极尽哀敢身世 谢惠被斩于京城闹市时 年仅37岁 宇登之 殷道鸾 和成天等人被皇帝赦免 河东人商悬时是谢惠参军 谢惠准备东进时 他随军作战 谢惠败 商悬时以预谋不成为汉 投水而死 文帝为嘉奖他 任命他的儿子商怀福为衡阳王刘一继右军参军都护 谢惠北逃时 左右亲信各自奔散 独有一名叫严林盖的人追随不舍 文帝因他能为主尽命 又是古贤人严林继子的后人 为嘉奖他 后来认他为长沙王刘一新的镇军参军 论赞 使臣曰 谢惠当初因为加盖天子印喜时疏忽 而错误封赏了人 被缅去了世中的职务 此事足以显示高祖流域的智识才能 宰相就必须能够胜任他的职务 拘捕和杀戮 应该针对那些罪大恶极者降职听用 应该针对那些有轻微过失的臣子 轻微的过失一般不会被人们所重视 重大的罪恶却被人们极度重视 所以杀戮是很少施行的 而检测要每天在朝中施行 不能因某人的身贵为尊而改变法度 要想使下面的人谨慎严肃 而上面的人有威仪 就要如此来施政 故而 君子在事情还没有变得明朗化时 就早作打算 防威杜剑 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情形吧 卷45 王震恶列传 王震恶可说是刘裕手下第一猛将 只可惜为人贪婪成性 傲慢无礼 还有些残暴不仁 虽然见下显赫战功 但还是算不得一代名将 最后竟然被自己鄙视的同袍所杀 实在有点窝囊 名门之后 王震恶 北海剧《金山东昌乐县西人》 他的祖父王猛 自警略 是福坚做前秦皇帝时的宰相 父亲王修在前秦时是河东太守 因为王震恶是农历五月初五出生的 家里人受风俗影响 有些忌讳 想要把他过寄给远房的族人 王猛见到他的这个孙子后 却很惊奇 他说 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孩子 从前的孟长君就是五月出生的 却成为了齐国的宰相 这孩子将来也会光耀家门的 所以 为之取名震恶 王震恶十三岁的时候 前秦政权就崩溃了 关中一带陷入动乱之中 王家流落寄居在小山 金河南洛宁县北 和勉池 金河南勉池县之间 王震恶 曾在勉池的李方家祭时 李家待他很好 他对李方说 如果我能遇到一位民主 成为万户侯 一定会加倍报答你的厚恩 李方答道 你是丞相大人之孙 如此才高致远 何愁他日不能富贵 到时你只要举荐我当本县的县令 我就很知足了 后来 王震恶随同叔父王耀果将归顺东晋 客居在荆州 王震恶研读了很多前人的兵书 好论军国大事 虽然奇数和剑法很差 但是却精于谋略 林基果决善断 民主之谕 广固之战 大败南烟慕容超后 有人向宋高祖刘豫 推荐王震恶 当时王震恶正担任天门邻里县 金湖南邻里县县令 高祖当即派人去召他来见 王震恶来到后 高祖和他纵论天下大事 很惊异于他的才智 于是就留他住宿 第二天清晨 高祖对众多辽蜀说 震恶乃王猛之孙 真可谓将门有将啊 即任命王震恶为青州至中从事史 行参中军太尉军事 蜀前不贼曹 之后 他在渣浦 金南京青阳山南迎击卢巡叛军时 屡立战功 被封为伯禄县五等子 高祖谋划讨伐叛将刘毅 王震恶说 主公如对刘毅用兵 请赐百艘战船 派我做先锋 建安帝一夕八年四百一十二 刘毅有病 请求朝廷任命他的堂弟眼周刺史刘帆 做他副手 高祖假装答应了他 9月 高祖派大军征讨刘毅 任命王震恶为参军士 镇武将军 高祖领军到达孤熟 金安辉当图县孤熟镇后 于29日 派王震恶率领龙襄将军 奎恩百艘战船向叛军守地进发 王震恶领命后 率军昼夜兼程 10月22日 大军到达了距离江陵城 还有20里的豫章口 彩色右逃马 南朝 该逃马头部较小 躯体健壮 腿部修长有力 围短而打劫 骨肉亭云 处于安静的战力状态 但在安静之中蕴含着一种动感和美感 公杀留意 王震恶从进军之日起 就自称是刘藩 刘毅信以为真 不知道自己即将被袭击 王震恶在豫章口率军下船上岸西行 奎恩领军在前 王震恶在后 战船上只留下一两个人 在对着船的岸上竖起六七面大旗 旗下各放一面战鼓 王震恶吩咐留下的人 估计我军到达江陵城边时 你们就猛烈雷鼓 使得后面就像有大军一样 王震恶又另拨出一小队人在后面 命他们烧掉杜头的所有船只 他还事先吩咐先头部队 如果有人前来盘问 只要说是眼周刺史刘藩的人就行了 刘毅派驻在江边的守军 以及附近的百姓们 都以为到来的是刘藩的军队 当大军行至距江陵城还有五六里的时候 遇上了刘毅手下的主将朱贤之 骑马带着十余骑和数十步兵去往渡头 朱贤之便问 你们是什么人 一个军士答道 刘衍舟到了 朱贤之打马上前又问 刘衍舟在哪儿 在后面 军士答道 朱贤之见只有军队而没有刘藩 又见这些士兵都扛着盾牌和作战的装备 又望见江边渡头的船舶已经燃烧起来 浓烟滚滚 而且 那边还有很响的战鼓声 他一响不对头 立刻掉转马头 飞奔回了江陵城 他气喘吁吁地告诉刘毅 城外有大军 像是从下游上来的 就快到城下了 江边的船也全都被烧毁了 刘毅慌忙下令 关闭所有城门 但此时 王振厄的大军已经冲到了城下 士兵们爬过城墙 进入到了城里 守城的士兵还没来得及放下门栓 东城门就被官军打开了 刘毅在城中有八队人马 另外还有甲氏一千余人 已经紧急防备起来 凯恩帅部从东门进城后 就折向城北攻打射堂军队练习射箭的场所 接着从前面攻打城内崖城的东门 王振厄则率军攻打崖城的西门 大军另一部分攻打崖城南门 崖城内的守军主要是刘毅从东部带来的旧部署 有六个对共一千余人 另外还有西部的部下两千多人 两军从早饭时一直交战到午后 崖城内的西部守军以降的降 散的散所剩无几 王振厄攻进城后 就借风放火烧掉了大城的南门和东门 他派人拿着朝廷的诏书 涉罪文书和高祖的亲笔信给刘毅看 刘毅气得看都没看就全部烧掉了 崖城内的人也不相信高祖亲自来 有个叫王桓的人家住江陵 曾经亲手砍掉了叛贼还迁的脑袋 被高祖所赏识提拔 经常陪伴在高祖身边 之前他向高祖请求回江陵迎接家眷 此时正赶上官军前来讨伐刘毅 他便率领十多人加入战斗 傍晚时 王桓在崖城东门偏北三十步之处 在城墙上打穿了一个洞口 他率先钻了进去 王振厄跟在他身后也钻了进去 随之越来越多的官军从洞口涌入 两军便用短兵器混战起来 王振厄的部下与刘毅从东部带来的将士 有不少是亲属关系 王振厄命军士们边战斗边喊话 这样 衙城内的守军就都知道高祖亲自来了 军心随即开始瓦解 到了夜里一更天的时候 公堂前沿的叛军已经溃散 刘毅的猛将赵蔡也被杀死了 刘毅身边的军队仍然紧闭东面和西面的小门顽抗 王振厄这时担心夜里看不见 会误伤了自己人便命军队退了出来 然后包围衙城 只故意打开南门供刘毅逃生用 刘毅担心南门外有军队埋伏 三更十分 他率领军队打开北门冲出 之前 刘毅的坐骑因为在城外 仓促之间在城内给他找不到马 他便向儿子刘宋敏讨要马匹 刘宋敏不给他 朱显之一把就帮刘毅夺过了马匹 并质问刘宋敏 人家正在捉你父亲 你却连匹逃生的马也不借他 如果你现在自己逃走 又想逃哪儿去呢? 于是 刘毅骑上马就带兵突围 却正碰上王振厄领军挡在面前 拼了命都没冲出去 他又调转马头向宽恩的部队冲去 刘毅的部下经过了一整天的恶战 早已疲惫不堪 刘毅终于从大城东门逃出 逃到了城外二十里处的牛木佛寺 绝望中在此自意身亡 王振厄在一天来的恶战中 身重武剑 江陵城平定二十日后 朝廷的后续大军才到达 彩色又逃天王勇 南朝 盛极而衰 因平定留意有功 王振厄被封为汉寿县子 十亿五百户 高祖讨伐司马修之 王振厄袭杀了司马修之部将朱湘 王振厄生性贪婪 杀掉朱湘后 就纵兵在当地的蛮夷地区抢掠 没有按时率军返回 等他赶到江陵后 司马修之已被高祖击败 高祖很恼怒 没有及时接见他 王振厄笑说 只要让我见主公一面 就没什么可忧虑的了 王振厄能言善辩 有随机应变的口才 高祖后来果然释怀 一夕十二年四百一十六 高祖将要北伐 任王振厄为姿意参军 龙襄将军 作为先锋 王振厄率军进入后勤国境 战无不胜 一路攻城掠地 直至洛阳 后勤陈留公摇晃归降 接着率军进入勉池 造访故人李方家 登堂拜见李方母亲 赠送给他们很多礼品 当即任李方为勉池县令 不久 王振厄率军进攻到长安城下 激励将士破釜沉舟 拼死一战 遂攻破长安 高祖快到的时候 王振厄到坝上迎接 高祖慰劳他说 成就我罢业的人 真是你啊 王振厄拜谢道 这全是主公的威德 朱将的努力 振厄哪有什么功劳 高祖笑道 卿是想学东汉的缝义 让功毕录啊 此时关中地区 物产丰盛 王振厄便肆意搜刮钱财 抢掠美女珍宝 不计其数 高祖因其功大 并不追究 又给他争鲁将军的封号 有人向高祖诬陷王振厄 说攻克长安之后 他私藏姚洪的御用碾车 恐怕是要叛变 高祖秘密派人侦查存放碾车的地方 原来姚洪的御用碾车多用金银装饰 王振厄悉数窃取了上面的金银珠宝 而把碾车抛到了城墙外面 高祖听闻之后 这才放下心来 高祖回朝前 命二儿子贵阳公刘义珍镇守长安 并留下王振厄辅佐 不久西面的佛佛国前来进攻长安 由义珍派中兵参军沈田子御敌 敌军来势汹汹 沈田子屯兵与敌对峙 并派人把战况通报给王振厄 王振厄对沈田子傲慢不敬 加之二人速来互相猜忌 沈田子便袭杀了王振厄 被害时46岁 这一年是1714年418 正月15 论赞 史晨曰 王振厄兵封所指 无所不克 成为像周宣王时方叔那样的功臣 真是勇猛豪壮啊 卷63 王华列传 王华做人低调谨慎 极有城府 代表新晋权贵 清除开国功臣雄厚的势力 英年得意 却仍贪恋不止 岂知荣华日盛 而命已不久 英明入世 王华自子灵 狼牙灵漪 金山东灵漪世人 祖父王慧 官至魏将军 会计内使 父亲王新 官至太子忠树子 司徒佐长使 居住在吴郡 金苏州 晋隆安年397-401 初 王公起兵讨伐王国宝 当时王新正居家为母亲扶桑 见到王公传发的习文后 他立即聚众响应 以女儿为真烈将军 任女人为官署 王国宝死后 王公命王新罢兵 由于王新起兵之时 杀戮甚多 此时已无法收场 便转而讨伐王公 王公派刘劳之进攻王新 王新败逃 不知所终 其长子王太被王公诛杀 王华当时13岁 和父亲在军中失散后 跟着僧人士坦勇逃亡 刘劳之派人四处搜捕王华 士坦勇让王华提着衣服服金 跟在他后面走 在渡口巡逻的官兵 有些觉得他们可疑 因为王华走得慢 士坦勇便故意大声呵斥道 你这奴才真是太懒惰了 还没我走得快 说着就用棍子打了王华几十下 那些官兵看到后 就消除了怀疑 王华才捡回一命 后来 朝廷赦免王家的罪责 王华回到了吴郡 他虽然年少 却很有德性志向 因为他不知道 父亲是活着还是死了 便每天不依素食生活 也不与人交友 如此度过了十余年 被识人所称颂 高祖刘裕想善用王华的才干 就发出了王新死亡的复告 使王华扶桑 王华扶桑完时 高祖政北伐长安 虽任命他为州主部 又转为镇西主部 至终从事史 做每个职位 他都赢得了同僚的称谕 文帝刘裕龙镇守江陵时 任命王华为西中郎主部 又签身为资议参军 领路士 文帝升任镇西将军后 他也跟着转职签身 文帝未登基前 府中政务全权交给司马张绍处理 王华生性重视名利 不愿屈居人下 张绍兴喜豪说 每次出行都有一群侍从随在车旁 王华则故意反其道而行之 每次出行都驾牛车 随从仅两三人而已 二人车架有一天在城中相遇 王华洋装不知道是张绍 对随从说 车架仪仗如此盛大 一定是殿下高祖来到了 于是赶紧下了牛车 肃立在道旁 张绍来到后 王华假意表示出极大的惊讶 又一天 张绍穿便服登上城楼 王华弹劾了他 张绍因而被高祖调走 王华终于取代了他的职位 透雕龙文玉仙碑头 白玉器 南朝宋文帝留意龙玉用品 争名夺利 文帝要进京称帝时 因为少帝被杀害的事 使文帝心生迟疑 不敢进京 王华觐见道 徐宪之等人受先帝托估重任 要其不敢背弃先帝的恩德 少帝被废后 如果仍活着 他们会担心各自将来的安危 碎世杀了少帝 大概还是为祸之心占上风 岂敢贸然叛逆呢 且徐宪之等三人全是相当 心中必不能相互竞服 他们只是希望勇掌大权 巩固自己的权威 以使新军仰仗他们罢了 殿下入朝就是 无须疑虑 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并派他留守 全权处理封帝的事务 文帝即位后 封王华为世忠 又为将军 皇门侍郎 步兵校尉孔宁子 和王华 都有富贵的愿望 非常嫉妒 徐宪之等人的权势 二人便经常在文帝面前搬弄是非 元家二年 四百二十五 孔宁子病死 次年 文帝诛杀了徐宪之等人 王华被加封为护君 贪名汉死 在刘宋一朝 只有王华和南洋人刘湛 从不矫情作作 得到官职就上任 视之为常识 王华因性格和形式与人不同 所以从不参加剧宴集会 终身滴酒不沾 如果要与同僚商议正事 他就乘车登门拜访 主人出门 到车前来跟他相会 他曾惋惜自己才华未能进展 叛息道 宰相一下子有几个人同时担任 天下岂能大志 元家四年 四百二十七 王华逝世 终年四十三岁 论赞 史晨曰 元家初年 朝廷诸杀徐宪之等全臣时 孔宁子和王华居功至尾 杀掉人家 而夺取名贵的玉璧 不懂得思虑 那对自己也是累赘 颠覆他人的权势 夺取人家受到的恩宠 不怕自己也重蹈覆辙吗 如果这二人长寿 不知道他们将来如何明哲保身 卷六十八 彭承王一康列传 刘一康才略出众 秦于正史 先公而后己 为人率性真挚 为满朝公卿所称裕 中部为皇兄刘一龙所容 被一步步迫害致死 生而富贵 彭承王刘一康在十二岁的时候 被父亲高祖刘裕 封为都裕 司 雍 并四周诸君士 冠军将军 裕周次使 这时 高祖被从授阳 金安徽授县 征召入朝辅政 便留留一康 代为镇守授阳 加封他为四周次使 都督徐州之中离 荆州之一阳诸君士 涌出元年四百二十 被封为彭承王 右将军 十亿三千户 四年 又任南御周次使 都督南御 御 司 雍 并五周诸君士 涌出三年 千生为史池杰 都督南徐 掩二周 扬州至近陵诸君士 南徐周次使 文帝 刘一龙即位 增刘一康十亿至五千户 加封为票继将军 散其常侍 赐阅队一致 不久 又加封他为 开府一同三司 元家三年 四百二十六 兼任都督京 湘 雍 梁 宁 南北秦八周诸君士 荆州次使 皇上赐予班建一丈三十人 入朝辅政 元家六年 司徒王洪尚表请求 让刘一康入朝辅政 遂被召回京城 任世忠 都督阳 南徐 演三周诸君士 司徒 陆尚书氏 兼平北将军 南徐州次使 刘一康与王洪共辅朝政 王洪多病 且遇事美多退让 因而此后朝中众多政务 几乎都由一康一人裁决 太子詹是刘占有治国之才 刘一康在豫州的时候 他在身边做长使 既然本来就私交甚堵 此时刘一康对他更是分外器重 诸如品论人物雅俗 事务如何处理等问题 都经常垂寻他 刘一康自从政以来 功绩卓著 十人交口称赞 原家九年四百三十二 王洪去世 刘一康又兼任扬州次使 刘一康天生喜欢政事 最新于文案 纠察事务中的得失利弊 没有不经道的 他总揽朝政 朝中诸事都由自己决断 生杀大事 则以陆尚书的名义决断 凡是他上奏的事 皇上都会准奏 刺史或太守之下的官吏 都由他来任命 因此 朝野公卿大夫都聚集在他身边 一时权倾天下 刘一康一直都是自强不息 李正毫无懈怠 他的官邸前 每天早上都停着数百辆车子 都是等着求见他的人 无论来者官职多么卑下 出身多么寒威 他都一一引入相见 他在给人任命官职时十分慎重 从不拿官职来为自己做人情 凡是朝中才智之事 他都言请进自己府中 而凡庸和不和自己宗旨的 就在朝廷里给他们安排个适当的职位 因而他手下的官吏都愿意为他效命 从不敢有所欺瞒辜负 文帝体虚 多年卧病在床 每有所思虑 便头痛难当 时有危险情况 他入宫侍奉皇上十分尽心 经常连这几周夜都不解衣睡觉 烦汤药 膳食都先由他亲口尝过 才尽献给皇上 元家十六年四百三十九 受封为司徒大将军 并赐许自行征召下属官吏 千马运粮即行画像砖南朝 河南邓县出土 国家博物馆藏 功高震主 刘易康素来不安于臣道 不识大礼 自认为和皇上是至亲兄弟 从不再以君臣相处的规矩 总是率性而为 未尝有所猜疑防备 他私下招养了六千家兵 也没有向朝廷禀明 各地官员进宪供品时 都会把最好的送给刘易康 而把相对刺一点的禁奉给皇上 冬天皇上有次吃柑橘 感叹道 这柑橘真是又小又酸啊 下作的刘易康说 今年柑橘也有好的 陈派人回府取歇来 刘易康家的柑橘取来后 竟然比公里的大了整整三寸 尚书蒲叶殷景人很受文帝恩宠 他原来和太子詹氏刘占的交情很好 可后来两人闹翻了 刘战常想借着刘易康的权势 押过殷景人 而殷景人也有皇帝来撑腰 刘易康屡次在皇上面前说 殷景人的不是 皇上始终都没听信 刘战就更加气愤难平 南洋人刘斌 是刘战同族中人 有些处理一般事物的才能 刘易康也很信任他 把他从司徒右掌使提拔为左掌使 司徒府中 从事中狼狼牙的王吕 主部配郡的刘靖文 继久鲁郡的孔印秀这些人 都是从不正当途径进入仕途的 他们见皇上并是沉重 都见一例先皇年长的王子继承地位 有次皇上病危 命刘易康起草辅佐幼主的诏书 刘易康回到官署后 替类交零的将此事告诉了刘战和殷景人 刘战说 国事繁重 年幼之君焉能担当得起呢? 刘易康和殷景人都没说什么 可是孔印秀等人 却去尚书省寻找晋成帝贤康末年 立地抵晋康帝为皇帝的史料 刘易康并不知道这件事 刘斌等人受刘易康治愈 且刘易康全倾天下 他们便想拥立刘易康为帝 于是 这些人结为同党 暗中窥似皇上举动 朝中如有忠君爱国 而又不和他们为伍的 就肆意编织罪名 使对方受罚或被罢免 他们还经常搜入殷景人的过失 甚或虚构罪名后 到刘战那报告 从此 皇帝和载府的权势已经对立 宫内和外府不合的局面形成了 从元家十六年四百三十九秋天开始 皇上再也不去刘易康官署了 皇上认为自己和刘易康之间已有嫌隙 将来定会造成大祸 元家十七年十月 刘战被宋娇廷为治罪 除斩 接着 朝廷又诛杀了刘宾及大将军陆氏参军刘靖文 贼曹参军孝绣 中兵参军刑怀明 主部孔映秀 丹阳城孔文秀 司空从事中郎司马亮 巫城令盛谈泰等 刘放尚书库布郎和墨子 于瑶令韩景之 永兴令严瑶之 刘战之地黄门侍郎刘宿 刘宾之地 几世中刘温于广州 王吕罢官回家 出事当天 皇上命刘易康入宫直宿 留在中书省旧寝 于夜里派人抓捕了刘湛等人 青州刺史度计 在宫殿内部署了军队 已备万一 接着 皇上就派人传旨 宣布了刘湛等人的罪行 悲伤离京 于是 刘易康上表请求辞职 皇上便改封他为 都督江州诸军事 江州刺史 离京镇守豫章 金江西 池杰 世中 大将军等职位不便 刘易康在宫中逗留了十多天 贵阳侯刘易戎 新玉侯刘易宗 秘书间徐湛等人都不断来慰问过他 在中书省向皇帝辞行后 他就到杜头上传 辞行时 皇上只是对着他悲痛的哭泣 什么都没说 皇上又派僧人世慧林去看他 他悲伤地问 弟子还有回京的可能吗 世慧林叹息道 恨功不多读些书啊 左右亲信之人 全都随他去了豫章 后来 刘易康上表 请求辞去江州刺史之职 皇上允许了 并受为都广 郊二州 襄州之史兴朱君氏 奉禄都很优厚 皇上的书信和赏赐也很殷勤 朝廷内的大事 都会告诉刘易康 龙襄参军福令玉上京觐见皇上时 上表请求朝廷召回刘易康 从心为以重任 言辞恳切 皇上立即将他下狱处死 会计长公主 是皇上所有兄弟姐妹中辈分最大的 皇上对他很亲近敬爱 刘易康被贬到豫章有一段时间后 皇上去看望长公主 燕影欢愉之际 长公主忽然离席 跪在皇上面前 不住地叩拜 卑不自胜 皇上大惊 赶紧亲自去扶起他 长公主说 车子 刘易康小明年纪大了 必然不被陛下所容 我只请皇上能留他性命 随即放声大哭起来 皇上也不禁流下泪来 举手指着蒋山说 一定不会出现你担忧的事 正如有为今日之事 便是对不起父皇 玄机封好宴席上的酒 命人送去给刘易康 并附信说 姐姐燕影想起皇帝 金风送圣鱼之酒 江苏扬州博物馆藏 相间太极 原家22年445 太子詹氏范叶等人谋反 牵连到了刘易康 有私上表隶属刘易康之罪 请求朝廷将他免官削绝 下遇易罪 皇上下旨特赦刘易康 费刘易康及其子女为庶人 从皇族除名 积压至安城郡 金江西安福县东南安治 朝廷命宁朔将军沈少领兵首位 刘易康在安城郡读书 当读到有关西汉淮南利王刘常的事实 不禁眼眷太稀道 前代已有此事 我今遭罪也是理所当然的呀 原家24年 豫章的胡旦氏 前吴平令元韵等谋反 偷袭杀害了豫章太守还龙 南昌令诸葛置之 领兵窃聚郡城 打算把刘易康迎接回来 太尉陆尚书江夏王刘易公等人尚书沉奏则刘易康的大罪 并建议朝廷将他流放到广州、京广州等偏远之地 皇上准奏 仍命沈少颜家看守 颜家28年451 皇上派中书社人颜龙赐毒药给刘易康 他不肯服药 说 佛教说 自杀的人来生不可以再做人 除此怎么处死我都行 于是就用被子闷死了他 终年43岁 以猴里葬于安成郡 提凉机关湖 南朝 卷77 柳元景列传 柳元景 一心忠于朝廷 出将入相 功勋卓著 从不作威作福 可惜晚年遭受遗迹 惨死于暴君之首 争相严聘 柳元景 自孝人 河东姐 金山西姐县人 曾祖父柳卓 千居襄阳 金湖北相凡 官至汝南太守 祖父柳田 是西河太守 父亲柳平 是冯毅太守 柳元景少年极善其社 数次跟随父亲讨伐蛮夷 以勇猛著称 寡言少语 而内聚裁略 荆州刺史谢慧 闻听他的贤名 言请他入幕 还没等他前往 谢慧便败亡了 雍州刺史刘道产 很喜爱他的才能 但当时他正在为父亲守丧 因而不能出事 恰巧江夏王刘义公 也来言聘他 刘道产便对他说 很久以来 就想请你到我这里屈救 如今你受到尊贵的王爷邀请 我就很难抢留了 夙愿未能实现 真是遗憾 扶桑期满后 江夏王任命他为中军将军 后又 签身为殿中将军 又再任江夏王司空行参军 随府转为司徒太尉成局参军 文帝刘义龙见到他后 又与嘉许 彩色又逃镇木兽 南朝 镇木兽 是我国古代墓葬中的一种怪兽 是为震慑鬼怪 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 而设置的一种名气 从考古发现情况看 镇木兽最早建于战国楚墓 流行于魏晋至隋唐十郎 五代以后逐渐消失 镇木兽的制作 早期则为墓、古制、陶制极少 以后主要为陶制和唐三彩 其形体、形貌也不断由最初的小型镇木兽 逐渐向大体型演变 镇木兽的形貌则逐渐向凶恶貌相演变 该镇木兽属于南朝时期 其面貌已然十分凶恶 某永兼备 先前 刘道产做雍州刺史时 有德政 远方的蚂蚁也来归附他 这些人沿着棉水建立起村落 人口众多 刘道产死后 这些蚂蚁就开始大肆围乱 孝武帝刘郡镇守襄阳时 柳元景是刘义公手下的将帅 因而柳元景便被任命为广卫将军 随郡太守 到任后 蚂蚁切断了一刀 准备进攻郡城 此时 城内缺粮缺武器 柳元景想出了一个计策 他先从手下的六七百军事中拨出五百人 令其囤住一刀 有人提出了异议 蚂蚁即将攻城 不应再分散兵力了 柳元景笑道 蚂蚁听说城内驻有重兵 岂能料到兵少 内外加攻 方为上策 蚂蚁快到城下时 柳元景命驻守一道的军队 准备前行到蚂蚁背后 下令道 以举火为号 向前急攻 蚂蚁来到城下后 历时陷入官军的前后加攻 当即惊慌大乱 掉入云水而死的有一千余人 斩杀俘获数百人 从此 宜郡太平 再无劫掠 朱修之讨伐蛮夷 柳元景也随同出征 沈庆之争云山时 他又任副将 之后 升任刘俊安北府中兵参军 北伐名将 随王刘弹镇守襄阳 柳元景任后军中兵参军 带朝廷大局讨伐北方时 命令各地派军队参战 原家27年458月 刘弹派震威将军银贤祖率军出资谷 奋武将军鲁方平 剑武将军薛安都 掠扬太守旁伐起率军进入卢市 广威将军田义仁率军进入卢阳 升柳元景为剑威将军统于重军 经过诸军协力作战 11月 柳元景率军到达鸿农 金河南领保 在开方口 金河南领保开方口村扎营 朝廷任命他为鸿农太守 设置关佐 起初 蔡安都留住鸿农 而其他前锋军队 距已攻入陕州 金河南陕县 柳元景到了鸿农后 就对他说 不必再作手这座空城了 令旁攻他们孤军深入 不是上策 你应该尽快进军 与银贤组合兵前往 但我征收完税赋 就随后率军赶上 重军赶到陕州城下 立即进入外城 建立营垒 威逼城中守军 重卫将军几次进攻 都未能攻入城中 敌军北魏洛州刺史张氏连提率兵 两万来远 鲁方平赶紧派人飞马 把此消息报给柳元景 此时诸军粮草将近 只剩几天口粮 柳元景正在后军督办租粮 并已装上车马 正准备运送 鲁方平的信使就到了 柳元景命副将柳元护帅 马步军2000级赴陕州增援 只一夜 柳元护援军就抵达了前线 第二天 从早上一直厮杀到太阳偏西 敌军大败 杀掉了敌将张氏连提 斩杀敌军3000多首级 掉进黄河和沟茜 而死的敌军不计其数 俘获敌军2000余人 第二天上午 柳元景轻装骑马来到陕州城 俘获的敌军大多都是河内 今河南的河北到大部分地区人 柳元景则问他们道 你们怨恨黄恩 没有讳责你们 无法解除疾苦 如今都为敌鲁效命 可见你们本非良善 效忠朝廷者予以设诱抚恤 逆付敌鲁者杀无赦 朝廷历来都如此 俘虏们跪着说 残暴的敌寇 强迫我们出战 谁敢落后 就全家诛杀 他们用骑兵催都我们步兵出战 抗命的就被杀死 这些情形将军都以亲眼所见 并不是我们存心背叛朝廷啊 众位将军都要杀掉这些俘虏 柳元景反对这么做 他说 如今王师北伐 正当以仁义为先 于是下令释放全部俘虏 并令守官将士 为家居关内的人放行 俘虏们都高呼万岁离去 其实 王玄魔率领的另一路北伐军 却被北魏打得大败 北魏军因而成胜进入宋国境内 皇上认为 柳元景孤军深入不安全 就命他班师回朝 于是 柳元景率领各路建立功勋的将领回朝 军容异常雄武 朝廷任命他为宁朔将军 京兆 广平二郡太守 在樊城建立官署宅邸 和他的部下居住 同管北蛮事务 之后 朝廷又加封柳元景为冠军司马 襄阳太守 卢爽向虎劳关进军 朝廷命柳元景率领部队进攻官城 官城之敌弃城逃走 柳元景占领该城 随后进军至宏观 打算同薛安都渡过黄河 进攻蒲板金山西蒲州镇的渡道胜 这时 卢爽却退兵了 柳元景只好率军返回 两次北伐 柳元景在宋国和北魏都建立了很高的升位 朝廷又命他率部向西洋 经湖北道水以东 长江以北和汽水以西地区进发 会同其他将领征伐武水蛮夷 讨伐元凶 刘俊起兵入京讨伐刘绍 任命柳元景为姿意参军 中兵、冠军将军 拨给他一万军队做先锋 宗雀、薛安都等人率领的十三路大军 都有他节制 柳元景写信给京城的朝臣 呼吁他们响应起义 柳元景率军从水路在江明、金南京江明区上岸 在板桥一带修建栅栏防守 军队进发至殷山后 派薛安都率骑兵驻守南岸 他自己悄悄率军来到新亭 依托山市建立迎寨 东西两面都占据了险要地势 刘俊又派龙襄将军 行参军成天作率军来会合 成天作又在东南面的高地修建了营寨 很多从京城逃出来的人都劝柳元景加速进军 他说不能这样 打仗不能全都依靠道义 而那些作恶的人却会同心协力 我军冒进不加防备 就会给敌人可乘之机 用兵跪在使我立于不败之地 岂能庆幸敌人不来相攻呢? 刘少领军来攻 被柳元景打得大败 狼狈逃回宫中 辅佐新军 刘俊在新亭级皇帝位 加封柳元景为市中 左卫将军 史池杰 兼雍 梁 南北秦四周 荆州之靖陵 随二郡诸君士 前将军 明瞒校尾 雍州次使 先前刘俊曾问柳元景 战事平息后 将军有何要求? 柳元景答道 如有特恩 臣愿回归故里 所以才有这样的封刺 之后 皇上又加封他为领军将军 散其常侍 曲江县宫 十亿三千户 校建元年 四百五十四正月 卢爽谋反 藏志与南乔王刘一轩一谋反 朝廷派柳元景平定了叛乱 皇上传指封柳元景为建安俊宫 开府一同三司 柳元景辞开府一同三司 岁任世忠 领军 太子瞻世之职 大明三年 四百五十九 升任尚书令 改封八东郡公 大明五年 升任佐光陆大夫 次年 加封为票继将军 南衍州刺史 皇上驾崩 受遗诏同江下王刘一公 尚书蒲叶严师伯 共辅幼主 从做将帅起家 入朝处理政事 虽然不是他的擅长 但他有宽宏雅亮的美德 当时朝中薰贵 大多都经营着庞大的私产 只有他不经营产业 他家有几十亩菜园 首菜园的下人卖菜后得到两万钱 送来府上 柳元景说 我见这个园子种菜 只是想供家里吃 又岂能卖菜赚钱 来夺取百姓的利益呢 于是将钱送给了首菜园的人 世祖皇帝非常暴虐 柳元景虽然受到恩宠的待遇 却也时常担心 遭到不测之祸 江夏王刘一公 以及诸位大臣也都小心翼翼 不敢私下往来 以免引起猜忌 世祖皇帝驾崩 江夏王刘一公 柳元景 以及诸位大臣彼此才说 这下可以避免遭到横死之祸了 刘一公诸王 柳元景 岩师伯等人 自此互相走动 昼夜饮酒作乐 该虎骨腹 圈足 井间间有四细 灰胎 胎至细节 通体及盖施清幼 幼色清黄 造型稳重质朴 为月瑶清幼瓷器中的上品 命丧暴君之首 前废帝刘子叶 从小就凶残成性 对柳元景 这些功臣很不满 杀掉戴法兴后 乖辈的性情更加显露 柳元景 岩师伯等人密谋废掉柳子叶 用力留一公称帝 但却犹疑不定 未能决断 永光元年 465下 柳子叶知道了他们的密谋 亲自带进军来杀柳元景 柳元景得到消息后 知道大祸临头便穿好巢服 乘车迎向柳子叶 半路遇见柳子叶后 被禁军杀害 就死时神色泰然 终年六十岁 宋明帝刘玉即位后 追侍柳元景为中列宫 清幼四溪盖湖 南朝 卷九十九 元凶少列传 刘少自幼受他父皇宠爱 虽读书席文 却多行不义 痴迷乌骨 因为一个女巫 竟然杀掉了自己的父皇 他仅当了三个月皇帝 就被宗亲诸杀了 生如伤咒 元凶刘少 自修远 是宋文帝刘一龙的长子 文帝即位后生刘少 因为当时文帝还在为先皇扶桑 为了保守秘密 直到元嘉元年4263月 才宣布刘少出生 历代以来 没有皇帝刚即位皇后就生太子的 只有殷商的帝已登基后 正飞升了咒 到现在又有刘少 因他出生时 文帝正好登基 所以文帝很宠爱他 刘少六岁时 被立为太子 皇上专门为他 建造了华丽的宫殿 十二岁时 他搬进东宫居住 娶皇门侍郎殷淳的女儿为妃 十三岁 行家官礼 他喜欢读历史传记 由爱奇马社见 长大后 眉清目秀 大眼方口 身高七尺四寸 他亲自处理东宫事务 交接宾客 凡是他想要的 想做的 皇上都会听从他 元嘉二十七年 四百五十 皇上将北伐 由少与萧思化坚持组建 皇上没有听从 北魏军队进犯至瓜布 江边之山 隔江渴望南京城 京城震海 由少率水军镇守石头 善于安抚驾驭不下 皇上登上石头城 面有忧色 由少说 不斩江战 徐战之 无以谢罪于天下 皇上摇摇头说 北伐是我的意思 不关他们两人的事 乌骨骤赋 皇上致力于发展振兴农业 命宫里人都养残 欲以此劝勉天下 有个叫颜道玉的女巫 本是无星线人 自称能通灵 可以任意驱使鬼神 因丈夫犯了抢劫罪 她受牵连到官署中服劳役 刘少姐姐东阳公主的婢女王鹦鹉 对公主说 颜道玉可以通灵 还会法术呢 公主便向皇上请求征颜道玉入宫 托词说她善于养残 皇上准许了 颜道玉入宫后 自称懂得炼丹养生之道 公主和刘少都深信不疑 史心王刘俊素来对刘少极尽谄媚 他们一起做错很多事 怕皇上知道 就命颜道玉来施法祈求 想以此来使皇上不能知晓 颜道玉对他们说 只要诚心向上天臣禀祷告 就一定不会泄露 刘少等人对他敬若神明 号称天师 之后 就逐渐演变成巫蛊 他们用玉雕刻成皇上的样子 埋在韩章殿前面 当初 东阳公主有个叫陈天兴的家奴 王英武收她做了养子 之后 两人变通奸 王英武 陈天兴 以及太监庆国 都参与了巫蛊事件 刘少将陈天兴 提拔成她手下的一个队长 东阳公主去世后 按制度王英武应出嫁 刘少担心她泄密 就找刘俊商议 刘少就将王英武 许配给了刘俊手下的心腹沈怀远做小妾 此事刘少没有及时向皇上禀告 她担心瞒不住 就请林鹤公主寻机 委婉地向皇上陈情 皇上后来又知道 陈天兴做了队长 就派太监西城组责问刘少 林鹤公主南府 先前有个下人要出嫁 又听说此下人 又说她人奴仆为养子 而你就用这个奴仆为队长 提拔得怎么这么快 你任用的队长和队父权都是家奴吗 那个下人你打算把她嫁到哪呀 刘少答道 陈天兴以前隶属南府 向我请求为朝廷效力 陈说当个武长没问题 躺能上战场杀贼 可以当个队长 当时只是这么说着玩而已 过后都想不起来了 后来在路上遇见陈天兴 他又向我提起这事求一个职位 我回想起说过的话 不忍自食其言 我看他体貌魁梧 可以在军中服役 就轻率的让他做了监理监副队长 近来我虽然都是选用一些低贱的人 也是有才干的才提拔 我这就写上详细的任用名单呈上 至于那个要出嫁的下人 还没安排好呢 而当时 王英武已经嫁给沈怀远了 刘少害怕 赶紧写信告诉给刘俊 同时派人告诉林鹤公主说 皇上如问下人嫁去了哪里 你就说还没安排好 王英武嫁给沈怀远后 担心以前和陈天兴通奸的是外写 就请求刘少杀了陈天兴 刘少便秘密派人杀掉了陈天兴 太监庆国之前 和陈天兴为刘少等人往来传递消息 如今陈天兴死了 他怕自己也惨遭横祸 便把全部事情都禀告了皇上 皇上闻之后 又是震惊又是惋惜 立即派人去抓捕了王英武 并查封了他的家 在他家中搜出刘少和刘俊所写的数百章纸 上面都写满诅咒乌骨之言 在宫里还找出他们埋下的皇上御像 严道玉闻风而逃 没有被抓到 皇上大怒 亲自追查此事 分别派遣宫中官员进入东部各郡搜捕 都没抓到严道玉 皇上斥责刘少和刘俊 他们惶恐万分 无此可辩 只是一个劲的认罪 严道玉改变成尼姑的形状 躲进东宫藏匿 由俊到金口去时 把他装在车子里带了出去 之后 他有时便在农户张物家里进进出出 江夏王刘义公 从须衣回朝后 皇上把巫谷这件事告诉了他 并感慨道 从前只是在典籍上看过这样的事 还以为是子虚乌有的记载呢 没想到就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 由少所为 虽然有被沦常 却也未必就能亡国 等他当皇帝的时候 再做什么 就不关你我的事了 你儿子也很多 怕是你将来也会遇到这么不幸的事啊 湘音瑶青幼四溪湖 南朝 上海市博物馆藏 彩色幼桃镇木兽 南朝 镇木兽一般放置于木门口 用来镇摩驱邪 守卫亡灵 此见镇木兽面成人形 身形像狗 生有猪耳 鹰翅 马蹄 鹿角和犀牛角 怒目圆睁呲雅咧咧嘴 昂首挺立 头部和领肩部的长毛 像熊熊的烈焰扶摇长腾 衬托出镇木兽猛烈如火的暴力和愤怒 其艺术手法夸张怪诞 做工精细复杂 形象生动逼真 反映了工匠高超的技术水平 与超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大逆世君 原家二十九年四百五十三 天有异象 从十一月开始连绵大雨不休 还夹杂着大雪 原家三十年正月 狂风大作 白线纷飞 雷声隆隆 皇上担忧 有人暗中发难 于是就给刘少增加军队人数 东宫拥有了一万名代甲军士 皇上车架出行 刘少便进攻守卫 派他统领的充当侍卫的白纸队跟随自己 二月 刘俊从京口入朝 皇上又将派他去镇守江陵 他就在进京的时候用车把颜道玉带进了京城 他自己准备到江陵赋任 这时有人向皇上禀告 京口民间张物家有个尼姑 扶持丹药 经常进出刘俊府地 好像是颜道玉 皇上起初不相信 试着派人去张物家搜捕 抓到了颜道玉的两个婢女 他们招供说 颜道玉跟随征北将军刘俊回京城了 皇上之前以为 刘少和刘俊已经和颜道玉断绝了关系 没想到他们却仍和他暗中来往着 感到十分惆怅 既震惊又惋惜 皇上下令把那两个婢女押运到京城 以查识此事 属实的话就废掉刘少的太子之位 赐死刘俊 皇上将此决定告诉了刘俊的母亲潘淑妃 潘淑妃就把皇上的决定全告诉了刘俊 刘俊又赶紧告诉了刘少 刘少便因此心生歹意 每天夜里都设宴犒赏将士 有时还亲自为他们斟酒 和他的心腹陈树、詹树、张超之、任剑之等人密谋策划 那两个婢女就快被押借进京城了 2月21日夜 刘少甲传圣旨说 鲁秀谋反 天明时你率不进攻守卫 成绩派张超之等人集合平时续养的两千死士 让他们都穿好盔甲 召集来他手下的所有将领 预先进行部署约束 只说是将要去平定叛乱 刘少又召见前中数子 又军长史萧斌 夜里叫他和左卫率袁淑 中设人应重诉 左基努将军王政见 一起入宫 刘少跟他们说自己要发动政变 说着就给这些人跪下 泪流满面 众人面面相去 皆惊骇不已 第二天早上 还没等上朝的鼓声响起 刘少便一身戎装 披着红披风 和萧斌乘同辆车 从万春门进攻 按理智 东宫的军队不能进入皇宫 刘少对守门的进军说 接到圣旨 有军事行动 便下令后面他的军队迅速赶来 张超之等数十人 骑马冲进云龙门 东中华门和斋阁 拔刀静直向河殿冲来 皇上昨夜和尚书 蒲叶徐湛之密谈很晚 到了天明时 蜡烛还没熄灭 值班的进军还在睡觉 张超之冲进来 一刀就杀了皇上 徐湛之也被一并杀害 刘少走进殿里时 皇上已经驾崩 他就出来 坐到东堂上 萧斌持刀在旁侍卫 刘少叫中书社人顾骨来见 顾骨由于震孔没有立刻出来 等出来后 就问刘少 打算废除皇上 为何不早说啊 还没等听刘少回答 他就被斩杀了 刘少又派人去杀死立部尚书江战 皇上的左系帐主补天羽来东堂攻打刘少 也被杀死 同时刘少派人去杀死潘淑妃 又疯狂屠杀了宫中皇上的数十位亲信 然后立刻召见刘俊 和一众党羽都聚集在中堂 刘少派人传召江夏王刘义公和尚书令和尚之 篡位滥杀 刘少登上伟皇帝位 下召说 徐战之 江战弑君 罪大恶极 我率兵赶来殿里时 已来不及救驾 只能嚎哭痛惜父皇驾崩 肝胆催裂 如今罪魁祸首已被诛除 可以大赦天下 改元家三十年为太初元年 文武官员刺绝位两级 各级府衙照此认真办理 文武官员才到了数十人 刘少就迫不及待地宣布登基了 同日 刘少任命萧宾为散其常侍 尚书蒲叶 领军将军 魏文帝举行大炼那天 刘少推说生病 没敢参加 先前朝廷分发给各个王侯和重府衙的兵器装备 刘少下令全部收回武库 任命殷众宿为皇门侍郎 王正健为左军将军 张超之及众多士军逆贼文人文子 徐兴祖 詹树 陈树 任剑之等 连同将校以下龙襄将军和郡中官员 各赐二十万钱 刘少派人对鲁秀说 徐湛之经常打算谋害你 我已为你除掉他了 任命鲁秀和屯齐校尉庞秀之双双掌管军队 举行承服丧礼那天 刘少面对灵堂 哭得好像肝肠寸断 之后 刘少到处登门拜见王公大臣们 征询治国粮策 减轻劳役赋税 减少皇室游乐开支 归属皇家的田园山泽 有能放弃的 都租借给贫民 3月 朱沙王僧绰 因为他先前 参与了费力太子的事 长沙王刘瑾 刘瑾 刘瑾弟刘楷 凌川王刘业 贵阳侯刘继 新玉侯刘囚 因为和刘少有救援 都被下狱处死 司理官为了迎媚刘少 追尊文帝的嗜好时 不敢尽善尽美 只尊为忠宗景皇帝 册立英氏为皇后 彩色幼桃马 南朝 上海市博物馆藏 义军四起 士祖刘俊向京城发来讨逆席文 隶属刘少的滔天罪恶 刘少自诩安熟军事 对朝臣们夸说 清等只需帮我处理好文书 不必注意排兵不振的事 如有贼来 我当御驾亲征 只怕是贼人不敢妄动吧 刘少将刘俊和刘一轩刘京的儿子都软禁起来 并让刘俊写信给刘俊 威逼刘俊放弃起兵 刘少又打算杀掉部分起义将士的家属 在刘义公和和尚之的苦劝下 才放弃此意 刘俊和萧斌建议刘少派水军在长江上游和义军决战 如若不然就聚首长江两岸的东西凉山 刘义公担心义军水战利弱 会吃亏 便建议刘少命军队养精蓄锐 在京城附近和义军决战 刘少很赞同 萧斌极力主张主动出战 刘少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刘少担心文帝时的旧臣不服自己 便万分后代王罗汉、鲁秀 把军中事务都交给二人处置 大量赏赐珍宝美女来取悦笼络他们 刘少每天都到军中巡视慰问将士 亲自监督水军修造战船 令人焚烧南岸的房屋 驱使百姓都迁到北岸 刘少指使相关大臣上奏请立他儿子刘伟之为太子 21日 义军占领新庭 刘少命鲁秀和王罗汉驻守朱雀门 萧斌统帅部军 楚战之统领水军 22日 刘少派萧斌率领鲁秀、王罗汉等一万精兵攻打新庭义军 刘少登朱雀门亲自督战 将士想着他的重赏 都奋勇为他作战 将要大败义军的时候 鲁秀突然命令部下停止进攻 柳元景率领义军乘机反攻 鲁秀军队大败 刘少带领死士亲自进攻 也被柳元景打败 刘少逃回了朱雀门 萧斌被刘使射伤必绑 楚战之归降了义军 25日 刘义公单其逃出京城 向义军投奔 他的两千多部下也跟随他难逃 但大部分人都被刘少的追兵杀害了 刘少还派刘俊杀了刘义公的儿子 刘少派人请来三国时将领蒋子文的神像 封他为王 向他祷告 祈求庇佑 27日 刘少立刘伟之为太子 大赦天下 刘俊 刘义轩 刘义公 刘弹 不再赦免之列 难逃一死 5月 刘少军对吕维义军所败 南丁征进 刘少就征用妇女从军 5月3日 王洛汉正醉酒侠忌 呼金文义军渡江攻打过来 遂惶恐中缴械投降 刘少紧闭六门 在城内挖掘壕沟 设立栅栏做防护 城内闹如废水 秩序大乱 萧宾无奈之下 在石头城举白旗投降 被义军诛杀 4日 刘义公登上朱雀门 统帅所有义军将士 攻打皇城各门 刘少手下朱将 或降或逃 薛安都与赃智 率部攻入皇宫 相会于太极殿前 一同斩杀太子 左卫帅王政检 此时 被刘少软禁的七位王爷 也都唏嘘着走了出来 刘少命人打穿了墙壁 躲进了武库的一口井中 被义军一个副队长高勤抓获 而刘俊则带着左右亲信数十人 和南平王刘朔出了西名门后 一直向南奔逃 没逃多远 就遇上了刘义公 刘俊翻下马背 问刘义公 刘俊在哪里呢 刘义公答道 他已经答应了百官的请求 君临天下了 刘俊又问 我现在来归祥 算不算晚了 刘义公说 真恨你来得晚了 刘俊又问 我不会是死罪吧 刘义公说 你可以去皇上那请罪 刘俊又问 不知道 皇上能不能赏赐我个一官半职 好为朝廷效命呢 刘义公道 说不好 说完 刘义公就带着刘俊等人 去见士祖 半路上 刘义公急斩杀刘俊于马上 刘少被高勤抓获后 将他押送到了义军的率账前 斩首于崖旗之下 论赞 史晨曰 太严重了呀 刘氏家族的祸难 同事相残 发生在骨肉之间 灾难和天相接 污秽留满床子 孝敬慈爱的大道 一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百姓们没有穿上胡人左刃的衣服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南奇书 原中华书局编审 刘德林 南奇书记述南朝萧綦王朝自其高地建元元年至其和地中兴二年 共二十三年史事 是现存关于南奇最早的记转体断代史 南朝萧子显传 萧子显自景阳 出身皇族 博学多时 长于写作 又是自其入梁的贵族人物 对南奇许多史事 王室情况 他都非常熟悉 有的事情是他亲自经历过的 加之梁朝取代南奇 未经重大战乱 许多图书文集得以保存 这位萧子显赚著史书提供了有力条件 萧子显的传述工作 在史书体力上 基本遵循了谭超和江燕的旧制 又加入了自己的创建 在史书材料上汲取诸家成果 终于著成南奇书六十卷 南奇书原名奇书 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耀所著北奇书 改称为南奇书 南奇书共六十卷 现存五十九卷 其中地计八卷至十一卷 列传四十卷 其中一卷自序王毅 南奇书文字简洁 文笔流畅 叙事完备 列传的撰写 既成了班固汉书的类序法 又借鉴沈约送书的代序法 能于一传中列数较多人物 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烦的弊病 书中各至极类传 除少数外 大都写有序文 借以概括全篇内容 提示写作主旨 卷一至卷二 高地本纪 萧道成辍学从容 在叛乱四起时 南征北讨 稳定了流宋王朝的政权 一步步成长为救国的英雄 渐渐收取人心 终于在流宋皇室的自相残杀中 摘取了帝国的权柄 灭掉多个权臣汉将后 顺利带宋建齐 成就一代帝王伟业 其高地萧道成相 萧道成 四百二十七至四百八十二 南朝其建立者 自少博 小明豆江 祖籍佩县 本为宋进军将领 承宋皇族内战 掌握军政大权 杀后废帝 拥留准为顺帝 被封为齐宫 升明三年四百七十九 四月费宋顺帝而自立 改元建元 齐国建立 视为齐高地 建元四年四百八十二 三月病逝 中年五十六岁 在位四年 葬于江苏省武进县泰安陵 辍学从容 太祖高皇帝名道成 自少博 姓肖 小明豆江 是西汉丞相肖和之二十四十孙 祖居本配县 后迁居东海蓝陵 金山东苍山 太祖父亲名成之 自四伯 官居右军将军 南泰山太守 晋兴县五等南 十亿三百四十户 太祖生于元家四年 四百二十七 资荣英伟 俄四龙头 生若红中 龙陵纹遍布全身 如是雷次宗 在基隆山开馆授学 太祖十三岁时前往读书 学习礼记和春秋 元家十七年四百四十 彭承王刘易康被贬出出京 回豫章镇守 太祖父亲领兵防守他 太祖放弃学业 随军难行 元家十九年 靖陵蛮夷作乱 宋文帝派太祖率军讨伐 元家二十一年四百四十四 率军讨伐北魏 到达邱剑山 金麒连山一带 两次祭拜敌军 元家二十三年 雍州刺史萧思画 镇守襄阳 金湖北相凡 请求朝廷准许 让太祖跟随他 太祖领军束手缅北 金湖北武汉市以下的长江北面 讨伐凡 邓等处山地满足 攻破了他们的部落 之后 担任左军中兵参军 元家二十九年四百五十二 太祖领军征讨仇迟 金甘肃城县西北洛古镇 梁州西部边境过去有个五星树 近龙安年中被低族占领 五星树西北有个兰高树 距离仇迟有两百里 太祖率领军队攻破了这两个地方 遂从谷口入关 大军距长安还有八十里时 梁州刺史刘秀之 浅司马马驻驻太祖攻下了坛堤城 北魏和监公败逃 不久北魏旧兵赶来 太祖兵少马乏 又听闻宋文帝驾崩 便烧掉城池 赶回南正金陕西南正县 承袭父亲的爵位为晋兴县五等南 孝剑初年 升任江夏王大司马参军 随官署转任太宰 签身为元外郎 职格中书社人 西洋王府军参军 建康令 西安王刘子鸾很受皇上宠爱 皇上为他选任部署 任命太祖为北中郎中兵参军 太祖为母亲陈太后扶桑期满后 被任命为武裂将军 建康令 中兵参军之职如故 锦和年间 升任后军将军 宋明帝刘玉即位后 太祖签身为右军将军 奔走旧国 当时四处都有反叛的人 会计太守巡洋王刘子房和东面各郡都起兵造反 冥帝加封太祖为辅国将军 率军东征 大军到晋陵 今江苏常州附近时 和叛军前锋成汉 孙唐冠等人遭遇 一天攻破叛军十二座迎寨 太祖奋兵平定各县 晋陵太守原表弃城逃走 东部各城叛军相继溃散 徐州刺史薛安都在蓬城 今徐州谋反 他的侄子薛索尔领兵 近范淮音 今江苏淮安 山阳太守成天作 也俱成谋反 徐州刺史申令孙 又投降了叛军 冥帝命太祖前往征讨 当时太祖刚平定了东部叛乱回朝 现又到南部平叛 军队出城后 驻扎在新亭 派前锋军队先行 薛索尔打败官军将领高道庆后 准备西规 王宽与官军将领任农夫 先一步占据了白胡剑 张勇派太祖到王宽部都军 薛索尔领军阻击太祖 使太祖无法行进 太祖击鼓结成战阵 静止进入了王宽部营垒 薛索尔望剑后 不敢再发兵 过了几天 薛索尔率军停留在石梁 太祖追击到阁种 出去侦查的骑兵说 敌军将要到了 于是太祖平均在营馆 分派两支骑兵 不防在营地两侧 等候敌军 过了会儿 敌人马步军赶到 推着火战车攻杀过来 双方熬战很久 太祖命青庄部队攻击敌军西侧 又命马步军 合力在敌军后方进攻 终于大败敌军 追货军器资重无数 接着 太祖进驻石梁剑之北 薛索尔派了千余人 趁夜前来偷袭 军营陷入惊慌之中 太祖躺着没有起身 下令身边的人巡视军营 禁止军事骚动 不久 敌军就散去了 太祖打算在石梁的西南方高地 修筑营垒 打通南路 以截断叛军退路 薛索尔派兵前来争夺高地 被高祖大败 薛索尔率部逃往中离 太祖追击到暗地后返回 朝廷封太祖为萧綦将军 西洋献猴 十亿六百户 不久 又升为八陵王魏军司马 随军镇守会计 江州刺史 建安王刘子勋派 林川内使张燕 进犯三吾地区 冥帝派太祖领军三千讨伐 当时朝廷的军备 都攻击了南伐的军队 太祖军的装备很缺乏 于是就编棕皮 作为马骏马衣 砍伐竹子做兵器 夜里打着火把行军 叛军望见太祖军后 心生恐惧 不战而逃 太祖班师后 升任贵阳王征北司马 南东海太守 行南徐州市 当初 明帝派张勇 沈幽之领兵威逼又劝薛安都投降 问太祖 我想趁此机会北伐 轻以为如何 太祖答道 薛安都才是不足 狡猾有余 如果朝廷放长绳子缓缓地驾驭他 他一定会派儿子进京做人质 如今以大军相逼 他就会因恐惧而考虑自权之计 恐非于国有利呀 冥帝固执道 朝廷大军勇猛无敌 战无不胜 轻只管策马前行 不必多言 薛安都见朝廷大军逼来 果然为自保和北魏勾结起来 致使张勇等人兵败彭城 淮南的官军势孤力弱 朝廷于世任命太祖为甲冠军将军 迟节 都督北讨前锋诛军事 镇守淮音 太使三年467 沈幽之 无喜兵败于衰口 众多城池的大小官员都逃了回来 北魏军遂推进至淮北 包围了角城 守城的甲法度均力寡弱 难以抗敌 众将领劝太祖立即渡和救援 太祖不允 太祖派高道庆在船上安装上强劲的大弩 在淮河上发箭攻击围城的北魏军 大弩一次就发射数百支箭 北魏骑兵竞相闪避 太祖便下令军队立刻进攻 围城敌军败退 太祖升任都南衍 徐二州诸军事 南衍州刺史 其他直嫌如故 太使五年 前生为都督衍、清、继三州诸军事 次年 朝廷任命太祖为皇门侍郎 领阅其校尉 太祖没有接受 又被封为冠军将军 保留原来的任命 河南邓县出土的南朝列队出行画像专一 国家博物馆藏 专长38厘米 宽19厘米 厚6 3厘米 描绘贵族妇女盛装出行的情景 与东晋著名画家顾凯之传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很多相似之处 天命见规 冥帝常常遗迹 太祖相貌不像臣子 而且民间也有萧道成当为天子的流言 冥帝便愈加遗迹起来 冥帝派冠军将军吴喜带军队三千出使北方 命他驻军在破府 让他带着用银壶装的酒赏赐太祖 太祖穿着甲骤出门相迎 当即针酒饮下 吴喜回京严明后 冥帝心中窃喜 太使七年471 冥帝征召太祖回京 部下都劝他不要回去 太祖说 诸位看事还不那么深刻 皇上诛杀自己的众多弟弟 是因为太子幼弱 他要为后世多做安排和考虑 和我们不是皇族的人没关系 现在只应速速进京 迟缓了 一定会被皇上猜疑 如今皇室骨肉相残 气韵自不长久 霍南就快到了 到那时 就是我们一起努力的时候了 太祖入朝后 被任命为算其常事 太子左卫帅 增加十亿两百户 冥帝驾崩 依照任命太祖为右卫将军 领魏魏 增加亲兵五百人 与尚书令袁灿 护军楚渊 领军流勉 共掌朝政 又主管东北选举的事 不久解去魏魏职务 任世忠之职 领石头树军事 朱沙流休范 冥帝朱沙宗室皇亲 贵阳王流休范 因为资质平庸而幸免于难 后废帝刘裕 及皇帝位后 刘休范便有了觊觎皇位的野心 元徽二年 四百七十四五月 刘休范在巡洋起兵谋反 数日间就募集了两万军队 战马五百匹 朝廷震孔 太祖邀及朝中文武重臣商讨对策 众人皆坚口不言 太祖说 从前在江上有谋反的 皆因行军迟缓 招致失败 刘休范必定会引以为戒 趁朝廷还没做好准备 他就清兵速进 目前应变之策 不宜考虑太远 如部分军队行军失去军纪 就会大大挫伤百姓之心 我们应把军队囤住在新庭和白下 坚守皇宫、东府和石头 以等待有利时机 逆贼孤军千里冒进 后援无忌 而又求战不得 到时自然瓦解 我请求囤住新庭 以抵御贼军锋芒 征北将军张勇可助手白下 领军流勉守卫宣扬门 作为诸禄兵马的节制、调度 诸位公卿大可安座殿中 右军将军等武将也不必竞相出战 我率军自为先锋 必能克敌凯旋 于是取笔写下军队部署意见 众人都签字同意 因中书社人孙千玲 与刘修范 暗中有勾结 他提出异议道 应按照原先的部署 太兵占据梁山、鲁显之间 右卫将军销道成 如果不进驻白下的话 则应驻守南州 太祖肃荣道 贼军今已逼近 军队怎敢得及到梁州 新庭才是军事要地 我当在此以死报国 平日我可以委义屈从 今日万万不能 众人站起 太祖回头对刘勉说 将军既已同意我的意见 不可以再改变主意 于是 太祖驾单车披白袍 出手新庭 皇帝封太祖为史迟节 都督征讨诸军 平南将军 并辞军阅队一致 太祖修整新庭的营垒还没完毕 贼军先锋已行至 太祖当时正解一高卧 已安军心 于是取出白虎旗 登上西墙 命宁朔将军高道庆 与林间陈显达 原外郎王敬泽率军 与贼军在江上展开大战 从心灵一直打到赤岸 大败军 火烧贼军战船 贼军死伤无数 贼军由心灵上岸 太祖派人快马飞豹流勉 急忙打开大小横 掉拨秦淮河中的船只 全军渡往北岸 刘秀范承监于率军来到新庭磊南 皇上派宁朔将军皇悔 马军主周盘龙率领马步军出营 和敌军对阵 刘秀范奋兵攻打磊东 两军短兵接战 自四十战至五十 官军重将皆大惊失色 太祖道 贼军虽重 却很杂乱 不久就会击败他 杨韵长率领功弩守七百人御敌 渐渐命重 故而敌军不敢靠近城前 为时 张静儿斩掉了刘秀范首级 太祖派手下队长陈灵宝送刘秀范首级回朝廷 陈灵宝半路上遇到贼军 便把刘秀范首级埋到了路边 官军不见刘秀范首级 更加一律惊恐 贼军也不知刘秀范已死 杜黑里率领另一路叛军急攻磊东 司空主不销会朗率数百人攻入东门 叫喊着来到堂下 乘上守军纷纷后退 太祖挺身上马 率数百人出战 贼兵都拿着盾牌前进 相距数仗时 太祖奋兵两队用剑射向敌军 太祖引弓发剑 部下举着盾牌掩护他 敌军默不应咸而倒 杀伤敌军数百人 贼军死战而不能进 只好撤退 贼军将领丁文豪设服 在造甲桥大败了一路官军 直逼朱雀衡 刘勉想断开扶桥 王道龙不从 二人遂都战死 贼军推进到杜母宅 车骑点千茅田 打开东府 放入贼军 冠军将军沈淮明军队在石头溃散 张勇兵败于白夏 宫内传言 心庭也已失手 太后抓着皇帝的手哭道 天下完了 太祖派陈显达 任农夫 张静儿 周盘龙等将军 从石头渡过秦淮河 抄小路从承明门进入皇宫守卫 刘修范已死 点千许公宇却诈称刘修范在心庭 士族和百姓都惶恐不安 来心庭投递鸣铁校中的有数千人 太祖得到这些鸣铁后随即烧毁 于是列兵登上城北 对那些人说 刘修范父子日前已被斩杀 失守在南岗下 我是平南将军肖道成 诸位请看清楚 你们投进来的鸣铁我都已烧掉 都不必害怕 朝廷分派军队平定了杜姆宅和宣扬门的贼军 太祖班师凯旋 百姓都家道为官 赞叹着 保全国家者 便是此宫 善行费力 太祖与袁灿 楚渊 刘炳 请求引就解职 朝廷不准 皇上封太祖为散其常侍 中领军 都督难掩许衍清纪五周军士 镇军将军 难掩周刺史 持节之职如故 绝位由侯进封为公 增加十亿两千户 太祖想把自己的功劳分给别人 请求朝廷增加袁灿等人的十亿户数 之后 太祖与袁灿、楚渊、刘炳轮流入公职守处理朝政 号称为四贵 元徽四年476 朝廷加封太祖为尚书左仆叶 其他直嫌如故 刘秀范覆灭后 后废地变得越来越残暴 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肃 少年时便有另名 朝野归心 刘景肃暗地里谋划着自权之计 他曾向太祖坦誓忠诚 太祖拒不接纳 7月 与林坚园之 投奔刘景肃 刘景肃举兵谋反 太祖领军囤住玄武湖 命中军北讨刘景肃 平定后 太祖还朝 太祖威名日龙 后废地猜忌欲众 差一点就要施加杀戮 后废地生母陈太妃骂他道 肖道成有功于国 今若加害 以后谁还为你出力 后废地这才停止加害太祖 无锡惠山华孝子祠前古井 华孝子祠是历史价值很高的古祠堂 有江南第一古祠美誉 始建于南齐建元三年481 其高地肖道成为表彰刻进孝道的无锡人华宝 赐其孝子额 一人即将华宝故居改作祠堂 以四孝子 祠堂履经兴肺 保存至今 太祖密谋废处后废地 另立新君 元徽五年477 七月物子 后废地在仁寿殿被其亲随斩掉首吉 亲随们把首吉交给朱敬泽 朱敬泽又把首吉献给太祖 于是当夜 太祖从承明门骑着平时所骑的赤色马进入皇宫 宫中人惊恐不已 知道后废地死讯后 都山呼万岁 太祖登上帝位后 便封这匹赤色马为龙香将军 世人称之为龙香赤 第二天 太祖走出大殿来到亭中槐树下 召集袁灿、楚渊和刘炳议事 太祖对刘炳说 你是皇亲国妻 今日之事 当由你来决断 刘炳辞不敢当 太祖又让袁灿决断 袁灿也推辞了 于是太祖决议 备好皇帝一驾 到东城迎接顺帝留准继承皇位 太祖以长刀遮挡袁灿等人 三人心惊胆战而离去 甲午日 太祖一驻东府 与袁灿、楚渊、刘炳等人各代卫士五十人入殿 秉申日 太祖升任适中 司空、陆尚书氏、票继大将军 受封敬陵俊功 十亿五千户 其他职位如故 皇上刺由撞落车 搬建一丈三十人 太祖顾辞司空 就任票继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河南邓县出土的南朝列队出行画像砖 国家博物馆藏 砖长38厘米 宽19厘米 厚6.3厘米 描绘贵族妇女圣装出行的情景 与东晋著名画家顾凯之传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很多相似之处 大全独揽 十二月 荆州刺使沈幽之举兵谋反 以卯日 太祖进入朝堂居住 命令诸将讨伐沈幽之 任命平夕将军皇回为都督 做平叛先锋 司徒袁灿和尚书令刘炳见太祖全世日盛 心生畏惧 太祖得到他们要兵变的消息后 派兵斩杀了他们 皇回与他们暗中有过勾结 皇回领兵 准备参与兵变时 太祖已平定了叛乱 皇回便假称是回来援助太祖 太祖心中明白 但不说破 待皇回更加优厚 派他西上 告别时 太祖泪流满面 声明二年478正月 沈幽之攻打尹城 兵败自杀 二月鬼位日 太祖签身为太尉 都督南徐 南衍 徐 衍 清 济 司 玉 京 雍 颖 广 一 广 月十六周诸军事 增加十亿三千户 新卯日 太祖诛杀镇北将军皇回 太祖上表皇帝 提出十七条节俭之策 在全国通行 9月秉五日 太祖升任贾皇月 都督中外诸军事 太父 领扬周墓 建旅上殿 入朝不屈 暂败不明 太祖推辞不受 皇上和大臣们都竭力劝请 太祖才接受皇月 推辞了那些特殊的礼遇 声明三年 479 3月假辰日 皇上下诏封太祖为相国 总理朝政 封赏时郡尽爵位为齐公 赐家九夕之礼 地位在所有诸侯王之上 太祖多次辞让 皇上和朝臣们屡次请求 太祖才接受 4月鬼友日 皇上下诏加封太祖为齐王 禀虚日 皇上命太祖见天子一仗 新卯日 顺帝下诏善让皇位于太祖 受善称帝 建元元年479 4月甲午日 太祖登基称帝 下诏大赦天下 搬行蒋赐 封宋顺帝为汝英王 宋往丹阳县安置 禁止各地进贡朝贺 下诏整顿商业 鼓励农业 丁卫 下诏废旨在民间抢争冰丁制度 秉吟 太祖追封父亲为宣皇帝 母亲为孝皇后 妃子为昭皇后 已害 下诏各地埋葬五主枯谷 甲申 立萧泽为皇太子 7月 昭安交旨 今月南等南蛮之地 建元二年正月初一 大赦天下 建元三年481正月初一 命王公文武成功直言觐建 建元四年正月 下诏广社学校 鬼害 下诏善家抚恤开国以来 阵亡将士家属 驾崩由刘清简明 建元四年三月更申 下一诏给司徒楚渊 左仆叶王简 令其尽心辅佐太子称帝 行善政 人虚日 太祖驾崩于陵光殿 享年56岁 丙武日 安葬于武进泰安陵 太祖从小就深沉有气量 宽颜相继 清正节俭 喜怒不形于色 博览经史 善文词 功于草书和历书 下棋达到第二品 即使是在治理国家消除灾祸的时候 也不曾放弃平日的喜好 从见如流 明柴阴谋 以威严庄重 而赢得众人拥戴 登上地位后 从不用精细奢侈之物 他常说 让我治理天下十年 当会令黄金和黄土同价 想靠功行节俭 以便当时奢侈的风俗 论赞 赞曰 乌乎太祖 承受天命 以武力平乱 凭贤德除暴 开拓西部疆域 兴盛北面国土 天师克定城池 故军阵断敌魂 挥舞意齐于东夏 忠于平乱的职责 杨威于京城 安坐中就平定江汉 公字赋诗作文 美玉拨洒四方 拔着贤财 惠则百姓 端正自己 雄武而温和 治理天下 始终庄重沉静 南阔四海 大造家国 卷七 东婚侯本季 东婚侯萧宝卷年龄体魄虽近四成人 其心智却暗昧至弱 他横征暴脸 大肆吐露皇亲贵胄 最后却被自己宠心的太监所杀 死前游在听歌唱曲 他的悲剧有一半是他父皇造成的 一是不鼓励他读书 二是叮嘱他要心狠手辣 初登大宝 东婚侯萧宝卷 自治藏 是其高宗萧鸾的第二子 元明明贤 建武元年494被立为皇太子 永太元年498 7月即有 高宗驾崩 太子即位 8月丁四 下诏给雍州与嫡作战阵亡将士家属 免除姚义 各有不等 又下诏选贤任能 阵绩贫苦 更深 加封镇北将军建安王萧宝义为征北大将军 开辅宜同三思 任命南中郎将建安王萧宝银为颖州刺史 10月即位 下诏删减法律条文 11月物子 策立处世为皇后 赏赐王公以下金钱 各有不等 永元元年499 正月物银 大赦天下 改年号 下诏测试秀才 笑脸 考核百官 又下诏三贫以上亲官 应享受俸禄者 如有双亲或祖父母 年龄达70岁以上 朝廷已现前公养 鬼卯 任命冠军将军南康王萧宝荣为荆州刺史 4月己四 立萧宋为皇太子 大赦天下 赏赐百姓中继承赴业者 爵位一级 旅行大赦 5月鬼亥 封府军大将军史安王萧瑶光为开辅宜同三思 6月 即有 任命右卫将军崔慧景为护军将军 7月丁亥 京城发生水灾 死者众多 下诏赐予死者棺材 镇绩灾民 8月已四 免除京城水灾难民一年赴税 秉辰 史安王萧瑶光占据东府谋反 下诏特赦京城内有罪者 内外实行戒严 尚书令徐孝四以下官员都要到宫墙驻守防卫 派领军将军萧坦之率军讨伐萧瑶光 斩其首级示众 几位 任命征北大将军建安王萧宝玄为南徐 掩二周刺史 几四 封尚书令徐孝四为司空 9月 丁卫 任命辅国将军裴书业为掩周刺史 征鲁长使张冲为玉周刺史 任须 因为贫贫诛沙大臣 大赦天下 10月 以为 诛沙司空 尚书令徐孝四和幼蒲业 镇军将军沈文记 11月 丙辰 太尉 江州刺史陈显达于巡洋起兵谋反 以仇 加封护军将军崔惠景为平南将军 负责都督重军南征 12月 假身 陈显达叛军禁至京城 皇城戒严 军队固守 已有 陈显达备展 传奇首级示众 永元二年五百正月 仁子 任命辅国将军张冲为南衍州刺史 耕武 下诏讨伐玉州刺史裴书业 2月 鬼魏 任命黄门郎萧营为四周刺史 秉须 任命魏魏萧邑为玉州刺史 征伐寿春 吉丑 裴书业病死 其兄长之子裴直线寿春降于北魏 3月以卯 派平夕将军崔惠景率军征讨寿春金安徽寿县 崔惠景在广陵金扬州谋反 起兵袭击京城 仁子 又为将军佐兴盛统玉京城水部各军 南徐州刺史江夏王萧宝玄把京城献给崔惠景 以卯 派遣中领军王盈率军囤住北黎门 仁须 崔惠景攻来 王盈战败 甲子 崔惠景率军进入京城 皇宫内守军占据城墙固守 玉州刺史萧毅起兵前来秦王救驾 4月鬼友 崔惠景抛弃部下逃走 被朝廷军队追上斩首 5月即友 江夏王萧宝玄服罪被诛 仁子 大赦天下 6月更吟 驾幸乐由院内欢会 如同过元旦般热闹 允许京城妇女前来自由观览 8月假深夜 宫中发生火灾 10月以毛 杀害尚书令萧毅 牛车画像砖 南朝 1957年河南邓县出土 义军变起 11月薪丑 任命明朔将军张继为南衍州刺史 甲银 西中郎长使萧颖在荆州举兵起义 12月 雍州刺史梁王萧衍在襄阳举兵起义 永元三年501正月初一 皇宫礼人在岳武堂举行元旦朝会 皇后端正为此 宦官排列一仗 皇上戎装驾临观看 甲臣 任命宁朔将军王贞国为北徐州刺史 辛亥 皇上驾临南郊祭祀 下诏命百官忠严执箭 大赦天下 二月秉吟 前河殿西乡发生火灾 人武 下诏派与邻军征讨雍州 内外实行戒严 三月丁位 南康王萧宝戎 在江陵 今荆州 登基称帝 鬼丑 朝廷派平夕将军陈伯之西征 六月 萧颖州弟弟萧颖福 在庐陵 今江西吉安 起兵谋反 七月鬼四 特赦荆州 雍州 甲武 雍州刺史张新泰 前南桥太守王林秀帅石头城文武官员 拥戴建安王萧宝银前往朝廷进省 行至杜母宅 建宫门紧闭 于是散走 几位 任命征鲁长使成茂为颖州刺史 萧綦将军薛元寺为雍州刺史 同日 薛元寺现颖城投靠义军 八月丁卯 令太子左率李居室总督西讨诸军市 屯铸新亭城 金南京南面 九月甲晨 任命李居室为江州刺史 王真国为雍州刺史 建安王萧宝银为荆州刺史 当日 义军进发至南州 金安徽当途陷境 深咒部下中两万人在孤暑投奔义军 秉辰 李居室与义军在新亭交锋 战败 十月甲虚 王真国与义军在朱雀恒交锋 战败 勿吟 宁朔将军徐元宇 县东府城投降义军 青州 冀州刺史环河 进京救驾 囤铸东宫 吉卯 率军投降义军 光禄大夫张规 气首石头城 逃回宫中 李居室县新亭 投降义军 狼牙城守将张木野 投降义军 义军修筑长围墙来围困皇城 十二月秉吟 新任雍州刺史王真国 适中张继 带兵攻入宫中 废掉了皇帝肖宝卷 十年十九岁 荒唐透顶 肖宝卷在做太子时 就很喜欢玩耍 厌恶读书学习 高宗也不认为他有何不对 只是用家人的品行规劝他 高宗令他假装请求一天入朝两次 然后自己再下诏不许 只让他三日入朝一次 他曾通宵捕捉老鼠 以此为乐 高宗行将驾崩时 嘱咐他要隐喻灵王肖昭叶 被废的是为戒 并说 做事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所以他以众奸邪小人 肆意屠戮朝臣 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 肖宝卷性格呆滞 寡言少语 从不和朝中大臣有私交 只亲近信任身边的太监 带刀侍卫和船指的人 自从逍遥光等被诛杀后 他就开始习惯骑马 不分昼夜的在后堂玩马 和亲近的太监歌女 鼓噪骁闹 经常是五更时睡觉 到了下午才起床 王侯们逢节日和初一时来朝近他 要等到下午才受接见 有时被放出宫时都天黑了 尚书省城上的奏折文书等 过了一个多月他才批复 有时竟然不知把奏折丢到何处了 永元二年元旦朝见群臣 他吃过早饭才出来 朝贺仪式刚完毕 他就跑回西乡睡觉 从上午一直睡到将近傍晚才起来 而百官都还一直留在席位上等候着他 大臣们都已饿得僵倒在地 他来见了群臣一面后 就匆忙草率地结束了此次朝贺 陈显达谋反被平定后 肖宝眷又渐渐喜欢上外出巡游 他经过哪 就要把哪儿的百姓都驱逐走 从万春门经东宫往东直到郊外 几时上百里路旁 都被他驱逐至空无一人 他常常在夜里三四更十分 命人大肆擂鼓 带着一丈横行城中 百姓们也要喧嚣着跟在他后面 他出行的时候 从不严明固定地去处 只是东南西北的到处驱逐行人百姓 在维曼围着的高屏障内 设置浩荡的一丈队伍 还有演奏胡人乐器的歌舞技 《谷角生阵》 《夜初而昼归》 《火光应天》 封他爱机潘氏为贵妃 让潘氏乘坐可以躺卧的大车 他骑马跟在后面 他训练了五六十个太监作为骑客 又挑选一群善于奔跑的无赖来追马 他身边常有五百人跟随 往来奔跑 没有一点空闲时间 京城周围的道路 从此看不到打柴割草的人 生育妇女和新婚人家 都把财产转移寄居在别家 有人把病人丢弃在清晰旁 牙医怕被监察官盘问 就把病人推进水沟中 用你涂满病人的脸 病人一会便死掉 之后连海谷都找不到了 白柚桃奏乐女泳 南朝 上海市博物馆藏 穷奢吉玉 后宫遭受火灾后 肖宝卷又建起了更加奢华的仙华 神仙 玉兽朱殿 强抓来服役的工匠 夜以继日的赶工 仍达不到他要求的速度 于是就拆取各佛寺殿堂的藻井 仙人骑寿来补充用料 其武帝肖泽石建造的星光楼上 涂刷着青色的漆 世人称之为青楼 肖宝卷说 五帝真是不懂得精巧啊 为什么不全用琉璃呢 潘贵妃的服饰一架 都是选用最好的珍宝 宫内库房存储的旧物已不再够用 就用高出市价数倍的价钱 收取民间的金银珍宝 一双虎破拆就价值一百七十万钱 京城的酒税 都命人折价换成黄金上缴 用来制成金 还不够用 就下旨取消扬州南徐州修桥筑低的民夫的劳役 让他们按工时换算成金钱上缴 又巧射明目征税 他所宠幸的小人趁机谋取私利 实际规定征收一分的税 他们就征收十分 永元三年501下 在岳武堂修建方乐院 假山的石头都涂成五彩颜色 亭械楼阁都横跨在池水之上 墙壁上都画满春宫图 移栽来许多名贵的树木 可是由于天气炎热 不到一天就都枯萎了 于是就又到民间百姓家抢争 见到好的树木就挖走 搬运时拆墙毁屋 早上栽种好 天黑就拔掉 路上为他移栽树木的人络绎不绝 又在院中设立集市 太监每天早晨送进酒肉菜肴 肖宝卷命工理人办做小贩叫卖酒肉 潘贵妃办管理市场的官员 他自己就办潘贵妃的副手 执掌刑罚之事 有发生争执的就送到潘贵妃那去裁决 潘贵妃 南北朝南旗皇帝东婚侯萧宝卷妃 有典故《步步莲花》 宠信奸邪 萧宝卷力气很大 可以扛起白虎大旗 他所宠爱的小人党羽 一共有三十一人 太监十人 起初任命新菜人徐氏表表为直萧綦将军 凡将有所杀戮 都听取他的意思 朱沙徐孝四后 他被封为领辱县子 陈显达谋反时 他被加封为辅国将军 萧宝卷虽然任命摧毁警卫都督 但掌握兵权的实际上是徐氏表 评定陈显达后 徐氏表得意地对人说 我这统领五百人的将军 能评定统帅万人的大都督 他也知道皇上昏庸放纵 曾秘密对他的党羽如法珍 梅宠说 哪一朝天子手下没有险要的人 你们只不过是受卖皇帝的罪恶罢了 之后 如法珍二人把这话告诉了萧宝卷 他便派禁卫军杀了徐氏表 从此 如法珍 梅宠两人开始当权 二人都任职为外监 替皇上传旨 崔慧警被杀后 如法珍被封为鱼竿县南 梅宠被封为靖陵县南 校队大祸 等到萧炎等举兵起义 镇守江州 影州的军队已投靠义军时 萧宝卷依旧像往常一样骑马巡游 他对如法珍等人说 等他们打到白门前便决一死战 义军攻打到京城近郊时 他才召集将领 筹划固守之际 把王侯贵州召集来 分别安置在尚书兜座和朝殿里 他还很迷信鬼神 崔慧警反叛时 他就曾封三国无国将领蒋子文的神灵 为贾黄月 史池杰 相国 太宰 大将军 陆尚书 扬州墓 中山王 到了这时 他又追封蒋子文为皇帝 以祈求蒋子文显灵来拯救他 他宠信的太监 辱骂了职阁将军喜豪 喜豪怒而出城攻打义军 战败而死 各路守军也随之瓦解 于是只能在皇城内固守 他任命王真国为守城主将 张继为副将 这时 萧宝眷还有七万守军 萧宝眷很喜欢看军队交战 起初他命宫女办军事 后来 就用太监办 他自己亲临战阵 假装受伤 让人把他抬下战场 而这时候 他就在岳武堂设立军杖 每夜戒严 骑着马 穿着古怪而奢侈的衣服 在宫中乱转 和平时一样 他还是夜里出来 白天睡觉 当听到城外的鼓噪喊沙声时 他就披着大红袍 登上景阳楼顶层瞭望 差点就被剑射中 他手下的人都心生懈怠怨 不肯为他尽力 新招募的士兵 出城打仗时 绕了几圈 故意丢掉 兵甲就回城了 他担心城外有伏兵 就烧掉了城墙边的所有关押 他和手下的那些小人商议后认为 义军还会像陈显达和崔慧景的军队一样 过不了几天就会溃散的 所以他只命人储备了够用一百天的粮食 不久 义军完全围困了皇城 但是几次攻城都没有冲杀进去 萧宝卷特别吝啬 如法真叩头请他赏赐守城的将士 他却说 贼兵难道是来抓我一个人的吗? 凭什么飞向我要东西? 宫中后堂还储备着数百木板 向他请求先借来修筑城防宫室 他说那是准备盖殿堂的 不准动 他又催促玉府 加工赶制三百人用的精巧气账 胜利后 以做自己的仪账用 这时 他对金银杂物等的索取 变得更加急迫 乐极而亡 王真国和张继害怕成破后 祸及自身 便率兵冲入并包围了皇宫 萧宝卷的带刀侍卫封永之 是他们的内影 这夜 萧宝卷在韩德殿吹声唱完女儿子后 躺下还没睡熟 听说有军队闯入 急忙从北门逃出 想奔回后宫 太监皇太平上前用刀砍伤了他的膝盖 他一下就扑倒了 回头骂道 狗奴才造反啊 太监张旗过来一刀就斩下了他的首级 之后 把首级给梁王萧衍送去 宣德太后下旨隶属萧宝卷的滔天大罪 追封他为东婚侯 论赞 使臣曰 东婚侯无道 暴如节奏 破坏李仪典章 毁气天道人伦 把战争视作游戏一样 终于玩火自焚 卷22 豫章文献王列传 萧衣温雅人后 是南齐建国后第一名相 谨慎而忠诚的辅佐兄长齐武帝治理国家 虽然权倾天下 却始终兢兢业业 克尽职守 赢得了齐武帝的充分信任和倚重 他财略出众 李正得宜 深得百姓爱戴 可惜忠年儿族 大气早成 豫章王萧仪 自宣衍 是其太祖萧道成的二儿子 他性情宽人弘雅 有成大气的胸襟 太祖特别钟爱他 萧仪出世时任太学博士 长城令 之后任尚书佐民郎 前唐令 太祖击溃薛索儿的叛乱后 萧仪到西阳郡 金湖北黄刚东任职 被朝廷封为禁授猴 又着身为通知散骑侍郎 因为母亲扶桑而解职 贵阳王刘修范谋反时 太祖领兵囤住新庭 萧仪任宁朔将军 率领禁卫军守护在太祖身边 刘修范率领叛军进攻新庭南面的壁垒时 萧仪亲自举着白虎军旗都战 数次击退叛军 刘修范被平定后 萧仪升任中书郎 不久升迁为安远护军 武陵内使 当时沈幽之向南方蛮夷部落勒索钱财 并出兵讨伐荆州境内的蛮夷部落 影响直至武西 禁断了他们的鱼盐买卖 各部蛮夷皆大怒 有西蛮族之王甜头女份儿杀掉了沈幽之的使者 沈幽之便向他们索要赎罪钱一千万 甜头女送出了五百万钱 不久便气愤而亡 他的弟弟楼侯乘机篡位自立为王 他的儿子田都逃到了辽中 因而蛮夷大乱 纵兵劫掠百姓 直至武陵郡金湖南常德 城下 萧仪派遣队长张默率军击溃了蛮夷兵 田都在辽地内请求朝廷册封他为王 楼侯恐惧也向朝廷归降 萧仪诛杀了楼侯 命田都继承他父亲的王位 蛮夷各部才安定下来 萧仪入朝任宋顺帝车骑资议参军 府院后调任票挤身为从事中郎 他拜见司徒袁灿时 袁灿对人说 此人将来必成大器 子随富贵 太祖在领军府时 萧仪住在清晰的家宅 送后费帝夜里出游 打算偷袭萧仪的家宅 萧仪便令侍卫们在院子里挥动着刀戟跳舞式舞 后费帝从墙缝中窥视到此景后 认为宅中早有防备 于是就离开了 太祖在治理南衍州 镇军府长使萧顺之 坐镇将军府时 十分忧虑自己的安危 希望到江北起兵 萧仪见指道 皇上狂暴 朝中人人自危 即使我们孤军作战 也容易成功 在外地起兵的人 很少有胜利的 情况不明 一定会比别人先遭受大祸 现在还是就在此处谋划大事吧 万万不可有何措施 后费帝死后 太祖写信告诉萧仪 大事已定 你明天可早早进宫 宋顺帝即位 萧仪转任适中 总管宫内进军 沈幽之叛乱时 太祖入朝主政 萧仪坐镇东府 任冠军将军 袁灿起兵围乱前夕 丹阳城 王迅把叛乱的消息告诉了萧仪 萧仪派部下戴元孙率领两千人 随削道渊等人一起到石头应变 坟门之意 戴元孙也是有功劳的 原先王运派六十人驻萧仪守城 其实是来为叛军做内应的 萧仪知道王运怀有二心 就不给这些人兵器 并把他们安排在外面 霍乱平定后 萧仪派人去抓捕 这六十人 却都已逃走 之后 朝廷升任萧仪为中领军 散其长室 长江上游的叛乱平定后 室祖萧则自巡洋返回朝廷 萧仪出京任史迟节 都督江州玉州之心菜进西二郡军事 左将军 江州刺史 散其长室之职如故 朝廷赐予军乐队一致 封为永安县宫 十亿一千五百户 清辞四系盘口湖 南朝 广西柳州博物馆 柳州历史文化陈列馆藏 安民赴民 后来 萧仪又改任都督京、湘、雍、义、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 镇西将军、荆州刺史 史迟节和散其长室之之不变 此时 太祖执掌朝政 萧仪为政力求节省简约 平用州府遗仗和送礼物 当初 沈幽之想聚集人马 就让百姓互相告发罪状 贵族和贫民因之被下语和罚作苦役的 有很多 萧一到任后 一天就释放了三千余人 凡是刑期在五年以下 而又不和政治有牵连的人 都被遣放回家 因科捐杂税众多 他就重新按实际情况制定税付 以汇于民 他废止多项针对商股的苛刻条令 并规定奉录在两千十之上的官吏 不得亲自经营商股之事 各级官员要按照正常制度行政 于是百姓大悦 在宋江要善让于其的那段时间 士祖想尽快安定大局 萧一对此事不表示态度 始终保持沉默 建元元年479 太祖即位 大赦天下的诏书还没到 萧一就先行下令 辽除至下明二年478 以前百姓拖欠的赋税 皇上任命他为士忠 尚书令 都督阳 南徐二州诸军士 票级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扬州刺史 始迟节之职不便 封玉张俊王 十亿三千户 蒲叶王俭写信给萧仪称赞他道 故楚国之地百叶萧条 连年多灾 百姓流离失所 实在是需要治理 宫刚刚上任 周俊风气便为之一变 将 汉地区的百姓得到修养生息 天下百姓都倾心向往 自从羽亮以来 京楚就从来没有过 像今天这么繁荣安定 古人为政 一个月才见成效 而宫十余天便能使一方大智 真是美事啊 这时北魏方面又在边境蠢蠢欲动 皇上想彻底处理好这件事 下诏说 安抚京楚地区尤为重要 于是又任命萧仪为都督京、湘、雍、义、良、宁 南北秦八州诸军士、南蛮校尾 京、湘二州刺史、史池杰、市中、票级大将军 开府宜同三司等职如故 尽宋之交 刺史大多都不管里南方蛮夷事务 而是另外委派要人管理 到这时有了二辅二州 在萧仪的治理下 京州一年上缴给朝廷前三千万 不一万匹 你六万区 此外 又送你十万区给政府 乡州每年上缴朝廷前七百万 不三千匹 你五万区 南方蛮夷地区上缴前三百万 不一万匹 年花一千斤 卷三百匹 你一千区 近代治理京楚地区的人 没有一个可以比得上萧仪 不久 皇上赐他由洛霞望车一辆 彩色又桃文利勇 南朝 威震八方 建元二年四百八十春 北魏进范司 于二州 萧仪向朝廷举荐南蛮司马崔惠景领军北伐 又派中兵参军萧惠郎领兵增援四周 今河南信阳南 囤住西关 北魏军渡过淮水进攻寿春 今安徽寿县 又从随 邓两帝派出骑兵 大家对此忧心忡忡 萧仪说 春夏之际 不是敌军用兵的好季节 只要命令司 约二州的人马坚守要盗 敌军看见 我们防守坚实严密 自然就会溃散而去 必然不敢继续向南进犯 当时正在内外戒严 荆州紧邻南方蛮夷之地 萧仪怕他们乘机造反 就故意令不下卸掉戎装 而改穿便服 最终北魏军队没敢继续南侵 在寿春败退了 不久 朝廷赐与萧仪班见一仗二十人 当年夏季 萧仪在南曼园东南开设学馆 招收四十名十五岁至二十五岁组上 做过狼一级官员的子弟入学 以米当学费 优等生赐米一百胡 易阳 今河南信阳的匪首张群 逃亡多年后 公然成为流寇 易阳、武陵、天门、南平四个郡 都遭受到他的祸害 沈幽之出兵讨伐多次 都没能抓住他 便招安了他 沈幽之叛乱时 张群随他到郢州 今武汉武昌 先与沈幽之在路上反叛 并在三西地区 凭借险妖帝市 建起迎战 萧仪任中兵参军于心祖 为易阳太守 令他设法先诱降张群 张群收到于心祖送来的后礼后投降 被于心祖斩首于座中 他的数百同党都四散逃去 从此四郡安定下来 之后 萧仪入朝任都督扬 扬南徐二州诸军室 中书坚 司空 扬州刺史 史池杰和市中之职如故 朝廷准他增加亲兵 设置官佐 并把林川王萧应府上文武官员 都配置到他的府上 萧仪因为就要回京了 便修起好周郡的官衙和道路 规定随他进京的部署 不能携带任何周府的财务出城 离开的那天 数千百姓都哭着前来相送 萧仪行到江陵 金荆州 时患了病 回到京城仍未康复 皇上身为忧心 便为他大赦天下 病愈后 皇上在东府举办音乐会 特许他可以乘车直达皇宫六门前 兄弟同心 太祖驾崩 萧仪痛哭哀嚎 连眼睛和耳朵都流出了血 世祖萧则即位 封萧仪为太尉 准许他设置亲兵和官佐 免去世中之职 次班建仪仗三世人 建元年间 世祖因做事有违背太祖之处 太祖颇有些以萧仪代世祖为太子之意 然而萧仪却欲加 对世祖敬爱尽礼 从来没有给世祖脸色看 或是违背世祖的旨意 所以 世祖对萧仪也很情深义重 永明元年483 皇上任萧仪为太子太父 免中书兼职职 其他职全不便 萧仪写首书上称皇上说 自己受到的恩宠太过龙胜 请求解除太子太父这个帝师的职位 皇上不准 萧仪不参与朝中政务 但是他的谏言和机密谋划 却多被皇上采纳 为太祖扶桑期满后 兼任世中 第二年 皇上把萧仪的十亿增加到四千户 在宋元嘉年间 众位王爷见皇上的时候可以穿便服 只有出了太极殿的时候才穿朝服相见 现在不是这样了 皇上和萧仪是同母所生 互相有爱和睦 宫内的思宴 皇上准许兄弟们按照元嘉年间的规矩相见 萧仪兼并说 终你一身 就不要再多说了 绝不敢奉命 只有皇上驾信他府上时 他才穿便服陪同燕饮 萧仪奏请皇上允许自己削减自己遗仗的人数 皇上命他和王俭商议此事 并说只要不违背礼仪就好 萧仪又上表陈述 自己近来并无僭越理智和蓄意敛财 并请皇上不要轻信流言而书薄兄弟之情 皇上回复奏表安慰了萧仪 永明三年485 萧仪为太子讲解完孝今后 请求辞去太子太父之职 皇上不准 皇孙完成婚事后 他又一次请辞 皇上下诏说 功德行家美 不要再说什么了 既向鲁国周公又向魏国康书 谁能相比 郑英垂犯当事 刘明清史 岂能屡屡谦让 而违背了我的期许和乙众呢 萧仪常常担忧自己权势太大 又趁在宫里燕饮的时候 请求把扬州刺史之旨转售给敬陵王萧子良 皇上还是不准 凤凰画像砖 南朝 河南邓县出土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戎宠龙后 室祖即位后 屡次下诏要拜祭祖灵 始终没成行 于是就派萧仪代为拜祭 拜完回来时 萧仪又顺路进入了严陵祭祀庙拜祭 观看庙里的费井涌泉 这时有头水牛冲进了一帐队 侍卫们捉住了水牛 就要去追究牛主人 萧仪不许 他把一匹倦记在牛角上 把牛放回他主人家了 萧仪素以宽厚为政 所以得到举朝上下的欢心 永明四年486 唐玉之叛乱 萧仪上奏皇上 请求皇上以宽简临世天下 教化万民 消除民怨 皇上说 地方官军已经武力镇压了叛乱 并说 对于奸邪 不能心辞手软 次年 皇上封萧仪为大司马 永明八年 四百九十 皇上赐萧仪造轮车 不久 又升她为中书奸 萧仪坚决推辞 萧仪身高七尺八寸 善于保持风度 车扶仪仗居于百官之手 每次出入宫廷和官署 人们望着她的仪仗都肃然起敬 萧仪自知全清天下 早有极流永退之心 她家宅北面有田园美景 她便尽以家以修制 以作归老之乐 永明七年时 萧仪请求回到私宅 皇上便命她的世子萧子莲 带为坐镇东府 皇上多次嫁姓萧家 永明末年 皇上经常出游 陪同的只有萧仪 有天夜里 皇上和萧仪同车 从心灵院回来 车驾到了宫门后 萧仪下了车子告辞回家 皇上嘱咐道 夜里走路 不要被巡城的军士喝择了呀 萧仪说 京畿之地 都是归城管辖的 请陛下不必忧虑 皇上听后大笑起来 皇上谋划征伐北魏 就把北魏曾进县的沾车赐予萧仪 每次皇上驾姓萧复时 只是静道 并不驱赶人 皇上告诉外奸 我去大司马府上 就如同回自己家一样 虽死游流人风 永明十年492 皇上分封萧仪的几个儿子 按照旧例是十亿一千户 萧仪想让五个儿子都受封 就奏请减为每人五百户 当年萧仪病重 上表请求解职 皇上不准 并赐千百万做佛式祈福 不久 萧仪逝世 终年49岁 病发当天 皇上前来探望她两次 直到她去世 皇上才回宫 萧仪临终前 把儿子萧子莲和萧子克叫到身边 嘱咐他们要照顾好兄弟姐妹 要互相有爱 要勤学养德 不要辱墨家生 要尽力为几位没出嫁的妹妹 置办些得体的嫁妆 她死后要搏葬薄计 两个儿子都哭着说一定遵从 皇上非常哀痛 直到冬天才举行宴会 萧仪死后 家里库房没有现钱 皇上只是卖掉杂物服饰 得钱百万 建造了极善寺 每月供给她家百万钱 一直到皇上驾崩才取消 萧仪本性博爱 不喜欢听到他人的过失 他身边的人有互相告发的 他就把告发文书藏进靴子里 从来不看 然后用火烧掉 库房失火 烧掉了荆州的贡品 价值有三千余万钱 他只罚失职的人打数十棍杖而已 论赞 史晨曰 皇室的藩王位高权重 位吉人臣后要时时自戒不能交金 很少有人能始终保全得望的 豫章王 宰相之才 的确是有此天性 心里从无交金 大概是由于这么深谋远虑 才能使两代祖先都荣耀 在内也能使宗族都和睦相处 实在是像西周初年那样 自周公以后 就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了 卷23 楚渊列传 楚渊出身显赫 父子都是驸马 他在留宋朝时是顾命大臣 到了南齐时 又是一人之下的路上舒适 而又能善始善终 在那个屠戮全臣和功臣成锋的时代 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君子自强 楚渊自厌回 河南扬迪 今河南宇州人 祖父楚秀之 留宋朝任太长 父亲楚战之 曾任票其将军 娶宋武帝女儿史安哀公主为妻 楚渊少年时就很受世人称谕 后来又娶宋文帝女儿南郡县公主为妻 姑姑和侄女两代都嫁到这一家 楚渊官拜驸马都尉 被任命为著作左廊 太子摄人 太宰参军 太子洗马 秘书成等职 父亲去世后 楚渊把家财都让给弟弟 只要了数千卷藏书 承袭父亲绝位为都相侯 历任中书郎 司徒又长使 历布郎 宋明帝即位 封他为太子屯齐校尉 他没有接受 之后千生为侍中 知东宫侍 又转任历布尚书 不久又升他为太子又位帅 他执意推辞掉了 司徒见安王留修人 南征一家的叛军 囤住在雀尾 朝廷派楚渊到军中 选任将帅以下的五官 都有他决断 叛乱平定后 楚渊被升为萧綦将军 彩色又逃骆驼 南朝 这件骆驼永搭挂着寿面文士的驼囊 他引颈张口 仰天长思 反映了工匠高超的技术水平 天子宠臣 薛安都占据徐州叛乱 叛军频繁进犯淮水 四水地区 皇上派楚渊慰问靠劳北征的军队 楚渊回京后禀告皇上 须以以息的防线 兵力单薄 也应该给士兵配发寒衣 汝音 京廷都已被围困 安丰又已失陷 寿春的兵力只够自保而已 假使有骑兵侵扰寿春的话 那么将来的形势就危急了 丽阳 瓜布 忠理 易阳等地都要派重兵驻守 选派有能力的将领去镇守 皇上在做藩王时 就因楚渊封标素雅 而与他私交甚度 即位后 就对他更加倚重 事事听从他 皇上改封楚渊为余都献博 十亿五百户 任命他为士忠 又为将军 不久 又牵身为散其常侍 丹阳尹 他离京就任无心太守 尝试知之如故 增加俸禄一千代 他辞谢了增加的俸禄 冥帝并重 太使者快马召回楚渊 向他托付后世 皇上谋划诸杀建安王留修仁 楚渊极力建祖 皇上不听 皇上又任命他为吏不上书 他不接受 皇上便认他为幼仆业 畏畏知之之如故 他又以母亲年事已高 他需回家早晚奉养为由 执意辞掉畏畏直贤 皇帝不答应 托估权贵 宁帝驾崩 一照任楚渊为中书令 护军将军 散其常侍 与上书令袁灿共辅幼主 楚渊和袁灿同心协力共理朝政 他认为奢侈之后 当弘扬节俭之风 所有百姓都很信赖他 他接待宾客 从未有过交进厌倦 王道龙 软店夫二人掌权后 奸邪贿赂风气充斥朝廷 他不能禁止 逢生母郭氏去世 楚渊本性滞孝 数天中 就悲伤憔悴到 让人认不出原来面目了 扶桑时 他一年都没梳洗 只有眼泪流过的地方 才能看见他皮肤的本来颜色 皇上下诏劝他节哀 并禁止客人去吊宴 扶桑期满后 他回朝升任为中军将军 原来职位如故 元徽二年 474 贵阳王刘修范谋反 楚渊与元灿入宫护卫 镇定朝野人心 楚渊当初任丹阳饮时 有天和堂地楚照同车出行 路上遇见了肖道成 楚渊举手指着肖道成的车对楚照说 此人非同等闲啊 楚渊当无星太守时 肖道成来赠礼西别后 他又对人说 此人仪表脱俗 将来工业不可限量啊 等到楚渊领受顾命之任的时候 就请肖道成入朝来 共同辅佐朝政 慧眼十英主 肖道成平定贵阳王的叛乱后 升任中领军 领满眼周刺史 增加了十亿 太祖坚决辞让 并写信给楚渊和魏军元灿 坚决推辞这些封赏 楚渊和元灿又回信劝勉 肖道成才接受了 这一年 朝廷家封楚渊为尚书令 世忠 赐班剑一丈二十人 他执意辞掉了尚书令一职 元徽三年四百七十五 楚渊爵魏进封为侯 增加十亿一千户 扶桑期满后 改任中书剑 世忠 护军之职如故 朝廷赐给军乐队一职 元徽四年四百七十六 楚渊后嫡母吴郡公主去世 她挨回古力 如亲生母亲去世时一样 后废地的残暴渐渐加剧 肖道成和楚渊 元灿商议时事 元灿说 皇上还年幼 有些小错事容易改正的 伊尹和霍光所做之事 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能实行的 即使是成 最后也难善终 楚渊默然不语 她的心是向着肖道成的 等到后废帝被废除 群臣俱义 元灿和刘炳不接受对他们的委任 楚渊说 此事 非肖公不能担当 便亲手取书给肖道成 肖道成说 朱公都不肯干 我岂能推辞 事情平定后 宋顺帝即位 楚渊升任魏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可以率领五十任卫队 进入朝堂 沈幽之谋反时 袁灿怀有二心 肖道成和楚渊谋划 楚渊说 西夏发难 地不会成事 功当先防范朝内的不轨之行 肖道成秘密做了防范的准备 内幽除去后 楚渊升任中书间 司空 开国功臣 肖道成被宋顺帝封为齐王建立齐国之初 楚渊请求辞调宋国的官职 转任齐国的官职 肖道成千让没有应允 建元元年479 齐太祖肖道成称帝 封楚渊为司徒 南康郡公 十亿三千户 世忠 中书坚等职位如故 楚渊执意辞调了司徒一职 楚渊一貌俊美 举止文雅 进退有责 每次上朝时 百官和外国使臣 默不申头目送他 宋明帝曾叹道 楚渊不履从容 仅凭这一点 就堪称宰相之财啊 不久 太祖加封他为尚书令 其他职权如故 建元二年480 太祖又要封他为司徒 他又辞谢了 这年北魏蠢蠢欲动 有南下侵扰的迹象 皇上打算让王公以下 没有实际职权的人加入军队 楚渊建祖太祖说 这样做起不到实际作用 图使人心惶惶而已 太祖听后放弃了这个想法 朝廷的机要事务 太祖多半都找楚渊商议 没有建言 都被太祖采纳 对他的礼遇十分浓厚 有次太祖大宴群臣 久后对群臣说 仲卿都曾是宋氏公卿 也该不说我应得天子之位 王俭等人为己作答 楚渊持护板上前道 陛下不能说成没有早食龙颜 太祖笑道 我有愧于文书啊 了解你像诸户已很久了 楚渊涉猎文词辩论 善谈琵琶 其武帝萧泽在东宫时 赐给楚渊一把金漏饼银银住琵琶 楚渊性秦温和儒雅有气量 不忘做举动 他家曾失火 火势很大 家里人都荒作一团 只有他神色泰然 叫来监狱后 从容地离开火场 清薄之徒经常以明杰为词来嘲讽楚渊 因为他眼睛里眼白多 他们就称之为白红贯日 意思是说 他的眼珠是流宋朝王国的征兆 功成身退 太祖驾崩 以照命 楚渊为陆尚书氏 之后 朝廷又加赐他搬见一丈三十人 准他五日朝见皇上一次 不久楚渊病到 皇上观星相 认为将连续发生变故 楚渊很担忧 便上表皇上请求退下载府之位 又请王俭和侍中王燕 替自己臣请退位的意愿 其五帝不准许 楚渊又上了份奏折 臣自顾命薄 扶去而栽生 未能以正当的情理自处而安 远远比不上燕府 既是内心不安 就时刻感到难以推脱罪咎 任职不久 第一年就卧病不起 近来病情日重 数次濒临于死亡 因此就更加忧虑难安 承蒙陛下倦爱未免 有人说朝臣议论纷纷 这都是陛下太过恩宠 想让我想尽荣耀 臣已四十有八 舔居要职 因病请辞 怎会扰乱圣断 总陆尚书一职 自东晋以来 就极少授予臣子 任此职上临台府 往来皇宫 如今接受陆魏没有推辞 希望能退下顾命之位 而对于臣的明决仪仗 却不会减少 天下臣民 都会是有目共睹的 承愿仰仗圣上思虑 对臣烧将体谅怜爱 陈若内是廉洁的美名 外修千功的美德 这样就是法典 起到揭露恶行 整肃刚计的作用 臣若不对陛下尽忠赤城 神明也不会宽幼 区区寸心 聚聚十柄 自惜光阴 时愿我朝之圣万倍于遥顺之时 从前王洪执意请辞 当时朝廷就免他司徒 将为魏将军 留宋朝时这样做了 当时人们并无异议 以臣比于王洪 时不足道 臣服愿辉弘大法 刺开亭造 那么臣就虽死犹生了 于是 其武帝改任他为司空 票计将军 世忠 杜尚书等职如故 皇上派遣世忠王燕和黄门狼王秀之 探望慰问楚渊 彩色又桃文利勇 南朝 上海市博物馆藏 善始善终 楚渊去世 家无余才 还付债数十万钱 皇上下诏说 司徒骤然离世 令人悲痛 朕虽然近日体虚病缠 也要亲自出去哭掉 这少府置办寿财 嘲服一句 依一席 钱二十万 不二百匹 赖二百金 当时司空的左立 因楚渊之故而 没有真正上任 不知是否按照属下之理来 调咽楚渊 王俭说 按照礼记上的记载 女子在出嫁的路上 听到傅家有丧事 是要改穿丧服进门的 现在左立 虽然没有真正入阁做事 但官员的服劫 已奏报了朝廷 应当按照下属理 司徒府立 又考虑到楚渊已经解职 但继任的司徒 又还没上任 那么 司徒府人员 是否应该制服制哀呢? 王俭又说 中朝市孙德明 从老林迁往陈流 还没入境就死了 勒灵郡的属立 是把他作为宪君的资格 来穿丧服的 而陈流的盈利 则依以娶女友吉日之礼 行其丧之调的 所以 司徒府立应当依照楚渊 还在任的礼仪要求制作丧服 皇上又下诏说 褒奖美德 以教化百姓 慎中以使风俗归于朴后 前代贤君的盛典 都是这样的 袁世忠 司徒 陆尚书氏 心除司空 领票其将军 南康公楚渊 有德性又睿智 见识高阔 少有令明 清阳洒脱 入室处理政务 身符名望 孝涕有爱之名传遍家国 忠贞之行 彰显于高峰亮节 辅佐先朝 致力于京营王道教化 无论是聚散离合 兼威安泰 都始终殷勤为公 总理朝政 四门肃穆 确实是率领百官万民 同守古代礼仪 成为现在和将来的楷模 谦逊的美德更是影响深远 屡次请求自将官位品级 朝廷权且听从了他的这个意思 因为有亏乏点 正要在委重任 以勇扬他的尽善尽美的声教 却天不见连 骤然气势 震身感震惊和悲痛 追赠公为太宰 世忠 陆尚书 南康俊公直觉如故 次结账 于宝和于宝鼓吹一账 增加班见一账为六十人 葬送一英礼仪 全按照留送太保王红的就力 世号文简 原先 出身是数出的三公 其三公车没有固定的等级 王简论说 楚渊官品第一 就给他的车加上了撞落 给数出的三公车加撞落 就是从楚渊开始的 皇上下诏追封楚渊的妻子为南康俊公夫人 吹枭引凤画像砖 南朝 河南邓县出土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子嗣兄弟 楚渊的长子叫楚奔 自育仙 出世任秘书郎之职 明宋顺帝年号年间 在其太祖手下历任太尉从世中郎 司徒又长使 太父护草属 黄门郎 陵羽林间 其世子中数子 领义军校尉等职 建元初年 仍任宫中官职 历任世中 楚渊病逝 除丧服后 见其五帝时 储奔替类交流不止 五帝很称赞他的孝心 任他为世中 领步兵校尉 左民尚书 散其尝试 秘书间 他没有接受 永明六年 488 楚奔上表皇上称自己有病 请求朝廷把封赠赐给弟弟楚真 世人认为是因为楚奔怨恨父亲 楚渊失忠结于留诵 所以才不再作官 永明七年 489 楚奔去世 皇上下诏赐给钱三万 不五十匹 楚真自冒序 永明年间 入世任袁外郎一职 又任一兴太守 永明八年 四百九十 改封为巴东郡侯 次年 楚真上表皇上 请求把绝位还给兄长储奔的儿子楚继 皇上下诏准许 见五 齐明帝年号末年 任太子詹氏 杜之尚书 领军将军等职 永元元年四百九十九去世 朝廷追封 他为太长 世号墓 楚渊之地楚成 自艳道 当初 楚战之取史安公主 公主死后 又纳郭氏为妾 郭氏生楚渊 楚战之后来 又娶吴郡公主 公主生楚成 楚渊侍奉公主 很孝顺谨慎 公主很疼爱她 楚战之去世后 公主上表朝廷 请求立楚渊为嫡嗣 楚成娶宋文帝女儿庐江公主为妻 被封为驸马都尉 之后 她历任官职 都很清正显赫 她擅长医术 建元年间 任吴郡太守 豫章王患病 其太祖召她来诊治 立刻编治好了 不久 升任左民尚书 楚渊去世后 她花了一万一千钱 从朝提寺赎赎回其太祖赐给楚渊的白雕做入 她拆了座城囚和英 又赎回了楚渊的头巾西岛 和给楚渊平时拉车的老黄牛 永明元年483 被御史中成元团弹劾 免官下语 被设后 升任适中 右军将军 以为官殷秦 谨慎为朝廷所信任 当年去世 楚成的女儿是东婚侯的皇后 永元元年 楚成被追赠为金子光禄大夫 论赞 史臣曰 楚渊和元灿 都受到宋明帝的顾命重托 元灿已为留宋江山守劫而死 但是楚渊交了龙运 世上非裔责难楚渊的人很多 楚渊在太史年间刚入仕途 远大的前程便以显露端倪 数年之间便不再担心没有显赫的权位 因冥望而被选用 也因冥望而离去 绝路被轻视 朝廷常选用 恩欲不能 由一个帝王独占 却要求别人 必须以死效忠 这就是过去的帝王的共同谬误 是事情不同的原因 卷26 王靖泽列传 王靖泽是位政治暴发户 出身不好 识字也不多 但凭着一股天生的狡黠劲 终于在乱世中成就封侯败相的工业 但是他太过眷恋功名 终于在皇帝的猜忌下起兵谋反 落得个叛臣寿诸的下场 出身威贱 王靖泽 近临南沙 金江苏常属北人 他母亲是女巫 生他石包衣是紫色的 他母亲对人说 这孩子有当将军的福相 长大后 他的两叶下 各长出了数寸长的乳头 他还梦见过自己 骑着五彩的狮子 二十多岁时 擅长玩杂技 后来就当上了皇帝身边的刀戟侍卫 宋钱费帝让他玩刀 他把刀抛得跟白虎状那么高 抛了五六次 每次都稳稳地把刀接住 钱费帝因而任命 他为峡谷队队长 穿着细软的铠甲做侍卫 后来 他和兽季之一起杀掉钱费帝 清幼刻花缠之文水柱 南朝 乱世期间的瓷器精品 水柱表面刻花清晰 刘畅 华美 现藏于上海市博物馆 迷信成真 宋明帝即位后 封王靖则为职阁将军 因有次他带刀禁殿奏事 在上方被罚关了十几天的禁闭 才又出来到中阁当职 之后 他被封为奋武将军 崇安县子 十亿三百五十户 他少年时曾在草中涉猎 有很多黑豆一样的虫子爬满他身上 他扑掉那些虫子后 虫子咬过的地方就出血了 他觉得不是啥好事 就跑到道士那儿为此事占卜 道士说 无需担忧 这是封侯的吉兆啊 他听了后欢喜万分 所以才离乡出来闯天下 到了这个时候 果然应验了道士的占卜 太史 宋明帝年号初年 王靖则被任命为龙襄将军 君主 随从宁朔将军刘怀真 征讨寿春 金安徽受宪 阴眼派大将刘从 筑起四道壁垒 刘怀真派王靖则 率领一千人绕到壁垒后面 从横塘直接冲杀出来 敌军经退 回朝后 被任命为奉朝请 后来出京担任季阳令 王靖则出了京城 来到陆主山下 当时宗族十几条船同时出发 唯有他的船走不了 他就让弟弟下水去推船 却看见了漆黑一口棺材 他对着棺材说 你不是个凡人 如果吉利的话 你就使船快点行进 我富贵了 就好好改葬你 说完不一会儿 船就开动了 他到了人所后 就守诺把棺材埋葬了 狡诈多才 战乱之后 县里有一只逃进紫山中的匪徒 成为了百姓的祸患 王靖则派人进山去问候贼头 劝他们出来自首 并说 他会代为向朝廷求情 宽恕他们的罪行 县里的庙神很厉害 百姓都很信奉 王靖则便以庙神名义来发誓 说自己绝不食言 贼头相信他走下山来 他邀贼头在庙中相见 在座位上就把贼头绑了 并说 我之前已向神名祷告 若背弃誓言 就用石头牛来仇神 如今 我不会违背誓言 当即宰杀石头牛 供奉尿神 并斩首了一杆匪徒 百姓大悦 不久 他就牵身为袁外郎 袁徽二年 474 跟随其太祖萧道成 在新庭抵御贵阳王的叛军 他和羽林间陈显达 明朔将军高道庆乘船在江中迎战敌军 大败敌人水军 烧掉了他们的战船 战事平息后 他兼任南太山太守 右侠谷主 又转任乐旗校尉 安城王车旗参军 投效民主 宋后废帝暴虐无道 人人自危 王靖则见太祖威望甚高 便诚心依附 他每次当职回来 都会到太祖的领军府中 并且每天夜里穿着夜行衣 趴在路边 替太祖侦探后废帝的行踪 太祖命他在宫里等待时机 也没有期限 后来杨玉夫等人在危急关头 杀掉了后废帝 王靖则当时正在自己家里 杨玉夫等人将后废帝的手机送来他家 他立刻拿着后废帝的手机 跑去见太祖 太祖担心是后废帝设下的陷阱 便不敢开门 王靖则在门外大喊 我是靖则 门还是不开 他就从墙上 把后废帝的手机丢进了府里 太祖取水洗净手机一看 果然是后废帝 看完后 就换着戎装出来了 王靖则 跟着太祖进宫 到了承明门 守门官怀疑 不是后废帝回宫 他怕门里面的人偷看到 就用刀环挡住门眼 并急催着开门 魏魏城闫领宝从里面偷窥到 太祖骑着马在门外 就巧声对亲信说 现在若不开门 请进领军将军 萧道成 天下便要大乱了 打开门后 王靖则跟着太祖进入大殿 天明时 太祖和楚渊 袁灿 刘炳 商议如何安排后事 王靖则拔出大刀 在床边跳脚嚷道 确立新军之势 谁敢提出异议 明元年470期 王靖则升任援外散齐常侍 辅国将军 萧綦将军 林怀太守 增加十亿至1300户 执掌部分禁卫军 沈幽之作乱时 王靖则升任冠军将军 太祖进入朝堂首位 袁灿将要起兵攻杀太祖的前夜 领军流运 直戈将军补伯兴等人在宫里做他的内影 戒严令将要发出时 王靖则率军打开宫门冲杀进来 把他们全部都杀掉了 太祖能躲过这场祸事 是全靠了王靖则 之后 王靖则升任右卫将军 尝试之职如故 增加十亿至2500户 不久 又增加500户 又封王靖则之子王元谦为东湘侯 十亿370户 太祖做齐王时 王靖则任中领军 皇恩浩荡 太祖即将因宋顺帝禅让而称帝 裁官进言要换掉太极殿的柱子 顺帝想避开 不肯出宫来进行退位仪式 第二天 顺帝走到宣阁时 又逃回了后宫 王靖则便带着监鱼去迎请顺帝 破他出宫 顺帝苦笑着拍着王靖则的手说 不必太担心 会赏给你十万钱 酬劳你辅国的功勋的 建元元年479 王靖则出京担任史池杰 散其常事 多度南衍 衍、徐、清 继武州军士、平北将军 南衍州刺史 被封为巡洋郡公 十亿三千户 他的妻子淮氏 也受封为巡洋国夫人 次年 他又升任安北将军 北魏军队进犯淮水、四水地区 王靖则心生恐惧 放弃守地逃回京城 他治下的百姓们也都惊散奔逃 皇上念在他以往功勋卓著 没有问罪于他 让他担任兜官尚书、辅军 为正猛力 不久 王靖则签身为史池杰 散其常事 安东将军、吴兴太守 吴兴俊、金浙江湖州原来盗贼很多 有个十几岁的孩子 在路上拿起了人家丢失的东西 王靖则抓住孩子 就杀了示众 从此郡里路不时宜 劫匪绝迹 又曾抓住一个小偷 他便把小偷的亲属叫来 然后当面鞭打小偷 命小偷去长期打扫街道 过了一段时间后 就让他找出同伙来以待他受罚 他的同伙们怕被他认出来 都逃出了吴兴郡 郡里从此太平无事 之后 王靖则升任护军将军 尝试之职如故 把自己的家作为官属 建元三年481 王靖则因改造母亲而辞职 皇上下诏追封他母亲为巡洋公国太夫人 回朝后任世中 辅军将军 太祖遗诏任命他为丹阳尹 其他职位如故 世祖萧则即位 着身王靖则为史池杰 散其常侍 都督会计 东阳 西安 临海 永家武郡军事 镇东将军 会计太守 永明二年484 皇上赐他军乐队一致 会计郡濒临湖泊和大海 律法规定贵族和庶民都要服唐义 王靖则认为 宝唐之力有限 不如取消劳役 把劳役折换成现前收缴国库 以做应变应急之用 皇上准许了 敬陵王萧子良 尚书反对王靖则的做法 他认为 三五地区民生疾苦 应该为民减负 不应向百姓收取宝堂赋 皇上没有采纳他的谏言 位列三公 永明三年485 王靖则升任征东将军 刘宋时的广州刺史王一芝的儿子 由小妾叫陆氏 性情刚丽暴躁 数次杀死身边的婢女 王一芝的儿子王法明 向王靖则状告小妾 王靖则把陆氏交给山音县令处死了 陆氏的家人又接着为陆氏冥冤 相关官员把这件事上报了朝廷 朝廷判山音县令留待斩首气势 王靖则回朝 皇上问他 人命关天 谁下令杀陆氏的 怎不上奏朝廷 王靖则答道 是臣的意思 臣岂知什么情况该定什么罪 只看到陆氏犯罪情节严重 便说应该杀了他 刘代也把罪过往自己身上揽 皇上就赦免了他 皇上把王靖则免职 只让他以寻扬郡功的爵位任会计太守 第二年 王靖则升任适中 中军将军 不久他和王靖一起被皇上封为开府一同三司 王靖执意请辞 王靖则也没有马上接受 永明七年 489 王靖则出京担任史池杰 散其长室 都督御州影州之西洋 四周之汝南二郡君士 征熙大将军 御州次使 开府一同三司职位如故 又被加封为票继将军 永明十一年 四百九十三 王靖则升任司空 尝试职位如故 世祖驾崩 一兆加封 王靖则为世忠 高宗萧鸾辅佐朝政 暗序废处新军之役 龙昌元年四百九十三 派王靖则离京出任史池杰 都督会计 东阳 林海 永家 西安武郡君士 会计太守 其他职务如故 海灵王萧昭文即位 封王靖则为太尉 彩色幼桃永 南朝 上海市博物馆藏 自明得意 王靖则虽然身位显赫 但是从不以富贵至今 恭敬谨慎 忙得连做一小会儿的时间都没有 无论是和世人还是平民说话 他都说无地话 待人殷勤周到 王靖则当初以散其常世之职 出师北魏 在北魏的客馆中 曾种下一株杨柳 后来元外郎于长耀出师北魏回来 王靖则问他 我当年种下的杨柳 如今长多大了呀 于长耀说 那边人还以为那是甘糖树呢 王靖则笑了 没说什么 世祖曾在玉座上附诗 王靖则在旁边拿着纸说 我差点就被这东西困住 世祖问 什么意思 他笑道 沉儒懂得读书十字 不过做个尚书都令使罢了 哪里会有今天的荣耀呢 王靖则虽认字不多 但心性聪慧狡黠 处理周骏政务的时候 让属下读文书 他自己口述决断 都做得很好 画像砖 南朝 贪婪无度 冥帝萧鸾即位 封王靖则为大司马 增加十亿一千户 受职那天 大雨滂沱 王靖则和满朝文武都惊惧失色 这时一个人在王靖则身边说 功从来如此 曾经受封丹阳尹和无星太守那天 也是下着大雨 王靖则听后大喜 说 我命中该得雨 于是百列雨仪 穿好朝服 有人引导着 到朝堂受封 心里还想着 这么高的封赏 简直是天降之福 得意欣喜地吐了很长时间舌头 直到封赏仪试完毕 皇上登基后 杀了很多大臣 王靖则想自己是两朝重臣 位高权重 不免心生恐惧 皇上虽然表面上对他礼遇有加 但内心却时刻猜忌防备着他 多次询问他的饮食和身体状况 听说他变得更衰老了 又因他生活在内地 这才稍加放心 建武三年 496 皇上派萧坦之带着摘礼和仪仗队500人到武晋陵去 王靖则的几个儿子都在京城 都为父亲担忧 却束手无策 皇上知道后 就派王靖则的长子王仲雄去安慰王靖则 王仲雄擅抚琴 在当时是一绝 皇上的库房里有一张出自东汉蔡雍的娇尾琴 皇上命王仲雄每五天进宫弹奏一次 于是王仲雄便便抚琴便唱起奥农曲歌 常常叹息父亲之事 郎君如今也果然这样啊 皇上听了后 欲加羞愧而猜忌王靖则 起兵造反 永太元年498 皇上病重 多次垂危 皇上任张规为平东将军 吴俊太守 摄置江左 暗中防范王靖则 宫廷内外都在传言 朝中将有大变动 王靖则听说后 自语道 如今东部还有谁呢 只不过想除掉我罢了 因此决议起兵谋反 皇上下诏宣布 王靖则的罪状 之后 在京城诛杀了王靖则的三个儿子 王靖则的长子 正率领一千军队 在徐州同北位作战 皇上命徐州刺使徐玄庆杀了他 王靖则召集人马 分发行装 养三天就起兵 他本想劫持前中书令和印 回来当上书令 被长使王弄张 司马张司祖阻止了 于是率领一万军队过了浙江 他对张司祖说 应该写篇习文 张司祖说 主公现在是回朝 何用作习文啊 他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兵败受诛 朝廷派辅国将军前军司马佐兴盛 后军将军直和将军崔公祖 辅国将军刘山阳 龙襄将军直隔将军马军主胡松 率领三千多军队 在曲阿和长纲建筑壁垒防御 任命幼蒲叶沈文继为池杰都督 率军铸守胡头 守备金口金镇江之路 王静泽靠着就布下起兵 百姓举着竹膏扛着农具跟在他后面 共有十几万人 到晋陵 金江苏常州时 南沙人范修化 杀了县令公尚严孙来响应他 王静泽到了武晋陵 齐太祖和齐氏祖临寝之地口 痛哭着坐着轿子继续进军向前 王静泽率军来到左兴盛和刘山阳的营垒前 全力攻打这两处迎战 左兴盛派军士对王静泽喊道 您的儿子都已经死光了 您现在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呢? 朝廷军队不敌叛军 想要撤退 但是却被叛军包围的铁桶一般 因此双方军陷入死战 这时胡松率领骑兵自背后突袭叛军 由于跟随王静泽的那些农民都无兵器军械 所以被胡松的骑兵冲得惊慌逃散 叛军因而大败 王静泽慌忙牵过战马 两次都没能跨上马背 遂被左兴盛布下原文矿斩杀 继而传守惊师 王静泽起兵造反时 声势甚为盛大 然而没多久便失败了 王静泽死时已七十多岁 论赞 史晨曰 王静泽自民间青云直上 那是建元和永明年间的福运 成为公侯将相则是建武和永元年间的事 功勋不如过去 陆魏却和原来一样 礼遇和封赐虽然依然优厚 但是和皇帝已没有实际感情 战士一起 就陷入了叛逆作乱的罪名里 身在同一条船上 都能互相变成敌国 何况是比这还要疏远的呢? 卷33 王僧泽列传 王僧泽出身旺族 但毫无世家子弟搅柔造作 奢侈淫义之行 才得惯世 侍奉任何一个皇帝 他都能宠辱不惊 善于保全自己的名望 不贪恋权威 不遭受皇帝猜忌 性情耿介 为正清俭 书法精妙 富贵长寿而终 足为古代人臣的典范 少年英才 王僧泽 狼牙淋漪 金山东淋漪世人 祖父王寻 进朝时 官至司徒 伯父王洪 是刘宋朝的宰府 父亲王坛守 是幼光禄大夫 王坛守兄弟 把子孙们都聚到一起 王洪的儿子王僧达 下地跳着玩耍 王僧泽才几岁大 独自坐在榻上收集蜡油捏成凤凰 王洪看到后说 这孩子将来一定显达于世 王僧泽二十岁左右时 就表现出了豁达朴后的品性 善于写立书 宋文帝看到他在白扇子上的提词后 感叹道 不仅书法字迹超过了王献之 连七格典雅也高过了他 封他为秘书郎 太子社人 王僧泽私下里很少和同僚们交往欢会 只和袁叔 谢庄 友情深厚 后来他改任义阳王文学 太子喜马 又升任司徒左西蜀 最重亲情 王僧泽的兄长王僧辍 被袁兄刘少杀害 亲友们都劝王僧泽赶紧逃走 他流着泪说 我兄长忠心卫国 以慈爱抚养我长大 我现在就怕不被株连啊 如果能和兄长同归九泉 就像是一同羽化登仙了 宋孝武帝初年 王僧泉担任武林太守 他兄长的儿子王俭 在随同他上任的途中患病了 他担心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同行的客人都来劝慰他 他说 从前马园对儿子和侄子一世同仁 情无二至 邓忧对他弟弟的儿子 更超过对自己的子女 我的这份心思 确实都和他们两位一样 王兄的血脉不能被轻忽 这孩子如果救治不了 我就回京辞掉官职 再也不会有涉足仕途的异性 后来他升任中书郎 又改任黄门郎 太子中庶子 多传家话 孝武帝想读霸当时书坛的圣名 王僧前不敢显露出自己书法的真正造诣 大明年间 他常常把字写得拙劣 因此而被孝武帝容纳 之后 他任豫章王留子上的府军长使 签身为散齐常侍 又任新安王留子鸾的北中郎长使 南东海太守 管理南徐州的政务 这两个藩王 都是孝武帝的爱子 不久 升任豫章内使 又入朝任世中 签身为豫使忠成 萧綦将军 世家大族向来都不做御使台官职 王氏已分支居住在巫医像 官位稍检 王僧前做了这个官职后说 这是巫医像中诸位公子的座处 我现在也来试试 赴任世中 兼任豚齐校尉 太史宋明帝年号年间 王僧前任辅国将军 吴兴太守 陆位两千十 王献之精于书法 曾任吴兴太守 带到王僧前精于书法 也是做吴兴太守 人们把这传为佳话 太子设人帖 南朝齐王僧前 其书本传称 僧前善立楷书 宋文帝见其书素善 探曰 非为济于子敬 方当气雅过至 唐代张怀冠书段称 祖树小王 由上古直 若西见寒冰 钢鸾背雪 虽极倾素 而寡于风味 豆树书父称其书 致丰富 德能施高 鼓怒俊爽 祖父人强 然而神高气全 耿介锋芒 发卷伸直 满目灰光 宠辱不惊 王僧前转任为会计太守 奉禄还是两千十 辅国将军之职如故 中书社人阮电夫家在会计郡 有次他请假回家 王僧前身边的人说阮电夫是皇上的宠臣 都劝他厚礼接待 王僧前说 我立身有本 岂能屈易阿妇此辈 他若嫌弃 尽管随他拂袖而去就是了 阮电夫回京后 就向宋明帝进谗言 便暗中唆使御史中成孙捏造罪名 匈谈劾王僧前 王僧前因此被皇上降罪免官 不久 皇上又让王僧前以平民身份兼任世忠 出朝间吴郡太守 之后升任史迟节 都督襄州诸军士 建武将军 行襄州士 转为府国将军 襄州次使 他所知之处 都留下了宽厚仁义的美名 八侠 今重庆以东的石洞侠 铜锣侠 明月侠 统称八侠一代的流民 大多都在襄州的侠地 王僧前上表皇上 请求把易阳、罗、湘西三县沿江百姓生活的地区设立为襄阴县 皇上准奏 袁徽送后费帝年号 年间 王僧前升任立不上书 高评人谈归 被朝廷罢免袁南令之职后 王僧前任命他为正北版刑参军 他因求官路 没得到自己所期望的 就给王僧前写信 诉说自己家门昔日的荣耀和对国家的贡献 以及自己报国无门的愿望 王僧前回信 勉励他 不要怨天尤人 慢慢就会一步步提拔他 他又回信给王僧前陈情 于是王僧前便任他为安城郡城 唐归是刘宋朝安南将军谈韶的孙子 不久 王僧前升任散其常侍 转任又蒲业 明二年478 升迁为尚书令 王僧前喜爱文学历史 懂得音律 当时朝廷礼乐多违背鼓礼 民间静香创造新生杂取 太祖萧道成正担任载府 王僧前上表朝廷 请求朝廷鼓励修复雅乐 朝廷采纳了这个奏言 无量受佛造像碑 南朝旗 1921年四川省茂县东教场坝中村寨出土 现藏于四川博物院元四川省博物馆万佛四十克馆 仁爱好礼 建元元年479 太祖称帝 王僧前转任世中 辅军将军 丹阳尹 第二年 皇上封他为左卫将军 他谦让不肯接受 便改封为左光陆大夫 世中 丹阳尹 职务如故 郡县牢狱里 相继有用送汤药的方式 杀死囚犯的事发生 王僧前尚书皇上说 汤药本来是救人的 如今事实上 却被用来施行冤杀 或是发泄私怨 假如一定要判处重刑 自有王法可依 如果除恶需要从诉 那也应该先行奏报朝廷 岂有人命关天的大事 由地方上暗中善行的道理呢 陈认为 要给囚犯治疗疾病 要先通禀到郡压里 然后由上级和医生 王僧共同检验病人情况后 才能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偏远县城的囚犯 要先让他的家人去探视 确认病人的情况 而后再行处理 这样便可使死去的人不愤恨 活着的人也不愿恨了 皇上采纳了他的这个建议 王僧前一直留意雅悦的情况 明年间477-479 他上奏 朝廷要保护和修复雅悦后 虽然雅悦的恢复有一点进展 但还是有很多雅悦都遗失了 他又给侄子王俭写信 让王俭跟皇上说保护雅悦的事 但最后 这件事 朝廷还是没能做好 天下第一书 太祖擅长书法 等到做了皇帝 仍然是读好不已 有次太祖和王僧前比试书法 各自写完后 太祖问王僧前 谁是第一啊 王僧前答道 陈书法第一 陛下也是第一 太祖笑道 卿可真是善于替自己谋话啊 太祖拿出十一志古人书记 给王僧前看 就便又向他探求 善于书法人的名姓 王僧前把从民间探求到的 而至终没有的 分别是 吴大皇帝 景帝 闺命侯书 环玄书 即晋丞相王导 领军王洽 中书令王民 张之 索敬 魏伯如 张义等十二卷 都上献给了太祖 同时还献上了阳心所传 能书人名一卷 才得盖世 这年冬天 王僧前升迁为池节 都督襄诸军士 征南将军 襄州刺史 世中职位如故 王僧前当官 性情轻简 没有什么贪欲 不治私产 百姓安居乐业 世祖萧泽即位 王僧前这时因犯风疾病 正想向朝廷请辞 皇上又封 他为世中 左光路大夫 开府一同三思 王僧前年轻的时候 和同族人聚会 有个客人为他看向说 僧前将来最为富贵长寿 当位置三公 其他人都比不上 等到世祖为他授予职位时 他对侄子王俭说 在朝中你的权位已经很崇高 将来还会有八命的礼遇 我如果再接受这些职位 那么我们家就会同时有两位宰相 实在是令人畏惧 于是 王僧前就坚决推辞了这些职位 皇上加许并顺从了他的意思 便改认他为世中 特进 左光路大夫 有人问他 为什么推辞了这些别人梦寐以求的职位 他说 君子所应忧患的该是自己的德性 而不是能否受到恩宠 如今我封一足时 路位也超过了我能胜任的高度 我为自己才书学浅 不能尽力报国而惭愧 岂能再舔居荣耀的爵位 一笑大方呢 他的侄子王俭做了宰相后 建造了一所长良斋 规模有一点点僭越了理智 他看到后很不高兴 就不进门 王俭赶紧就把斋给拆了 大贤谢氏 永明三年485 王僧前逝世 终年60岁 朝廷追封他为司空 世中之直如故 世号简幕 王僧前评论前人的书法特点和水平 众肯有理 著有书父流传于世 王僧前在流宋王朝时期 曾做戒子书 劝勉而自要赌制于学 修身养性 勤奋自强 论赞 史晨曰 王僧前具有本可发出宏大声音 却只发出微小声音的气量 更兼专精于书法 字界隐满 甘于自足 委屈自己 已能见荣于世 乐于和众人并驾齐驱 而不风骚独领 实在是太平天下的好宰相啊 卷四十 静灵文宣王子梁列传 萧子梁风流俊雅 喜欢和文人雅士郊游 李贤下世 待人谦让周到 严刻边修古籍 颇有些战国四公子的风范 在政治上 他主张应减免赋税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 让百姓休养生息 对贫苦百姓有深厚的同情之心 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他作为佛教信徒的慈悲心肠 他可以和他的叔父 萧一并称为南齐的萧氏二贤 可惜英年早逝 千千君子 静灵王萧子梁 自云英 是其士祖萧泽的二儿子 当初沈幽之叛乱时 他跟随士祖在盆城 任宁朔将军 又任宋国少灵王左军行参军 主部 安南济世参军 少灵王有 之后 签生为安南长使 升明三年 479 萧子梁任使持节 都督会计 东阳 林海 永家 新安武郡诸军事 辅国将军 会计太守 自原家宋文帝年号年间以来 朝廷征派自民间的科捐杂税日益繁重 民不聊生 太祖登基后 萧子梁上书朝廷 请求减免和缓征郡县百姓积欠的税赴 皇上封萧子梁为文喜县公 十亿一千五百户 萧子梁为人重义而好股 郡里有个叫朱百年的人 德性高尚 但是死得早 萧子梁就赐给他的妻子一百虎米 并专门指派一人为他定时供给柴草 郡衙里有张三国明氏于藩用过的旧床 离任的时候 他就把这张床带上了 后来他在西底建起了一所古斋 里面摆设了很多古人用过的东西 夏宇庙里的祭祀很丰盛 萧子梁说 与王哀怜罪者 表彰仁义 饮食简洁 只要摆上些服用所需的常物和国品粽子 就足以表达后人对他的虔诚敬意了 于是下令让人每年只是以纸扇和竹气成的饭食 供奉宇庙而已 建元二年四百八十 萧子梁生母母妃逝世 萧子梁辞官守孝 仍挂职任征鲁将军 丹阳尹 他打开自己家的粮仓 镇计县里的平民百姓 次年 萧子梁上表皇上说 京畿地区荒废耕田 共有八千五百五十四寝 可征用民夫十一万八千余人 只需一个春天就可以卧野千里 皇上采纳了这个建议 但是碰上改换官职 这件事就搁浅了 这一年 皇上下旨 东宫官员之下的官吏 都要尽是萧子梁 世祖即位 封萧子梁为敬陵郡王 十一二千户 任史迟节 都督南徐衍二州诸军事 镇北将军 南徐州刺史 永明元年483 改任市中 都督南衍 衍 徐 清 继五州军事 征北将军 南衍州刺史 使迟节之职不便 皇上赐予游落车 永明二年484 升任护军将军 兼任司徒 可以带领亲兵设置官佐 市中一职如故 镇守西州 金南京西 永明三年485 皇上赐予军阅队一职 永明四年486 受封为车骑将军 萧子梁少年时 就有清洁高尚的志趣 李贤下世 不立威强之下 结成待客 是以天下才智之事 争相来头 他善于做成快意而有声誉的美事 夏天客人来后 他就摆好瓜果饮品招待 在士林中传为美坛 世人和朝廷官换写的文章师傅 都由他来极路刊发 心系苍生 皇上刚刚即位时 常常有水汗灾害 萧子梁密奏皇上 请求朝廷免除百姓激欠的税赴 宽行以萧民怨 减少皇家土木建设 暂停征缴不肯臣服的南方蛮夷 以使百姓休养生息 皇上下诏 将上贡的不匹折价 朝廷征收市价的十分之二为税 萧子梁又上书 请求朝廷免除三五地区的税赴 制止地方官员 向百姓强派和逼征税赴 辅助百姓恢复农业生产 严选地方财政官吏 国法面前贫民和豪族应一律平等对待 精简冗官 永明五年487 皇上封萧子梁为司徒 次班建一丈二十人 世中之职不便 萧子梁迁居到基隆山的宅邸 召集学士抄写五经和诸子百家 依照黄兰体力编撰成四步要略一千卷 招揽名僧 讲论佛法 推动佛教新声明 盛况空前 自东晋以来 从所未有 彩色又逃 骆驼在月季涌 南朝 上海市博物馆藏 士族喜欢涉猎野鸡 萧子梁劝谏皇上 不要因贪享义乐 而使疾苦的百姓心生怨恨 应该奖赏初始北魏归来的使臣 整顿市场经济秩序 六年前 左卫 殿中将军邯丹超劝谏皇上不要 再涉猎野鸡 皇上便纳贱了 过了些时候 邯丹超竟被皇上给杀掉了 永明末年 皇上又要去涉猎野鸡 萧子梁再次劝谏皇上要减少杀害生灵 以求多福多寿 皇上虽然没有权都采纳萧子梁的建言 但是却对他更加宠爱 萧子梁又和文会太子共同喜好佛学 所以两人关系很好 萧子梁尤其笃信佛教 他经常在私宅里举办斋戒活动 召集来许多朝臣和僧人参加 分派食物 用水浸身等事 他都亲自做 世人觉得他有些失调 作为丞相的体统 他积极劝人行善 从无厌倦 终于以此享得圣名 不久 皇上让他代替王俭任国子祭九 他给推辞掉了 永明八年四百九十 皇上赐他三望车 永明九年四百九十一 京城附近发生水灾 无形灾情尤其严重 萧子梁打开自家粮仓阵级灾民 并在宅邸北面建立乌社 收养贫苦和生病的百姓 供给他们衣食和药品 永明十年四百九十二 升任尚书令 不久 又被皇上任命为史池杰 都督扬州诸军士 扬州刺史 其他职务如故 不久又解除上书令 转任中书间 文会太子逝世 皇上去东宫检世 看见太子的服饰车架一丈等 多有健阅礼制 非常生气 因太子和萧子梁交好 而他却没把文会太子的这些健阅礼制的行为上报 所以 皇上对他有些心生贤迹责备 印花木砖 南朝 广西荣安县出土 现藏于广西柳州博物馆柳州历史文化陈列馆 英年早逝 皇上患病 赵令萧子梁带领容装侍卫进严昌殿侍奉医药 萧子梁奏请让僧人进大殿前诵经 世祖当晚有感应 梦见无花果开花 萧子梁下令玉府按照佛经所说制作铜花 把花插在皇上玉床的四个脚上 他日夜守候在皇上身边 皇太孙闲暇时才入殿参拜皇上 世祖的病情突然加剧后 宫廷内外皆惶恐不已 文武百官都已改变服饰 众人都议论怀疑皇上要改立萧子梁为帝 过了会儿 皇上苏醒过来 问皇太孙在哪里 于是传召皇太孙代器物甲账入殿 皇上一召命萧子梁辅正 高宗萧鸾认路上书士 萧子梁素来人后 不喜欢做俗臣事务 便推荐高宗辅正 后来皇上遗诏中说的无论大小事务 都要和萧鸾共同商议参谋 就是萧子梁的意见 皇太孙小时候 由萧子梁的妃子袁氏抚养 袁氏对他非常慈爱 皇太孙之前担心萧子梁代替自己继承皇位 从此就对他非常忌惮 卫士族发丧出太极殿 萧子梁在中书省 皇太孙派虎奔中狼将攀毙 率领两百甲氏 守卫在太极殿西面 以防备萧子梁 大炼成福后 诸位王爷都出来了 萧子梁请求留下守山林 皇太孙不准 皇太孙即位后 封萧子梁为太傅 赐予班建一丈三十人 其他职位不便 不久解除市中之职 龙昌元年四百九十三 受特殊礼遇 他可以建旅上殿 入朝不屈 暂败不明 加封都督南徐州军事 当年 萧子梁病重 他对身边的人说 门外应该有异常之事发生 便派人出去查看 就看见淮水中有数万条鱼 都浮上水面 向城门游去 过了不久 萧子梁就去世了 终年三十五岁 皇太孙常常担心萧子梁有谋反之心 等他去世后 就感到非常高兴 下旨后里安葬 又下诏追思萧子梁的人德和公业 追赠他为贾黄月 世忠 都督中外诸君氏 太宰 领大将军 杨周牧 律猎兽 被久服惜命之礼 使池杰 中书坚 敬陵郡王等直觉不便 并赐于九流栏路 黄屋左道 晕梁车 前后步于宝鼓吹 晚歌二步 虎奔甲氏和班剑一丈一百人 葬礼规格 以西界安平王司马福为例 当初遇章王萧宜去世后 安葬于金牛山 文慧太子逝世后 葬于家时 萧子梁为文慧太子送葬的时候 眺望着祖行山 非常悲伤地感叹道 向北可以望见我的叔父 向前又可以看到我的兄长 如果人死后是可以有知觉的话 请一定把我安葬在这块地方 萧子梁去世后 就被安葬在了祖行山 萧子梁曾做各运散文数十卷 虽然没有多少文采 但都是些劝人向善的家具 剑舞齐鸣帝萧鸾年号年间 他过去的下属范云上表皇上 请求为萧子梁立碑 可惜事情没有办成 他的儿子萧昭咒 承袭了他的爵位 论赞 赞曰 赞曰 五帝有十七个王 就属萧子梁最有威望 他喜爱人才 向往古风 人性温良 代表着宗室的希望 他的遗会令人难忘 卷四十二 王燕列传 王燕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 以其乖巧逢迎的本事 得到其五帝萧泽的赏识 从此青云直上 虽无半寸军功 却能封侯拜相 未及人臣后 他依然贪婪无度 肆意妄为 丝毫不知收敛毕计 终于招来杀身大祸 功名富贵尽成飞灰 押忠大宝 王燕自试燕 狼牙灵漪 金山东灵漪世人 祖父王洪之 官至通知常事 父亲王普耀 官至秘书间 王燕在刘宋朝大明 宋孝武帝年号末年出世 在灵鹤王手下任国常侍 原外郎 巴林王做征北将军时 他任参军之职 安城王做府军将军时 他任刑狱之职 后随着安城王升迁转府任车骑 晋熙王刘谢镇守颖州时 王燕任安息主部 侍族萧泽任长使 养人意气相投 晋熙王刘谢转任振熙将军后 王燕任济世自义 沈幽之叛乱时 镇熙将军府的群辽 都跟随士祖镇守在盆城 虽然当时士祖权势很大 但群辽还是对他有疑虑 只有王燕一心一意 侍奉士祖 士祖把关于军机事宜的文书韩剑等 都交给他来处理 由于王燕性情乖巧 善于逢迎 渐渐就得到了士祖的亲近和信任 于是 士祖就留他在身边 做了征卢府军府版资议 祭史 跟随士祖回到京城后 王燕升任领军司马 忠君从事中郎 之后 他经常到士祖府上 参与谋划一些机密大事 建元 其太祖萧道成年号 初年 王燕牵身为太子中数子 士祖在东宫做太子时 经常独断朝政 许多事都不向太祖奏明 王燕怕士祖被太祖降罪 而连累到自己 就羊托有病 慢慢疏远了士祖 不久 王燕被朝廷任命为设生校尉 他没有接受此职 士祖及皇帝位后 命王燕兼任士忠 对他还是像过去一样信任 士宠生交 永明元年483 王燕升任步兵校尉 之后又签身为士忠祭久 步兵校尉职位不便 王燕遭逢母亲去世 回家叮忧 扶桑期满后 皇上任命他为辅国将军 司徒左长使 王燕的父亲借着儿子的权势 屡次居于显赫的官位 不久 王燕被皇上封为左卫将军 几世忠 还没等他拜领职位 父亲王普耀就死了 王燕为父亲守桑期间 博得了很好的名声 扶桑期满后 朝廷启用他为冠军将军 司徒左长使 济阳太守 还没拜领 就又被签身为魏魏 冠军将军之职不便 永明四年486 王燕转任太子詹氏 兼散其常侍之职 永明六年 转任丹阳尹 常侍之职不便 王燕位高权重 早晚都进攻见皇上 谈论朝中大小事务 上至豫章王萧夷 上书令王俭 下至文武百官 都要趋一逢迎他 然而王燕每每都会因做事疏忽错漏 而受到皇上的斥责 他便称病 接连很长时间都不上朝 皇上以为王燕是想增加俸禄 便在第二年任命他为江州赐使 让他出京去做封江大吏 王燕执意辞掉了这个任命 他说自己不想离开京城 皇上就准许了他留在京城的请求 任命他为吏部尚书 太子又未帅 终于凭借从前和皇上的旧情 而受到恩宠 当时尚书令王俭虽然官位高 但是和皇上的关系比较疏远 王燕既然获得了临选和查百官的大权 行于台阁 对王俭颇颇有些不服气 王俭去世后 理官讨论该加给他什么样的嗜好 皇上打算依照晋朝王岛的先例 也赐王俭的嗜好为文献 王燕上奏折反对道 只有王岛的功勋才配得起这样的嗜好 但是自从留宋王朝后 韩族出身的人就从不被颁赐这个嗜好 他下朝以后对他亲近的人思语道 那个和我平起平坐的人终于消失了呀 永明八年四百九十 皇上改任王燕为右卫将军 他上表称病 自己辞了这个职务 轻辞击手四系戴盖湖 南朝 现藏于广西柳州博物馆 柳州历史文化陈列馆 贪权种货 皇上想用高宗萧鸾代替王燕主管选任考核百官的事务 皇上写手书征询王燕的意见 王燕启奏道 萧鸾精明干练有余 然而不熟悉选任百官的事务 恐怕不能担任此职 于是皇上就打消了这个主意 永明九年四百九十一 皇上升王燕为世忠 太子瞻世 本周忠正 他又以有病为由 辞谢了这些职位 永明十年四百九十二 皇上改任王燕为散其常侍 金子光禄大夫 赐给亲信侍从二十名 忠正之职如故 次年又谦生为幼仆业 太孙又未帅 世祖驾崩 依照命王燕和徐孝四 行使陆尚书职权 令他们永远都要安坐在这个职位上 玉林王萧昭业即位 王燕转任左仆业 忠正之职不便 龙昌元年四百九十三 玉林王加封王燕为世忠 高宗萧轮阴谋调玉林王 王燕积极响应并推荐可用之人 延兴元年四百九十四 王燕转任上书令 后将军 世忠和忠正之职如故 被朝廷封为屈江县侯 十一亿千户 并赐予军乐队一职 可带领戎装仪仗对五十人进入朝殿 高宗曾在东府宴请王燕 谈及时政的时候 王燕执掌 公常说我怯懦 现在到底觉得如何 建武元年四百九十四 高宗萧轮即位 封王燕为票级大将军 赐班建一仗二十人 世忠 尚书令和忠正之职如故 又给他增加一百名亲兵 让他兼任太子少傅 晋升爵位为公 增加十亿为两千户 因为北魏军队在边境有一栋 皇上赐给了王燕军队一千人 白右桃弹琵琶女泳 男朝 女泳双手持琵琶 站立弹奏 琵琶音箱在上 井朝下 右手在弦上弹拨 勇身着窄袖如衫 竖长裙 发式上屏而较宽 脸部流露出陶醉于乐曲境界中的表情 人物造型单纯 衣式简练 配上通体透明又 显得格外协调 狂被自闭 王燕为人重视亲情和故旧之情 为士族所称道 到了这时候 王燕自认为辅佐新军登基有功 平时言语中常常菲薄士族过去做的一些事情 大家都开始感到奇怪 高宗刚刚即位 虽然很多事务都要仰仗王燕辅助处理 但内心里却一记和排斥他 有天皇上在整理士族遗留的诏书文读时 看到了士族亲笔写给王燕的三百余箭手谕 都是谈论国家大事的 因此皇上就更加猜忌笔薄他 皇上登基之初 史安王逍遥光就劝皇上杀掉王燕 皇上说 王燕对我有拥立之功 况且也并无过就 逍遥光又说 王燕对武帝 士族都不能尽忠 又怎能忠于陛下呢 皇上沉默了 眼色也阴沉下来 当时皇帝经常派遣心腹陈世范等人在街边巷尾 探听民间对国家朝政的各种议论 意见 从此就特别注意打听关于王燕的事 王燕轻浮浅薄 丝毫不为自身多家防范和考虑 他想为自己建造官署 屡次叫相侍来为自己看相 相侍都说 他会更加显贵 他和宾客聚会谈论的时候 喜欢在没有人的清静之地 皇上听说后 就怀疑 他要阴谋窜逮 于是心里 就有了朱沙王燕的打算 北人先于文灿 和王燕的儿子王德元有交往 秘密刺探到朝廷遗迹王燕的旨意 于是就告发王燕将要谋反 陈世范等人也起奏皇上说 王燕暗中策划 要在建武四年陛下到南郊祭祀的时候 和氏祖时的旧将在路上誓君窜拟 这时 正赶上有老虎出现在南郊的祭坛附近 皇上就更觉得害怕了 在祭祀仪式的前一天 皇上就下旨停办祭祀仪式了 元旦朝会结束后 皇上把王燕召到华陵省 诛杀了他 皇上下召隶属王燕自从发迹以来的众多罪行 说他阴谋与北中郎司马消逸 台队主刘明达等人择期谋反 他们觉得河东王萧炫年轻时浅 可以做他们的傀儡皇帝 一旦得志他们就窃具皇权 刘明达对此已经供认不讳 当年汉帝仅仅因为言语不公便行讨伐 魏臣只是由于求需要被杀戮 何况王燕无君之心已经昭彰 欺凌主上之计也已经很显著 如果容忍了他 国家的刑法还有什么用? 应该把王燕一伙抓起来交给司法部门政法 以宿明果典 王燕还没有被诛杀的前几天 在北山庙燕饮答谢迎神赛会 夜里回府时 他已喝得名鼎大醉 他手下亲兵和侍从也都喝醉了 因此一仗错乱 绵延十几里 不能相互行令约束 看到此情景的人说 看这气势应该长不了了 王燕的儿子王德元 颇有志向 官智车骑长使 他本来的姓名是王湛 士祖对王燕说 刘湛和江湛都没能善终 这不是个好名字 于是 王燕才为他改做了现在的名字 王燕被问罪 他也和弟弟王德和一同被朝廷诛杀 王燕之弟王许 永明年间任少府卿之职 永明六年488 皇上有诏命规定 职位在皇门廊之下的官员 不得续养女纪 王许和摄生校尉殷玄至 因为违反诏命 私养女纪 被免职 并被禁止十年 不得为官 后来皇上又特赦了王许 之后 王许出京任辅国将军 史兴内史之职 广州刺史刘钻 被奴仆杀害后 王许率领部下讨伐 延兴元年494 王许被朝廷任命为广州刺史 王许也是一个很顾念旧情的人 王燕被诛杀后 皇上派南中郎司马萧祭厂 杀掉了王许 论赞 使臣曰 事为知己者死 大概是活着的人共有的情感 虽然有的人娱乐 有的人明智 然而逢迎 命运却是一样的 那些怀藏期待着被人赏识的才能的人 接受知己的知欲知恩 不必对外界感到羞残 这本来就是很自然的道理 但是他仍把恩义藏在心中 想着报答知己 何况 早年还是同朝共职 道同志和 却一下子超越了自己和前辈 就像丢掉东西一样遗弃孩子 毫不眷念昔日的旧恩情 就像是把对方当作猎狗一样奴役驱使 这是别人对此的讽刺 羞残的怀着愧疚之心 在我身上 却没有这样的事情 呜呼 这大概就是陆基做豪师傅的原因吧 梁书 原中华书局编审 刘德林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眼见国治梁靖帝》 《萧芳至王国》共56年间的历史 是姚查及其子姚思连两代人 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查 南朝历史学家 历经梁 陈 隋三朝 于陈朝任秘书兼 领大著作 历部尚书等职 于隋朝任秘书成 入隋后于文帝 开黄九年 又受命编撰梁 陈两代历史 未尽而足 临终时一命 主棋子姚思连继续完成钻史工作 姚思连 自简之 姚思连在钻史工作中 充分利用了其赴已完成的史著就稿 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 历十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梁书 六本纪 五十列传 和五十六篇 他续梁朝史诗在内容上比较全面 记述了梁武帝统治的四十多年的历史 详细记载了侯景之乱的经过 并且收入了反映梵枕无神论思想的神灭论 还记述了海南诸国的情况 他的史论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 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 姚查及姚思莲父子虽为史学家 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学素养 与史文赚注方面 文字简洁朴素 历届追求此早的华丽与符范 继承了司马迁及邦故的文封与笔法 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卷一至卷三 五帝本纪 在南朝诸地中 要论在位时间最长 学识才艺最渊博 就要数量五帝消炎464-549了 他出身贵族名门 自幼勤奋好学 与当时名士多有交往 早年在军中孝敏 以果敢谋略著称内外 中年起兵反抗残暴的东婚侯 以少胜多 展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 受善待其后 注意体察民情 提倡节俭 在纷乱的南北朝时期 开创了一个较长时期相对稳定的局势 可惜晚年最新于佛学 任用小人 中坚不分 最终在侯景之乱中病恶而死 贵族才俊 梁高祖武皇帝名萧衍 自书达 小名链 南兰陵郡中都里 金江苏常州市武进区西北人 是汉朝向国萧和的后裔 其父萧顺之 是其高地萧道成的足弟 曾参与激务辅佐皇帝 封林乡县侯爵 历任世中 魏伟 太子詹氏 领氏将军 丹阳 金江苏丹阳氏 银等官 死后赠赠北将军封号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 464 萧衍生于墨陵县 金江苏南京 同夏里三桥的家中 出生时就与众不同 两腿骨相连 头顶龙起 右手有五字掌纹 长大后 博学多才 喜好谋略 文武兼备 当时的名流前辈 都对他推崇赞许 他的居室周围 好像有云气笼罩 路过的人都肃然起敬 从那以后的显贵 就不可名言了 靖陵王萧子良 开设西底 招纳文士 萧衍与沈曰 谢跳 王荣 萧衬 范云 仁坊 陆坠等 都与此处游学 号称巴友 王荣英俊爽朗 见识过人 尤其敬重萧衍 常对亲近的人说 统治天下的 一定就是这个人 后来 萧衍又升任隋王振熙 不久因父亲去世而离任 龙昌初年 萧鸾辅政 启用萧衍为宁朔将军 镇守寿春 接安徽寿宪 扶桑期满后 被任命为太子庶子 己是皇门侍郎 入职殿省 因参与萧慎等人牟利萧鸾为天子的功勋 被封为建阳县男爵 十亿三百户 军中阳明 齐明帝建武二年495 北魏派大将流场 王肃率兵亲袭四周 金河南信阳县南四十里 朝廷任命萧衍为冠军将军 君主 隶属江州刺史王广作为后援 部队距离一阳 金河南信阳市百余里地 众人认为北魏军气势正盛 犹豫不决 都不敢前进 萧衍请求担任先锋 王广将手下精兵分调给萧衍 他那天夜里便向前进军 离魏军驻地只有几里地 竟直登上咸守山 魏军搞不清来兵究竟有多少兵力 不敢逼近 黎明时 城内官兵看见援军已到 便出兵攻击北魏军迎垒 萧衍率领部下从外部向内进攻 北魏军内外受到攻击 便突破重围败逃 撤军后 任命萧衍为右军建安王的司马 怀陵俊太守 回京后又任太子忠树子 陵羽林间 不久 出京镇守石头城 金江苏南京青阳山 四年四百九十七 北魏孝文帝亲自率大军进攻雍州 金湖北襄凡一带 齐明帝命令萧衍前去增援 十月到襄阳 金湖北省襄凡市 下诏又派前左明尚书崔惠景总领各路军队 萧衍及雍州刺史曹虎等都受他调度管辖 次年四百九十八三月 崔惠景和萧衍进军至邓城 金湘凡市西北 魏文帝帅十万余骑兵突然追至邓城 崔惠景大惊失色 打算引兵退却 萧衍坚决地阻止他 他不听从 并狼狈脱逃 魏国骑兵乘机发动进攻 于是齐军大败 萧衍独自领军抗战 杀死北魏军数百人 魏国骑兵烧向后退 因而才得已结成阵势断后 到晚上才下船撤退 崔惠景所率军队死伤惨重 几乎全军覆没 只有萧衍保全军队胜利而归 不久萧衍监管雍州府事务 梁武帝萧衍相 萧衍464-549 梁武帝南朝梁的建立者 自舒达小明链 南兰陵俊人出生在墨陵南京 曾任雍州刺史 举兵攻克建康平定其内乱被封为梁王 其中兴二年502 其河帝尚位于萧衍 集地位国号梁 视为梁武帝 在位48年 国家在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各方面都有发展 同时 萧衍才华横溢 是书法家 书法理论家 官时代变 明帝永太元年4997月 萧衍受迟节 都度雍 梁 南北秦四周 及影州的靖陵 四周的隋郡等地的军士 辅国将军 任雍州刺史 当月 齐明帝驾崩 东昏侯萧宝卷及地位 扬州刺史史安王遥光 尚书令徐孝寺 尚书又蒲叶江禅 又将军萧坦之 世中江寺 魏魏刘轩轮番执政 各自批阅颁 颁发赵令 萧衍听说后 便对齐 从旧张红策说 正出多门 这是大乱的根源啊 诗经上说一国有三主 我跟从哪个好呢 何况现在有六个 这怎么能行呢 要是形成猜疑发生间隙 便相互诛杀消灭一己 现在躲避祸乱 只有您这个地方 时常以仁义行事 便可轻易成为西伯侯 但几个弟弟都在京城 恐怕遭受试乱之祸 必须和益州王图谋这件事 当时萧衍的大哥萧毅 辞去益州的任职回来 仍然任颖州 经湖北武汉市武昌次使 萧衍便让张红策前往颖州 劝萧毅为起兵早做准备 萧毅听了后脸色大变 心里不以为然 张红策回来后 高祖便接弟弟萧伟和萧丹到襄阳 于是私下里制造武器工具 砍伐了竹木 沉入潭溪 已被秘密建造船只 齐东婚侯永元二年五百冬 萧毅被赐独九杀害 消息传道 萧衍便秘密地召集长使王茂 中兵吕僧真 别嫁柳庆远 公草史吉士瞻等策划谋反 收集将士一万多人 马迁于匹 船三千艘 捞出原来陈放在潭溪的竹木造船 起初 东婚侯任刘山阳为巴西郡 金四川绵阳市 太守 配北京兵三千 让他路过荆州 金湖北荆州市 随萧颖袭击襄阳 萧衍知道这一阴谋后 用计迫使萧颖 又杀了刘山阳 将他的人头送给萧衍 并以南康王的名义联络起誓 南京灵谷四山门 元明开膳四 南朝梁天剑十三年 五百一十四 梁武帝萧衍 为藏旗师宝至和尚所见 终灭暴君 三年五百零一二月 南康王萧宝荣自仁相国 任命萧衍为征东将军 十三日 萧衍自襄阳出发 并向京城发布习文 宣告起义 习文主要内容是痛斥 东婚侯萧宝卷的荒云无道 任用小人 残害忠良 使百姓深受其苦 国家处在崩溃的边缘 并拥戴南康王萧宝荣继承地业 此外 对各路将领的任命 水陆大军的进军路线也有部署 随后 萧衍到靖陵 金湖北中祥市 命令长使王茂 和太守曹锦宗为前军 中兵参军张法安驻靖陵城 王茂等到汉口 清兵渡过长江 逼进影城 随即与赶来围剿的官兵展开激战 3月11日 南康王在江陵 金湖北江陵县 及地位 江永元三年改称为中兴元年 姚费东婚侯为福陵王 任萧衍为尚书佐蒲叶 加封征东大将军 都督征讨诸军事 手握黄月 4月 萧衍出师缅阳及汉水 命令王茂 萧颖达等 进兵逼进影城 金湖北武汉市武昌 六七月间 在嘉湖之战大败官军 兵委影城 鲁山 金湖北武汉市汉水南岸 城主孙乐祖 影城主成茂 薛元寺先后归降 义军一路席卷长江流域沿途的城池 西洋 武昌闻风披靡 到九月 义军先头部队到达吴湖 南玉州刺史申咒 丢弃孤熟 金安辉当图县逃走 义军禁聚 派遣曹景宗 萧颖达率领骑兵 步兵进驻江宁 东昏侯派遣的部队 不是被义军击 就是缴械投降 到十月 经一番激战 义军将石头 白夏等地的守军击败 兵临建康城下 二十一日 萧衍镇守石头城 命令各路大军包围建康 金江苏南京六个城门 东昏侯赋于顽抗 手下将领则纷纷出将 十二月初六 兼魏魏张继 北徐州刺史王真国 杀死了东昏侯 将他的人头送给义军 萧衍命令旅僧 统帅大军封锁府库 及图书秘籍 收东昏侯的妃子潘妃 及凶党王选之等 四十一位蜀官 加以斩杀 宣德皇后下令 废弗陵王为东昏侯 依照汉朝海昏侯救力 受萧衍中书奸 都督扬州 南徐州两州的军士 大司马 陆尚书 票计大将军 扬州刺史等职 封为建安郡公 十亿万户 给搬建四十人 黄岳 市中 征讨军士等职权 一并保留 十九日 萧衍入屯岳武堂 下令大赦天下 唯有王选之等四十一人不再赦免之列 废除东昏地在位期间的很多科捐杂税和繁重谣役 并要求对诉讼不合情理及审判官拖延时间不受理的案件 仔细加以调问辩论 按实际情况上奏 又下令掩埋牺牲的战士 抚恤死者一双子弟 受善待其 其中兴二年502正月初九 朝廷拜萧衍为大司马 都督中外诸军士 随后又晋升为相国 总揽国家大士 兼任扬州次使 并将梁郡、东阳等十个郡封给梁公做十亿 到27日 河帝又下诏进封梁公萧衍王爵 又把永家等十郡增封给梁国 加上以前的辖区共二十个郡 原有的相国、扬州牧、票计大将军仍旧如故 3月28日 其河帝下诏 将皇位善让给梁王萧衍 4月初八 萧衍在南郊及皇帝位 筑其土台 在台上燃烧新柴 祭告天神 登基后 下诏大赦天下 将其朝中兴二年 改为天剑元年502 封其河帝为八灵王 将整个八灵郡作为十亿 沿用皇帝专用的旗帜、车马 仍可用旗带的立法 祭祀礼仪、乐器制度 仍掩用齐朝的典章 齐宣德皇后 改称齐文帝妃 齐后王室 改称八灵王妃 4月初时 八灵王在孤暑 接安徽省当图县报死 追加士号为齐和帝 丧葬后事案 旧时惯例办理 舍身是佛 梁武帝在位的四十多年间 常派人到各地采集民间歌谣 巡视各地 以便从中了解民风民俗 查看诸侯所守地方的施政得失 带头提倡节俭 试图一封一俗 还不断下诏大赦天下 减轻赋税姚役 减免严刑库法 允许罪犯出钱赎罪 因此政治上相对来说还比较清明 这期间 杨与北朝连年交战 互有胜负 特别是利用东魏政权内部的权力争斗 数度北伐 甚至几次派兵护送南逃的魏宗士北返即位 可惜都功亏一篑 梁武帝中晚期开始笃信佛教 普通八年527 3月初八 萧衍来到同太寺 第一次宣布放弃皇位 舍身是佛 三天后还宫 大赦天下 改元大通 大通三年529 秋9月15日 武帝再到同太寺 设四部无遮大会 再次舍身是佛 宫卿以下百官以一亿万钱前往赎身 直到冬十月初亿武帝才回宫 大赦 改元中大通 此后 武帝又数度来到同太寺 亲自生法座 为四部众说 大般若涅槃经等经义 太清元年547 3月初三 武帝又来到同太寺 设无遮大会 又要舍身是佛 这次公卿等 又以一亿万钱 才将其赎毁 猴景之乱 太清元年547 下4月13日 东魏司徒猴景 请求以豫州 金河南辱南县 广州 金河南鲁山县 郢州 金河南长葛县 洛州 金河南洛阳 洋州 金河南宜阳市 西洋州 金河南沈秋县 东京州 金河南碧阳县 北京 金河南松县 湘州 金河南方城县 东玉州 金河南西县 南衍 金安徽伯州市 西衍 金山东草县西北 几州 金山东 池平县西南 等13州内署 16日 任侯景为大将军 封河南王 承旨从权为大刑台 亦如邓宇就立 8月24日 又令其总领刑台上书市 太清二年正月23日 任命北征失败的大将军侯景为南豫州 金安徽受宪 刺史 当时 杨宇东魏休战讲和 侯景恐惧 伪造了一封东魏密信 甲称要以俘虏的梁江肖渊明交换侯景 高祖君臣商讨 既然同意 侯景反新遂定 秋8月初时 侯景举兵反叛 接连攻打码头 木炸 金山等数 16日 以安前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少林王肖伦统帅重军讨伐侯景 东10月 侯景袭击乔州 金安徽除州市 俘获刺史萧太 20日 晋兵攻立阳 金安徽河县 太守庄铁祥 22日 侯景自横江渡至彩石 金安徽 马鞍山市西南 24日 叛军至京师 林赫王肖正德 率重附从贼军 11月初四 侯景军攻陷东府城 沙南浦侯肖推 中军司马阳吞 23日 少林王肖伦率五州刺史萧弄张 前乔州刺史赵伯超等入园京士 屯住于中山爱靖寺 28日 肖伦进军胡头 与叛军作战 失败 29日 安北将军 鄱阳王肖范浅敌长子肖寺 雄信将军裴之高等率重入园 驻扎于张公州 12月30日 四周刺史柳仲理 前恒州刺史维灿 高州刺史李千世 前四周刺史杨鸦仁等 军率军入园 推举柳仲理为大都督 太清三年 549 春正月初一 柳仲理率重分营聚首南岸 同日 叛军于青唐渡兵 习破维灿军营 维灿巨战身死 初四 少林王肖伦 东扬州刺史 林成功肖大连等率兵汇集于南岸 12日 高州刺史李千世 天门太守樊文角 禁军青西东 为叛军所败 文角战死 3月初三 前四周刺史杨鸦仁等 禁军东扶北 与叛军作战 大败 12日 叛军攻陷攻城 纵兵大肆抢掠 14日 侯警角召潜石成功肖大款 撤去城外援军 15日 侯警自命为都督中外诸军士 大丞相 杜尚书 16日 援军各自退却散去 下4月24日 武帝因所求食物得不到供应 优分成吉 5月初三 病逝于静居殿 中年86岁 刺绣佛像供养人 刺绣残长49.4厘米 宽29.5厘米 发现于敦煌墨高窟第125窟和126窟间凤处 保留下来的主要是佛像下的供养人像 由右向左排列 共有四女一男 身着绣有图案的长衣 身前有人名榜蹄 为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满地绣佛像 九色路本身壁画 北魏壁画 位于敦煌帝257窟西壁中层 全图纵96厘米 横385厘米 此画取材于佛经故事 九色路从恒河中就起一溺水者 逆人向路保证不露其行止 王后夜梦九色路 欲得其皮坐入 得其脚为事 国王玄仲赏求路 逆人被信告密 引国王补杀九色路 路见国王 慷慨陈词 诉说逆人忘恩负义 国王身为感动 下令保护九色路 本图为国王与路对话的情景 博学天子 萧衍生来就非常孝顺 父母去世时都悲痛欲绝 后来身居地位 便于各处见四殿祭拜 悲哀之壮并左右十分感动 家以才得圣名 所善之事能经言穷究 少时便潜心学问 精通如 道二学 即使是日理万机 事物繁多之时 仍是首不识卷 燃煮点灯 每每熬至五更 作制指孝经义 周易讲书 即六十四卦 二系文言 续卦等书役 岳摄役 毛诗达问 春秋达问 尚书大义 中庸讲书 孔子正言 老子讲书 总计二百余卷 且指正先如迷惑不解之处 产发先圣文具之大义 王侯朝臣君上表请求答疑 她一一加以解释 整修装饰国学 增加声援 建立武馆 设置五经博士 天见初年 令和同之 贺珠 颜值之 明山宾等为制止作响解 并赚吉兄君 宾家五里共一千余卷 高祖下诏未知决疑 于是 人人端庄恭敬 温顺和善 家家都知道礼节 大同年间 于台西设立市领馆 领军朱义 太府清赫琛 设人孔子驱等先后入馆讲述 皇太子 宣承王 也在东宫宣游堂 及扬州卸开讲席 于是四方郡国 好学之人 云集于京师 家以忠实的信仰世家政法 尤其常于佛典 作涅槃大品 敬宁 三会 诸经一计 又数百卷 听证之嫌 便于重云殿及同太寺讲说 冥僧 博学之辈 比丘 比丘尼 幽婆塞 画婆仪四不听众 美美万余人 又作通识 亲自作赞与序 共六百卷 天性睿智聪明 下笔成文 即使是千篇富百首诗 文不佳典 一书而就 都是文质彬彬 超越金谷 从赵明赞磊到贞颂奸奏 从在郡之日 到登地位之时 各种文集 又有一百二十卷 李悦书数摄域六亿 均十分娴熟 其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于阴阳 衬尾 预测之学 占卜之术 无疑不惊 又转金册三十卷 草书 历书 文章 骑马 射箭无不精通 琴玉正式 孜孜不倦 每至冬日 四更过后 便斥令下人点竹继续逝世 只比时遭遇寒气 手背冻裂 承治奸人 揭露险恶 洞察物理人情 经常哀怜流涕 然后同意其奏情 每日只食一餐 膳食中没有鱼肉 只有豆羹粗食而已 政务繁多 如果到了中午 便喝口水继续理政 身上穿着布衣 以木棉布做成黑色粗制为杖 一顶帽子用三年 一床被子用两年 平常所行节俭之事 如上者举不胜举 五十开外便断绝房事 后宫执司自贵妃以下 六宫除祭福 礼服 祭福三笛之外 都是衣不叶地 衣袖也不用锦起 不饮酒 不听音乐 只要不是宗庙祭祀 大宴宾客及各种法事 不曾奏乐 生性方正 虽居小殿暗室 也总是衣冠整齐 闲坐时也把腰挺的笔直 剩下酷暑 从不曾坦凶敞怀 以表不整洁时 从不与人相见 与内侍小臣相见 也像对待贵宾一样 纵观历代君主 温良公俭 庄严肃穆 博学多益者 少有像梁高祖这样的 论赞 史晨曰 其末天命已绝 君主昏庸暴虐 天怒人怨 众叛亲离 高祖消炎 英武睿智 于樊城 邓城起兵 高举一旗 建立国号 诛灭暴君 清除小人 万民敬仰 于是登上帝业 招贤纳士 振兴文学 修举交寺 重置无礼 定置六律 接受四方信息 日理万机 功成名就 远近安宁 加上天地祥瑞 频繁出现 征收赋税的地方 文建车轨随道之处 向南超过万里 向西开拓五千里 其中各国各族的珍奇异宝 无不宠满王府 贡献朝廷 在位三四十年 文教昌盛 自魏晋以来 空前绝后 但晚年时 将政务托付宠臣 他们擅作微服 树立捧党 正已会成 导致朝政混乱 赏罚不明 真如假意所言 值得痛哭感叹啊 最后 这一切致使 犯有滔天之罪的一族贼寇猴景 有可乘之机 攻入京城 扰乱攻势 皇帝受辱 生灵涂炭 天道为何如此残酷 即使是国运已尽 恐怕也是人事使然吧 卷四 简文帝本纪 梁太宗简文帝肖刚503-551 是南北朝时最有才情的君主之一 和宫体师的创始人 他既招名太子肖统之后 被立为梁国皇储 本应有机会成为一代明君 可惜即位时身处猴景之乱的阴影下 在位两年 实为任人摆布的傀儡 最终不但被迫善位 还丢了性命 难怪史官连呼可悲可叹啊 继任皇储 梁太宗简文皇帝名叫肖刚 自是转 小明六通 是高祖肖衍的第三个儿子 招名太子肖统的同母帝 武帝天剑二年503-10月28日 肖刚出生在显阳殿 天剑五年506 受封建安王 十亿八千户 天剑八年509 任云辉将军 饮食透数军事 适当设置了辅佐官吏 天剑九年510 升任史迟节 都渡南 北衍州 金安徽省柏州市 和山东曹县西北 清 金江苏扬州 徐 金江苏镇江 继五州朱军市 宣毅将军 南衍州刺史 天剑十二年513 入任会将军 丹阳尹 天剑十三年514 出任史迟节 都渡京 金湖北荆州 雍 金湖北相返 梁 金四川建阁浦安 南北秦 金甘肃天水秦州区 亦 金四川 宁 金云南 七州朱军市 南曼校尉 京州刺史 将军仍旧 天剑十四年515 调任都渡江州朱军市 云辉将军 江州 金江西九江 次史 池杰仍旧 天剑十七年518 征兆为西中郎将 领石头树军市 不久又任宣慧将军 丹阳尹 家世中 普通元年520 出任史池杰 都渡义 宁 雍 南北秦 沙 金甘肃敦煌 七州朱军 一州次史 还没有上任 即改授云辉将军 南徐州刺史 普通四年523 调任史池杰 都渡雍 梁 南北秦四周 以及颖州靖陵 四周随郡诸军市 平夕将军 民漫校尉 雍州刺史 普通五年524 靖号安北将军 普通七年526 代理都渡经 义 南梁三州诸军市 这年 未死去的生母 穆桂平扶桑 上表请求解职 五弟令其仍任本职 中大通元年529 下诏依照先例 赐予其鼓吹乐一步 中大通两年530 征召他为都督南阳 徐二州诸军士 票济将军 扬州刺史 中大通三年531 4月6日 昭明太子萧桶去世 5月28日 五帝下诏 不能大公无私 就无法主宰天下 不能博爱众生 就不能君临四海 因此 姚、顺善让 都依据德性选择 文王舍弃博弈考 而立武王为四 流传古今 光照四方 如今太子去世 国运艰难 淳朴之风虽依然浓郁 百姓却无人治理 如果不是既贤明 又有才学 文武兼备之人 怎能够担当得起国家的重任啊 建安王萧刚 文章道德 天生知晓 孝顺恭敬出于自然 威望 恩惠宣扬于外 德性 金敏蕴含于内 宗室百官归心赞美 天下百姓其心拥戴 可以立为皇太子 7月7日 道平台正式册立 因修缮东宫 暂时居住在东府 中大通四年532 9月移回东宫 清辞胡子南北朝 该胡子嘴角大脸 屈身胡线 优美流畅 粗尾上扬 弯曲成提梁 四族全服 文士极简 与中不同造型 颇为夸张 极具创意 傀儡皇帝 太清三年549 5月2日 楊高祖五帝消炎驾崩 28日 肖刚及皇帝位 下诏说 朕因命运不济 遭遇凶丧 大型皇帝突然丢下国家 使我痛苦万分 不能自持 我德性浅薄 却跃居万民之上 孤单内疚 不知所托 正仰赖忠臣辅佐 使国家得以安定 谨遵赵先帝遗旨 顾念他留下的恩惠 施行于百姓 可大赦天下 29日 下诏 培育万物应宽松 治理人民 只有施加恩惠 道德显著 则王业可兴 而绝非奴役人民 有的开疆阔图以奉献朝廷 以致被捕当了俘虏 有的在边疆生活 无辜被抄截 两国争斗 黎民百姓何罪之有 正孤陋寡闻 既成大业 既然临朝治国 教化天下 怎能带让他们 变成匪徒呢? 各州内居住的北方人 有座奴婢的 包括他们的妻儿 全部释放 30日 给王妃追加 誓号为简皇后 6月2日 任南康四王萧惠礼为司空 3日 立宣承王萧大器为皇太子 8日 丰当阳公宵大新为巡洋郡王 石城公宵大款为江夏郡王 宁国公宵大林为南海郡王 临城公宵大连为南郡王 西丰公宵大春为安禄郡王 新干公宵大城为山羊郡王 临湘公宵大丰为伊豆郡王 秋7月1日 广州刺史袁景仲谋划响应侯景 西江都户陈霸先率兵攻打他 袁景仲兵败自杀 陈霸先迎接定州 京广西南宁市刺史萧博为刺史 15日 以吴郡设置吴州 金江苏苏州市 任安禄王萧大春为刺史 17日 任司空南康四王萧惠礼兼上书令 南海王萧大林为扬州刺史 新兴王萧大庄为难徐州刺史 这月 九江发生大饥荒 人吃人的有十分之四五 半圆方眉神兽静 南北朝 圆形 圆扭 圆扭座 外围连珠纹 主纹分为三段 但界限并不明显 上段三神人贵座 旁边室有羽人 中段二位神人格扭相对 下段一神两兽 主纹外室以十二眉半圆 方眉 方眉中各有一字 无座明镜 外园是云文 文是精美 黑漆古 有烈 简文帝大宝元年五百五十春正月初一日 因国埃没有举行朝会 下诏追念先祖的功德 并大赦天下 改太清四年五百五十为大宝元年五百五十 西卫进犯安禄 金湖北安禄市 拘捕四周刺使柳仲理 全部攻陷汉东之地 二十三日 前江都 金江苏扬州市令祖号起义 袭击广陵 杀贼南衍州刺使董少仙 侯景亲自率领水部军攻打祖号 二月三日 侯景攻陷广陵 金扬州市 祖号等军被杀害 六日 任安禄王肖大春为东扬州刺使 查看吴州 像先前一样仍改为郡 下诏 近来国境东面侵扰纷乱 江扬当栋不安 宰相运筹谋划 勇士精神奋发 肃清吴 金江苏苏州市 惠 金浙江绍兴市 安定济 金山东济宁市 养 金山东允州市 京城内外 吴兵戈之扰 朝廷达官 斋内左右 均可解除戒严令 25日 任尚书蒲叶王克 为左蒲叶 这月 少林王肖伦 从巡阳 金江西九江 到达下口 金湖北 武汉市武昌 颖州刺使 南平王肖克 将颖州转让给少林王肖伦 26日 侯景逼迫太宗巡姓西州 金江苏南京市西 秋7月20日 判军刑台人约 进犯江州 金江西九江市 刺使寻扬王肖大新 向仁约投降 8月17日 湘东王肖义 派遣领军将军王僧辩 率兵破进颖州 金湖北鄂州 以害 侯景自封相国 并封二十郡为汉王 少林王肖伦 放弃颖州逃跑 冬10月19日 侯景又逼迫简文帝 巡姓西州 金江苏南京市西 并私自宴请 自封宇州大将军 都督陆河诸君氏 毕皇子肖大军为西洋郡王 肖大威为武宁郡王 肖大囚为建安郡王 肖大兴为义安郡王 肖大智为随建郡王 肖大桓为乐良郡王 26日 侯景杀害南康四王肖惠礼 11月 仁约近距西洋 近湖北黄岗市东 奋兵进犯齐昌 近广东兴宁县 拘捕衡阳王肖县 押送到京城 杀害了他 湘东王肖义 派遣宁州刺史徐文盛统帅 大军抵抗任约 南郡王前中兵张彪 在会计若携山起义 攻破浙东各县 大保二年551 3月 侯景亲自率兵向西进犯 3日 从京城出发 从石头到新林 船头和船尾相互连接 4月 到达西洋 以害 侯景分别派遣伪将宋子仙 人约袭击影州 21日 侯景进犯巴陵 金湖南岳阳县 湘东王肖义 派遣的领军将军王僧辩 连续作战 未能取胜 5月11日 湘东王肖义 派遣游击将军胡僧佑 信州刺史陆法河增援巴陵 侯景派遣人约 率军抵抗增援军队 6月2日 胡僧佑等 攻破人约的防线 擒获人约 3日 侯景突出重围 深夜逃跑 王僧便率兵 围追侯景 18日 攻克鲁山城 俘获魏司徒彰化人 宜同门洪庆 19日 近围并攻克颖州 金湖北武汉市武昌 俘获贼帅宋子仙等 陀阳王旧将侯天起兵 在豫章 金江西南昌一带 袭击伟夷同于庆 于庆兵败逃跑 秋7月16日 侯景樊帝京城 30日 王僧便驻军盆城 金江西瑞昌市内 行江州 金江西九江市 是范熙荣弃城而逃 两汉至南北朝时期 古前一组47枚 包括 五株二十五枚 货拳五枚 长平五株 大拳当千个三枚 大拳五百 小拳值一个二枚 直白五株 大拳五十 太货六株 永安五株 不拳 凿鞭五株 太平百千个一枚 善未惨死 8月5日 近西人王僧镇 正宠起兵袭击郡城 韦晋州 金山西运城新匠县西南十里 刺史夏侯威生 宜同人言逃跑 十七日 侯锦派遣魏魏清彭郡 湘公王僧贵率兵进入宫殿 废处简文帝肖刚 为晋安王 囚禁在永福省 杀害皇太子肖大器 寻阳王肖大新 西阳王肖大军 武宁王肖大威 建平王肖大囚 一安王肖大新 以及寻阳王朱儿二十人 假传简文帝兆令 尚未给豫章四王肖洞 对全国实行大赦 改换年号 随后 侯锦派人在吴郡 金江苏苏州 杀害南海王肖大林 在姑淑 金安徽当图县 杀害南郡王肖大连 在快基 金浙江绍兴市 杀害安禄王肖大春 在京口 金江苏镇江市 杀害新兴王肖大庄 冬十月二日 简文帝肖刚 对亲信殷不害说 我昨天晚上梦见自己在咽土 轻视着替我解释解释 因不害说 过去众耳接受赠送的土块 最终回到晋国 陛下您所梦见的 正是这种吉祥的福瑞啊 王伟等人给萧刚敬酒说 丞相因陛下忧愤已久 使臣奉酒助受奉 萧刚笑道 受酒 是否我受尽于此 于是一起送上美酒佳肴 去向琵琶 与萧刚饮酒 萧刚自知难免一死 于是喝得大醉 说 想不到醉酒的乐趣 竟能到达这种境地啊 酒醉后睡觉 王伟 彭骏把装满土的口袋 压在他身上 王修转坐在口袋上面 这样 简文帝就在永福省驾崩 十年四十九岁 贼伟追视他为明皇帝 尿号高宗 大宝三年五百五十二三月二十一日 王僧便率领前百官奉子公升朝堂 士族追崇为简文皇帝 尿号太宗 四月二十九日 安葬在庄陵 简文帝被囚禁之初 曾在墙壁上提写文章以字述升平 他写道 梁朝的正直之士兰陵 今将苏武进县 萧氏转 以身作则 行使道义 始终如一 外面风雨飘摇 动荡不安 纷争不断 鸡犬不宁 不敢欺武幽居暗示之人 更何况在日 月 星辰的照耀之下呢 气数既然到了这种地步 命运又将如何 又写下了提为莲珠的诗二首 文词极为悲伤凄凉 飞天像壁画 飞天 在佛教艺术中被称为香音之神 是能奏乐 善飞舞 满身相赋的菩萨 飞天是敦煌壁画中的一大主题 图为第285窟北魏时期刊壁上的双人飞天 文学天子 简文帝肖刚 自幼机敏睿智 见识和领悟力都超过常人 六岁时便能作文 高祖肖眼惊叹他的早熟 不能相信这是他的作品 于是把他照到面前亲自测试 肖刚的诗文果真文词 风采极其优美 高祖感叹道 这孩子就是我家的东阿啊 长大成人后 肖刚胸怀宽广 气度宏大 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喜怒哀乐 面颊方正 下巴饱满 胡子变角和头发都如画的一般 侧目看人 就让人觉得目光如燃烧的蜡烛般耀眼 读书一目时行 三教九流朱子百家的文章思想 都能过目不忘 撰写文章词赋 提起笔来 一挥而就 博览儒家群书 常于谈论旋理 自十一岁起 便能亲自处理国家的各种政务 多次尝试着处理对外事物 均受到称赞 为生母木贵贫扶桑期间 因悲哀过度而日渐消瘦 整夜痛哭流涕之声不绝 所做过的习字 因泪水尽失而全部朽烂 在襄阳上奏北伐 派遣掌使柳金 司马董当门 壮武将军杜怀堡 镇远将军曹一宗等几支军队前往讨伐 平定南洋 今河南南洋市 新野今河南南洋市新野县等郡 为南荆州刺史李治 盘踞安昌城 今浙江绍兴市安昌镇投降 扩张领土一千多里 等到继任太子 监国府军时 多有宽容宏大的举动 处理的文案不输 丝毫不被欺骗 吸引招纳文学之势 赏识 接待没有厌倦 经常讨论名篇名著 并写出大量文章 梁高祖所转的五经讲书 他曾在玄浦奉命讲解 听众遍及朝野 他有写诗的雅好 曾在续文中写道 我七岁开始有了写诗的嗜好 长大后也从未懈怠 然而他的诗歌创作 因过于轻浮 而有所缺憾 当时号称公体 肖刚著有 《昭明太子传》五卷 《朱王传》三十卷 《李大义》二十卷 《老子义》二十卷 《庄子义》二十卷 《长春玉记》一百卷 《法宝联币》三百卷 全都流传于世 论赞 史晨曰 《太宗自幼聪明睿智》 《声明远播》 《才华横溢》 《超越古今》 文章则时常过于轻浮华丽 不为君子所推崇 入主东宫后 中外之明 继承地位后 确实有人均风范 本应仿效文景之志 却命运不济 受制于贼臣 无法施展 最终遭敬怀帝 泯帝那样的悲惨结局 真是可悲可叹啊 卷十二 维瑞列传 维瑞四百四十二至五百二十 是南朝名将 才智过人 用兵如神 南其末年 他投入硝烟麾下 为其创建地业立下汉马功劳 梁朝建立后 维瑞数度北伐 在合肥之战 邵阳之战中 以少胜多 大败魏军 功成名就后 小心谨慎 遇事忍让 得以安度晚年 寿终正寝 出路锋芒 为瑞自怀文 京兆杜陵 金陕西西安东南人 自汉代为贤为相以来 家族世代在三府地区 金陕西中部 都是名声显赫 祖父为玄 为避免为官 而隐居于长安南山 中南山 宋武帝入官后 征召他做太尉船 为就任 伯父为祖征 宋末任光陆勋 父亲为祖归 曾做宁远长使 维瑞因孝敬继母 而以孝闻名于世 维瑞的兄长维璋 维璋 很早就出名 维璋 维璋 都勤奋好学 维璋有节操 维祖征数次担任俊首之职 每次都携带维瑞去就任 是他为己出 那时维瑞的内兄王 一帝杜韵 都同时在乡里享有圣名 维祖征对维瑞说 你认为自己和王 杜韵相比如何 维瑞千功不敢答 维祖征说 你做文章可能稍稍逊色 学识应当是超过他们 然而说到治国齐家 建功立业 他们都比你差远了 吊兄杜佑文 去做梁州 致在金四川建阁普安刺史 邀维瑞一同前往 梁州地方附属 到这儿做官的人多因受贿而身败名裂 维瑞虽年轻 却独因清廉而闻名 宋永光初年 原做雍州 金湖北襄阳刺史 见到他后 经于他的才智 推引他任主部 原抵达雍州后 与邓丸举兵反叛 维瑞请求去益城郡 金湖北军县南任职 因而避免了这场灾祸 后为晋平王左长室 调任司空贵阳王行参军 随其朝司空柳世龙首位影城 金湖北武汉 对抗荆州 金湖北江陵 刺史沈幽制 平定沈幽之后 升迁为前军中兵参军 一段时间之后 任广得令 数次升迁 依次坐过其心 金湖北中降北太守 本州别架 长水校尾 右军将军 投奔梁武 其朝末年 多发战事 维瑞不愿远离故乡 请求担任上拥 金湖北竹山西南 太守之职 家任建威将军 不久以后 太尉陈显达 护军将军崔慧景 频频进犯京都建业 金江苏南京 民心惊慌不安 稀土之人同维瑞商量此事 维瑞说 虽然陈显达曾经是将军 但并不是高明的人才 崔慧景精力较丰富 但性格怯懦 做事不果断 能一统天下的真正强者 大概会出现在我州 于是就派遣他的两个儿子 去和后来的梁武帝消眼结交 等义军启示的席文到达之后 维瑞率领本郡的人 砍竹做成法子 日夜兼程前往奔赴 有二千民众 二百匹马 武帝见到维瑞后 心中大悦 敲着桌子说 以前只见到你的人 现在见到你的真心 我的事业离成功不远了 军队攻克影 鲁 平定嘉湖 金湖北武汉周边 维瑞多次提见一出计策 都被采用 大军从影城出发 商议留守将领的问题 武帝难以抉择用谁留守 过了许久 回头看着维瑞说 放着千里马儿不用 还慌慌张张找其他的 当天就任他为冠军将军 江夏太守 处理影州府政事 当初 影城固守城池 抗拒大军进入 男女将近十余万人 关闭城门一年多 十至七八的人因瘟疫死去 都把尸体堆积在床下 而活着的还睡在他们上面 每间屋子都堆得满满的 维瑞清查人口 并对死者家属加以抚恤 都给予照顾 因此死者得以安葬 生者重返就业 百姓因此而有了依靠 梁政权建立后 维瑞被征召为大礼 高祖吉位 升迁为廷位 丰兜梁子 十亿三百户 天剑二年 五百零三 又被封到永昌 金云南省宝山 十亿依旧 立太子后 为太子又魏帅 出任辅国将军 豫州刺史 兼任立阳 金安徽河县 太守 三年五百零四 北魏派大军进犯 为瑞帅周士兵 将他们击退 清佑盘口湖 南北朝 盘口 树井 古父 气表示清佑 他又结合不慎紧密 开片密布 胎色灰白 结构歼密 火候高 硬度大 扣之有金石生 合肥之战 天剑四年 五百零五 杨北伐公卫 五帝召令维瑞总领重军 维瑞派长使王超宗 梁俊太守冯道根 攻打魏国的小县城 金安徽寒山县北 未能成功 维瑞在围炸四周巡行 卫军城中忽然冲出数百人列阵在城外 维瑞准备进攻他们 朱将都说 这次我们是轻装而来 还是退回去穿上战甲后 再来和他们战斗 维瑞说 不是这样 魏军城中有二千余人 闭门固守 完全可以自保 现在无缘无故派人跑到外面来 必定是他们中的骁勇善战者 若能击败他们 其城就不攻自破 各位将领还是犹豫不决 维瑞指着自己的伏节说 朝廷授予此物 并不是装饰用的 我下的命令 不可违逆 于是出兵攻打 将士都殊死作战 魏军被打败 乘机加紧攻城 到半夜就攻陷城池 于是进军攻打合肥 起先 右军司马虎警略到达合肥 金安徽合肥 久未攻下 维瑞巡视当地的山脉河流 说 我听说粉水可以灌入平阳 降水可能灌入安逸 就是指这种情况吧 于是在肥水 金安徽受县东南 兰河筑坝 亲自表率 不久 河坝铸成形成水道 战船相继而来 当初魏军在东西两边各驻一小城 把合肥加在中间 维瑞先进攻这两个小城 不久以后 魏原将杨灵印就忽然率领五万大军到达此地 众将士害怕敌不过他 请求上表朝廷增加兵力 维瑞说 贼兵已到达城下 这才请求增加兵力 临南才助兵器 还不如用马腹 况且 我们请求援助 敌军也一样可以 军队能够打圣仗 在于团结 不在于人多 是前人总结的道理 于是双方开战 大破敌军 将士们稍微安稳 观音菩萨立相 观音菩萨以其大悲大慈救苦难 而受到中国人的普遍共赐 佛教中所说的美妙境界 在观音像上得到了直观的表现 这尊观音菩萨的身材面不丰润 带着超然的微笑 这种造型充分地把佛像神美化 当时 肥水燕铸成 命君主王怀敬在岸边铸成衣守卫他 为君攻陷怀敬城 千余人战死 为君乘圣抵达维瑞修的河堤下 来势凶猛 君兼潘林佑劝其暂时退还朝湖 诸将领又请求退保三叉 维瑞大怒说 岂有此理 将军只有死战 向前进攻 不能后退逃跑 因此 命人取来善军旗 立在地下 以示其毫无退缩之意 维瑞身体雷弱 每次打仗都不起马 而是乘坐板鱼 督导鼓励众军作战 卫兵前来破坏河堤 维瑞亲自参加战斗 卫军稍一退却 便趁机在堤上铸垒以加固防守 维瑞所用战船和合肥城一样高 从四面围困合肥城 为人无计可施 抱头痛哭 维瑞各项工作已就续准备进攻 验谁也续满了 为的救兵已起不到作用 卫军守将杜元伦在城墙上指挥战斗 重箭身亡 于是合肥城被攻破 或俘虏万鱼人 牛马数以万计 卷堆满十间屋 全都冲攻赏军 维瑞经常在白天接待客人 晚上筹划军务 三更就起床点灯一直到天明 安抚他的不重 常害怕不够周到 及时 故头目之事都抢着归顺他 所到之处居住的住所 房舍的篱笆 墙壁 都是按照标准建成的 合肥既已平定 皇帝赵令众军进入东陵 在今河南故史 商城间 此地聚未辟成二十里 将要作战 有赵令命班师回朝 离敌军太近 害怕被他们跟踪 维瑞就把全部自重物品放在队伍前面走 自己则乘坐小鱼在队伍最后面 卫人未服于维瑞的威名 只能远远望着不敢逼近 全军安全返回 至此 豫州刺史的治所 签到合肥 绍阳之战 天剑五年 506 为中山王元英 进攻北徐州 金江苏境内 在中离 金安徽凤阳 把刺史昌一支围困主 所率士兵打百万 连接四十余座城池 五帝派征北将军曹景宗 领兵二十万反击他们 军队到达邵阳州 金安徽凤阳县东北 助磊防守 高祖派维瑞帅玉州兵重去和他会合 维瑞帅军 从合肥抄小到精英陵 金安徽 合肥市东北 大则前行 经过剑谷 就驾桥通过 将士因为军强盛而畏惧 大都劝维瑞缓行 维瑞说 终离城内的人现在凿洞而居 医护取水 即使车池人奔 还担心来不及 更何况缓行 十天就到达邵阳 当时 高祖下斥对景宗说 维瑞是你相声望较高的人 你应该善待尊敬他 景宗见到维瑞后 对他十分恭敬 高祖闻说后 说 二将团结 军队必定成功 维瑞在景宗营前二十里 连夜挖长豪 树立鹿角 兰州建成 在拂小石营区建成 袁英大吃一惊 以仗基地说 是何方神圣 第二天早晨 袁英亲率大军来战 维瑞乘坐肃木鱼 手指摆脚如意指挥作战 一日之内作战数回合 袁英非常恐惧他们的强大 魏军在此夜里来攻城 飞剑如与一般秘籍 维瑞之子 违岸请他下城躲避飞剑 维瑞不许 士兵惊恐 维瑞在城上力声呵斥 才得以安定 魏仁先前在邵阳州两岸 建成两座桥 数百步立一栅栏 作为跨战淮水通道 维瑞装备大船 命梁郡 金安徽荡山一带 太守冯道根 卢江太守裴穗 秦郡太守李文昭等为水军 正好淮水暴涨 维瑞急派他们出发 战舰静香出发 都逼近敌垒 用小船在甘草 浇上游 放去烧毁敌桥 风大火烈 烟雾蔽日 赶死之势 拔除炸烂砍断桥 水流飘得又快 忽然之间 桥山进毁 道根等人都亲身参与战斗 军人奋勇作战 喊声惊动天地 都能以意当摆 魏军溃败 颜鹰剑桥被毁 脱身逃走 魏军落水溺死的人有十多万 被斩杀的也有十多万 其他弃甲投降起做俘虏的 也有数十万 所缴获的军用物资 不计其数 维瑞遣人向昌一支报告 一支悲喜交加 顾不上答话 只大叫道 重生 重生 高祖派中枢狼周社 去淮河上犒劳重军 维瑞将所缴获的物品 全都堆积在军门 周社看到后 对瑞说 你这次获得的东西 可与雄尔山香等 因公加封七百户 晋爵为侯 为通直散其常侍 又为将军 七年508 调任为左卫将军 不久又为安息长使 南郡太守 至中二千代 恰逢四周刺使马先北伐海军 被魏人跟踪 三官 金河南 湖北交界处 扰动不安 皇帝下诏让维瑞率重军前去支援 维瑞抵达安路 金湖北安路后 把城墙增高了二丈多 又挖掘大沟嵌 建起高楼 大家颇嘲笑他是在示弱 维瑞说 事实并非如此 作为将领当有妾时 不可成匹夫之勇 这时 袁英再次前来追赶马先 准备洗刷邵阳之耻 听到维瑞到达 于是退兵 皇帝也下诏撤军 第二年 千姓武将军 江州刺使 九年五百一时 征元外散其长使 右卫将军 雷千左卫将军 太子詹氏 不久佳任通知散其长使 十三年五百一十四 千至武将军 丹阳尹 因公事被免职 不久 被启用为中护军 御寿 南北朝 功成名就 天剑十四年 五百一十五 维瑞被任命为平北将军 冥蛮校尉 雍州刺使 起初 维瑞在乡中举兵起誓 兵客因焦光流泪劝阻他 维瑞回来做周刺使 焦光在路边等候他 维瑞笑着对他说 如果当初听从你的话 我现在要在路上乞讨了 赏给他石头羹牛 维瑞对于以前的友人 一点也不吝啬 七十岁以上的士大夫 多被授予名义县令 乡亲们非常怀念他 十五年五百一十六 维瑞尚表请求辞职回家 皇帝下诏不许 后征召为散其长使 护军将军 赠给鼓吹一步 入职于殿省 身居朝廷 维瑞一直是恭敬谨慎 不曾触犯任何人 武帝对他礼敬有加 维瑞性情仁慈和善 抚养兄长的姑子 甚于自己的儿子 为官所得的俸禄赏赐 都分送给自己的亲朋故旧 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 后担任护军 在家待着无事可做 敬目万诞 陆甲的为人 因此把他们画在墙壁上 自娱自乐 那时虽已年老 有空闲的时候 还督促诸子孙的学业 第三个儿子维棱 精通精识 世人都称赞他 见多识广 维瑞经常坐下和维棱一起解说经书 有时他所解释的 维棱都比不上 那时高祖专心于佛教 天下人都跟风信佛 维瑞素来不信佛教 身为大臣 不想随世俗之流 还是像以前一样做事 普通元年520下 调任适中 车骑将军 因并没有接受 8月 死在家中 享年79岁 遗嘱令子孙伯葬 穿平时的衣服入恋 当天高祖哭得十分伤心 此前十万 不二百匹 东元密器 朝福一聚 一一席 丧葬费 被由官府之父 派中书社人监护 追赠他为车骑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世号约言 当初 邵阳一战 昌一只非常感恩于维瑞 请曹景宗与维瑞会面 并拿出二十万钱 在府中玩赌博游戏 景宗智得智 维瑞智的卢 快速取一子反之 说真奇怪 碎便为赛 当时景宗和重将领 争先恐后的暴劫 维瑞一人在后面 他不争强好胜的事大多如此 因此 世人尤其敬重他 维家子弟 维瑞赐子维正 自尽职 最开始担任南康王行参军 不久改任中书侍郎 又出调为襄阳太守 当初 维正与东海王僧便是好朋友 当王僧便担任尚书利布郎 有了参与掌管官员选拔的大权 宾客朋友们无不轻易奉迎他 只有维正淡然处置 等到王僧便被贬持罢官后 维正反而与他更为亲近 甚至超过了从前 这种品质被识人所称颂 维正最后官至几世皇门侍郎 维瑞第三子维棱 自威直 性格甜淡朴素 以书史为毕生事业 他博文强计 当时低试人都向他请教疑难问题 维棱最初担任安城王辅行参军 不久改任智书世玉史 太子仆 光禄卿等职 著有汉书续训三卷 维瑞第四子维岸 自物职 性格刚强正职 自幼严习经史 颇有文采 最初担任太子社人 不久改任太仆卿 南玉州刺史 太府卿等职 侯锦渡江时 维岸囤住在六门 不久改任为都督城西面诸君士 当时侯锦在城外 筑起东西两座土山 城内也建起土山来对抗 太子肖刚亲自背负土石 以下官员都亲手拿着波及铲子 参与筑土山 维岸负责守卫西土山 日夜苦战 因公备授予轻车将军 加持节 最后他战死城中 朝廷追赠他散其常事 左卫将军 论赞 陈立部尚书姚查曰 为以上拥归赴高祖一军 后在合肥、邵阳之战中 功勋卓著 却没有鞠躬自傲 是真正的君子啊 卷十三 范云列传 在南朝宋、齐、阳之记 有一位功名、道德、才华 均可为人称道的人物 那就是范云451-503 他自幼聪明积敏 才智过人 入世为官后 政绩显著 守令地方则勤政爱民 以德服人 共使中央则直言劝谏 轻政言明 特别是在齐、阳之记 他辅佐就有萧衍、阳武帝 成就地业 被后世视为倾向楷模 天生相才 范云自燕龙 南乡武阴 金河南碧阳县西人 是东晋平北将军范汪的六十孙 范云八岁那年 在路上偶遇玉州、金河南 刺史阴眼 阴眼感觉范云与众不同 便邀请她坐下来聊天 范云风度翩翩 从容应对 旁若无人 阴眼让她作诗 她提笔就写 瞬间完成 在座的人都赞叹不已 范云曾在亲戚袁兆家学习 从早到晚 从不懈怠 袁兆很高兴 抚摸着她的背说 你天性聪明 又勤奋好学 将来是做倾向的材料啊 范云自幼聪明机敏 遇事有主见 善于写文章 熟悉各种文体 落笔千言 从不打草稿 以至当时有人怀疑她 事先便构思好了 范云的父亲范亢 曾担任营府 今湖北武昌附近参军一职 范云便跟随父亲住在府里 当时 吴兴 今浙江湖州市人沈曰 新野 今河南南阳新野县 人与岗之与范亢同在府中就职 他们都与范云一见如故 范云一开始任颖州西曹书佐一职 后来转任法曹行参军 不久 沈幽之起兵反叛 围攻颖城 当时范亢正担任营府长留 便独自进城协助防务 将家眷都留在城外 范云在城外被叛军捉到 沈幽之召其谈话 声色俱立 可范云面不改色 从容应答 沈幽之听后笑道 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啊 暂时回家去吧 第二天一大早 沈幽之又招来范云 命令她进城送信 城内官军抓住范云 有人主张将其杀掉 范云说 我年迈的母亲 和年幼的弟弟 性命都掌握在沈幽之手里 假如我违抗她的命令不来送信 就会牵连我的亲人受害 今天我为亲人丧命 心甘情愿 幸亏颖州掌使柳世龙 平素与范云交好 出面说情 才使范云免于一死 才得福重 齐武帝建元初年 敬陵王萧子良做会计 今浙江绍兴一代太守 当时 范云刚坠随她 敬陵王还不了解范云的才能 一次 敬陵王率众登秦望山 让众人识别山史上捐刻的古文 结果无一人看得懂 唯独范云能轻易诵读 敬陵王很高兴 从此范云便成为敬陵王府最受宠信的宾客 在萧子良身边几经千转 范云出条为陵陵郡 经湖南永州内史 在任期间 她截身自好 减免凡科的政令 去除不必要的花销 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后来 她又调任史兴经广东韶关内史 史兴郡内有很多豪强大族 如果郡守与他们关系不好 他们就谋杀郡守 或者想方设法将其赶走 郡界与满里部落接壤 多有盗贼出没 前几任内史 都身配刀剑自卫 范云到史兴后 以恩德抚恤人民 撤除边境哨所 允许商贩自由过夜 郡中百姓都称赞范云神明 之后 范云虽晋升贾劫 剑武将军 平月中郎将 广州刺使等职 但被卷入下属与当地豪族的纠纷中 受牵连被召回下狱 幸亏赶上大赦 才免于刑罚 到齐东婚侯永元二年五百 范云被朝廷重新启用为国子博士 团花双路纹织锦 南北朝 织锦呈横长方形 边缘有开线 以暗红色为地 尚有深蓝色蝉织纹 蝉织纹间有六个圆形双层圈 路的造型别致 线条流畅而夸张 肌肉矫健 囚境有力 做奔跑状 整个织锦花纹的风格 与漆气图案类似 动物造型在写实与写意之间 线条规矩 而不失流畅 色彩浓厉而简洁 画面丰富繁入而有条不紊 辅佐帝叶 起初 范云与梁武帝萧衍在齐靖陵王萧子梁的官邸初次相遇 之后又曾做过邻居 萧衍很器重她 后来 当萧衍的军队打到京城时 范云正在城内 东婚侯被杀后 市中张继派范云带着密信出城见萧衍 萧衍便留下范云 让她参与机要证物 并授予她皇门侍郎之职 范云便和沈约一起同心协力辅佐萧衍 不久 她晋升为大司马兹一参军 兼陆氏 梁朝建立后 范云升任适中 这时梁武帝萧衍收纳了东婚侯的于妃 此事妨碍了国家政务 范云曾经进言劝诫 但未被采纳 后来 范云和王茂一同来到梁武帝的寝宫 范云又劝诫道 昔日汉高祖刘邦在山东的时候 她练财物 喜好美女 等进入韩谷关 平定秦都咸阳后 既不拒敛钱财 又不收纳女子 范云认为这是刘邦有远大志向的缘故 如今您刚刚平定天下 海内之人都仰慕您的威名 怎能再殷袭前朝昏乱的行为 让女色拖累一物大事 王茂也借机起身下拜道 范云说得很对 主公一定要以天下为重 不要留下隐患 萧衍沉默不语 范云便上书请求将于是赐给王茂 萧衍认为这是忠贤之言 批准了范云的请求 第二天赏赐给范云 王茂每人一百万钱 天剑元年502 萧衍接受齐和地善让 视为梁武帝 随即在南郊燃火举行祭天仪式 范云以世中身份参与其世 仪式过后 梁武帝坐上玉年 对范云说 我今天的心情 正是古人形容的 如同用朽烂的缰绳 驾驭六匹马一样 忐忑不安啊 范云说 我倒希望陛下一天比一天更加谨慎 五帝对此言大为赞同 当天就晋升范云 做了散其尝试 立不上书 此外 范云又因辅佐五帝即位的功劳 而受封萧成献猴 十亿千户 范云因旧日与五帝的关系 而得到超常提拔 升任为辅政大臣 他竭尽忠诚辅助五帝 尽其所能 五帝也推心致富地信任他 对范云的奏请大都批准 范云曾陪侍玉宴 五帝对林川王萧红 范云王萧辉说 我和范云年轻时就是好友 彼此有兄弟般的情谊 如今我成了天子 这种朋友的礼节就无法再继续了 因此你们应当代替我称范云为兄 二王即刻离席失礼 和范云一同乘车回到尚书下省 十人都为范云的恩欲感到荣耀 这一年 立东宫太子 范云以元官身份 兼任太子中数子 后生做尚书又蒲叶 仍兼任吏部尚书 不久 范云因违背诏令用人 被免除吏部尚书 仍保留蒲叶之职 欲避邪南北朝 清相楷模 范云性格真诚随和 侍奉寡嫂极尽礼数 家中大事小情 必先咨询过嫂子才办 她崇尚气节和不同寻常的作为 特别喜欢在危难关头帮助人 年轻时与领军长使王亥交好 后来王亥死在官署中 穷无居宅 范云便把王亥尸骨运回自己家中 亲自为其办理丧事 此外 她侍奉净凌王萧子粮食 虽然受到隆重的恩惠和礼遇 但范云每次都直言 陈说其功过得失 从不屈易奉承 肖子粮曾经建议其武帝派范云出任郡守 其武帝说 范云是个平庸的人 听说他经常卖弄才学 我现在不彻底深究 只是宽带而疏远他 肖子粮说 并非如此啊 范云经常对我规劝教会 所写件书我都保存下来 我这就给您取来乘上 拿来一看 有一百多张纸 全都言此恳切 而直言不讳 其武帝感叹不已 便对肖子粮说 想不到范云是如此能人 正应让他辅助你 怎可让他外调做郡守呢 其文会太子 曾经出宫到冬田观看收割庄稼 回头对众宾客说 看来这收割 也是很值得一看的呀 众人都表示赞同 只有范云说 一年三季的浓雾 实在是很长时间的辛勤劳动 希望殿下了解到耕耘的艰难 不要只顾及一朝一夕的安乐呀 初冬田后 先前与范云并不相识的事中消免 在临上车时紧握范云的手说 想不到在今天又听到了终植之言啊 当范云官居立部的时候 职责显赫而重要 书信公文堆满桌案 宾客满门 范云应对如流 从无拖延组织 官属文件 批达神速 十人都佩服她的聪明博学 范云性格直率 但缺少威严庄重的气势 凡是认为对或不对的 都直言表露出来 有的是大夫 就因此认为她幼稚 起初 范云做郡守时人们都称颂她的连结 等到做了高官 日常应酬 礼尚往来 但家里并无积蓄 得到钱财 就随时分送亲友 梁武帝天剑二年 503 范云去世 十年53岁 梁武帝为此痛哭流涕 当天就乘车亲临范府吊宴 并颁诏书追忆她的功绩 说她气度风范忠贞正直 为国家大事深谋远虑 早年便立下大志 平常行事富有盛名 任官以来 政绩显著 经国理政 实在是功辅之臣 她正当任重道远驰逞财力 长久辅证李氏的时候 忽然丧命陨氏 使人满怀悲痛 应当加官赐绝 用来作为美好的典范 可以追赠做事中 魏将军 蒲叶 侯爵不便 并且赏赐鼓吹乐一步 礼部官员请家嗜好为宣 皇帝下令改称最高级别的嗜好 文 范云有文集三十卷 她的儿子范孝才继承爵位 官至太子中设人 论赞 陈立部尚书姚查曰 昔日齐朝气数将近 东婚侯暴虐无道 黎民百姓惶惶不可终日 生命危在旦夕 梁武帝高举一旗 拯救天下于崩溃边缘 志在平定海内 而希望都寄托在张良 陈平那样运筹帷幄的谋臣身上 于是范云沈约逝时而出 参与基要 出谋划策 辅佐梁高祖武帝完成地业 此外 范云金敏睿指 可以从容处理时政机务 她与沈约都堪称一代英杰 卷二十二 林川王洪列传 萧红四百七十三至五百二十六 是梁武帝萧衍的同父一母帝 原为南齐大臣 入梁后受封林川王 曾率军北伐 屡有战功 为人恭敬孝顺 有长者之风 高祖六帝 林川敬惠王萧红 自宣达 是梁太祖萧顺之的第六个儿子 身长八尺 胡子 眉毛挺拔俊美 容貌举止尤其可观 南齐五帝永明十年四百九十二 担任庐陵王法曹行参军 转任太子摄人 当时长沙王萧义镇守梁州至南安县 金四川建阁普安 被北魏军围困 第二年 朝廷派萧红率精兵千人前去救援 还未抵达 魏军就退兵了 调任票计建安王主部 不久又担任北中郎贵阳王公曹使 衡阳王萧畅素有美名 为史安王萧瑶光所礼遇 后来萧瑶光反叛作乱 逼迫萧畅入居东府 萧畅未居霍南 就先进入宫中 两五帝萧衍当时在雍州 经常担心几个弟弟被害 对南平王萧伟说 六帝萧红明白事理 必定先回朝廷 等收到来信 果然如萧衍所预料的 五帝萧衍帅一军东下时 萧红到新林 今江苏南京江宁区西南迎接 被任命为辅国将军 建康平定后 调任西中郎将 中护军 监管石头树军事 杨武帝天剑元年502 萧红受封为林川郡王 十一二千户 不久 任史迟节 散其长室 都督扬州 南徐州朱军事 后将军 扬州刺史等职 又赐于鼓吹一步 天剑三年504 家官是中 晋号中军将军 四龙静 南北朝 圆形 大圆扭 圆扭座 扭座外两条凸起的三弦纹 穿过静扭十字相交 奋出四驱 每驱是一盘龙 口含三弦纹 成逆时针环绕 飞龙神态生动 身上的龙鳞刻画清晰 四驱内各有一方眉 上有一字明文 连读为 是坐静 静原是云雷文 和变形龙文 其间欠十字明文 鬼有卯日 风筝 风裂 此种文是较为少见 领军北伐 天剑四年505 五帝萧衍下诏北伐 任命萧红为都督南衍、北衍、北徐、清、济、玉、司或八州北讨诛军事 萧红因为是萧衍的亲弟弟 所装备的都是精湛崭新的器械 均荣盛大 北方人认为是一百几十年来都没见过的 大军抵达落口 今江西干州宁都县落口镇 萧红前锋攻克良城 今河南南阳市阳楼乡东南 斩杀卫军将领清朝 因为出征时间过久 接到赵令 班师回朝 天剑六年507夏季 升任票计将军开府一同三司 事中如故 这一年升任司徒兼太子太父 天剑八年509夏季 任史迟节都督扬州 南徐州诸军事司空 扬州次使仍担任市中 为就职 调任史迟节都督扬州 徐二州诸军事 扬州次使仍担任市中将军 天剑十二年513 调任司空 使迟节 世中 都督 次使将军等职不便 恭行孝道 天剑十五年516春 生母陈太妃病重 萧红与同母帝南平王萧伟 侍奉在病榻前 都依不解代 每次皇帝 太子派人来探问 就对着来使痛哭流涕 等到陈太妃病逝 萧红连续五天水米不进 五帝每次来看望 都劝慰勉励她 萧红自幼孝顺恭谨 南秦末年 避难潜逃 与母亲陈太妃分隔两地 常常派使者问候日常起居 有人对萧红说 逃难必须保密行踪 不应该这样书信往来 萧红哭着回答道 就算我因此被害 此事也不能废弃 不久 她出任中书建 票计大将军 史迟节 都督如故 坚持推辞 但没被允许 天剑十七年 五百一十八夏季 萧红因公事 被贬为市中 中军将军 行司徒 那一年冬季 调任市中 中书坚 司徒 梁武帝普通元年 五百二十 调任史迟节 都督阳 南徐州诸军事 太尉 扬州次使 市中依旧 普通二年 五百二十一 改建南 北郊祭坛 以本官兼任起步上书 事情办完后罢职 普通七年 五百二十六三月 萧红因为患病 而屡次上表 请求辞职 朝廷下诏 允许他解除 扬州次使的职务 其余官职依旧 四月 萧红病逝 十年五十四岁 自从患病到逝世 皇帝七次亲临探室 出葬时 五帝萧衍下诏赞誉 萧红的功德 赠官士忠 大将军 杨忠牧 甲黄月 王爵依旧 并赐于宝谷吹一步 增加六十名配件卫士 赐给上好棺材 以滚服入殓 誓好敬惠 萧红性格宽和忠厚 十人称他有长者之风 论赞 史晨曰 自从昔日君王创立地业 广泛培植亲戚 分割郡国 分封子弟 因此大小旌旗 在鲁国 为国尊崇一时 磐石凝枝 在梁国 楚国树立 梁高祖远尊前代轨迹 以亲藩维护朝廷 至于安城王 南平王 鄱阳王 史兴王等 都以名声事迹招注于世 就像汉代的和奸王 东平王一般 卷二十五 徐勉列传 徐勉 四百六十六至五百三十五 是南朝著名贤臣 自幼才华出众 见识不凡 为官期间秦于正式 夜以继日 留下群犬经费的典故 身居高位后 弘扬理智 连结自律 不治私产 唯以清白遗留子孙 被奉为道德楷模 实践不凡 徐勉自修人 是东海谭县 金山东谭城人 祖父徐常宗 为宋高祖霸辅行参军 父徐荣 曾任南昌 金江西南昌市内相 徐勉早年丧父 家庭贫寒 从小就磨练出高尚的气节 六岁时 欲连绵大雨 家人祈求晴天 徐勉就写出一篇导文 受到有修为老人的称赞 长大以后 最新于学习 出入室为国子生 当时太尉文献公王俭是国子贱祭九 时常夸徐勉有座载斧的容量 考试得优等 补为有洋王国侍郎 不久签为太学博士 镇军参军 尚书殿中郎 后因公式贝勉 又任中兵郎 领军长使 狼牙 金山东 江南市狼牙镇 王源常有很高的才气和声望 曾想和徐勉结识 常托人请他 徐勉对人说 王源常名望高升 难以收敛锋芒 不久 王源常遇获使 当时人都佩服徐勉敏锐的洞察力 群犬经费 当初 徐勉与长沙宣武王一起出游 梁高祖萧炎很器重欣赏他 等义军到京都时 徐勉在新邻 金江苏 南京市西南夜见 萧炎给他很高的礼遇 命他管书记事务 萧炎即位 徐勉做中书侍郎 签任建威将军 后军资议参军 本义中正 尚书佐承 自他掌权以来 做了许多纠举之事 识人都说他很称职 天剑二年 503 受他为己事黄门侍郎 尚书吏布郎 参与官员的选拔 后调任适中 那时朝廷的军队北伐 一战不停送来战报 徐勉参与军事文件的管理 日夜操劳 经常数月才能回一次假 每次回家 一大群狗对着他狂叫 徐勉感叹地说 我忧国忘家 才造成这种情况 等我死后 也可将此事写入传记 六年 507 为己事中 五兵上书 千任吏布上书 徐勉身居选官要职 做事井井有条 既会做文章 又善言辞 即使文件堆积如山 宾客满屋 他仍应对如流 手还不停地写 他知晓百姓 都为他们避开忌讳 常和学生夜间聚会 有位教育号的宾客 想认詹事武官 徐勉严肃地说 今晚只谈论风和月 不宜谈公事 因此当时人都佩服他的无私 后来 徐勉为官侍奉太子 招名太子 萧统还年幼 下令让徐勉管公内事务 太子很尊重他 每遇事都向他请教 他曾在殿内讲读孝经 林川敬会王 尚书令沈约 并为太傅 少傅 徐勉和国子祭九张充任执经 王莹 张继 柳正 王健为侍奖 当时选的这些都是极贤能之人 受人称赞 徐勉多次退让 弘扬礼智 当时百姓办丧事 多不遵礼智 早晨离世傍晚就殡葬 只求快速 徐勉上奏说 李记 问丧说人死三天以后才入恋 是想等他复活 三天不活过来 也就不会复活 自从近日以来 无人遵守这制度了 送中的礼节 当天就下葬 富豪之家 有的半天就下葬 衣备 官国等都是快速备好 亲戚 仆人都想着回去休息 因此 鼠矿仪式一结束 灰和钉就已备好了 忘记了狐鼠死了 同类还会顾念 燕雀还会徘徊飞翔 没有比这更伤天害理的了 况且身为人子 死去亲人时 心中愤懑绝望 伤事都由他人帮忙 爱与曾的深浅 难以说得清 假如查看时有失误 本来活着却被认为死了 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怨恨已经很多了 不如缓一天再入恋 满足期望亲人复活的希望 请求从今后所有世人数族 都应依照古制 三天后入恋 如有不遵守 严加承治 皇帝下诏认可了他的奏请 不久 徐勉被认为宣会将军 并设置佐史 仍仍的势中 蒲叶之职不便 又受尚书蒲叶 中尉将军 徐勉因往日恩情 攀升到高位 竭尽全力侍奉皇帝 凡事知道了就去做 从低级官职 到现在的职位 参长人才的选拔 甚得世人之心 官署中的事情 从不向外泄露 没有上表奏书 就把草稿烧掉 他博通经史 见多识广 朝一国典 婚官吉兄等里 徐勉都参与谋划 普通六年525 上表奏请修五里说 臣听说历天之道 有阴和阳 历人之道 有人和义 因此说以德来引导 以礼来规范 礼能够安君致民 弘扬正气 训导民俗 管理国家 历于后代 虽然经理有三百 曲理有三千 经文有三百 威仪有三千 大体可归为五类 即宗伯所掌管的典礼 依次为吉 凶 兵 君 家五里 因此 祭祀不一理智 就不整齐不庄严 丧葬不一理智 违背死者遗愿 忘却生者职责的人就多 对待宾客不一理智 朝拜就没有礼节 军队不一理智 军队纪律就变乱 家官结婚不一理智 男女就会错过他们的时序 治国修身 与礼关系重大 自周朝崩溃 王道衰弱 官府守则 混乱失序 礼乐征伐 出自诸侯 小雅全被废除 旧的篇章缺失 因此 寒暄去鲁国 了解周公的德性 书侯再禁国 便是交四的礼节 战国时期 崇尚纵横之术 政教更衰落 秦焚书坑儒 礼智几乎被清除干净 刘氏见汉 日理万机 还命书孙通 在野外掩饰 才知道帝王的尊贵 汉末议论纷纷 礼智有所废弃 有的把武功作为智相 有的喜好黄老之学 礼仪的范式 于是终止 到东汉时 曹包在南宫撰文 把三师文字集在一起 有百余篇 虽已写在竹简上 但未尚奏 此后战乱不断 文章遗失 礼仪制度 文书 在战乱中遭破坏 到晋朝 修定心理 先由荀祭制定 后精致于修改 后来中原战乱 留下的很少 东晋草创 因荀而已 对礼智的离籍无暇顾及 无座半圆方媒神兽镜 南北朝 圆形 扁圆扭 扭外四祖对质的神兽文 主文是外方媒和半圆相见 方媒内明文 无座明镜 幽剑三上 斜高丽元 此境的斜高丽元 在同时期的神兽镜中罕见 千白光 品相佳 陛下睿指 建梁朝 以武力拨乱 以文治理国 功成后就致乐 夜定后就要治理 自齐永明三年 485 开始制定武礼 太子步兵校尉扶曼荣上表 请求制定本代的礼乐制度 那时有十个新旧学士参与商议 专门修武礼 向魏将军丹阳引王俭咨询禀报 学士也分住在郡中 历时数年 还未完成 文献去世 遗留的李文散诗 后又把此事交给国子建祭九和印 过了九年 仍未完成 建五四年 四百九十七 和印回东山 齐明帝下令交给尚书令徐孝寺 永元年间 徐孝寺遭祸 又散失不少 当时收集圣余文稿 暂且交给尚书佐成蔡仲雄 萧綦将军和同之 一起负责此事 那时修礼的人住在国子学中门外 东昏朝时 平有战火 文稿又散失大半 天剑元年五百零二 和同之上奏蒋明审定 损检与设置等事 皇帝下令让大臣详细商议 当时尚书认为 天地刚变革 百废待兴 应等安定后 再慢慢商议 想暂时除去修礼局 皇帝下旨说 礼崩月坏 各国各家不同 应该及时修订 作为长久的标准 但近来的修转者 按交情用人 不按学识选拔 只凭贵人的意愿 不稽查古人 因此多年不能完成 有名无实 既然这是治国的前提 外府可以讨论人选 人定下后 就立即编写 于是尚书蒲叶沈约等人一起商议 请求五里各设一名就学士 每人各举荐两名学士 帮助抄路撰写 对存疑的内容 按照前汉石渠阁 后汉白虎通 追根求援 请皇帝决断 于是 用旧学士 右军济士参军明山兵主管吉里 中军骑兵参军炎直之主管兄里 中军填曹行参军兼太长城贺王毅主管兵里 征鲁济士参军露脸主管军里 右军参军司马培主管家里 尚书佐成和同之总管此事 同之死后 以镇北自艺参军辅选替代他 后来又以辅选代替颜值之主管兄里 不久辅选调职 以五经博士妙招主管兄里 又因为礼仪精微广博 记载缺失 需要广泛探讨 共同完善 另派镇北将军丹阳尹沈约 太长青张冲和我三人一同参与此事 后我又接到赵令 总管此事 最后又命中书士郎周社 与于灵二人参与 若是有疑问的地方 各里的主管学士 应先提出建议 咨询无理就学士和参知者 各自发表看法 写成奏章 由圣旨决定 存疑的内容多 日积月累 圣旨决断的数量很多 都是引经据典 条理明晰 一理入微 为以前儒者所没解释 后来的学者从未听说过 所有的奏章 裁决都写在篇手 无理之职 有凡有简 不能同期完成 家里一注于天剑六年507 5月7日交给尚书 共有十二指116卷536条 兵里一注于天剑六年507 5月20日交给尚书 共十七指133卷545条 君里一注于天剑九年510 10月29日交给尚书 共十八指189卷240条 几里一注于天剑十一年512 11月10日交给尚书 共二十六指224卷1005条 兄里一注于天剑十一年11月7日交给尚书 共四十七指514卷5693条 总共120指1176卷8019条 又将副本放在密格和五金各一套 腾写交定 到普通五年5242月才最终完成 我认为撰写理智 历朝历代很少能完成 国运昌隆 得以完成 周里三千条 举其整数 现今有八千条 随具体势力而附加 智文相变 所以它的字数就多一倍 就像八卦中的姚 交错搭配 构成六十四卦 以前文王、武王 能够治理周朝 君临天下 是因为周公诞修理 招来太平龙凤的祥瑞 从那之后 到今天才补权 孔子说 如能继承周朝 即使过百年也能传明 这不就是所谓的奇功比美吗? 陈才书学浅 负责这项工作 严推多年 应承担责任 刚修成之时 为其奏上报 实在是因为才轻事多 考虑不周全 常常觉得惭愧不安 日夜不忘 自今年春皇上亲自去视察六军 找来军礼 阅读其内容 发现记载非常详尽 所谓文采丰富 光彩洋溢 相信可与日月同辉 可施行于天下 陈心里高兴 很想陈述有关情况 再加上前后同时任职的官员都已去世 我虽然侥幸活着 但年事已高 想到皇室大典 竟无人上奏 不能表达我的心愿 于是写明修理始末 即任职官员 所成卷制 条目数目 上报给皇上 皇帝下诏说 理智完备 正典记载完善 今命相关官吏 依此执行 又下诏说 徐勉奏书很好 因格清楚 宪章完备 功成业定 就在于此 可以普照八方 行于百代 让万事以后的人知道 文明在我朝 负责人依此执行 不得疏漏 不久命徐勉为中书令 给亲信二十人 徐勉因并自己要求辞去内朝职位 下诏不同意 于是令他留在下省 三天上一次朝 有事可拆主书商议决定 后来徐勉搅兵恶化 好久没有上朝 坚持要求辞官 皇帝下诏让他休假 病情好转再回来 以子清白 徐勉虽身居要职 但不经营家业 家里没有积产 俸禄用来救济亲族中的贫穷者 他的门生就交 有的对他说过此事 徐勉回答说 别人把钱财留给子孙 我把清白留给他们 子孙有能力 自己就能得到大车小车 如果没有能力 财富最终会落到别人手中 中大通三年五百三十一 又因病提出请求 改认为特进 又光禄大夫 适中 中尉将军 并设立辅助 其他的官职和从前一样 增加亲信四十人 宫廷派人探望 车辆相连 膳食药物 都由皇室提供 皇帝每下诏要去看望他 徐勉已跪拜不便 多次请求皇帝不要来 皇帝答应了他 大同元年五百三十五去世 享年七十岁 高祖听说后痛哭流涕 当日驾车前去平调 下诏赠为特进 又光禄大夫 开府一同三私 其他官职照旧 赐棺材一副 巢服一套 衣服一套 赠钱二十万 不亦百匹 皇太子也道场哀悼 嗜好减肃功 徐勉善作文章 勤奋写作 虽然政务繁忙 仍不停书写 曾认为起居著太繁杂 便加以删结 转成留别起居著六百卷 左成谭氏五卷 在选官部门任期时 转写玄评五卷 齐朝时 转太妙著文二卷 认为如 佛两教 虽内容不同 但目的一样 转会零五十卷 他的著述 有前后二级 共四十五卷 又写成富人级十卷 都在世间流传 大同三年 五百三十七 以前的左史上书左成 浏览等到朝廷陈述 徐勉形状 请求立碑纪念他的功德 当场下诏允许在他墓前立碑 论赞 陈立部尚书遥查曰 徐勉自幼魔力出远大志向 努力修身 谨言慎行 择良友 而且恰逢君王起誓 依日月的光芒 故能因通经学得到官位 出入朝廷 位居倾向 急居要职 节中尽力侍奉皇帝 做事效法古人 依先王的准则 执政功允 无人有异议 是梁朝楷模之臣 有圣誉啊 卷29 少林王伦列传 萧伦507-551 是梁武帝萧衍的第六子 受封王绝后 以荒唐粗暴著称 经常因惹祸 被霸职夺绝 侯景之乱时 他受任统兵征讨 结果大败而归 在兄弟间争权夺利的战斗中 又失败出逃 最终死于西卫君之手 萧伦次子萧雀 天生勇武 在侯景之乱中虽被杀害 但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 荒唐王爷 少林邪王萧伦自逝调 是梁高祖萧衍的第六个儿子 自幼聪明 博学而善写文章 尤其擅长写书信 武帝天剑十三年 五百一十四 受封为少林王 十一二千户 出任宁远将军 狼牙 蓬城二郡 金山东 江南市狼牙镇 江苏徐州市太守 转任轻车将军 会计 金浙江绍兴市太守 十八年 五百一十九 正认为信威将军 普通元年 五百二十 负责石头树军事 不久任江州刺史 五年 以西中郎将暂时代理南衍州刺史 因范式被免官夺绝 七年 五百二十六 官拜适中 大通元年五百二十七 恢复爵位 不久加官信威将军 涉至左官 中大通元年 任丹阳尹 四年 五百三十一 任世中 宣慧将军 扬州刺史 因为钦夺小民财物 绍府成何志通将这事上报朝廷 萧伦之道后 太门克戴子高在京都巷子里将他杀害 何志通的儿子向朝廷控诉此事 梁武帝下令包围萧伦的府邸 抓捕戴子高 萧伦将他隐藏起来 竟然没被抓到 萧伦因此事被免职降为平民 不久 又恢复了爵位 大同元年五百三十五 任世中 云辉将军 七年 五百四十二 出任史池杰 都督颖 定 或 四四周朱军士 平夕将军 颖州刺史 调任为安前将军 丹阳尹 中大同元年 出任镇东将军 南徐州刺史 平叛失利 武帝太清二年五百四十八 晋升为中尉将军 开辅一同三思 侯景叛乱后 加萧伦为征讨大都督 率大军讨伐侯景 出发前 杨武帝告诫他说 侯景这小子 十分熟悉行军不振 不可能一战将其歼灭 而应当从长计议 萧伦兵临中离 金安徽凤阳县临淮镇 东固城时 侯景已经度过彩石 金安徽 马鞍山市西南 萧伦于是日夜兼程 从水路追赶 部队渡江至中心时 突然刮起大风 人马淹死的 有十分之一二 于是 萧伦带领宁远将军西丰公 萧大春 新府公萧大成等将 率不齐兵三万人 从京口 金江苏镇江出发 将军赵伯超说 若从皇城大道走 必定与叛军相遇 不如从小路直奔中山 出其不意 萧伦听从这一建议 大军突然赶到 叛军十分惊骇 兵分三路进攻萧伦 萧伦与之战斗 大败敌军 双方相持到傍晚 叛军稍稍后退 南安侯萧郡以数十骑兵追击 叛军回击萧郡 萧郡部队大乱 叛军顺势进逼萧伦主力 于是大军被击溃 萧伦逃到中山 残余部队只有千人 叛军将其包围 萧伦接战又被击败 于是逃回京口 太清三年549 萧伦与东扬州刺史萧大连等率军入园 到达票齐州 萧伦近卫司空 台城县落后 逃亡雨学 今浙江绍兴市东南快基山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 萧伦抵达尹州 刺史南平王萧克要将尹州让给萧伦 萧伦不接受 于是任萧伦为贾黄月 都督中外诸君士 萧伦于是设置百官 改厅市为正阳殿 这期间多次出现灾疫 萧伦非常厌恶 手足相残 当时 乡东王萧郁正 长期围攻和东王萧郁于长沙 使内外隔绝 萧伦听说萧郁情况危急 想前往救援 因为军粮不足 暂时停止 于是他给萧郁写信 说 先朝圣德 以孝治天下 各亲族之间和睦相处 四方人民没有怨恨 这确实既是国家大政 也是家风所在 只是我与您共同接受皇上教会 应听从旨意 共同承诺 而无改悔 而且 道义的最高境界 是以和为贵 何况天时地利 都不如人和 手足四肢 又岂能自相残杀 今日听闻萧郁独断专行 违背圣训教会 以晚辈身份欺辱长辈 湘江 辖江之内 发生激烈征战 我们正处在乱兵叹乱之际 死于航武战阵 陨身于无地 如此倒也不算冤枉 往来通信哀嚎痛哭 只是增加悲愤之情 怀念哀悼 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在辖区州府 距此遥远隔绝 虽听说大概状况 但不知具体情况 等我来到此地 各方探访 都说 萧玉英皆违规 不输送冰粮 弟弟你 教训他也不听 所以才兴兵讨伐 萧玉不识大体 独断专行 虽然有疾难之情存在 自己却想不通 既然不能以礼相争 就又兴兵而来 兄弟之间生出变故 至亲互相为敌 一朝发展至此 怎能不让人伤心 我以至书问罪 外面议论纷纷 广为流传 确实也没有办法详细追究了 如今 朝廷面临危难耻辱 受到沉重打击 人不是禽兽 在于知道忠于其君孝敬其父 今日大敌当前 还很强大 大仇未报 你我兄弟 在外三人 如果不能匡就危难 我们这些为人臣人子的 还有何用 只应该推心致富 坦诚相见 气血整歌 对天发誓 依靠祖先之灵保佑 日夜谋划 共思匡复朝廷之计 至于剩下这些小矛盾 有时应该宽待而处 如果还有片刻 以此为仇恨 将使国家的冤屈无法申诉 此事正应该掂量轻重 确定大事和小事 哪个应该放弃 放弃没有好处的私情 割舍丧子的悲痛 以礼而宽宏豁达 以沟通实践 互相勉励 现在京师已经沦陷 如果再诛杀他的子孙 将无异于羊汤止沸 吞兵辽寒 要是因为消遇无道 远近之人都怨恨他 弟弟你又仿效 那就不是他一人的罪过了 希望你能宽待于众义 容忍已平息此事 如果放任外患不除 又够起家货 那么纵观古今 没有不败王的 征战的道理 其意义虽在于取胜 但至于骨肉之间的战争 则越胜就越残酷 战胜了也不算功绩 战败了就是丧事 烦劳兵士折损道义 亏施的太多了 侯景的叛军 之所以没有染指长江中上游的原因 真是我们宗藩稳固 亲族强大 如果自相残杀 就是替侯景出兵 侯景便不需烦劳一点兵力 坐享其成 那个丑陋的家伙听闻此事 不知有多高兴呢 此外 庄铁小人作乱 长期挟持冠宁 淮安二侯 打着他们的名号 当仰有事就从旁撤走 极大的破坏了边境防御 只要听闻征伐的消息 他们又奋兵已对 使得从瓜州到襄州 雍州 无不成为战场 全都劳势动众 侯景终于乘虚而入 沿江进犯 这岂不是内忧外患 首尾难救 实在让人心寒 这事已经很紧迫了 弟弟你如果坚决攻陷洞庭 不停止征伐 那么雍州的消气怀疑 你要进攻他 无法自安 必定招引西卫大军 以求外援 侯景的事相当于内部农疮 西卫则等同于外部肿瘤 他们在关中设置兵力 已经让我们喘不上气 何况这些贪婪的虎狼难于揣测 势必侵吞内地 弟弟你如果有危险 那整个国家就大势已去了 我没有深刻的洞察力 只是能弘扬道理 正是搜集封闻民谣 博彩物译 这些都是值得怀疑 都会导致国家分崩离析的缘故啊 四六文超 南北朝 光绪人吴紫云诗刊1882 《现庄四册》 纸本 书中有孙德谦满批 批语对于书中所选文章多有精辟见解 孙氏为近代文史名家 与王国为张耳田称海上三郡 著有古书读法略历等 我朝建立五十余年来 恩德无穷 虽有叛逆发生 但还没动摇国家根基 普天之下 忠臣愤慨 邻里遭祸 忠义愤发 无不披甲持兵 怒发冲冠 咬牙切齿 都想用刀剑插入侯颈腹中 只需主帅领导而已 如今人人都愿死战 前仆后继 弟弟你鹦鹉谋略振动远方 雄霸当代 品德技艺 文武双全 就危纪难 朝野归心 匡复天下 非你莫属 怎能自己违背舆论 招致大家怨恨 这其中的难处 都像上面所说的 理所当然 无需再犹豫 我之所以穿越险祖 从东川出兵 就是想告诉上游诸王 一定要联合出兵 以我的余年残命 效力于航武中 等我到了九江 为平定北方沿江而上 但因为粮草断绝 士兵饥饿无力 才无法进取 侯景才得以延缓被诛杀的命运 我更加悲愤 无处容慎 计算萧香的古宿 应当已成熟 要想阻止你的大军 只有此事迫切 至于运输 恐怕没空发兵 今日迫切希望的 就是粮食问题 如果等到从西河运来 事情就危险了 希望弟弟 你一定照此办理 解去密川之围 为国家大忌考虑 让他运输粮食 资助军旅 大家同心协力 天下太平指日可待 宗庙重新安定 天下复兴 推崇弟弟的功劳 岂不是很好 我才能低下 兵力短缺 不能完成这一任务 所以都寄托于你 如能成功 我死而无憾 萧一回信 陈述和东王有罪 声称不可解长沙之为的原因 萧伦看完信后痛哭流涕 说 天下之势 怎么竟发展到如此地步了 左右人听闻 也都忍不住哭泣 于是 萧伦大肆修造兵器盔甲 将要讨伐侯景 萧一听说萧伦兵力强盛 就派王僧便率水军一万人进攻萧伦 萧伦的部将流龙武等人投降了王僧便 导致萧伦军队溃败 他便带着儿子萧志等十余人 乘快船逃往武昌 进湖北鄂州 重列是神仙人物明文静 原形 圆扭 主文式分为三层排列 其间是七神人 瑞兽及人守神兽神鸟图案 扭下长方框柱高官二字 静原处柱一圈明文 保存完整 魏晋南北朝时期 同静最流行的文式是神兽镜和人物画像镜 无处容身 当时 萧伦王府的长使为志 司马江律先前在外面 听说萧伦败退 就骑马前去接应他 于是又收拾残兵 囤住于齐昌郡 今湖北武汉市黄皮区北 将招引卫军一起进攻南洋 今河南南洋 侯景部将人曰听闻此事 率领二百铁骑攻袭萧伦 萧伦毫无准备 又战败逃往定州 今广西 桂平县西南 定州刺史田龙祖出迎萧伦 萧伦因为田龙祖是梁元帝所任命的 怕被他抓住 又逃回齐昌 行至汝南 今湖北中降县时 西卫任命的汝南城主李肃 是萧伦的老部下 听闻萧伦败逃的消息 开诚接纳了他 于是 萧伦修筑城池 召集士兵 准备攻打靖陵 湖北省天门市 西卫安州刺史马秀 听说此事 向西卫朝廷报告 西卫派遣大将军杨忠 一同侯几通 率军赶来 原地承胜二年 554 杨忠等抵达汝南 萧伦登城固守 适逢天气寒冷 降下大雪 杨忠等无法攻克 死者很多 后来李肃重箭身亡 汝南城被攻陷 杨忠抓住萧伦 萧伦不屈服 于是被杀害 尸体投到江边 历经数日而不变颜色 鸟兽都不敢靠近 萧伦死十年三十三 百姓同情他 为他修建了寺鸟 后来梁元帝追封他 誓好为邪 拥赴胡子 萧伦的次子萧雀 自重症 自幼萧永 有文采 五帝大同二年 536 进封为正街侯 十亿五百户 后改封永安侯 他常在府地内练习骑马射箭 学习兵法 十人都以为他狂妄 左右人有因此劝谏他的 萧雀说 等我为国家击败贼寇 让你们都知道我的厉害 后任官密书成 太子钟摄人 中山之战时 萧雀苦战 所向披靡 叛军都惧怕他 萧雀每次临战对敌 意气风发 披甲跨马 从早到晚 驰骋往返 不知劳累 众将都佩服他的英勇 后来 侯景请求结盟休战 因为萧雀正在城外 担忧他成为后患 就请求赵萧雀入城 于是 五帝下赵赵萧雀为南中狼将 广州刺史 增丰十亿至二千户 萧雀知道 此次结盟可疑 京城必沦陷 因而想难逃 其父萧伦听说后 逼他入城 萧雀还是不肯 萧伦流着眼泪说 你要造反吗 当时台使周时珍在旁边 萧雀就对周时珍说 侯景虽声称要退兵 却并不解围 由此推断 真相不言自明 周时珍答道 皇帝赤指如此 您又怎能推辞呢 萧雀仍坚持己见 萧雀大怒 对赵伯超说 乔周 你为我杀了他 提着他的头入城 赵伯超 挥刀鞋是萧雀说 我认识你 可刀也认识你吗 于是 萧雀哭着出来 进入城中 后来侯景违背蒙约再次围城 京城失陷 萧雀推门而入内殿 启奏五弟萧衍说 城已被攻陷了 五弟问 还能决一死战吗 萧雀答道 不能 陈相来亲自格斗 但形势已经失控 我也无能为力了 五弟感叹道 国家从我手中得到 又从我手中失去 也没什么可悔恨的了 于是让萧雀写文章 为劳军事 萧雀随后出来见侯景 侯景欣赏他惊人的履历 一直让他待在左右 后来 有一次他跟随侯景出行 看到天上有老鹰飞翔 诸位叛军将领 争着射箭 都未能命中 萧雀弯弓射箭 一箭就将老鹰射落 叛军都愤恨极度 一起劝侯景除掉萧雀 之前 萧伦派人秘密与萧雀联系 萧雀对使者说 侯景为人轻跳 可以靠一人之力除掉他 我萧雀不怕死 正想亲手杀掉他 但一直没找到机会 你回去告诉我父王 请不要挂念我 但事情没办成他 就被叛军杀害了 卷32 陈庆之列传 陈庆之484-539 出身寒门 大器晚成 不善其设 却成一代名将 他在同北魏的战斗中 展露头角 曾率七千白袍铁骑 击溃三十万卫军 真所谓名师大将莫自劳 千军万马必白袍 堪称军事史上的神话 展露头角 陈庆之自子云 一星国山 金江苏 一星是西南人 自幼就追随梁武帝萧 萧萧枯爱下棋 每次都通宵达旦 随从都累到睡着 唯独陈庆之不睡 听到萧燕召唤 他就马上赶到 故身受赏识 后来他随萧燕东征平定建业 金江苏南京市 授任主书 散财招募兵市 常想着 有一天能受到重用 后被授为奉朝请 梁武帝普通年间 520-527 北魏徐州 金江苏徐州市 刺史元法僧在彭城 金江苏徐州市 请求投靠南朝 朝廷命陈庆之为武威将军 和胡龙崖 成景郡帅 军队前去接应 回来以后 被授为宣蒙将军 文德主帅 仍统帅两千军人 护送豫章王肖宗 前去镇守徐州 北魏派遣安丰王袁延明 林怀王袁裕 带领两万兵重来抵挡 袁延明先派他的别江邱大千 在巡良 金江西东北部 筑堡垒 在靠近边境的地方 考察军情 陈庆之进攻敌军的堡垒 一举将他们击溃 后豫章王 抛弃军队 投奔北魏 不重拳都溃散 诸位将军都不能制止 陈庆之 就连夜展官撤退 将士们得以保全 普通七年 526 安息将军元树 出兵征战寿春 金安徽兽县 任陈庆之为贾洁 总之军事 魏玉州 金河南汝南县 刺使李县 派遣他的儿子李长军 另住两个城堡 来抗拒梁军 陈庆之进攻李县 李县无力抵抗 遂投降 陈庆之占据寿春城 后调任东宫阁职 刺绝关中侯 不取将青铜印 魏晋南北朝 方形 瓦钮 印文为 不取将印 印章行制规整 字体端直 不取 系汉代军队编制的名称 不取将这一官职 设置在东汉末年 普及于魏晋时期 统领不取的将领为 不取将 不取将归 不取都管 通典 直官十九 进官品列 不取都第七品 不取将第八品 此枚印章 就是史籍的一个佐证 郭阳建功 大通元年527 曹仲宗率领陈庆之 去攻伐郭阳 金安徽猛县 北魏派遣征南将军 常山王元昭等人 带领步兵十五万前来支援 前军抵达陀建 金安徽 猛县西北 离郭阳有四十里 陈庆之想出击迎战 而韦放认为 敌兵的前锋一定是精锐 和他们作战如果胜利 不算是功劳 如果作战失利 会降低军队的气势 兵法中说 以一代劳 不如不出击 陈庆之说 魏人从远方来 都已经疲倦了 距离我军很远 必然不会怀疑 趁他们尚未聚集到一起 要使他们的士气受挫 出其不意 一定能打败他们 而且还听说敌军所占据的军营 数目茂盛 夜里一定不会外出巡视 诸位若还有疑虑 陈庆之请求独自前去攻取 于是和麾下的200名骑兵 奔往敌营前去进攻 攻破敌方前军 魏人大为惊恐 接着 陈庆之返回和其他将领 联营一起进攻 占据郭阳城 和魏军对峙 从春天到冬天 共有数十 上百次战斗 军队疲惫 气势衰落 魏的援兵想重新在军后铸堡垒 曹仲宗等人 唯恐父辈受敌 策划想退兵 陈庆之首执仗杰在军门说 来到这个地方 已一年了 军费消耗的数目极大 朱军却没有斗志 都计划退缩 哪里是想建功利明 简直是聚在一起抢劫 我听说智之死地而后生 必须等敌军聚合以后 再和他们作战 如果想班师回朝 陈庆之还有皇上的觅齿 今日为令的人 便依皇上的诏令惩处 曹仲宗看重他的计谋 就听从于他 为人铸成十三个城壢 形成脊脚之势 陈庆之君口中贤眉夜晚出击 攻陷四壢 郭阳城主王伟 祈求投降 剩余的九城 兵力较强盛 梁军便把俘虏的左耳都摆出来 击鼓呐喊进攻敌军 敌军 敌军见状溃散而逃 大部分被斩杀 郭水 金玉东 晚北的淮河之流窝河 都因此流淌不畅 祥城中共有男女三万多人 武帝下诏 在郭阳城 设置西徐州 众军乘胜追击 安顿在城府 金安徽博州东南 武帝嘉奖陈庆之 赐给他守照说 你本不是将门出身 又不是高门豪族 不满天下的形式 到达今天这一步 可以深思齐掠 善始善终 大开中门接待宾客 扬明于史册 这难道不是大丈夫所为吗? 白袍扬明 大通初年 为北海王元昊 因为本朝局势混乱 主动来详 请求梁朝助他为北魏国主 武帝接受了他的请求 以陈庆之为贾杰 标勇将军 护送袁浩回北方 袁浩在宦水 金河南省开封陷入安徽省境内 即位称魏帝浩 任陈庆之为史池杰 镇北将军 护军 前军大都 从治县 金安徽除州境内出发 进军营城 金河南 商丘市东南 不久到达虽阳 金河南商丘市虽阳 魏将邱大千有七万兵重 分别铸成九个城垒 抵制梁军 陈庆之向他们发起进攻 从拂晓一直到下午 攻陷三座城垒 于是邱大千投降 那时 魏征东将军继因王元徽叶率领两万名羽林数子 前来援救梁 送 金河南省开封市 商丘市 及其附近一带 驻扎在考城 金河南民权市东北 考城四面环水 守卫严密 陈庆之命士兵 扶在水中筑垒 攻陷考城 升秦袁徽叶 或七千八百辆租车 继续奔赴大梁 金河南开封 敌军望其归响 袁浩生陈庆之为魏将军 徐州刺史 武都公 仍然率领众人向西行 魏左仆叶扬裕 西阿王元庆 辅军将军袁显公率领御用魏军 宗子 庶子 总共七万人 聚首在行阳 金河南行阳市抵抗袁浩 魏军兵锐成奸 陈庆之未能攻下 魏将袁天穆的军队 也将要到达此地 先派其票其将军尔朱土梅尔 率领五千胡旗 其将鲁安率领九千夏州 今陕西恒山县境内 不骑兵 援救杨玉 后 又派幼蒲叶尔朱世龙 西京州刺史王毗岭一万骑兵 占据虎牢 今河南行阳市似水镇西 袁天穆 土梅尔相继赶到 旗鼓对峙 当时因为能攻下行阳 士兵们都害怕 陈庆之就卸下马鞍 为保战马 向兵重宣遇道 自我到此地以来 屠城略地 实在不少 你们杀死别人的父兄 抢夺别人的子女 又不计其数 袁天穆的不重 都是我们的仇敌 我们有七千人 敌军有三十多万兵重 今日的战事 亦不图存 我认为 不可以和鲁军在平原地区相争 趁他没有全部到前方 需平定他们的成蕾 诸位不要再有疑虑 否则会一物自己 被人屠杀 梁军一股作气全部登城 壮士东阳 今浙江金华市仁宋锦修 一兴 今江苏一兴市仁于天米越过城墙进入 于是攻下成蕾 很快 魏军在外面列阵巨河 陈庆之帅三千骑兵被呈作战 大破敌军 鲁安在战场祈求投降 援天幕 耳珠土门儿骑马逃跑 验收行阳的储物 牛马古博数不胜数 奔赴虎牢 耳珠是龙弃城而逃 魏主袁紫幽畏惧 逃往冰州 金山西太原市 林怀王袁裕 安丰王袁延明率百官 封闭府库 准备好接驾的车马 迎接袁浩入驻洛阳宫 在前殿召见百官 改年号大赦天下 袁浩任命陈庆之为市中 车骑大将军 左光陆大夫 曾万户十亿 魏大将军上党王袁天幕 王老生 李书仁 又率四万兵重 攻陷大梁 分派给老生 废墓两万兵 占据虎牢 雕轩 雕霜 进入梁 宋 陈庆之随之发动突然袭击 全都投降 袁天幕和十多个骑兵 北渡黄河 梁武帝又赐首照称赞陈庆之 陈庆之麾下的兵重都穿着白袍 所向无敌 先有洛阳的童谣说 名师大将莫自劳 千军万马必白袍 此次北进 从制县出发一直到洛阳 共一百四十天 平定三十二成 战斗四十七次 所向无敌 功亏一篑 当初 袁子幽之身骑马逃跑 宫中的卫兵 贫世 还是像往常一样没有改变 袁浩得志以后 荒废于酒色 日夜饮酒作乐 不再关心正事 和安丰王 林怀王 一起策划奸计 打算背弃梁朝恩德 不再行纳贡之礼 只是因实事未安 还需借助陈庆之的力量 因此只能外同内议 言语多有忌讳 陈庆之心中明白 以秘密计划 便对袁浩说 现在远来到此地 未想者尚多 如果别人知道其中虚实 便会重新联兵 而且 居安不应妄威 必须提前准备对策 应奏明天子 请求增兵援助 并勒令诸周 有男人进入此地者 必须都押送过来 袁浩打算听从他的话 袁烟明对袁浩说 陈庆之帅兵不出几千 就已经难以控制了 如今要增加他的兵重 怎么肯再为你所用 失去权力 就要听从别人 魏朝的宗庙设计 就由此灭亡了 由此 袁浩开始怀疑 疏远背离陈庆之 因对陈庆之有顾虑 就密奏梁武帝说 河北 河南此时已安定 唯有米朱戎 还是飞扬跋扈 陈和陈庆之 就能勤讨他 如今周郡刚顺服 正需要安抚 不宜再加兵 惊扰百姓 于是武帝下诏 令仲军都停在边界前 在落下的 男人不足一万 枪仪比他们多十倍 军驸马佛念对陈庆之说 功高不少 镇主身危 这两件事都有了 将军难道不担心? 自古以来 废婚君立民主 扶危定难 很少有得善终的 现在将军危阵中原 声动和塞 杀袁浩站洛阳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陈庆之未听从 以前 袁浩命陈庆之为徐州刺史 因此 陈庆之请求去外镇 袁浩害怕他 为派他去 便说 主上把洛阳这个地方权委托给你 忽然听说要舍弃朝廷的寄托 想去彭城 别人会说 你为取得富贵 不为国家考虑 手持贫人 留下你 恐怕成为我的职责 陈庆之不敢再说什么 为天助将军尔诸荣 又蒲叶尔诸侍龙 大都督袁天穆 票旗将军尔诸土梅尔 荣长使高欢 鲜卑 锐锐 率领百万兵重 携带魏主袁子忧 前来攻打袁浩 袁浩 袁雕石寿 南北朝 袁浩盘踞洛阳65天 以前攻下的城池 一时间全部反叛 陈庆之过黄河首位北中郎城 今河南孟州南 三天作战十一次 伤亡惨重 而朱荣将要撤退 当时有位名叫刘灵柱的人 通晓天文 就对尔朱荣说 不出十天 就能平定河南 泛指黄河以南地去 尔朱荣便捆木做法 从霞石 经河南孟金西 渡河 和袁浩在河桥开战 袁浩大败 逃跑到林颖 经河南林颖西北 被敌军活捉 洛阳陷落 陈庆之帅数千名不骑兵 截阵向东返回 尔朱荣亲自带兵来追他 正值松高爆发山洪 军人死亡逃散 陈庆之便替去虚发伴座僧人 超进道到达豫州 豫州人承道雍等人 偷偷送他出汝因 金属安徽富阳市 至京都 他仍因军功 被授为右卫将军 封为永兴县侯 十亿一千五百户 后又为池杰 都督袁淮朱军市 奋武将军 北衍州 金江苏淮音 西南甘罗城 刺史 对陆文之锦 南北朝 染外安内 当时恰逢有个叫僧强的妖僧 自己称帝 土豪蔡伯龙起兵响应 僧强略懂幻术 更能蛊惑人心 不重达三万 攻陷北徐州 金安徽 凤阳县东北 既因太守杨启文 弃城而逃 中离 金安徽 凤阳县一带 太守善西宝被杀害 武帝命陈庆之前去讨伐 陈庆之出兵不到二十日 就斩杀蔡伯龙 僧强 把二人守级传到京师 中大通二年五百三十 陈庆之被授为南北司 西域 域四周朱军市 南北司二周分别是金湖北省安路 金河南信阳刺史 其余仍不便 陈庆之道任上 就包围玄户金河南汝阳市 在秦水大破魏影州刺史楼启 扬州刺史士云堡 又在楚城 金河南信阳北 打败邢台孙腾 大都督侯进 豫州刺史姚雄 扬州刺史司马公 罢免易扬 金河南信阳南的阵兵 停止水路运转 江湖诸州都得到休息 开田六千请 两年之后 仓库粮食充实 得到五帝嘉奖 他又上书提议省去南四周 恢复安禄郡 金湖北安禄 至上明郡 大同二年 五百三十六 北魏派遣大将侯景 率领七万兵重 侵扰楚州 金河南信阳北 刺史环河被杀 侯景继续进军淮河上游 给陈庆之写信 让他投降 五帝下赤派湘坛侯退 又为侯夏奎等人奔赴援旧 行军至黎江 陈庆之已经攻破侯景 当时天寒下雪 侯景气自重而逃 陈庆之收了自重而归 进封为任威将军 这一年 豫州饥荒 陈庆之开仓赈灾 城中所有人几乎都得到救济 周人李生等八百人 上表请求为他立杯颂德 下诏允许 五年五百三十九十月 陈庆之去世 享年五十六岁 追赠散其尝试 左卫将军 刺骨吹一步 士号五 赤令一星郡派五百壮丁参加葬礼 陈庆之性情谨慎 衣着朴素 不沉迷于声乐 射箭不能射穿战甲 也不精通马术 但他善于安抚将士 能得到他们的死力效命 子承赴业 陈庆之第五子陈欣 自君章 七岁就能骑马射箭 十二岁时跟随父亲入洛阳 在路上得了病 返回京师 他曾拜访红卢清朱毅 朱毅向他询问北方形势 陈欣就在地上用土画图 只是区别 加以讲解 令朱毅大为震惊 武帝大同四年五百三十八 陈欣担任少林王常侍 文德主帅 又为帐主等职 朝廷派遣他协防易阳 太清二年五百四十八 侯景包围立阳 朝廷召令陈欣回京 陈欣上奏说 采石急需重兵镇守 王智的水军战斗力弱小 恐怕顶不住啊 于是 朝廷委任陈欣为云齐将军 代替王智 陈欣还没走到水边 侯景就已经渡过长江 于是 陈欣带所属部队由防于城外 却无法入城参与防御 后来 陈欣想奔赴京口 却被侯景抓住 侯景知道陈欣殷勤能干 就留他尽情畅饮 对他说 我到这里就得到您 其他人都做不到啊 让陈欣收集所属部队 为他所用 陈欣誓死不从 于是 侯景派他的遗同关范陶邦 对陈欣严加看管 陈欣却借机说服了范陶邦率所部归降朝廷 让他袭杀王伟 宋子仙违信 范陶邦表示同意 二人定下盟约 派人将密信用箭射入城中 而陈欣则趁夜爬入城中报信 杨武帝得知后大喜 赤令即刻接受范陶邦投降 但太子萧刚迟疑数日不绝 外面秘密已经泄漏 陈欣却并不知晓 仍然暗期出城 侯景将陈欣截获 逼迫他再向城中射密信 假称范陶邦将率领数十人先入城 侯景想趁机带兵混入城中 陈欣既不肯为他写密信 就抱着必死之心 终于被侯景所杀 十年三十三岁 论赞 使陈曰 陈庆之有大将的谋略 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可与廉坡 礼目 魏清 获取病媲美 他激谨聪慧 早年侍奉梁高祖 就已有旧日的恩情 再加上他为人恭敬 位高权重 也是一世的荣耀啊 卷三十八 朱毅列传 朱毅483至549的才学 在南朝可谓数一数二 他不但博通经术 且在博系 围棋 书法 算术等领域 都有很高造诣 入室为官后 以老成金敏著称 深受梁武帝宠信 但他官居忠书 却唯以窥探地义 阿鱼逢赢为能事 最终引狼入室 对侯景之乱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博学才俊 朱毅自艳和 是吴俊前堂 今浙江杭州人 父亲朱迅 因忠义劫列而知名于世 官至南齐江夏王参军 吴平令 朱毅二时 外祖父顾欢 抚摸着朱毅 对他的祖父朱昭之说 这个孩子不是一般人物 将来要成就您家的门户 朱毅十几岁时 喜好聚众赌博 乡里人把他看成是个祸害 长大之后 才改变恶习拜师学习 学遍武经 尤其精通理 义 涉猎文史著作 还通晓各种技艺 薄系 围棋 书法 算术 他都擅长 二十岁时 来到京城 尚书令沈约面试他 随后与他开玩笑说 你年纪轻轻的 为什么就这样不连结啊 朱毅思前想后 也不明白沈约的意思 沈约便说 天下只有文章 京义 围棋 书法这几种学问 你一下子 都要占去了 这就可以说是不连结吧 这一年 朱毅尚书建议 京城健康应涉玉思 与廷魏同集 皇帝令交与尚书详细讨论 最后听从了朱毅的意见 就职规定 年龄到二十五岁才能做官 当时朱毅刚二十一岁 朝廷特别下令 破例题把他做扬州一草从事史 不久下诏征求有杰出才能的人 武经博士明山滨上表举荐说 我觉得前堂朱毅 年纪虽轻 但品德完备 办事老成 独处的时候 没有闲散放荡的想法 身处暗示 神色也恭敬如面对宾客 气宇轩昂 胸襟宽广 风采仪表庄重严肃 就像万丈金山 难于登上他的巅峰 千里玉海 难以窥测他的边际 再如心近琢磨的规章 初次编织紧断 一触摸就发出清脆的声响 稍视色彩就发出绚烂的光芒 观察他的言行 不只是十户人家都少有 假如让他肩负任重道远的职责 必定会发挥出千里玛的作用 梁武帝召见朱毅 让他讲孝经 周毅精益 非常高兴 对左右人说 朱毅确实异于常人 以后见到明山斌 对他说 你推荐的 确实是个人才 于是赵朱毅在西省当职 不久兼任太学博士 这年 梁武帝亲自讲孝经 让朱毅执经诵读 后提升朱毅任尚书仪曹郎 入朝廷兼任中书通事摄人 晋升红卢卿 太子又未帅 不久加官员外常侍 彩绘贴金石菩萨像 高94厘米 陕西西安出土 整相为白石雕城 青石台座 菩萨为立姿 高技术官 观中心摄画佛 右手上驱直柳枝 左手下垂握镜屏 身披绕体披薄 配向式 樱落 下着长裙 赤足踏连坐 坐前两侧各有一吨诗 下设方台 善亏军心 梁武帝普通五年524 大局北伐 北魏徐州刺史原法僧派使者前来请求 以所属领地归赴南朝 武帝诏令 让有官部门讨论此事的真假虚实 注意说 自从朝廷军队北伐 相继攻克成意俘获敌兵 徐州地面日渐削弱 北魏把罪责全都归罪在原法僧身上 原法僧怕遭到杀身之祸 所以他投降一定不是假的 武帝便派朱毅前去答复原法僧 同时命令各军接应 接受朱毅调度 到徐州之后 原法僧遵从朝廷的意志 果然像朱毅预料的那样 武帝中大通元年529 朱毅晋升散其常事 自从周社去世之后 朱毅接替他掌管朝廷基要 无论地方长官的变动 朝廷礼仪国家大典 赵告赤书的起草和发布 全都由朱毅执掌 四方进程的表书 主管官署的公文 一切咨询裁断事宜 全都堆积在朱毅面前 朱毅行文落笔 审核决断 文笔纵横 财思敏捷 手中之笔一刻不停 请客之间 全部事务都办理妥当 武帝大同四年538 他晋升为右卫将军 六年540 朱毅起奏请求在宜贤堂 讲述武帝所赚的老子役 赤令云准 等讲述的时候 朝中的士大夫 以及僧俗听众达一千多人 成为一时的圣士 当时又在承熙开设市领馆 用来言请博学之事 朱毅与左承贺琛 每天轮班讲述武帝的礼祭中拥义 皇太子又召朱毅在东宫悬谱讲义 八年542 改家世中 太清元年547 晋升中领军 摄人职务不变 岳瑶克莲花文盘 南北朝 直径13.7厘米 内克莲半文 岳瑶典形器 完好 开片及吐斥现象明显 莲花是佛教文士 南北朝兴盛佛教 高档瓷器 常刻有莲花文 见此器 可想当年香火之盛 尹郎入世 一天 五弟梦见 平定了中原 满朝称赫 第二天一早就把这个梦 告诉给朱毅 朱毅说 这是天下将要统一的预兆 后来 侯瑶来归降 五弟召集群臣商议 尚书蒲叶谢菊等人认为不能接受 五弟则想要接受 侯瑾归降 事情未能决定 五弟曾经一早来到武德阁 自言自语地说 我国如此太平 如今轻易就能接受降帝 都是合理的事啊 却导致如此议论纷纷 无法决断 后悔也来不及了 朱毅盔测到五弟的意象 应声答道 圣明的天子均临天下 顺影苍天的意志 北方的移民百姓 谁不爱慕敬仰您 只是没有机会 无法表达他们的心愿 如今侯瑶分割东卫 大半土地 前来表达诚恳的心意 从远处来归附圣朝 岂不是上天引导他的内心 众人赞助他的计谋的结果 考察他的心意 审视他的行为 是很值得嘉奖赞许的 如今 要是不容许他来归降 恐怕会断绝了 以后归降者的希望 这是显而易见的 希望陛下不必迟疑 五弟非常赞同朱毅的见解 又回想前日之梦 于是就接纳了侯瑾的归降 等到真阳侯肖渊明战败被俘 从东魏派人回来 述说东魏国向高城打算同梁朝重归于好 和睦相处 五弟下令群臣商议 朱毅又认为应该讲和 五弟果然听从 当年六月 派遣健康令泄挺 通知郎徐灵到东魏出使通好 当时侯瑾坐镇寿春 接安徽寿县 接连起奏五弟请求断绝同东魏的和好 并请求追回使臣 又写信给朱毅 言辞极为恳切 朱毅指拿五弟的斥令回复给他 8月 侯瑾便发兵反叛 以讨伐朱毅为名 朱毅募兵三千人 等到侯瑾兵临城下 便让这些人把守大司马门 当初 侯瑾密谋造反 和周刺使鄱阳王消贩 四周刺使杨压人 都连续有奏章向朝廷报告 朱毅认为侯瑾以孤立无援之身投降保命 必定不会反叛 于是对使者说 鄱阳王就不许国家有一个外来的客人 压下奏章不上报 因此朝廷没有任何准备 等到侯瑾叛军打来 成中文武全都责怪朱毅 皇太子萧刚又写了一篇为成父 末段暗讽朱毅是祸国殃民的豺狼 蛇义 朱毅因此惭愧而忧愤 发病而死 十年六十七岁 五弟下诏说 已故中领军朱毅 胸襟宽广 财力出众 在朝廷咨询谋划 已有多年 正当辅助朝廷治理国家 长期魏国被委以重任的时候 却过早地死去 使我心中充满悲伤 可赠赐逝中 尚书又仆叶之职 并辞官幕一聚 丧事所需用的钱财 也由朝廷资助办理 就这尚书官职是从不用来赠赐死者的 朱毅死后 五弟很惋惜 在商议追赠之事时 左右有同朱毅友好的大臣起奏说 朱毅担任过的官职虽然很多 但是他平生最希望的 是愿意得到执掌行政大权的职权 五弟按照朱毅多年的心愿 特别下令给朱毅追赠上书官职 为父不仁 朱毅身居掌握大权的要职三十多年 善于窥测皇帝内心里的意图 能阿余奉承顺从皇帝的意志 所以特别受到宠信重用 历年任官 从园外常事直到世中 这四种官职都在帽子上加雕尾做装饰 自右卫率到领军 这四种职位出入时都有卫队遗仗 这是近代历朝未曾有过的事情 朱毅和他的子职 从潮沟修建府地宅院一直到达清晰 其中有楼台池塘及各种玩赏之物 每当闲暇之时便会与宾客在里面游玩 四方馈赠礼物 钱财物品堆满其中 朱毅本性吝啬 不曾对人有施舍 厨房里吃不完而腐烂的真羞美味 每月常常要扔掉十几车 哪怕自己的子职亲戚也从不分送 朱毅所撰写的礼 一讲书和一著文集有百余篇 战乱中大多散失了 论赞 陈立部尚书遥查曰 夏侯胜曾说过 世人就怕不精通精术 精术精通了 谋取高官厚禄 就像拾起地上的草芥那么容易 朱毅出身贫贱 靠精术抓住机遇 以致富贵显赫 符合尚述言论 然而 朱毅既然侥幸获得皇帝的宠信 任职掌权 不能以正道辅佐君王 只是一味逢迎谄媚 后来招引贼寇败乱 实乃注意引出的祸根啊 他造成的灾祸危难已经彰显 却不明正典型 直到死后 还获得特别的恩宠馈赠 既不惩罚 又滥师奖赏 无人劝阻 还如何治理国家 君子从这里可以看出 太清年间的侯景之乱 能与此毫无关系吗 卷45 王僧便列传 所谓实事造英雄 南朝王僧便 555 就是其中佼佼者 他早年追随湘东王萧义 屡历战功 特别是侯景之乱中 王僧便已卓越的军事才华 数次击败叛军 收复京师 拥立萧义即位 可谓功勋卓著 可惜在萧义去世后 作为国家住时的王僧便 却受制于北齐压力 不能合理处理费力之事 最后被陈霸先公杀 追随湘王 王僧便 自君才 是右卫将军王神念的儿子 梁武帝天剑年间 502-519 王僧便随父亲一起来投奔梁国 起初任湘东王萧义的左长室 几经千转 一直坚任湘东王府左官 后来 湘东王出任荆州刺史 王僧便也转任真义将军府 资议参军士 受刺十亿千人 代替柳仲理 出任靖陵太守 改号为雄信将军 当时侯景叛乱 湘东王命令王僧便带持福节 总督水军万人 并运送梁响赶赴京城救援 刚到京城 功成已被攻陷 梁武帝被软禁 王僧便与柳仲理兄弟以及赵伯超等 先降于侯景 然后入朝 侯景将王僧便的军队物资全部收取 并对他们后家抚慰 不久 侯景派王僧便回靖陵 金湖北天门市 于是他日夜兼程 向西投奔萧毅 萧毅承袭帜 任命王僧便为领军将军 后来 荆州湘东王萧毅与湘州河东王萧毅相互猜忌 军队失去控制 萧毅又命令王僧便和抱拳统兵讨伐湘州 金湖南长沙 分发兵丁两响 定期启程 当时王僧便考虑到靖陵的部下还没到齐 想等到人马集结完毕 然后出师 就和抱拳商讨 萧毅生信苛刻好猜忌 听闻王僧便的话 以为王僧便故意拖延 不肯进军 心中就有些生气 等到王僧便向萧毅说明情况 他大怒 骂王僧便贪生怕死 命人将其逮捕 并用剑砍伤王僧便左腿 血流满地 王僧便痛得昏死过去 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 萧毅随即把他送交庭位处置 并逮捕了他的子侄 一并关押起来 当时正赶上岳阳王僧妾的军队 袭击江陵 金湖北荆州市 人心浮动 不知如何是好 萧毅派人到狱中向王僧便询问对策 王僧便详细陈述自己的方略 随即被赦免出狱 并任命为城内都督 不久 岳阳王兵败溃退 而暴权未能攻克长沙 萧毅就命令王僧便替代他 隶属暴权十条罪名 将其逮捕 王僧便调兵遣将 奋兵合围 终于平定了襄州 世家立相堪 南朝 兵伐侯景 回来后 王僧便仍担任领军将军 当时 侯景延将向西进犯 军队抵达下手 金湖北荆州市沙市区 王僧便被任命为大都督 率领八州刺史淳于良 定州刺史杜勘 一州刺史王林 称州刺史裴之恒等 一起赶赴西洋 金湖北黄冈市东 军队驻扎在巴陵 金湖南岳阳 听说颖州 金湖北鄂州 已经陷落 王僧便于是聚守巴陵城 萧毅命令罗州刺史徐四辉 五州刺史杜测都到巴陵与王僧殿会试 侯景攻破颖城之后 兵将更多 士气旺盛 准备进犯荆州 于是派委一同丁河统兵五千人守卫江夏 今湖北武汉市江下去 大将宋子先率兵一万为先锋 进逼巴陵 侯景自率大军水路并进 于是沿江驻守的军队都闻风而降 而叛军将巡逻线一直拓展到隐基 王僧便随即把江边米粮筒筒上运 而且将公司船只沉到水中 等到叛军前锋抵达江口时 王僧便便下令各军 聚成固守 演其息鼓 安静得像没人似的 第二天 叛军渡江 倾其直抵巴陵城下 对王僧便威逼利诱 但他坚决不详 于是双方展开残酷的攻防战 连战数日 叛军每次进攻都受挫 加上叛军统帅人约又被陆法和索秦 侯景于是烧掉营帐 连夜逃走 回兵下手 湘东王论功行赏 任命王僧便为征东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江州刺史 并封他为长宁县公 随后 萧毅命令王僧便成圣率领巴陵诸君 顺江讨伐侯景 一路连下鲁山 影城 盆城等地 湘东王家封王僧便为市中 尚书令 征东大将军 并赐给他鼓吹一步 命令他暂时驻留江州 金江西九江 等到各路兵马 骑极了 再选择良机进军 不久 萧毅命令江州各军联合大举进攻 王僧便上表彰 将简文帝去世的消息报告给江陵的萧毅 于是 王僧便率大将百余人 言明上表彰劝湘东王萧毅及皇帝尾 等到快要出兵进军时 又再次上表劝进 虽然建议未被采纳 但都得到了优厚的答复 王僧便大军于是从江州出发 直指京都建业 今江苏南京市 王僧便先派南衍州刺使侯天帅精锐部队乘坐青州 攻袭南陵金安徽樊昌熙 雀头金安徽同龄等叛军据点 兵到极客 此前 陈霸先帅五万人马 从南疆出发 先投部队五千人 已禁至盆口 颇阳湖入长江口 陈霸先风流倜傥 足智多谋 名望超越于王僧便 王僧便对他很是敬畏 到盆口后 陈霸先与王僧便 在白毛周会诗 登坛蒙世 由陈霸先撰写诗文 其中痛斥侯景为荼毒生灵 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 发誓与王僧便同心协力讨伐侯景 便要辅佐湘东王即位 于是二人登坛煞穴为盟 共读诗文 都泪洒衣襟 言辞激昂 光复渐夜 王僧便等随即率领各路大军沿江而下 一路连败侯景水陆守军 禁至石透城的斗城 不起连营以禁逼叛军 叛军在江边岭上铸五座防城聚首 侯景亲自出战 与官军在石透城北大战 陈霸仙对王僧便说 这群逆贼已如游魂野鬼 恶贯满盈 为逃避死亡 而要做垂死挣扎 想与我们决意死战 我军人多是众 叛军势单力薄 应该将其分而兼之 当即命令强弩守两千人 攻击叛军西面两成 主力仍然截阵抵挡叛军 王僧便在后面督军进攻 再一次大败叛军 侯景手下将领卢辉略听说侯景兵败 便献出石透城 向官军投降 王僧便率不进去城内 侯景败逃时 是向北网珠方走的 侯景的散兵跑来向王僧便告密 王僧便命令众将进去台城 当天夜里 士兵用柴烧饭时不慎失火 烧到了太极殿及东西塘等处 当时军队在京城里大肆劫掠 士大夫和百姓的财物都被掠夺 被他们抓到的老百姓 身上衣服被包得金光 他们又逼着老百姓用钱赎回衣物 从石透城到东城 秦淮河岸边哭喊之声惊天动地 连京城都被震动 于是老百姓多对朝廷军队感到失望 王僧便命令猴天 裴之恒率精兵贾士五千人 东晋讨伐侯景 又俘获侯景党与王伟等二十余人 送往江陵 伪行台赵伯超在吴松江降于侯天 当时侯天把他押来见王僧便 王僧便对赵伯超说 赵公 你身受朝廷重恩 却还服从密臣 事到如今 将要如何是好 于是 王僧便命令把他押送江陵 赵伯超被押出去后 王僧便对在座宾客说 朝廷昔日只知道有赵伯超 却没人知道我王僧便 等国家濒临土崩瓦解之时 却是我力挽狂澜 人的兴衰荣辱 看来并无常态啊 宾客们上前为他歌功颂德 王僧便突然醒悟到诗言 就假意说道 这都是圣上的威德 众将士的拼死效命 老夫虽然烂于充数居统帅位置 又有什么功劳呢? 随后 叛军都被扫平 京城被完全克服 局势稳定下来 左地保国 士族消逸及皇帝位后 因为王僧便的汉马功劳 尽售他为镇卫将军 司徒 并增加班剑护卫二十人 改封号为永宁郡公 十亿五千户 原先所任适中 上书令及受刺的鼓吹等待遇不变 不久之后 襄州叛军路纳等在路口湖南诸州路口镇打败恒州刺史丁道贵 把他的军队装备全部收缴 李洪雅又从零零今湖南永州市率部出空灵滩 声称是帮助朝廷讨伐路纳 朝廷不能确定李洪雅的正式意图 深感忧虑 便派中书社人罗仲欢 征调王僧便与票继将军一封侯萧巡 一起南征平叛 王僧便于是率领杜测等各路大军 从建业出发 部队抵达八零时 梁元帝消逸任命王僧便为都督东上诸军士 陈霸先为都督西上诸军士 原先臣霸先让都督之职给王僧便 王僧便历次不受 所以元帝分别任命他们为东、西都督 一起南下平叛 襄州叛乱平息后 王僧便回师江陵 又奉命惠及各路大军西进讨伐武陵王 率水军二万人 梁元帝亲自到天居寺为王僧便践行 不久武陵王战败 王僧便从支江、金湖北支江市 班师回到江陵 随即出阵建业 当月 王僧便在建业只停留了不长时间 就又返回江陵 北齐皇帝高阳派郭元建帅二万兵中 在合肥大四陈列周建 将要阴谋洗取建业 又派遣他的大将刑警员、布大韩萨、东方老等率领部队随后赶来 当时陈霸先镇守建康 得知此事 飞马向江陵报告 梁元帝当即召令王僧便进驻孤暑 金安徽当图县 留在那里镇守 梁元帝先命令豫州刺使侯天帅精兵贾世三千人 在东关筑堡垒 用来抵挡北方的侵略 又征召吴郡太守张彪、吴兴太守裴之恒与侯天在东关会合 和北齐军队大战 把他们打得大败 王僧便率领各路大军回建业操练 梁元帝承盛三年554 3月18日 梁元帝下召表彰王僧便的功绩 加封他为太尉、车齐大将军 生孝靖、魏晋南北朝 圆形、半圆扭、圆扭座 座外一圈圆点纹 主纹是维姬、鼠、狗、虎四种生肖动物各聚一方 环绕静扭、立于地纹之上 尖是云纹、其外花卉纹、山鸾纹各一周 全静纹是军高浮雕 生肖动物形象逼真 立体生动、清晰自然、千白光、品相上佳 物国丧身 当年十月 西卫宰相宇文黑太派兵与岳阳王会合共五万人 准备习取江陵 杨元帝派主书李英到剑夜征召王僧殿 任命他为大都督、荆州刺史 并特别斥令王僧殿道 宇文黑太违背盟约 突然挑起战争 我国猛将多在长江下游 京、陕一带的军队 都不是骁勇善战的 你应该率领精锐部队 星夜启程、加倍赶路 来拯救危难 王僧便于是命令豫州刺史侯天等为前军 沿州刺史杜僧明等为后军 部署完毕 他对李英说 宇文黑太兵都骁勇善战 很难与他们正面交锋 各路大军如以集结完毕 我便率部直指汉江 截断他们的后路 大凡在千里之外缺少梁响 士兵脸上已有激色 何况敌人穿越数千里 这正是孙殿打败旁娟时的情况啊 不久京城陷落 梁元帝被杀 等到梁靖帝第一次级帝尾 王僧便因辅佐之功 按旧制进封为票级大将军 中书坚 都督中外诸君氏 陆尚书 和陈霸先移到参谋讨伐之事 这时 北齐皇帝高扬又想立真阳侯肖渊明为梁朝皇位继承人 便写信给王僧便 以靖帝年幼 国武长君为由 威逼利诱 让王僧便费力 并派上党王高换总领兵将 护送肖渊明回江东即位 真阳侯肖渊明在北齐人马的护送下 即将抵达兽阳 金安徽兽县 肖渊明前前后后 多次给王僧便写信 谈到他要回国继承地位的意思 王僧便没有接受他的要求 等真阳侯天高换到了东关 梁散其尝试裴之恒率领部下组党 被他们打败 王僧便这才考虑接受真阳侯的要求 奉他为梁朝皇帝 行君臣大礼 随后又几次通信 对以往的误会加以辩解 表达自己的忠诚 真阳侯肖渊明 既然健阅做了皇帝 便任命王僧便为大司马 兼任太子太父 扬州牧 其余官职不便 陈霸仙当时担任司空 南徐州刺史 痛恨王僧便在费力这世上的反复 便和各位将领商议 于是从京口金江苏镇江起兵十万 水路并进 恭喜健康金江苏南京市 水军到达时 王僧便像平常一样正在石头城处理政务 陈霸仙的军队已经从城北攻入 南门又有人报告遭到进攻 王僧便和他的儿子王伟急忙从府中跑出来 左右心腹还有几十个人 陈霸仙的各路人马都已赶到 王僧便无计可施便在南门城楼上请求投降 陈霸仙命令手下放火烧城楼 王僧便才与儿子王伟一起下城 被陈霸仙君捉住 陈霸仙说 我有什么罪 你却想联合北齐的军队一起讨伐我 又说 为什么一点防备也没有 王僧便说 我委托您守卫北门 怎么说没有防备呢 当夜 王僧便父子被斩杀 论赞 史晨曰 自从侯景之乱起 梁氏族消逸 占据长江上游 将全储之兵托付给王僧便率领 等平定叛乱 功勋卓著 辅佐皇帝登基 位及仁臣 靖帝作为梁高祖的子孙 原帝的储君 这样尊贵的身份 在江陵沦陷后 理应继承皇位 王僧便位居将相 当有伊尹 霍光那样的忠义 却受北齐军队挟持 另立旁之数子为帝 假使要行使忠义 为何又远离忠义 既缺少保国之道 又没有自保的谋划 自取灭亡 可悲啊 卷55 武陵王纪列传 南朝侯景之乱后 梁帝国不但面临改朝换代的危机 而且萧氏皇族内部 为皇帝宝座也斗得不可开交 其中占据穿闪重地的萧衍第八子 武陵王萧继553便是其中代表 他不但僭越称帝 还亲率大军沿江南下 与其凶元帝萧刚争夺天下 几方恶斗 屡战屡败 最终丢了性命 有人说秦年号天正就是二人一职 所以他的这番闹剧仅维持了一年 就匆匆泄目了 剑月称帝 武陵王萧继自侍寻 是梁高祖武帝萧衍的第八个儿子 他自幼勤奋好学 很有文采 作文副词不崇尚轻浮华丽 很有骨气 武帝天剑十三年514 萧继被册封为武陵郡王 十一二千户 萧继历任宁远将军 狼牙金山东江南市狼牙镇 鹏城金江苏徐州市二郡太守 清车将军 丹阳金江苏丹阳市尹 又出任会计太守 不久惠基郡改为东扬州 金浙江绍兴市 萧继仍然担任刺史 并兼史池杰 东中狼将 后被征回朝 担任市中 领石头树军事 后出调为宣慧将军 江州刺史 又被征为史池杰 宣慧将军 都督阳 南徐金江这一带 两州诸军事 扬州刺史 不久改寿为池杰 都督义 梁金四川 陕西一带 等十三州诸军事 安息将军 一州刺史 并加刺鼓吹一步 武帝大同十一年 五百四十五 受职散骑常侍 征熙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当初 在天剑年间 五百零二至五百一十九 雷电击中太阳门 震出少宗梁位为武王几个字 解释的人认为 武王就是指武灵王 于是朝廷上下都贵心于他 到了太清年间 五百四十七至五百四十九 侯景叛乱 萧继没有赶往京城救援 梁武帝去世之后 萧继便在蜀地建月称帝 改年号叫天正 毕自己的儿子萧元赵为皇太子 萧元正为西洋王 萧元满为靖陵王 萧元朴为南桥王 萧元素为宜都王 萧继任命巴西 紫童金四川绵羊 紫童县二郡太守永封侯萧维为 征熙大将军 一周刺史 并封他为秦郡王 司马王僧略 执兵参军徐鹏都尽力劝谏他 不要作乱 萧继认为他们对自己有二心 便把他们都杀掉了 永封侯稍微叹息道 武灵王就要灭亡了 所谓良辰正是国家的根基 现在反而把他们杀了 不灭亡又待何时 他又对自己的亲信说 昔日环旋篡进 年号为大亨 知情者解释为二月了 而环旋失败正好在仲春二月 现在武灵王年号叫天正 从字面上看就是一纸 这难道还能长久吗 刘金同世家像 北魏 世家夫坐在须弥座上 做说法状 耳阔大而下垂 有北魏时期佛像的明显特征 引火自焚 太清五年 已为大保二年 五百五十一 下四月 萧继率领军队东下 抵达八郡 金四川 重庆一带 以讨伐侯景为名 图谋占据京陕一带 金湖北陕西地区 后听说西魏侵略属地 便派遣部将南梁州刺史乔燕 回军救援 五月初三 西魏将领玉池炯率军进逼浮水 及浮江 嘉陵江之流 同州刺史杨前运县城投降 玉池炯分军聚首同州 主力开赴成都 五月初五 萧继军队抵达西陵 金湖北宜昌市西陵区 船舰布满江面 京旗 铠甲 在太阳照射下闪闪发光 均荣盛大 梁元帝命令护军将军陆法河 在峡口沿岸筑齐两座堡垒 蓝江截断萧继的军队 当时路纳的叛乱尚未平息 而萧继的蜀军又逼过来 形势危急 人心惶惶 元帝也忧心忡忡 陆法河十天之内接连告急 梁元帝不得已释放人约出狱 任命他为建安王司马 调拨部分进兵给他率领 又派宣蒙将军刘与人约一起西晋 六月 萧继修筑连城 攻破蓝江铁锁 梁元帝又在狱中提拔谢达人为步兵校尾 配备一支部队 让他西上接应陆法河 梁元帝给萧继写信说 皇帝问候贾黄岳太尉武灵王 自从四方蛮夷入侵中原 天下长期桑乱不休 侯景叛乱 分裂国家 瓦解宗室 我整个代旦的东征西讨 两个爱子都战死于疆场 因为没有众多的诸侯为我分忧解难 我只好亲自披挂上阵 亲手弯弓杀敌 不久得知父皇去世的消息 忧虑仇恨 痛苦万分 垂胸顿足 悲愤至极 发誓忠灭逆贼 不图狗权 只因为朝中无人 贼寇尚未消灭 所以卧心尝胆 替天行道 独自担负起振兴良事 指挥八方的重任 虽然我又登台败将 招贤纳士 但就像赤壁大战中 却没有鲁肃的参谋 曹操官渡之战中 焚烧元绍屯粮要地乌朝 却得不到寻忧的咨询 我的才智都快用尽了 前两也几乎消耗完了 却得不到一点援助 被常艰难险阻 终于消灭了侯景叛军 既然已经报仇雪耻 天下太平 晶莹四方 必须同心协力 一起开创太平 酷暑言热难耐 不知兄弟进来如何 文武百官操劳疲惫 现在 我派遣散其尝试 光州刺史正安中 前去宣布我的意愿 于是派正安中明白告诉消绩 准许他返回蜀地 独霸一方 消绩不听从梁元帝命令 回信只是报以家人礼 6月18日 消绩部将侯和和率领队伍 顺着山路打算发起进攻 人曰 谢达人率不和他接战 把他打得大败 随之露娜的叛乱也被平息 各路大军都投入西边战场 杨元帝又给消绩写信说 大致你辛苦了 6月库下 令人烦扰 娇阳似火 蚊虫成群 敌人强大 以你的玉体 辛苦行军不振 回头向西看看 我的功劳如何 自从北方蛮族男亲 侯景叛乱 我这个做兄长的 还算有平定叛乱的功劳 因此得到众人推代 而乐于即位 等事情平定 自当归隐 如果说到派使者 去慰劳你们 确实是迟了一点 假如 你认为我说的不对 我就此停笔 兄弟之间的友谊 同气连知 只是兄弟身份地位有所不同 不能像过去那般一模一样 那种互相推让的欢乐时光 也一去不复返了 京城失去了昔日的凡圣 只剩下飞鸟的哀鸣 在宫中批阅文件 感叹美好时光都已经远世 心中的爱意也写不完了 大致是肖绩的别字 肖绩派他手下的杜织尚书勒凤叶到达江陵 讨论和解的办法 答应按照梁元帝前面的意志返回蜀地 梁元帝断定肖绩必败 于是便坚决不答应 7月15日 巴东人福 徐子初等杀了肖绩辖城 首将公孙晃 向梁元帝投降 王林 宋造 任曰 谢达人等 乘胜进攻侯瑞 攻破他的三道堡垒 于是长江两岸十余作成 就都降归原地 将军樊猛俘获肖绩和他的第三个儿子肖元满 在峡口将他们全部处决 肖绩十年四十六岁 有关官吏奏请断绝肖绩的足迹 梁元帝表示同意 并辞肖绩性饕餘事 当初肖绩即将渐月称帝时 妖怪多次显灵 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他的卧室里百树所做的垫柱的结口长出了花 有四十六根筋 细弱可爱 形状像荷花 有懂得内情的人说 王公的垫柱上长花 不是什么好事 肖绩年号天正 和肖动不谋而合 神签上说 天字是二人 正字是一指 肖动 肖绩 建月称帝 都只一年时间就灭亡了 论赞 史晨曰 梁武帝太清年间 五百四十七至五百四十九 侯景之乱时 武灵王萧绩 占据雍 属二帝的财富 却不复经拯救朝廷危难 以彰显臣子的终结 等逆贼侯景被诛灭后 他才起兵 师出无名 酿出祸端 呜呼 以身遭受西周使馆书 蔡书那样的惩罚 实在是自取灭亡啊 卷五十六 侯景列传 侯景五百零三至五百五十二 本是威震北朝的名将权臣 因与高氏父子争权失败而叛逃于梁国 后又再次反叛 攻陷梁都 饿死五帝消炎 费梁称帝 最后被王僧便击败 伸手易处 留下千秋骂名 而侯景之乱也堪称南北朝史上一重要分水岭 威震北朝 侯景自万景 朔方人也有说是燕门人 自幼放荡不羁 乡里人都怕他 长大后 勇猛而屡立强劲 善于骑马射箭 被选作北镇戍兵 逐渐立有战功 北魏孝昌四年五百二十八 魏明帝死去 皇后胡适临朝执政 天驻将军尔朱荣从晋阳 金山西太原起兵攻入京城 杀掉胡适 并诛灭胡适亲族 侯景于是带领自己的部队去投靠尔朱荣 而朱荣认为侯景人才出众 便把军事交付给他 这时正值葛荣大军南下 而朱荣亲自率兵征讨 命令侯景坐前锋 进河内 金河南沁阳 大败葛军 活捉葛荣 侯景已公被提拔做定州刺史 大刑台 封蒲阳郡公 从此威名显著 不久 高欢任北魏丞相 又率兵入洛阳 杀掉尔朱氏 侯景又率重投靠了高欢 并得到高欢重用 侯景性格残忍暴虐 但统帅军队严谨整齐 一旦破敌后 攫取到的财宝 全都按级别赏赐给将士 因此 将士全都为他拼死效命 凡有攻占 多获胜利 侯景总揽兵权 与高欢齐名 北魏朝廷任命侯景为司徒 南道邢台 统兵十万 专治河南 降妇南朝 后来 高欢病危 对儿子高成说 侯景狡猾而轨迹多端 反复无常 难于捉摸 我死后他必定不肯为你效力 于是写信赵侯景前来 侯景察觉到高欢要除掉自己 担心遭祸 便在太清元年547派他的邢台郎中丁河道梁国上表 请求以所辖的黄河以南地区归降南朝 丁河道来后 梁武帝召集群臣商议 尚书蒲叶谢举和百官等议后 都说不应该接受侯景归降 武帝不听 执意要接纳侯景 于是班下诏书封侯景为河南王、大将军、史池杰、总督河南南北诸军士、大邢台 奉命可以便宜行事 北魏大将高欢即死 侯景又带着河南地归赴南朝 高成担心侯景同西魏、南梁联合起来 成为自己的祸患 于是写信给侯景 以其亲属性命相威胁 要侯景归降 并许诺既往不救 而侯景回信 表示拒绝 12月 侯景派他的邢台左城王尾、左民郎中王则到梁京师县策 请求选归降的元氏子弟立为魏国新郡 由他辅佐北伐 朝廷答应了这个建议 武帝下诏任命太子设人元真为咸阳王 等到大军渡江北进时 许诺以元真即位做北魏皇帝 并赐给他天子专用的车架 之后 高成派大将慕容少宗追击侯景 侯景撤退进入郭阳、金安徽猛县 这时还有战马几千匹 兵足几万人 战车一万多辆 两军在郭水之北对峙 侯景军粮用尽 士兵又都是北方人 不愿渡江南下 步将暴贤等人 各自率领自己的部队向慕容少宗投降 侯景大军溃散 于是和几个心腹从霞石渡过淮河 逐渐收集其散兵 得到马步军八百人 一起奔向寿春 金安徽受限 尖州为岸接纳了他们 侯景起奏梁武帝请求降罪 武帝诏书表示幽容 没有准奏 仍然让他做玉州墓 原有官觉不变 侯景象 侯景503-552 自万景 北魏淮硕镇 今内蒙古故阳鲜卑卑化劫人 先后叛东 西魏 梁 其在南梁的叛乱史称侯景之乱 称帝 国号为汉 后不久被杀 起兵返梁 侯景占据寿春后 又产生了反叛梁朝之心 他把所属城镇的居民 全招募来充当军事 并且立即停止收敛 誓税填租 并把百姓子女 全分配给部下将士 又向朝廷讨要不匹 兵器 侯景自从在郭阳战败之后 向朝廷提出好多要求 朝廷宽容 从不拒绝 先前 豫州刺史真阳侯肖渊明 都帅重军围攻鹏城 金江苏徐州 兵败后 被魏军俘虏 这时 肖渊明派使者回南朝来说 为人请求重归于好 于是太清二年5482月 梁武帝又和东魏讲和 侯景听说后大惊 派人火速起奏 坚决劝阻 但梁武帝不听从 从这以后 侯景禁奏的表叔态度强横 言辞不再公顺 鄱阳王萧范镇首合肥 和四周刺史洋鸭人 多次奏报侯景心怀不轨 领军朱义却说 侯景带领几百个叛兵 能惹出什么乱子 将起奏全都压下 不使武帝知道 反而更多的对侯景赏赐 所以 侯景的兼谋日渐成熟 侯景又探听到 林赫王萧正德对朝廷怀有愿望之心 便派人前去秘密勾结 萧正德答应给侯景做内应 打开城门 8月 侯景以讨伐朱义等命臣为名 起兵反叛 进攻码头 金安徽受献息 木栅 金安徽怀远献境 活捉太守刘神茂 术主曹丘等人 于是 武帝下诏命以四路大军进讨侯景 又命令开府一同三司 丹阳尹 少林王萧伦池姐 总督仲军 清幼双戏冠 南北朝 10月 侯景一路连战连结 在萧正德接应下顺利渡江 兵抵京师 并很快攻克石头城和东府城 11月 侯景福利萧正德 在宜贤堂集委皇帝位 改年号为正平 侯景自己做相国 天助将军 萧正德把女儿嫁给侯景 随后 侯景驱使数万百姓 在建康城外东西两面 各驻起一座土山 用来观察城里情况 城里也修筑两座土山 和城外的相对 放纵士兵随意杀人掠夺 死尸塞满道路 对富家豪门 任意搜刮抢夺 各家儿女妻妾 全被抢进军营 而率军前来征讨的少林王萧伦 在出战小胜后 很快被侯景击败 此时 四方秦王军队纷纷赶到 侯景叛军与之相持不下 就假意启合 朝廷迫于行事 答应侯景 把江西四个州的地面割让给他 并在西华门外修建神坛 派人与侯景迎战摇队 杀生煞穴为盟 暂时停战 起初 彭承留秒劝侯景说 大将军在此停顿已久 功成受挫 如今朝廷援军大量集结 不能轻易攻破 如果知道您的军粮支持不了一个月 水路运粮道路被截断 四野又无处抢粮 如同婴儿在守心里 这种事确实在今天要出现了 不如请求讲和 军队全部北返 这才是上策 侯景表示赞同 所以才向粮朝请和 后来知道 各路援军号令不一 始终没有救助王室的实际行动 又听说城中死亡得病的人越来越多 必定会有人响应 谋臣王伟又劝说侯景 大王以臣子的身份发兵反叛 包围皇宫 已经超过百天 逼迫侮辱后妃公主 亲灵破坏宗庙 今天走到这个地步 什么地方能容身 希望大王暂且在观察形势的变化 侯景同意 于是上表隶属梁武帝的过错 再次开战 而杨鸭人 柳敬礼等秦王军 也被侯景大将宋子先击败 货币一族酒梅 南北朝 台城之变 太清三年5493月 侯景攻陷台城 将皇帝的车架服侍朱婉物 后宫的嫔妃全部掠走 收捕王侯朝臣幽禁于永福省 撤掉两宫侍卫 太王为首位武德殿 于紫月屯兵在太极东唐 假造武帝诏书大赦天下 侯景自己做大都督 总管内外诸军事 陆尚书 原有职位不便 侯景又假造诏书说 往日 奸臣专断亡命 几乎灭亡了国家 依靠丞相英明 入朝辅佐我执政 召集前来的镇江牧首 可以各自回到本职的任地 贬消正德 降座侍中 大司马 其他百官都恢复原职 于是 四方援军都溃散了 五月 梁武帝消炎死在文德殿 起先 排成县落后 侯景先派王伟 陈庆进攻拜见武帝 武帝说 侯景现在何处 你们可以把他招来 当时武帝坐在文德殿 侯景入宫朝见 带领贾氏五百人自卫 配宝剑上殿 拜礼过后 武帝问道 你在军队中日久 岂不是很劳苦吗 侯景无言以对 武帝又问 你是哪州人 竟胆敢来到这里 侯景又不能回答 随从的人替他作答 出殿后 他对湘公王僧桂说 我曾坐在马鞍上对敌作战 建设刀砍 但是一起安然平缓 毫不恐惧 今天拜见萧公 让人自身恐惧 难道是天子的威严不可侵犯 我可不能再见他了 武帝虽然表面上已经屈服于侯景 可是心里还是怀着怨恨愤慨 当时凡事有事奏上 大多遭到谴责或否定 侯景深深敬畏 也不敢过分逼迫 侯景派遣军人进入宫殿直差 武帝问质局间周时珍说 这些人都是谁派来的 周时珍回答说 是丞相 武帝故意问 哪一个丞相 回答说 是侯丞相 武帝发怒说 这个人叫侯景 为什么称他丞相 从这以后 武帝有所要求 大多不能使他满足 以至于饭食也被裁剪 于是武帝忧愤成疾 很快病逝 诸天神像壁画 此壁画坐于西卫大统4-5年538-539 位于敦煌室墨高窟第285窟内西壁正堪南侧 此图上会皮色纽天 又名纳罗颜天 三头六臂 首杖日月 齿轮 背集各种法器 夏威二立世 篡梁自立 武帝死后 侯景密不发丧 暂时将灵鹫停放在昭阳殿 外朝的官员都不知道实情 二十多天过后 把灵鹫又放在太极前殿 迎接皇太子肖刚及皇帝位 六月 侯景在永寿省杀掉肖正德 次年五百五十 侯景又搬假诏书 晋升自己为相国 赐封泰山等二郡 自称汉王 还赐自己宇宙大将军的称号 简文帝肖刚看后惊讶地说 将军竟然有宇宙这个称号吗? 大宝二年五百五十一 侯景西晋同乡东王肖义 在影州、金湖北武汉等处交战 在八陵、金湖南岳阳被王僧便击败 不降人约也被活捉 侯景连夜逃走 撤回京师 王僧便于是统帅重军东下 连战连结 这时侯景便废掉简文帝肖刚 把他幽禁在永福省 假诏书的草稿写成后 逼肖刚抄写 肖刚抄写到先皇念神器之众 思设计之故一句时便痛哭感叹 不能自禁 当天 侯景迎来豫章王肖洞及皇帝位 大赦天下 改年号为天正元年 这天有旋风起自永福省 把那里的礼乐器物都吹倒折坏 见到的人没有不惊恐的 当初 侯景平定京师之后 便有篡夺皇位的想法 因为要等四方平定 便暂时没有自立 当在八陵战败师利 在江州 影州部队损失巨大 猛将在外作战被歼灭 自己雄心受到挫折的时候 便打算赶快篡夺皇帝的名号 以便使自己的艰心如愿以偿 侯景的谋臣王伟说 自古以来改朝换代 一定要有废旧利新的举动 于是 侯景便听从王伟的意见 侯景的太尉郭元健 听到消息之后 从秦骏骑马及持归来 劝见侯景说 四方的军队 所以不前来进攻 正是因皇帝和太子二人安然无恙 假若轻易地做出弑军叛逆的事情 就会同天下人结下怨仇 成败的时机一错过 便追悔莫及了 王伟固执己见 于是侯景也没听郭元健的劝见 10月初二夜里 侯景派他的魏魏彭骏 王修转秘密将萧刚杀害 11月 侯景假托萧动诏书 把地位晒让给自己 并大赦天下 改年号为太史元年 封萧动做淮阳王 幽禁在尖省 王伟请求建立天子七庙 问侯景七代祖先的名字 侯景说 前代祖先的名字我不再记得了 只晓得父亲的名字是彪 群臣听了 全都私下里讥笑他 侯景的同党 有的知道侯景祖父的名字叫周 除此以外 都是由王伟生造出来的名字和倍数 拿汉朝的司徒侯霸当始祖 晋朝受到朝廷征召的世人 侯景做第七代祖先 于是 追尊侯景祖父侯周为大丞相 父亲侯彪是元皇帝 徒穷授手 次年552二月 王僧便与陈霸先会师后 徽君东下 率大军击败侯景之子侯子剑 兵抵石头城 随后大败侯景 于是 叛军或四散奔逃 或县城投降 侯景战败后 不敢进皇宫 收据其散兵 筑囤在皇宫之外 想要逃跑 王伟握住马江绳劝剑说 自古以来哪里有叛逃的天子 现在宫中的卫士 还足以用来一战 怎么可以随便跑了 丢下这里 打算到哪里去 侯景说 我在北方打贺拔胜 击败葛荣 在河 朔阳明 是和渤海王高欢一样的人物 这次难来渡过大江 夺取名城易如反掌 在北山攻打少林王 在秦淮河南岸 大败柳仲里 这都是你亲眼看到的 今天的惨败 恐怕是天意要灭亡我 你好生守城 我只好再决一死战了 侯景抬头仰望宫门石雀 徘徊叹息很久 于是用皮带装进两个儿子 挂在马鞍上 和他的遗童田谦 范熙荣等一百多起手 向东逃走 王伟也丢下台城 自己逃跑 侯子剑等人则逃奔广陵 金江苏扬州 王僧便派大将侯天率兵 追击侯景 侯景一路奔逃 部下都纷纷举其求降 侯景不能控制局面 便和几十个心腹乘一条船逃走 前太子摄人杨昆趁乱杀掉侯景 将其尸体送到王僧便那里 又把侯景的头传送到西台 侯景被放在健康室上铺尸 百姓争着割侯景的肉切了吃 烧侯景的尸骨扬了灰 曾经遭受侯景祸害的人便拿这灰和酒喝下 当侯景的头传送到江陵 杨氏祖肖一下令把侯景的头悬挂示众 然后又把头主过上漆 交给武库收藏 论赞 史晨曰 侯景小人 数次反叛齐国 他见识不足以保全自身 永利也非出类拔萃 但王伟做了他的谋主 使其奸恶得逞 他驱使一般丑陋之徒 渡过长江 凭借长枪硬弓 沦陷惊师 残害宗士 荼毒百姓 任意妄为 造成篡权到国之祸 陈书 原中华书局编审 刘德林 陈书是南朝城的寄传体断代史著作 记载自陈武帝陈霸仙 即位至后主陈书宝王国前后33年间的史实 由姚查及其子姚思连两代人撰写 姚思连 自简之 贞官初 姚思连任著作郎 洪文管学士 后官至散其常事 贞官三年629 奉赵篆梁 陈二史 姚思连传陈书 主要参考陈朝史官陆琼 顾野王 傅增等人有关陈史的传述 陈书包括帝纪六卷 列传三十卷 共三十六卷 陈朝政权只存在了33年 在政治 经济 文化方面 没有特别的建树 或许与此有关 陈书内容 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 本纪和列传 都过于简略 但它在编刺上 却比梁书 显得更加严谨 合理 卷一至卷二 高祖本纪 陈霸仙一生征战南北 把限于四分五裂的梁朝 重新统一起来 对外击退北齐的侵扰 抵御西魏 终于使九经战乱的江南 重新恢复生机 凭借卓越的功勋 称帝建立陈朝 生而龙颜 高祖武皇帝陈霸仙 自兴国 小明法生 吴兴长城下若里 经浙江湖州长兴县人 是东汉太丘县令陈时的后人 梁朝天剑二年 503出生 少年时便倜堂有大志 不是耕作和积聚家产 长大后 读兵书 会多班武艺 名打果断 为识人所敬服 身高七尺五寸 额头隆起 首长过膝 大同梁武帝年号初年 新玉侯萧应任吴兴太守 很看重高祖 他曾看着高祖对属下们说 此人前程远大 萧应任广州刺史时 高祖在他手下任终职兵参军 萧应派高祖招募兵马 他招来了千人 不久 升任西江都户高耀俊太守 卢子略、杜僧明等人起兵造反 声势很大 日夜猛烈进攻广州 乘破在即 高祖率领三千军队 昼夜兼程来源 击败了叛军 杜僧明投降 梁武帝大为惊叹 封高祖为职格将军 西安县子 十亿三百户 必让画师画下高祖的相貌 已被观看 忠义为国 此年 高祖被任命为交州司马 武平太守 和刺史杨票 率军南征 两人在西江同定州刺史 肖伯会合 肖伯知道士兵们畏惧远征 便私下偷着悬赏 引诱他们卖命 又狡猾地推说 是杨票做的 杨票问 众将有何对策 高祖说 娇旨叛乱 罪在王室 致使数周陷入战乱 长达数年之久 肖伯又想贪图眼前小利 罔顾大局 您奉召讨伐罪臣 当至生死于度外 岂能畏惧王室宗亲的权势 而看清国法呢? 现在 如果令众人沮丧失望 何必去娇州讨伐叛逆 我们回朝后 就会受到千夫所指 于是 大军击鼓继续前进 大同十一年545-6月 大军到达娇州 高祖作为先锋 率先进攻 叛贼李奔 拜逃到点彻湖 并在湖中大肆打造战船 和防御攻势 士兵们都心生恐惧 停在湖口不敢进攻 高祖对重将士说 我军士气已衰 将士疲劳 长期和敌军对峙 恐非上侧 而且我们孤军深入 进入敌方腹地 如果不能一战取胜 我们岂有全身而退之理 现在应趁敌军屡屡败退 军心不稳 这群蛮衣不过是乌合之众 容易打败 我们正该同生共死 和敌军决一死战 无故停留的话 时机就一去不复返了 众将士默然无语 当夜 江水暴涨起七丈 涌入湖中 激流奔腾 高祖城市率军进攻 敌军大败 李奔逃入屈辽洞中 被屈辽斩首 李奔之兄李天保 伙同另一贼手李少龙 收拾残兵两万余 杀了德州刺史陈文介 进兵围攻爱州 高祖率兵平定了他们 朝廷任命高祖为镇远将军 西江都护 高邀太守 都妻郡诸军事 陈霸仙相 陈霸仙503-559 吴兴长城人金湖州长兴李 是南臣的建立者 南臣立三代五帝共33年 祖建一军 太清二年548冬 侯景率军进犯京城 高祖政要领兵池援 广州刺史袁景仲怀有一心 想谋害高祖 高祖知道了他的阴谋 便严加防范 次年7月 高祖在南海集结义军 发习闻讨伐袁景仲 袁景仲既穷 自艺而亡 高祖迎请萧伯镇守广州 自己驻守史兴郡经 广东韶关南 11月 高祖派杜僧明 胡颖帅两千人驻扎在岭上 并厚礼结交史兴郡里的豪杰之士 谋划起义 侯安都 张思等帅 千余人来投靠 肖伯听说此事后 派忠修悦劝说高祖 侯景骁勇善战 天下无敌 之前的十万援军 虽然兵强马壮 也不能和侯景争锋 所以才令他得志 凭你手下那么点人马 能怎么样呢? 各地都已陷入战乱 诸侯互相征伐 你是疏远的外臣 岂能胡乱投靠 不如先保住史兴 在此大造声势 以自求多福吧 高祖哭着说 我本平庸无能 蒙受国恩才有些功业 之前听说侯景渡江 我就想去增援京城 却碰上袁景仲等人叛乱 办到阻碍了我 如今京城沦陷 皇上受辱 所谓君辱臣死 谁敢吝惜自己的生命 君后 肖伯是皇亲贵胄 任重如山 却不能万里讨贼 以雪国仇加恨 现在他随便派出一支军队都比我强 然而却降给我这样的旨意 实在令人铠叹 我意已决 请回去告诉侯爷吧 这时 蔡露阳起兵占据南康 今江西南康市 肖伯派心腹谭世远作曲江县令 和蔡露阳联合起来 遏制一军 大宝元年五百五十高祖从始兴领军出发 大败蔡露阳 进驻南康 湘东王霄义秉承皇上旨意任命高祖为园外散其常侍 持杰 明威将军 焦州刺史 改封爵位为南野献博 田皇水盛 南北朝 高七厘米 水城为成水之器 古人燕没 滴水时成水用器 上口较小 身较高 底部较大 向田基篓 讨伐侯景 六月 高祖修缮好齐头古城 迁军于此 太周文玉领兵击败高周刺史李迁氏 高祖被任命为通职散其常侍 史池杰 信威将军 豫州刺史 豫章内史 改封爵位为长城献侯 不久 又牵身为散其常侍 史池杰 都督六郡诸君氏 军师将军 南江州刺史 其他职位不便 李迁氏拜逃到宁都后 得到当地刘癌等人的资助 打造战船兵器 准备偷袭南康 高祖派杜僧明等人领兵御敌 次年三月 杜僧明等将领攻破李迁氏城池 弗鲁李迁氏压界到南康 高祖将其斩首 受湘东王令 高祖进兵平定江州 又兼任江州刺史 六月 高祖从南康领兵出发 进驻西昌 此时 湘东王任命征东将军王僧便为义军元帅 讨伐侯景 八月 王僧便屯兵盆城 此时他军中缺少军粮 高祖事先曾储存有五十万弹粮食 此时就奋波给王僧便三十万食 率兵扎住八丘 金湖南岳阳市 此时 侯景废掉简文帝 立霄洞为新郡 高祖派长使 神滚带奏表道江陵 金晶州市 劝湘东王称帝 十一月 高祖被任命为史池杰 都督会计 东阳 西安 临海 永家武郡诸军市 平东将军 东扬州刺史 兼会计太守 豫章内史 其他职务如故 大宝三年 五百五十二正月 高祖率领贾氏三万 携强弓镜弩五千张 战船两千瘦 从豫章 金南昌市出发 二月 进驻桑洛州 金江西省九江县江州镇附近 后在白毛湾 金安徽淮宁以东 和王僧便军队会合 助谈盟市 三月 高祖及各路一军 攻破孤暑 金安徽当途 高祖囤铸菜州 金江苏江宁县西南十二里江中 侯景登上石头城观望行事 很不高兴 他命人在船上装满石头沉到水底 阻塞淮河河口 不久 侯景亲率大军一万余人 铁骑八百余匹 进攻一军 高祖决定用分散敌人的兵力 然后各个击破的方针御敌 高祖率重冲锋在前 敌军大败 侯景派人从皇宫接出他的儿子后逃跑 高祖镇守金口 金镇江市 雍丽新军 五月 北齐七万军队围攻秦郡 金江苏陆河 高祖率兵击溃敌军 七月 高祖被任命为史池杰 散其常事 都督南徐州诸军事 征北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南徐州刺史 十一月 湘东王在江陵登基称帝 改大宝三年为成圣元年 成圣三年五百五十四三月 高祖升任司空 其他职务如故 十一月 西卫军队攻陷江陵 十二月 建安王消方志入驻皇宫 次高祖搬建一战二十人 次年五月 北齐送回真阳侯萧渊明 拥他称帝 王僧便接纳了他 萧渊明登基 改年号为天成 立建安王为太子 九月 高祖发兵讨伐王僧便 吊死了他 十月 高祖拥立建安王称帝 改成圣四年为少太元年 高祖被任命为世忠 都督中外诸军事 车齐将军 扬南徐二周刺史 其他职位不便 皇上次高祖百人容装侍卫 可以任意出入宫廷 建国称帝 少太元年至二年 五百五十五至五百五十六 高祖率军屡次祭拜北齐军队 少太二年七月 高祖升任中枢 司徒 扬州刺史 爵位进封为公 十亿武千户 八月改年号为太平元年 高祖签身为丞相 陆尚书氏 镇位大将军 进封为一星俊功 十月 皇帝特赐许高祖可以在御座旁设立座位 太平二年十月 高祖敬位为王 不久 阳帝善让 永定元年五百五十七十月 高祖称帝 驾崩 永定三年五百五十九 六月十二日 高祖身体不适 十六日 并略为好转 十七日 高祖身着束缚 在东唐哭道 悲伤至极 十八日 高祖去听御诵 当夜火星出现在天尊位 高祖病情又加重 二十一日 崩于玄姬殿 十年五十七岁 一照追林川王臣倩入朝继位 八月初十日 群臣追尊誓号为武皇帝 尿号高祖 十二日 安葬于万安陵 论赞 史臣曰 高祖雄才大略 随机应变 而不拘一格 可比拟于汉高祖和魏武帝 高祖遵循天意 抚平天下末世厄运 成着大势拯救动乱的时局 帝王工业的基础从此开始 改朝换代之时 百姓都唱着颂歌来归附 前朝的苦难离去 如是重担 和前代相比 这是多么美好啊 卷六 后主本祭 隔江游唱后亭花 是人们对陈后主最主要的印象 和李后主一样 陈后主也单于十九封月 不过他却毫无李后主的真性 是以后人皆吸完李后主 而比沈陈后主 继承设计 陈后主陈书宝 自袁秀 小名黄奴 是陈高宗的长子 阳朝承圣二年五百五十三十一月出生在江陵 金晶州 添加三年五百六十二 后主到了京城 被立为安城王世子 太监元年五百六十九正月 被立为太子 太监十四年五百八十二正月 高宗驾崩 以卯 使兴王陈淑玲 谋反贝珠 丁四 后主在太极前殿登基 下诏大赦天下 奖赏天下 继承父业者 爵位一级 赐不能自养的孤寡老弱者 美人五虎骨 二匹薄 鬼害 任命适中 一前将军 丹阳引长沙王陈淑坚 为票棋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扬州刺史 右卫将军萧摩赫为车棋将军 南徐州刺史 振西将军 荆州刺史 反义为征兮将军 平南将军 御州刺史 任忠为镇南将军 护军将军 沈克为特晋 金子光禄大夫 平西将军卢广达为安息将军 任武将军 丰州刺史 张大宝为中护军 遗丑 尊奉皇后为皇太后 功名为洪范 己四 丽妃子沈氏为皇后 陈书宝 南臣王国之君陈书宝553-604 即陈后主 583-589年在位 在位期间大建公事 陈迷阴瑟 制作有玉树后亭花等宴词 589年被随军所拂 戴封宗亲 三叶辛亥 后主下召奖励农耕 鬼亥 下召广求贤财 又下召鼓励百官忠严执剑 己四 后主任命适中 尚书左蒲叶 新任义前将军 建安王陈伯公为安南将军 湘州刺史 新任义左将军 勇阳王陈伯志为尚书蒲叶 中护军张大宝为丰州刺史 四月秉申 立皇子永康公臣印为太子 赐予天下可以继承副业者爵位一级 赐王公以下官员薄匹 庚子 后主下召节省宫廷费用 禁止民间邪教滋生 鬼卯 下召赐予一物九十 浅还在京城做人质的外地臣子的子职 七月新卫 后主大赦天下 这个月 长江水色赤红如血 从京城直至荆州 九月秉武 后主在太极殿舍无德大会 施舍御用服侍及车鱼等供奉佛祖 大赦天下 乙卯 太白星白天出现 秉吟 任命 翘齐将军 开辅一同三司 扬州刺史 长沙王陈淑坚为司空 征南将军 江州刺史 御章王陈淑英 就以本身官号 开辅一同三司 智德元年 583 正月人吟 后主下召大赦天下 改太监十五年为智德元年 任命 征南将军 江州刺史 新任开辅一同三司 豫章王陈淑英为中尉大将军 票齐将军 开辅一同三司 扬州刺史 长沙王陈淑坚为江州刺史 征东将军 开辅一同三司 东扬州刺史司马肖南为车齐将军 宣慧将军 丹阳引进西王陈淑文为扬州刺史 振南将军 南御州刺史人忠为领军将军 安左将军卢广达为平南将军 南御州刺史 词部尚书将总为吏部尚书 鬼卯 吏皇子陈身为史安王 二月丁丑 任命史兴王陈淑仲为扬州刺史 四月雾辰 焦州刺史李又荣进县被驯服的大象 吉丑 后主任命前青车将军 扬州刺史近西王陈淑文为江州刺史 八月丁卯 任命票继将军 开辅一同三司长沙王陈淑坚为司空 十月丁有 立皇帝陈淑坪为湘东王 陈淑敖为林赫王 陈淑轩为阳山王 陈淑牧为西洋王 鬼丑 立皇帝陈淑简为南安王 陈淑成为南郡王 陈淑星为元陵王 陈淑勺为月山王 陈淑淑为新兴王 万国来朝 十二月秉晨 投河国前史禁贡特产 司空长沙王陈淑坚因罪免职 智德二年五百八十四正月丁卯 后主派钦差寻世各地风俗 加封平南将军 豫州刺史卢广达为安南将军 鬼四大赦天下 五月物子 后主任命尚书蒲叶勇阳王陈伯志为平东将军 东扬州刺史清车将军 江州刺史晋西王陈淑文为信威将军 湘州刺史仁威将军 扬州刺史史兴王陈淑仲为江州刺史信武将军 南郎牙蓬城二郡太守南平王陈淑为扬州刺史 立部尚书江总为尚书蒲叶 七月物晨 后主任命长沙王陈淑坚 为世中 郑左将军 人无 太子行家官吏 后主赐文武大臣数目不等伯 天下继承父业者 爵位一级 孤寡病老 不能自养者 骨子五胡 九月鬼位 太白星白天出现 十月即有 后主下诏免除百姓太监十四年积欠的租税 令百官要为正利求公允 十一月秉吟 大赦天下 人参 盘盘国 今泰国南万伦湾沿岸一带前史进县特产 乌银 白己国 今朝鲜半岛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前史进县特产 智德三年585 正月初一 发生日十 更五 后主任命郑左将军长沙王陈淑坚 以本身官号 开府一同三司 征锡将军 荆州刺史 樊毅为护军将军 首吏部尚书 兼著作 陆琼为吏部尚书 金子光禄代赴袁靖家寿特进 三月新有 前封州刺史张大宝 起兵谋反 四月更须 封州起义将领陈锦祥 斩杀张大宝 传送其首集至京城 八月雾子夜 老人星初见 即有 后主任命左明尚书谢周为吏部尚书 十月吉丑 丹丹国 金马来西亚吉兰丹前史进县特产 十一月几位 后主下诏修器改建孔庙 并按时祭祀 新四 后主驾姓长甘四 大赦天下 十二月秉须 太白星白日出现 新卯 太子到太学讲解孝经 误须 讲授完毕 新丑 后主祭奠孔子 礼仪结束后 举办音乐会 设宴款待王公大夫 鬼卯 高沟礼仪前史进县特产 智德四年 586 正月假银 后主下诏命百官举荐贤 千生中全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鄱阳王陈伯山为镇卫将军 中卫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豫章王陈淑英为票计大将军 镇左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长沙王陈淑坚为中军大将军 安南将军 建安王陈伯公为镇右将军 一右将军一都王陈淑明为安右将军 二月秉须 后主任命镇右将军建安王陈伯公为特进 秉身 立皇帝陈淑谋为巴东王 陈淑贤为临江王 陈淑坦为新惠王 陈淑龙为新宁王 五月丁寺 立皇子陈庄为会计王 九月甲午 后主驾姓玄武胡 陈列战舰简阅军队 大雁群臣并附诵师歌 勿须 任命镇魏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鄱阳王陈伯山为东扬州次使 智武将军岳阳王陈淑慎为丹阳尹 丁卫 白己国前使进县特产 多行大赦 十月鬼害 后主任命尚书蒲叶江总为尚书令 立不尚书谢咒为尚书蒲叶 十一月吉卯 后主下诏大赦天下 真名元年五百八十七 征月秉子 后主任命安前将军衡阳王陈伯信为镇前将军 安东将军 吴兴太守庐陵王陈伯人为特晋 至武将军 丹阳尹岳阳王陈淑慎为襄州次使 仁武将军易阳王陈淑达为丹阳尹 悟寅 后主下诏大赦天下 改至德五年为真名元年 以为发生地震 鬼卯 任命镇前将军衡阳王陈伯信为镇南将军 西恒州次使 二月丁卫 后主任命特晋 镇佑将军 建安王陈伯公为中卫将军 中书令建安王陈淑清为中书监 丁卯 下旨免除至德元年百姓积欠的赋税 八月鬼卯 老人星出现 丁卫 后主任命车骑将军萧摩赫为票计将军 九月以害 后主任命票计将军 开辅仪同三思域张王陈淑英为票计大将军 更吟 西凉皇帝肖从所委任的尚书令 太父安平王萧炎 中军将军 荆州次使一兴王萧业 派遣他们的都官尚书沈军公前往荆州次使陈济那里请降 新卯 西凉萧炎等人帅文武官员及十万余万百姓度过长江归降 甲午大赦天下 十一月以害 朝廷划出扬州的吴郡 设置为吴州 又划出钱塘县设为钱塘郡 隶属于吴州 丙子 后主任命萧炎为平东将军 开辅仪同三思 东扬州次使 萧业为安东将军 吴州次使 丁亥 任命票计大将军 开辅仪同三思域张王陈淑英 兼任司徒 十二月秉晨 后主任命前振卫将军 开辅仪同三思 东扬州次使鄱阳王陈伯山为振卫大将军 开辅仪同三思 前中卫将军建安王陈伯公为中卫将军 又光陆大夫 甄明二年 五百八十八 正月新寺 后主立皇子陈圈为东扬王 陈田为前唐王 当月 派遣散其常侍周罗侯率兵囤柱峡 随武崖战传模型 上天是井 四月雾深 有难以计数的老鼠 自蔡州岸边进入石头城渡过淮河 到达青唐两岸后 数日死去 随流水进了长江 雾五 后主任命左民尚书蔡子为吏部尚书 当月 颖州南浦的河水变得漆黑如墨 五月人五 后主任命安前将军庐陵王陈伯仁为特进 甲午 东野铸造铁器 有个树斗大的红色物体从天而降 坠落到熔炉附近 发出了雷一样的轰隆隆的声音 融化的铁水飞溅出墙外 烧坏了几所民房 六月雾虚 湖南国金简浦寨境内前使进县特产 庚子 后主废除太子陈印为吴兴王 改立军师将军 扬州刺史史安王陈申为太子 辛丑 千生平南将军 江州刺史南平王陈夷为镇南将军 中武将军 南徐州刺史永家王陈彦为安北将军 会计王陈庄为义前将军 扬州刺史 为中权将军 云辉将军 太子詹氏原县为尚书蒲叶 尚书蒲叶谢咒为特进 明远将军 新任吏部尚书蔡旨为安幼将军 贾臣 任命安幼将军卢广达为中领军 丁四 大风从西北方吹来掀起浪涛进入石头城 怀珠水未暴涨 一出低暗 船只也被冲走沉没 玉龙凤行配 高5.8厘米 龙凤配作环状 通体透雕成龙凤纹 龙曲伸成环形 龙手下垂 尾烧残 龙背上站立一缝 做回首状 敌国来宫 十月几亥 后主立皇子陈藩为吴郡王 新丑 任命杜之上书 兼大著作姚茶为吏部上书 即有 后主前往莫釜山大规模狩猎 十一月丁卯 后主下诏定时在大正殿审理案件 人参 任命震南将军 江州刺史南平王陈夷为征锡将军 颖州刺史 安北将军 南徐州刺史勇家王陈彦为安南将军 江州刺史 军师将军南海王陈前为安北将军 南徐州刺史 秉子 立皇帝陈淑荣为新昌王 陈淑匡为太原王 当月 随朝派晋王阳广率领各路大军前来讨伐 从巴 蜀 免 汉向长江下游直到广陵 金扬州 几十路大军一起进犯 沿着长江各镇守据点 都相继报告战况 此时 朝廷里新任襄州刺史施文庆 中书社人沈克清掌管机密事宜 当权用事 都把上报来的战况奏表给私自压下了 所以 朝廷没有采取戒备防守措施 真明三年 589 正月初一 大午冲涩四方 当天 随朝总管贺若碧从北路广陵渡江进入京口 金镇江 总管韩秦虎赶往横江 渡江过采石机 从南路江耀和贺若碧的军队会合 秉吟 采石机首将徐子健 紧急向朝廷上报军情 丁卯 后主召集公卿入朝商议军机 悟臣 实行内外戒严 任命票计将军萧摩赫 护军将军凡毅 中领军卢广达同为都督 派南玉州刺史凡猛率领水军进驻出白夏 散其尝试高文奏领兵镇守南玉州 耕武 赫若碧攻陷南徐州 新卫 韩秦虎又攻陷南玉州 高文奏败逃回京城 到这时 随军南北两路一起开进 后主派票计大将军 司徒豫章王陈淑英屯兵朝堂 萧摩赫屯兵乐游院 凡义屯兵齐都寺 卢广达屯兵白土刚 中武将军孔范屯兵宝田寺 吉卯 镇东大将军人中自无心赶来京城增援 屯兵朱雀门 新四 赫若碧近战中山 停军在白土港东南 假身 后主派各路大军与赫若碧作战 结果各路大军都战败 赫若碧率军攻入乐游院 卢广达率领残兵拼死作战 仍抵挡不住随军 赫若碧继而率兵攻打皇宫 纵火焚烧北燕门 这时 韩秦虎率兵从心临到了石子刚 人中出城投降 并引领韩秦虎军队京朱雀行赶来皇宫 从南叶门攻入 城内文武百官纷纷窜逃 只有尚书蒲叶元县留在殿内 尚书令江总 吏部尚书摇查 杜之尚书源泉 前杜之尚书王苑 世忠王宽留在尚书省中 后主听说 敌军将要到了 慌忙带着十多个宫女逃出后堂景阳殿 把自己藏在了景里面 原县在身边苦苦见祖 后主也不听从 后阁社人下侯宫运 又用自己的身体遮掩住景口 后主跟他争持了很久 才躲进景中 到了夜里 后主便被随军擒货 秉虚 晋王阳广进入京城建康 金南京 国灭成囚 三月几四 后主和文武百官被从建康压界到长安 金西安 隋朝仁寿四年604-11月人子 后主在洛阳去世 终年52岁 隋朝追赠他为大将军 封为长城县宫 是浩阳 下葬在洛阳的芒山 论赞 史晨曰 后主从前在东宫时 就已有美好的品德 等到继承皇位后 实在很符合上天和百姓的愿望 至于礼乐行政 都遵从原来的典章 加之身名六义 广开四门 天下贤才争相前来效命 后主承袭前朝官制 没来得及改革 所以施文庆 沈克清之流 才能专掌军国大事 坚定狡诈 使用旁门左道 以刻薄为功劳 谋取私利 罔顾国家兴衰 因而朝纲败坏 致使邻国来功 这也是国运汇集到困厄时 皇位才变迁 不是没有进到人世 大概是天意这样啊 卷七 张贵妃列传 张丽华生于寒门 但是并未吃过多少苦 他十岁进宫后 不久就被陈后主宠幸 从此直至死去 一直都深受后主宠爱 他不光滋色厌绝 而且为人乖巧聪明 善解人意 广众善缘 如蜜一样 黏住了后主的身心 但他奢侈无度 以权谋私 迫害一己 不能规劝后主秦于正史 终于允命于隋阳帝阳广的刀下 短暂一生 陈后主张贵妃 明丽华 是兵家中的女子 原来他家里很贫穷 父亲和兄长编织草席为生 后主做太子时 张丽华被选入宫中 这时公贵妃还是良嫡 张丽华才十岁 在良嫡身边做杂役 后主见到他后很喜欢 就宠幸了他 并令他怀孕 生下了太子陈身 后主登基后 封他为贵妃 他性情聪慧 很受后主宠爱 后主每次带他和宾客游乐宴饮的时候 他都推荐宫女参加 后宫的人都很感念他的恩惠 都争着为他说好话 因此 后主对他的宠爱超过后宫任何一个人 他还很喜欢巫术 长甲借鬼神之说 来迷惑后主 在后宫设置有为理智的祭祀 并聚集很多妖人巫师击鼓跳舞 乘机访茶宫外的事情 民间有什么传言和什么事 他一定都会先知道 然后禀告给后主 因此 后主就更加器重他 他的宗族亲戚 大多都被朝廷任用为官 隋军攻破皇宫时 张力华和后主一同躲进了井里 隋军把他们拖出来 剑王杨广下令将他斩首 并在清溪中桥张贴出告示 魅惑后主 郑国公未争考阅史籍 并参详过去的旧史 说后主刚登基时 因为史新王陈淑玲谋反 受伤睡在城乡阁中 当时所有妃嫔都不能进入 只有张贵妃一个侍奉 而柳太后仍然住在百粮殿 这是皇后应居住的正殿 后主的沈皇后一直不受宠爱 不能侍奉在后主病榻前 居住在求贤殿 智德二年五百八十四 后主在光照殿前修建临春 结起 望仙三座阁楼 楼高树杖 每座都有数十间屋 其窗户 地带 悬梅 蓝坎之类 都用陈年檀香木雕制而成 又装饰上黄金美玉 珍珠翡翠 外面安着珠帘 房内摆设宝床 宝杖 服饰晚赏之类 都是其真一宝 皆进谷所未有 微风乍浮 飘香十里 旭日出生 光满厚亭 楼下有甲山水池 种有奇异花树 后主住在林春阁 张贵妃住在杰起阁 宫 孔二贵嫔住在望仙阁 他们可以互相通过阁楼间的天桥来往 又有王里二美人 张薛二书园 袁昭怡 何杰鱼 江修荣等七人 也都受到后主的宠爱 轮流到后主那儿游乐 后主委任宫女中有些文采的袁大社等人为女学士 后主经常邀集一些宾客 连同张贵妃等人游乐艳影 让一些贵人和女学士与弄臣一起吟付新诗 互相赠达 采用其中最香艳的作品作为曲词 谱上新音调 在选取姿色美艳的成百上千的宫女 来学习并分声部唱出这些词曲 以此为乐 当中的曲子有《玉树后亭花》 《林春乐》等 其区域大多都是赞美张贵妃和孔贵嫔的 其诗掠云 碧月夜夜满 穷树招招心 张贵妃秀发七尺 病黑如漆 光可照人 她特别聪慧有神采 举止贤雅 容貌端庄秀丽 每当张望顾盼之际 都有清丽的光彩 从双眸中溢出 照应着左右的人 她经常在宣窗边梳妆 宫里人远远望去 她宛如一个飘逸的神仙 她还多才善变 记忆力超群 善于查看皇上的心思 当时 后主对朝政很懈怠 百官的奏折 都是通过太监蔡托和李善渡进程情旨 后主让张贵妃坐在自己腿上一起决断事宜 这两个太监记不住的 张贵妃便替他们逐条陈述 从屋遗漏 因此 她欲加受到后主宠爱 冠绝后宫 后宫中人家属 有违法犯事的 只要去找张贵妃哀求 张贵妃就会先令蔡托和李善渡向后主起奏这些事 然后自己再为他们说情 大臣中有不顺从她的 她也会借机在后主那诬陷 她所说的话 后主都一律听从 于是 蔡托和李善渡渐渐全是熏天 当权的大臣们 也都见风转舵倒向他们 太监中缠宁卑劣之徒 内外勾结 互相推荐升迁 贿赂公刑 赏罚也失去常规 朝纲国法终于败乱了 张力华相 南北朝南陈后主陈淑宝的贵妃 卷八 侯安都列传 侯安都为人轻挑狂躁 傲慢无礼 只是凭借显赫的军功 才慰及人臣 参与费力君主的大事 树立了无人能及的威信 但她不仅不以前人为鉴 收敛自戒 反而更加飞扬跋扈 屡屡冒犯皇上天威 终于自寻死路 十足一个有勇无谋的匹夫 文武兼备 侯安都自成诗 史兴曲江 金广东韶官人 他家世代都是史兴郡里的大族 父亲侯文汉年轻的时候 在郡里任职 以中锦之名 侯安都富贵后 他父亲官至光禄大府 史兴内史 奉禄周二千代 侯安都擅长隶书 善于抚秦 涉猎典籍 所作五言诗 也颇为轻利 更兼善于骑射 在乡里是个豪杰 梁朝史兴内史萧子范聘请他当主部 侯景叛乱时 他招募了三千军队 高祖陈霸仙 率军增援京城 侯安都率兵跟随高祖 攻打蔡路阳 击败李千世 平定侯景 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梁元帝肖一丰 他为猛烈将军 通直散骑常侍 傅川县子 十亿三百户 他跟随高祖镇守京口 升任兰陵太守 高祖谋划袭击王僧变 麾下重将都不知晓 只请侯安都参与制定了计划 高祖派他率领水军 从京口向石头城进发 高祖率领马步军从江城 金南京北和罗洛桥方向前来会师 侯安都到达石头城北 便率兵下船上岸 王僧变没有觉察到 石头城北连着山岗 城墙也不是很高 侯安都穿着盔甲 戴上长刀 士兵们抬起他 把他投进了城内 之后 部下们也随之进入城内 静止就逼向王僧变卧室 此时 高祖率大军也赶到 和王僧变在议事厅机站起来 侯安都从内核冲出来 前后夹击 便升擒王僧变 义赴当官 少太元年555 侯安都以军功被朝廷封为史池节 散其长室 都督南徐州诸军士 任威将军 南徐州刺史 高祖东征渡刊 侯安都留守京城 徐四辉 任约等人引领北齐军队 占据了石头城 敌军巡逻的骑兵 都到了京城城门前 侯安都关闭城门撤下旗帜 甲义向敌军示弱 在城中下令 有敢登城官敌者 斩 到了夜里 敌军收兵返回了石头城 侯安都秘密令军士准备守城御敌的军械 冥冥时 敌军骑兵又来了 侯安都率领三百甲士 打开东 西叶门杀向敌军 敌军大败 溃退回石头城 不敢再逼近京城 高祖回京后 命侯安都领水军在长江上截断敌军梁道 又率军袭击了秦郡 攻破了徐四辉的营寨 俘获了他的家人和马驴自重 并得到了徐四辉弹奏的琵琶和豢养的猎鹰 侯安都派人送信给他说 昨天到老弟的住处得到这些东西 现在还给你 徐四辉等人看到信后惶恐万分 不久就请求议和 高祖准许了 听任他们返回北方 徐四辉等人回江北后 北齐的其他军队仍聚守在采石基 防守森严 高祖又派侯安都率军进攻 俘获很多北齐军 第二年春天 朝廷命侯安都率军镇守梁山 以防备北齐 此时 徐四辉等人又率军进入丹阳 来到了湖淑 高祖立刻派人追回侯安都 率领马步军在高桥防守 之后 又在庚坛之南河 敌军大战 侯安都亲率十二旗冲入敌阵 升勤北齐开辅一同三思 起伏无劳 又回手一刀 将北齐大将东方老赐下马来 正好敌军骑兵驰援过来 东方老才捡回一命 北齐军又往北渡过蒋山 侯安都又和北齐将领王敬堡 激战于龙尾 金南京紫金山东北 他派堂帝侯小和将军张转 作为先锋进攻敌军 侯小被敌军用枪刺下马来 张转战死 侯安都飞马赶来救援 斩杀敌军十一个骑兵 终于抢回了张转的尸首 北齐军射于侯安都虎威 不敢进逼 接着高祖又和北齐军在莫府山 金南京东北展开大战 高祖命侯安都率马步军一千余人 从白下金南京金川门外 进攻敌军后方 敌军大败 侯安都成圣率部下追击到射山 金南京七峡山 俘虏斩杀敌军无数 以军功 侯安都爵位晋升为侯 增加十亿五百户 朝廷赐他军乐队一致 不久又升任平南将军 进决为西江县宫 河南邓县出土的南朝牛车画像砖 国家博物馆藏 大祸后福 侯安都率水军向豫章金南昌进发 协助豫州刺使周文玉讨伐肖伯 侯安都还没到 周文玉便已斩杀肖伯 肖伯之子肖姿和于孝寝 由占据豫章之石头金江西南昌西 建成两座城寨 赋于顽抗 侯安都同周文玉率军进攻 屡战屡胜 肖姿投降 于孝寝逃回了新吴 请求朝廷将儿子作为人质送往京城 朝廷准许了 于是大军凯旋 侯安都因公授封为镇北将军 开辅宜同三思 之后 侯安都又率军聚集在武昌 与周文玉一起讨伐王林 大军出发前 王公以下的官员都到新林为侯安都践行 当他骑马渡桥时 人和马都掉进了水中 当时人们认为这不是好兆头 大军到武昌后 王林部将反猛气城逃走 周文玉此时也从豫章率军赶来 当时他们两人同时进兵 互不隶属 因而两人部下常互相争斗 致使军心不安 大军到达颖州 今武汉城下 王林部将潘纯驼发箭尧射 侯安都大怒 命部下围城进攻 但没能攻破城池 这时 王林率军来到燕口 今武汉西南 于是侯安都撤围 率军赶往撞口抵御王林 正巧天启大风阻碍了他继续进军 王林叛军占据东岸 官军占据西岸 相持数日后 两军交战 侯安都等人战败 他和周文玉 徐靖成都被王林俘获囚禁 王林用一条长锁链 将他们锁在一起 囚在船舱底下 宁心赴太监王子晋看守他们 王林承胜率冰东下至盆城的白水浦 金江西九江西 侯安都等人利诱王子晋 王子晋便偷偷放了他们 回到京城后 侯安都等人自我弹劾 被朝廷赦免 并令他们官复原职 不久 侯安都升任丹阳尹 初京任都督南豫州诸军士 振西将军 南豫州刺史 剿灭王林多位部将 皇佑扎斗 南北朝 盘口 树井 古父 通体师皇佑 内密不开片 外不施又不到底 雍立新军 高祖驾崩 侯安都随 世祖文帝臣倩返回朝廷 与群臣商议后事 遂拥立世祖即位 当时世祖谦让不敢即位 而太后又因衡阳王的缘故 不肯下旨 群臣都犹豫不决 侯安都便说 如今天下未定 乃还有时间考虑太远的事情 凌川王 陈倩 有功于天下 须共同拥立他即位 现在 持疑不决者 杀无赦 于是带剑进入宫殿 从太后那里请出玉玺 又亲手解开世祖的发迹 把他推上主持高祖丧礼的位置 世祖即位后 封侯安都为司空 赐给服侍之人 仍让他担任都督南徐州诸军事 征北将军 南徐州刺史 王林率叛军到达诈口 朝廷大军驻守吴湖 当时朝廷领兵的大都督是侯天 但是用兵的策略 大多都是侯安都制定的 添加元年560 皇上增加侯安都十亿一千户 王林兵拜逃去北齐后 侯安都率军向盆城进发 讨伐王林与党 功无不克 侯安都秘密遵奉宫中旨意 迎接衡阳王陈昌回京 当初 陈昌将要进入京城 写信给室祖 言辞很不敬 室祖心中不快 便招来侯安都从容说 太子将要进京了 我要另寻一处翻地 然后去那养老 侯安都说 自古以来 岂有被代理的天子 臣不敢奉赵 于是向皇上请求去迎接陈昌 渡汉江时 陈昌溺水而亡 皇上封侯安都为清远郡公 十亿四千户 从此 侯安都的威望令群臣望尘莫及 满横取获 添加三年 五百六十二 皇上封侯安都为世忠 征北大将军 增加其十亿至五千户 自从平定王陵后 侯安都日益交金起来 广览文人五世 宾客多至上千 其部下有犯法者 都逃逆到他府上 他对皇上也开始多有不敬 有次他陪皇上在乐游院艳影 问皇上 现在比起当临川王时如何呀 皇上不回应 他就再三追问 皇上不得已答道 我当皇上虽是天意 但也多亏你相助 第二天 他又坐在皇上的龙椅上 接受兵客们的祝寿 之前 重云殿失火 他带兵就冲进了皇宫 皇上对他身为记恨 次年春天 皇上升他为都督 将吴二州诸军士 征南大将军 江州赐使 在加德殿宴请他 并同时 在尚书省宴请他的部下 在座中就逮捕了他和他的众多部将 之后 皇上释放侯安都部将 下诏隶属侯安都罪状 将他赐死 终年四十四岁 论赞 史晨曰 侯安都显贵后 心态不同以往 权势超过往昔 因此亲临冒犯朝廷 加之他肆无忌惮 假说他并无窜逆之心 那么 以他的所为 岂能免于灭亡 从前汉高祖和宋武帝剪除功臣 确实是有原因的 卷九 吴明彻列传 吴明彻军功卓著 他的一生 是笑傲沙场的一生 为陈国先后两次挂帅北伐 虽然最后失败被秦而亡 但也配得上这一句 出师为截身先死 尝使英雄泪满金了 笑感动天 吴明彻自通招 秦骏 金江苏路何人 祖父吴景安 在齐朝时任南桥太守 父亲吴树 杨朝时任右军将军 吴明彻幼年丧父 本性至孝 他十四岁那年 感慨父亲去世后 却没办法修整坟墓 家里穷得连丧事都办不好 所以他就勤奋耕田 当时天下大旱 何苗枯萎 他很哀痛和悲愤 每次到田里 都不禁放声大哭 仰天素苦 这样过了几天 有人从田里回来说 何苗已重新生长了 吴明彻不信 以为人家在哄骗自己 等他亲自跑到田里一看 何苗果然已重新生长 到了秋天 庄稼大货丰收 足够安葬之用 人意豪杰 后来吴明彻出世 做了粮朝的东宫之后 到侯景叛乱时 天下大乱 吴明彻积攒了三千余壶素麦 他看家乡的百姓饥饿不堪 就对兄长们说 现在盗贼资斥 人人难以做长远打算 为什么有这么多粮食 却不和乡亲们分享呢 于是把家里的粮食平分给百姓 他自己分得的和大家一样多 盗贼听说此事后 都纷纷避走了 靠这些粮食活下来的人很多 高祖陈霸仙镇守金口时 圣意全全的和吴明彻结交 吴明彻去拜见高祖 高祖降阶相迎 拉着他的手坐下 一同商讨天下大事 吴明彻曾读过些史书 还跟汝南的周鸿正学过些天文知识 和奇门遁甲之术 懂得些其中的奥妙 他颇以英雄自诩 所以深得高祖赏识 国之栋梁 承盛三年554 吴明彻被朝廷任命为荣昭将军 安周刺史 少太初年 跟随周文玉 讨伐杜勘 张彪等人 东部一带战乱被平定后 吴明彻升任史迟节 散其常事 安东将军 南衍周刺史 被封为安无县侯 高祖称帝 封他为安南将军 派他随侯安都 周文玉领兵讨伐王林 各路叛军被剿灭后 吴明彻率军返回京城 士祖即位 下召吴明彻以本官加为右卫将军 王林拜逃后 吴明彻被封为都督武园二州诸军士 安息将军 五州刺史 其他职务不便 北州派大将军赫若敦率领马步军一万余人突然杀到武林 吴明彻寡不敌众 撤退到巴林 金湖南岳阳 但在双林击败了北州的另一支军队 添加三年 五百六十二 吴明彻升任安息将军 周迪在临川起兵谋反 皇上下诏任命吴明彻为安南将军 江州刺史 监狱张太守 统帅各路兵马讨伐周迪 吴明彻升性素来刚直 统帅大军时和一些将领相处得不太和睦 士族听说后 便派安城王陈虚到军中抚慰他 并把他调回了京城 不久 皇上任命他为镇前将军 添加五年五百六十四 吴明彻升任镇东将军 吴兴太守 拜辞赴任前 皇上对他说 吴兴虽然只是个郡 但那却是皇帝的故乡 地位很尊崇 所以才把他托付给你治理 你要努力啊 到了士族并重时 他被召回朝廷任中领军 废帝陈伯宗即位 任命吴明彻为领军将军 不久又升他为丹阳尹 准许他带领四十名甲氏的仪仗出入宫殿 道众局假传太守旨意 要将高宗陈虽调出朝廷 毛喜查知了这一阴谋 高宗听说后心中惊疑而恐惧 派毛喜去找吴明彻商量对策 吴明彻对毛喜说 太子刚刚即位 仍在扶桑 很多朝政都还来不及处理 外有强敌 内有大桑 殿下陈虽的地位如同周公和少公 仁得胜过伊尹和霍光 国家设计为重 愿殿下还是留在朝中降律对策 千万不要轻易离朝 致使天下疑惑 当襄州刺史画角阴谋叛叛乱时 皇上任命吴明彻为史迟节 散其常侍 都督乡 贵 五三州诸君氏 安南将军 襄州刺史 赐与军乐队一致 会同征南大将军淳于良等人率军讨伐画角 平定画角后 皇上封吴明彻为开府一同三司 晋升爵位为公 太监元年569 吴明彻任镇南将军 太监四年572 皇上封他为世忠镇前将军 其余职务不便 广威将军流金观印 南北朝 方形 归扭 通体流金 印文为 广威将军 文字纤细 粗广 豪放 少见 极为精美 广威将军 曹魏史智 北魏也有此号 今为武散官 正五品 原生正四品 明正四品 初授明威将军 升授宣威将军 加授广威将军 挂帅北伐 朝廷商议北伐 大臣们意见各有不同 吴明彻力排众议定策北伐 请命领军出征 太监五年573 皇上任命他为世忠 都督征讨诸军事 吴明彻统帅各路军马十余万 从京城起兵北伐 延长江城镇相继降服 大军进发至秦郡 摧毁了敌人的水中炸篮 北齐派大将御破湖率兵来源 吴明彻将其打败 俘获斩杀敌军无数 秦郡投降 因为秦郡是吴明彻的故乡 高宗派人准备太劳之礼 令人前往吴明彻家的祖坟拜祭 文武官员和仪仗队伍一起构成的拜祭场面非常盛大 吴明彻的乡亲们都把这件事引为荣耀 大军继续推进 攻下了仁州 金安徽故阵县 皇上封吴明彻为征北大将军 南平进攻 十一二千五百户 接着又攻下了侠石岸边的两座城池 乘胜进逼兽阳 金安徽兽县 北齐派遣王林领兵前来抵御 王林到了兽阳后 和刺使王贵贤防守外城 吴明彻认为王林出道 军心还没归附他 便率军成夜色发动进攻 敌军溃散而去 北齐军退守向国城和金城 吴明彻下令军中修造更多的攻城军械 又拦堵肥水灌入寿阳城 城中军民因而病死十之六七 这时北齐派大将军匹锦和率军十万来袁寿阳 北齐军在巨城三十处扎营 平均观望 众将都说 尖城还未攻下 敌军强员又已逼近 不知明功有何良策应对 吴明彻答道 兵贵神速 现在敌军扎营不尽 实在是自措丰锐 我断定他们不敢前来交战 这已经是明摆着的了 于是 吴明彻亲自披甲上阵 率军从四面急攻 城中军民震恐不已 一鼓作气便攻下了寿阳城 升勤了王林 王贵贤 扶封王可诸魂笑语 尚书庐前 佐承李等人 吴明彻下令将他们借送至京城 脾颈和见状后 率军仓皇逃跑 吴明彻便不费吹灰之力 收缴了他丢下的驼马自重 王林被抓获了 他的许多救部都在吴明彻军中 王林素来很得军事拥戴 因此 舅部门看见他被俘后都哭了 不忍再抬头看他 吴明彻担心发生叛乱 便派人追杀了王林 把其首级传回京城 皇上下诏 褒奖吴明彻 并任命他 都督御 和 剑 光 朔 北徐六周朱军士 为车旗大将军 御周刺史 增加十亿至三千五百户 测封道的时候 寿阳城南射坛 二十万将士列队击鼓 吴明彻登坛受封 将士们无不欢呼雀跃 半圆方媒神兽静 魏晋南北朝 圆形 半圆扭 内区神仙瑞兽相见环绕静扭 外区突起的半圆和方媒相见排列 半圆上是窝撞云文 十个方媒上 各是四字明无作明镜 幽炼三商 统道续道 敬奉贤两 雕刻无极 众神主阳 誓得光明 位置三公 生如山石 其人命长 此境文事清晰 精美 太监六年 五百七十四 吴明彻从寿阳回朝 皇上亲自到他府地慰问 赐予中庆一部 米一万胡 眷步两千匹 太监七年 五百七十五 吴明彻率兵进攻鹏城 金徐州 大军进发至旅梁 金江苏姓那南 北齐军数万人也相继到达 被吴明彻打得大败 太监八年 五百七十六 吴明彻升任司空 其他职务不便 皇上下诏称 往日军事行动都竖起旗帜 两军交战都击鼓助阵 近来谬误更替 多与旧章不合 至于队伍 不能互相识别 今日应给司空 大都督的抚越和龙徽 他的次将也各有差别 次与吴明彻代表军威和权力的越龙徽 不久 朝廷又任命他为都督南北衍 南北青桥五州诸军士 南衍州刺史 兵败忧死 侍逢北州灭掉了北齐 高宗打算征伐徐州和衍州 金山东衍州 太监九年五百七十七 皇上下诏命吴明彻率军北伐 令其世子荣昭将军 元外散其侍郎吴慧爵 代为管理周郡事务 吴明彻率领大军 进发至吕梁 北州徐州总管梁士彦率军抵御 吴明彻屡刺激败他 北州军因而退兵守城 不敢再出战 吴明彻又拦截清水和汁水烟灌蓬城 并用战船团团围在城下 随之发动猛烈的进攻 北州派上大将军王鬼率兵救援蓬城 王鬼率兵清庄昼夜兼城而来 从清水进入淮口 派兵在水中打立木桩 又以铁链连接车轮放入河中 阻截吴明彻的船路 众将听说后 万分惊恐 建议吴明彻用船装载战马撤军 骑兵将领裴子列说 如果掘开堤坝放船退军 船重而水流湍急 船势必会翻 怎么能顺利撤退 不如先把战马运出去 然后再掘开堤坝退军 才比较合适 当时吴明彻被捕 正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知道这次北伐成功不了了 就依从了裴子列的计策 命萧摩赫率领马军数千人 先行撤退 吴明彻决定由自己掘开堤坝 呈水士退军 希望可以渡船到安全地界 但是当吴明彻船队退到清口时 水士渐渐的变得弱了起来 再不动船只了 敌军攻来 手下将士都溃散而去 他自己力穷示弱 只好束手就擒 不久他便因忧愤交加而病重 在长安逝世 终年六十七岁 智德元年五百八十三 皇帝下诏 表彰吴明彻一身功绩 对他百战百胜的谋略和勇猛身家赞赏 对他被俘而不能赦免身表同情 追封为少林县开国侯 十亿一千户 其子吴慧绝席绝 论赞 使臣曰 吴明彻作为将帅 起初见有军功 等到了吕梁大败时 是他运筹失误 以勇武而论 他不如韩信和白起 以见识而言 他不如孙武和吴起 终于导致败军失地 金陵金南京虚弱 陈朝在真明年间的衰亡 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吧 卷二十六 徐陵列传 徐陵文采风流 因为南朝第一 在他身上绝找不到迂腐之气 他不光文章灿然 在政治上也是谋虑深远 为人和善忠义 他能名垂千古 实非偶然 天才少年 徐陵自孝母 东海潭 金山东潭成人 祖父徐超之 曾在其朝任御林太守 梁朝时 又任园外散其常侍 父亲徐痴 在梁朝任荣昭将军 太子左卫律 去世后 被朝廷追赠为侍中 太子瞻世 世号真子 母亲赃世 曾梦见五色祥云化作凤凰落在左肩上 不久就生下徐陵 当时有个叫保之上人的 世人都说他很有道行 徐陵几岁大的时候 家人带他去见保之上人 保之上人用手摸着他的头顶说 这是天上的石麒麟啊 光宅寺的慧云法师也每每接探他 年少有为 称他是在世言回 八岁时 徐陵便能写一首好文章 十二岁便通晓了庄子和老子的文艺 长大后 他博览史籍 有纵横之才 口若玄和 天子赏识 梁朝普通二年 五百二十一 建安王任平夕将军 宁蛮校尉时 徐陵的父亲徐迟在其手下任姿意参军 建安王又请徐陵来参谋宁蛮府军事 中大通三年五百三十一 建安王被立为太子 在东宫设置学士 徐陵入选为学士 稍后 徐陵升任杜之尚书郎 又出京任尚余县 今浙江尚余县令 徐使忠诚刘孝仪和徐陵 原来有些嫌隙 这时听到一些传言后 他就弹劾徐陵在县里贪污 因此 朝廷罢免了徐陵 过了一大段时间 徐陵才被重新启用为南平王府行参军 又签身为通知散旗侍郎 阳朝简文帝 在东宫撰写了《长春殿》遗迹 请徐陵代为作序 又命徐陵在少傅府 讲述他自己的著作《庄子义》 不久 徐陵升任正西湘东王中济世参军 坎克国史 太清二年548 徐陵兼任通知散旗常世 之后 徐陵出使冬魏 为人安排行馆宴客 当日天气很炎热 主持酒宴的魏收嘲讽徐陵说 今天的炎热 应该是由徐常世带来的吧 徐陵答道 从前网宿来到这里 替你们魏国制定了礼仪 今天我来访 又让你们知道了寒暑 魏收听后大为羞惨 这时侯景扰乱京城 徐陵的父亲徐痴被困在了城中 徐陵得不到家里的消息 就吃粗粮穿不衣 像是居丧的样子 是逢东魏善让于北齐 杨元帝在江陵继承皇位 前使通好于北齐 徐陵屡次向北齐朝廷 请求返回梁朝复命 但始终被拘留着不放行 徐陵便写信给北齐上书 蒲叶杨尊艳 言辞恳切 请求将自己放归 杨尊艳始终没有回信 江陵被西魏攻陷并服杀了梁元帝后 北齐送真阳侯萧渊明回梁朝做皇帝 才让徐陵跟着返回梁朝 太尉王僧便起初拒绝萧渊明入境 萧渊明便屡次致信给王僧便 这些信都出自徐陵的手笔 王僧便接纳了萧渊明后 得到了徐陵 不禁大喜 接待馈赠 对他十分礼遇 并任命徐陵为尚书利布郎 掌管诏告事宜 当年 高祖臣霸仙率兵诛杀了王僧便 并继续进兵讨伐王僧便的心腹爱将 一心太守为宰 当时王僧便的党与人约 徐四辉两人承虚领兵习取了石头城 并约请徐陵附会 徐陵感念王僧便的恩情 就去了 等到高祖平定了人约等人后 并不向徐陵问罪 释放了他 不久 还升任徐陵为真威将军 尚书佐成 红州摇香薰卢 南北朝 造型大器 复杂 工艺精湛 由于年代久远 上面的幼已基本脱落 不畏权贵 少太二年556 徐陵又出使北齐 回朝后 升任几世皇门侍郎 秘书兼 高祖受善称帝 家徐陵散其常侍贤 尚书佐成之职不便 添加初年 徐陵升任太府清 添加四年563 升任武兵尚书 兼大著作 添加六年565 升任散其常侍 御史忠诚 当时安城王陈虚 凭借是皇上弟弟的尊荣 全清朝野 执兵鲍僧 依靠安城王的权威阻塞臣民们的诉讼请求 朝臣都不敢站出来说句话 徐陵听说此事后 便写奏折弹劾鲍僧 他带领着御史台的属下 捧着奏折进入皇宫 室祖见徐陵身穿朝服装重严肃 正气凛然不可触犯的样子 也为之严肃地端坐在寓座上 徐陵便在寓前读出弹劾奏章 当时安城王就陪侍在皇上身边 他看着皇上 不禁脸色大变 冷汗直冒 徐陵命御史把安城王带下殿堂 于是弹劾安城王 缅去了他的室中和中书间的职务 从此朝廷风气为之倾诉 笔尖古贤 天康元年566 徐陵升任吏部尚书 兼大著作 徐陵认为自从梁朝末年以来 朝廷选拔任命官员多有适当 于是他就整理列举国家主要法典 综合审核官员的材质资历 是否和他所担任的官职相匹配 当时有很多人都冒进求官 宣扬竞争没有以时 徐陵以吏部尚书身份做书宣誓说 将改变乱世时选用官员的标准和惯例 而改用和依据太平时代封赏官员的理智 来作为今后朝廷选拔人才的规制 从此以后 朝野公卿都很敬服他 将他比作三国十卫国的毛戒 清泉连半拨 南北朝 高十厘米 最大直径13.5厘米 连口 胡腹 卧足 外腹必克式连半纹 整气造型立体生动 新朝功臣 陈废帝即位后 高宗陈虚入朝辅政 谋划排除异议 准备废黄帝自立为帝 严请徐灵参与了谋划 高宗即位 封徐灵为建昌县侯 十亿五百户 太监元年569 徐灵升任尚书幼蒲叶 太监三年571 皇上享生他为尚书左蒲叶 徐灵推辞 举荐周红正 王脉等人担任 皇上把他召到内殿问 清为什么执意推辞此职 而举荐他人呢 徐灵说 周红正跟随陛下从西部 返回京城 是陛下原来方国的长使 王脉是太平相辅长使 张种是陛下同乡亲戚中的贤人 假若皇上选拔贤能顾救 臣应该是拘于他们之后的 徐灵推辞了很多天 皇上还是苦苦劝说他上任 徐灵只好接受了皇上的任命 等到朝廷商议北伐时 皇上说 朕已决议北伐 清等推荐一下元帅人选吧 众臣都认为忠权将军淳于良帝尊崇 可以胜任元帅 独有徐灵说 不是这样 吴明彻家居怀佐 熟悉那里的风俗人情 论将帅之才 当今恐怕无出其诱者了 于是 朝中争论多日 都没能决定下来元帅之选 都官尚书裴继说 臣同意臣仆设之见 徐灵接着他的话查说 非但吴明彻是良将之选 裴继也是顶好的副帅之选 当日 皇上便下诏任命吴明彻为大都督 裴继为兼军士 出兵北伐 于是便攻下了淮南数十周郡的土地 皇上设宴庆功 举杯敬徐灵道 奖赏清之人善任 徐灵必袭达道 北伐之计出自陛下 并非微臣之功 当年 皇上加封他为世忠 其余官职照旧 太监七年五百七十五 担任国子继九 南徐州大中正 后因公事被免除了世忠 尚书左仆叶之职 不久又任世忠 受封为领军将军 太监八年五百七十六 升任义佑将军 太子詹氏 可以自己设置属下官佐 不久升任佑光陆大夫 太监十年五百七十八 升任安幼将军 丹阳尹 太监十三年五百八十一 任中书间 太子詹氏 其他职位不便 徐灵因自己已年老 上表朝廷请求治事 皇上还是很优待他 下旨为他建造一座府地 让他在自己家里处理政务 驾鹤西去 后主陈书宝即位 封徐灵为左光陆大夫 太子少妇 其他职位如故 智德元年五百八十三 徐灵逝世 终年七十七岁 皇帝下诏包美徐灵功德并治哀 事好为章 名垂千古 徐灵才识高远 胸襟红正 容貌举止儒雅 性情清俭 不治私产 俸禄都和亲戚宗族共享 太监年间 建昌县是他的实义 县民缴纳米粮运行到河边时 徐灵听说自己的亲戚家贫穷 就让亲戚们去分领米粮 几天就把米分光了 徐灵自己家却没米下锅了 徐灵说 我家还有车有牛和衣裳都可变卖 别人家穷的还有东西可卖吗 他就是这样周记他人的 他少年时就重信佛教 很多佛经他都解释得很精辟 后主在东宫时 让徐灵讲解大品经 很多高僧也争相前来参加 辩论经义的时候 谁都抗辩不了徐灵 徐灵的眼睛里有黑精 识人都认为这是聪慧的面相 自从陈朝开国以来 习文军书及尚未赵书圣旨等 都是徐灵撰写的 其中以九夕一文最为华美 他是一代文宗 但并不以此视才傲物 对著书历说的人从不指责 提携后辈 从勿倦怠 他的文章相对于以往的文风 多有变革 构思巧妙 没有新意 他每做出一篇文章 便被爱好诗文者传抄吟诵 因此他的文章便传华夏及外仪 被人珍藏在家 之后遭逢桑乱 多有三诗 存诗文章剩下了三十卷 论赞 史晨曰 徐灵秉承天地五行的灵秀之气 聪明炼达 才晴旷掘古今 至于迎见振兴设计的大叶 侍逢红韵 身居宰府 正见筹谋 都是心存中正 卷三十一 萧摩赫列传 萧摩赫天生勇猛 常常致生死于渡外 驰骋于万军之中 自由如风 在影响南辰命运的两个重要时机 他都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建言 可惜都不被采纳 陈后主的荒淫 最终也吞噬了这位一代名将的光荣 永贯三军 萧摩赫自元印 蓝陵 金山东一线人 祖父萧亮 在梁朝时官至右将军 父亲萧亮 梁朝时官至史兴郡城 萧摩赫随父亲到史兴郡 年仅数岁 父亲就去世了 他的姑父蔡璐阳 当时在南康 收养了他 少年时 他就刚一果断 有勇力 侯景叛乱后 高祖陈霸仙率军救援京城 蔡璐阳起兵抗拒高祖的义军 当时只有十三岁的萧摩赫 单枪匹马出战 义军中无人是他的敌手 蔡璐阳被击败后 萧摩赫归附了侯安都 侯安都待他很优厚 从此常跟随侯安都东征西讨 到了仁约 徐四辉引领北齐军前来进犯的时候 高祖派侯安都率军在中山龙尾和北交坛抵御敌军 侯安都对萧摩赫说 你骁勇有名 但是千文不如一箭啊 萧摩赫慷慨道 今日便可另功一箭 侯安都出兵和敌军交战 落下马来被团团围困 萧摩赫单其叫喊着冲向敌军 敌军抵挡不住 渐渐解围 侯安都才幸免于难 添加初年 萧摩赫任家乡的县令 后凭借率军平定留意 欧阳和叛乱的功勋 牵身为巴山太守 建武将军张青铜观印 南北朝 方形 归扭 印文为 建武将军张 非常少见 极为精美 北伐建功 太建武年573 大军北伐 萧摩赫跟随都督吴明彻 渡江进攻秦郡 金江苏陆河 当时北齐派大将玉破湖等人率军十万来源秦郡 其先锋中的击队兵马有仓头 西角 大力等名号 各个都是身高八尺 屡立绝伦 其军队锋芒很是锐利 又有西域湖 善于射箭 百发百中 令众将士都很害怕 交战之前 吴明彻对萧摩赫说 如能杀掉西域湖 则敌军士气势必受挫 如今均有张飞 关羽之名 正可斩此言良 萧摩赫道 请告诉我他的容貌 定当为都督 取回他的向上人头 吴明彻便找来认识西域湖的降冰 降冰说 西域湖穿着红色衣服 用画树皮装弓 弓的两端装饰有像骨 吴明彻便按此形容 派人暗中侦探 知道西域湖就在前面的军阵里 于是亲自针酒给萧摩赫撞威 萧摩赫放下酒杯 便策马冲向敌军 西域湖挺身走出军阵十余步 正要弯弓发箭 萧摩赫远远的就把显 小毛或鸟子一类的兵器飞制了过去 正中西域湖前额 西域湖历时便倒地毙命 敌军大力队十多人前来围攻萧摩赫 又被全部斩杀 于是敌军惊恐败退 萧摩赫以军功被任命为明义将军 圆外散其尝试 受封为连平献博 十亿五百户 不久 爵位晋升为侯 转任太普清 其余职位不便 太监七年575 萧摩赫又跟随吴明彻进兵包围肃域 金江苏省肃迁东南 击溃北齐将领王康德 平军功升任近西太守 太监九年577 吴明彻兵发履粮 金江苏徐州东南 与北齐军大战 萧摩赫率七齐当先杀入敌阵 亲手夺过敌军帅旗 敌军大败 又平军功升任迟节 武艺将军 乔州刺史 兵败难归 北周五帝灭北齐 派大将宇文新率军前来争夺吕粮 养军战于龙会 此时宇文新有精锐骑兵数千人 萧摩赫锦率十二骑冲入敌军 纵横冲杀 斩杀敌军无数 之后 北周又派大将军王轨前来增援敌军 王轨命人在河的下游 结长为链锁 封锁河道 以截断大军的退路 萧摩赫向吴明彻近见道 听说王轨刚要在下游封锁河道 在两头修筑成寨 现在还没完工 如果我们现在派一支军队去进攻 他们必然不敢抵抗 水路不断 敌军是男力族 倘若令他们建起成寨 那我们就都要成俘虏了 吴明彻愤怒地掀了下胡须道 冲锋陷阵 是将军的事 运筹帷幄 那是老夫的事 萧摩赫被吓得脸色都变了 低头退了出去 十日之间 北周军越来越多 萧摩赫又向吴明彻近见道 如今求战不得 进退无路 若悄悄突围 也不算是耻辱 请都督帅步军慢慢先撤 我带铁骑数千前后驱齿保护都督 必当使都督安然返回京城 吴明彻说 老弟此计 的确是良策 然而老夫受命挂帅出征 不能为国家攻城掠地 如今反被围困逼迫 实在是羞愧的无地自容 况且 步军人数众多 我是元帅 必须要断后 老弟还是率领马军先撤吧 不容再迟缓了 于是 萧摩赫率领骑兵当夜出发 先前 北周军队在河道完成封锁 又在重要道路设下重重埋伏 萧摩赫精选八世骑先行开路 冲杀出重围 其他骑兵随后跟上 次日清晨 萧摩赫率军到达淮南 高宗下诏令萧摩赫海潮 封他为右卫将军 太监十一年 五百七十九 北周靖范寿阳 金安徽寿县 萧摩赫同凡义等人率兵救援 无功而返 护主有功 太监十四年 五百八十二 高宗驾崩 使兴王陈淑玲 在宫殿内拿刀要刺杀后主陈淑宝 后主受伤 陈淑玲逃奔到东府城 金南京市秦淮区内 当时 大臣们犹豫不决 没有人去讨伐陈淑玲 东宫社人司马申 向后主推荐萧摩赫 后主召见萧摩赫命他讨贼 萧摩赫率领马不均数百人 赶往东府城西门囤柱 陈淑玲惶恐不已 从东府城南门逃出 萧摩赫率兵追上斩杀了他 后主任命萧摩赫为三骑长士 车骑大将军 封他为随剑郡公 十亿三千虎 并且把陈淑玲平生积聚的巨万家财 都赐了他 不久 萧摩赫改任势中 票计大将军兼左光路大夫 旧至三公关崖的黄阁厅设置吃尾 后主特赐萧摩赫开黄河 准他在厅堂和寝室都可以设置吃尾 后主又封萧摩赫的女儿为太子妃 清幼武士勇 南朝 独木南枝 随朝总管贺若碧镇守广陵 金扬州图谋进犯 后主任命萧摩赫为南徐州刺史 负责防守事务 真名三年589正月 后主召萧摩赫回京城 贺若碧城须渡江 恭喜金口 萧摩赫请英出战 后主不许 等到贺若碧进军至中山 萧摩赫又向后主请命 贺若碧孤军深入 援军离此上远 趁他们现在还没见好坚实的壁垒 军心惶恐 我们派兵出击 一定能打败敌军 后主又不允许 等到隋军大规模赶到 朝廷才准备迎战 后主对萧摩赫说 将军可为我和敌军决议死战 萧摩赫道 从来冲锋陷阵 都是为国家太平 为自己富贵 今日 还将为妻子儿女血战到底 后主拿出许多钱财来犒赏众军 命中领军卢广达 在白土港列镇 居于偏南 镇东大将军人中 护军将军反义都关上书恐犯 依次向北列镇 萧摩赫居于最北面 大军南北绵延二十里 首尾进退 各不相知 贺若碧起初认为不宜出战 他率领青庄骑兵 登山观望行事 当看到陈朝军队部署的情形后 便策马持下山来 排兵部阵准备迎战 卢广达首先率领军队进攻 贺若碧率军屡屡退却 不久便重新振作 更奋波出一支军队去进攻北面的人中 樊毅等人 恐犯率军出战 两军刚一交锋 他就败逃 诸将各自为战 阵型还未合成 其兵便先已溃散 无法制止 萧摩赫回天乏术 被随军擒获 晚景凄凉 京城县落后 贺若碧将后竹软禁在德教殿 派军队看守着 萧摩赫向贺若碧请求道 如今我已身为囚鲁 命在旦夕之间 希望能再见救主一面 便死而无憾了 贺若碧心生怜悯 准许了他的请求 萧摩赫进了德教殿见后主 贵府在地上嚎啕大哭 把再救出取来的食物 尽献给后主 拜此诀别而出 首位的军士都不忍仰视他 当年 萧摩赫进入隋朝 被封为开府一同三司 不久 跟随汉王杨亮去了冰州 金山西太原市 并在那里同杨亮起兵谋反 事败被杀 终年七十三岁 萧摩赫为人不善于言辩 是为人忠厚老实的长者 至于临战对敌 则志气激昂 所向无敌 不到二十岁 隋侯安都在京口 因生性喜好涉猎 因此每天他都尽情游猎 侯安都东征西讨 攻城掠地时 萧摩赫所见军功最多 萧摩赫之子萧氏连 少年时就很激井英俊 果敢勇武 大有其父之风 本性至孝 萧摩赫惨死后 萧氏连扶桑三年 除下桑福后 他对自己的父亲的追念 却更加深切 他父亲的朋友们 一旦提及起父亲 萧氏连面对着父亲的朋友 总是哀痛不能自已 父亲的朋友 也每每为之感动得唏嘘流涕 后来萧氏连终身不沾刀斧兵器 因而受到识人的赞扬 萧摩赫身边有位骑士叫陈志生 他应勇过人 应跟随萧摩赫 评定陈淑玲谋反时立功 被朝廷任命为巴林内使 萧摩赫被杀时 萧家的子女都已被朝廷关押了起来 陈志生便替萧摩赫收尸 亲自将其成练 哀伤悲痛之情 就连陌生人也为之感动 当时的人都认为 他是个义士 影川人陈宇 也曾跟随萧摩赫 东征西讨 他为人聪明有胆识 便读经史 会封角之术 经小兵法 还写得一首颇具文采的师父 更坚善于其设 官职做到王府自义 论赞 使臣曰 萧摩赫器官三君 为一时之良将 虽然没有智谋 也是一代匹夫之勇了 然而他不善言谈 内心刚毅 诚信感人 应属于西汉李广一类的人物 南使 原中华书局编审 刘德林 南使是和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 为一边的寄传体史著 记事起自南朝宋五帝刘玉涌出元年420 指于陈后主陈书宝 真明三年589 记述南朝四代170年的历史 南使与北使为子媚片 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 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 南使有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 其编撰方法按朝代顺序、帝王在位先后 排列各朝帝王、宗室、诸王、大臣等寄传 本纪中有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仰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 列传中除专传外 列类传九种 南使以宋书、南旗书、阳书及陈书为本 删凡就简、重新编撰、其文字简明、是增文省 不仅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 而且矫正了原书中的许多曲笔 同时还使这四部史书所叙述的历史连贯起来 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卷十九 谢灵韵列传 作为名门谢氏之后 谢灵韵385至433以其奔放俊朗的诗文才情 奢侈豪放的天性 着力于南朝晋、宋之间 他志大才高 却得不到朝廷重用 于是纵情山水、放浪行海 以此抒发心中苦闷 最终不容于事、祸及身死 名门才子 谢灵韵、安息将军谢义的曾孙、谢芳明的侄子 其祖父乃东晋名将、车其将军谢玄 谢灵韵的父亲叫谢焕 生来并不聪慧 官至秘书郎、英年早逝 谢灵韵则在儿时便显示出聪明、悟性高的特点 谢玄对此惊叹不已 对亲友说 虽然谢焕是我所生 但谢焕的儿子就一定不能达到我的成就吗? 谢灵韵自幼好学、博览群书 所作文章秀丽华美 与炎言之并称江左一流 谢灵韵文笔奔放俊逸的特点强于炎言之 但深刻细致方面则不如言 成年后 谢灵韵成继组绝 习封康乐公 谢灵韵天性喜好 豪华奢侈的生活 所用车马服饰鲜艳亮丽 衣物也多 改变就有的样式 这些创意受到世人追捧 并尊称他为谢康乐 在经过数次升迁后 谢灵韵任秘书成一职 但很快就因事被免了官 宋王刘玉进兵长安时 谢灵韵作为世子中军资役 黄门传郎奉见安帝之命到彭城 金江苏徐州未劳刘玉 其间创作了著名的赚征赋 后来他官至相国 从事中郎 世子左卫律 却又因善杀门生而被罢官 由宋王朝建立后 谢灵韵的爵位由公将为侯 又被任命为太子左卫律 谢灵韵平时常违反国家礼仪制度 朝廷也只对他以文士相待 从不授予他有实权的官职 谢灵韵自认才能可执掌朝廷基要 既然不受重视 便一直心有不甘 宋少帝刘毅伏即位后 谢灵韵得罪了 把持朝政的司徒徐献之等执政大臣 被借故外调 做了永家 金浙江东部 温州一带 太守 失明天下 永家郡内多有名山秀水 这些都是谢灵韵平素喜好的 只是出京做郡守后 感到志向更难抒发 便索性尽情地四出游玩 走遍了郡内各县 他每次出游都得十天半月 对于任内的人事管理 辞送判定等公务 都不再关心 每到一处便富诗歌勇 以此抒发心智情趣 在永家郡围观刚满一年 谢灵韵便称病离职 唐帝谢慧 谢耀和谢洪威等都曾写信劝阻 他统统不听 由于谢灵韵的父亲 祖父多安藏 在史宁县 今浙江上渝 那里还有谢家旧宅和别墅 于是谢灵韵便移居到快基郡 今江苏省东部 及浙江省西部地区 修起经营祖产房舍 谢家衣山临江 尽显幽静山居的美丽景致 谢灵韵和尹氏王洪之 孔纯之等人纵情于乐 甚至产生了中老山林的念头 每当他们创作的诗文传到京城 不论贵族还是平民无步 争相抄写 一夜之间在史大夫和平民百姓中 就传个遍 名声震动整个京城 谢灵韵曾写过一篇山居父 并亲自做助解来计述这段山居生活的经历 宋文帝即位后 杀掉了徐宪之等大臣 征召谢灵韵进京任秘书间 但两次下诏他都不去赴任 后来 宋文帝让光露大夫范泰写信敦促 谢灵韵才去就职 文帝让他整理 宫中密格藏书 又命他修转禁书 可谢灵韵只是粗略草拟出条目 全书终未写成 不久他升任适中 受到了优厚的赏赐和待遇 谢灵韵的诗和书法堪称当是杰作 没有诗文创作 便亲手把它写下来 宋文帝称他的诗和字是二宝 此时谢灵韵自认为是当是名流 应参与时政 可这时他还只能以文士身份被接待 每次是从文帝验隐 也只是谈论赏息诗文而已 王坛守 王华 殷景仁等人在名望和地位上一向都不如他 可是都受到了重用 对此 谢灵韵心中不平 便经常装病不上朝 谢灵远在其府地内挖掘池塘 设置番梨 栽种竹木 果树 驱使公价劳役为其服务 没有固定的实现 他出城远游 有时走出一百六七十里 十几天也不回来 记不上表奏文 又不请假告病 文帝不想伤害大臣 传旨让他自己解释 谢灵韵便上表称病 于是文帝赐他回家休假 临行前 他又上书劝文帝出兵征伐河北 可回家后 谢灵韵依旧游乐燕饮 夜以继日 于是遭到御使忠诚富龙的弹劾 再次丢了关 这一年 正是送文帝原家五年四百二十八 谢灵韵向 谢灵韵 三百八十五至四百三十三 陈俊阳甲 今河南太康人 又称谢客 谢康乐 曾任参军 永家太守 林川内史 南朝宋诗人 山水诗的开创人 出自历代名臣相姐 纵情山水 谢灵韵东归会基后 与族地谢惠莲 东海和常瑜 尹川寻庸 泰山杨玄之 经常聚在一起赏西文章 游山玩水 当时人称他们为四友 谢惠莲自幼才华横溢 却得不到其叔父谢方明赏识 谢灵韵离开永家回使宁时 谢方明正任会计俊首 谢灵韵便去拜望叔父 其间遇见谢惠莲 对其才华赞叹不已 谢灵韵本性从不推崇他人 唯独看中谢惠莲 和他结为生死之交 当时何常瑜正教谢惠莲读书 也正在会计郡府内 谢灵韵认为他也是无与伦比的人才 谢灵韵对谢方明说 阿联兄弟有如此才情悟性 可大人却把他当作一般孩子看待 何常瑜堪称当事的王灿 可大人却以下等客人的饮食招待他 大人既不能礼遇贤士 应该把何常瑜还给我谢灵韵 随即便同何常瑜一起乘车船离去 寻庸自道庸 坐着园外散其郎的官 玄之自要凡 是临川内使 被司空净凌王刘弹所赏识礼遇 刘弹兵败的时候被连坐诛杀 何常瑜的才华虽然比不上惠莲 但寻庸和杨玄之却是比不上的 谢灵韵继承了祖辈遗产 家业丰厚 奴童众多 门生顾立数百人 于是开山峻湖 工艺不断 每次登山 一定要到最为偏僻其险的地方 便尤其山峻岭 他登山时常穿一种特质的木鸡 上山时取下鞋的前尺 下山时取下后尺 一次 他率众从史宁南山伐树开路 一直到了临海境内 经浙江泰州附近 随从好几百人 临海太守王秀文迅极为惊骇 还以为有山贼突袭 知道是谢灵韵一行 才安下心来 于是 谢灵韵邀请王秀一同出游 遭到拒绝 谢灵韵便赠给王秀一首诗讽刺道 帮军南地险 旅客一山行 浙江丽水清田县 谢灵韵纪念亭 祸及身死 谢灵韵在会计也有很多随从 每次出行 全程为之震动 太守梦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却遭到谢灵韵的轻视 他曾对梦说 得到成佛是讲究天分和机缘的 大人 您升天将在我之前 但是成佛 则一定会落在我之后 梦对此言怀恨在心 还有一次 谢灵韵 会同王洪之等人到千秋亭饮酒 光着身子大呼小叫 梦不堪忍受 派人去劝诫他 谢灵韵却大怒道 我自己叫喊我的 与你这痴人有何关系 此后 谢灵韵又因争夺回种湖 修黄湖等处立矣 与梦已结下了仇怨 因为谢灵韵的横行放肆 孟上表控告谢灵韵心怀意志 谢灵韵得之后 即刻飞奔京城给朝廷上表 陈述自己与孟恩怨的来龙去脉 文帝知道谢灵韵受到诬告 并未加罪于他 但也不想让他再回乡声势 便任命他做了临川 金江西辅州内使 谢灵韵在临川郡内仍然放荡游乐 和在永家时毫无分别 很快就遭到当地官员的弹劾 司徒派遣随州从事郑望生前去收补谢灵韵 谢灵韵竟起兵叛逃 并蒙生了叛逆的心思 他作诗称 韩王子防愤 秦帝鲁莲齿 本自江海人 忠义赶君子 后来 追兵将谢灵韵擒货 送交朝中廷尉 廷尉判处他斩刑 文帝爱惜他的才华 打算依旧罢官了事 彭承王刘易康坚持执行廷尉的判决 认为不该宽恕 文帝下诏说 谢玄的功勋与春秋时的管仲相当 应该宽恕他的后代 将谢灵韵由死刑 减为流放广州吧 后来 秦郡府将宋齐受命到土口 经武汉金口办事 路过桃须村时 发现有七个人聚在路边窃窃私语 宋齐怀疑他们不是好人 回去报告给郡县长官 帅兵秘密追击 将他们捉拿 其中一个叫赵钦的人在供词中称 同村人薛道双曾与谢灵韵共事 薛道双托 同村人成国告诉赵钦说 谢灵韵犯事被流放去广州 出钱让买弓箭刀盾等兵器 并让薛道双集合乡中健壮的汉子 在三江口 经湖北汉口西 结下谢灵韵 事成之后 大家均会获得候赏 于是我便集合同伙的人 前去拦截谢灵韵 可并没成功 回来后 大家因饥饿 打算在路上抢劫 于是 主管官员奏请将谢灵韵逮 再补 文帝下诏 将谢灵韵在广州就地斩首 谢灵韵临行前作诗道 公圣无于生 礼业有中进 积公礼即破 或生命已允 诗中所称 公圣 礼业诸人 跟先前在诗中称道的张良和鲁仲莲 是同样的意味 这一年是元家十年433 谢灵韵死时才49岁 他所作的诗文流传于世间 论赞 论曰 谢灵韵的才华名气 可以振动江左 然而他行为猖獗 无所顾忌 乃至自取灭亡 可惜啊 卷26 袁灿列传 作为名门元氏之后 袁灿 477继承祖先公业 在南朝宋时身居高位 未及人臣 他天性耿直 自命清高 且操守严谨 忠贞不二 在危机四伏的宋末 担负起顾命大臣的重任 坚决不与篡逆之主同流和乌 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图谋反抗 最终兵败身亡 元氏有后 元灿自警倩 是元寻弟弟的儿子 父亲元卓 是扬州 金安徽寿县秀采 英年早逝 元灿自幼就成了孤儿 祖父可怜他 给他起名叫闽孙 他的伯 书都是当世的显赫人物 而元闽孙 却饥寒贫困 母亲为狼牙王室 是太尉长使王淡的女儿 亲自从事纺织 以此维持日常生活 元闽孙自幼好学 有杰出的才能 跟随任吴郡 金江苏苏州太守的伯父元巡道任 裹着破衣服读书 族不出户 他的堂兄元出游 邀请闽孙同行 他就称病不去 叔父元叔很赏识他 跟子弟说 我们家族不缺贤士 闽孙将来 地定又会成为三公 有人家想和元帝婚 元的父亲元巡说 元能力不足 倒是可以和敏孙结婚啊 元敏孙在座 流着眼泪起身处去 他很早就以崇高的操刑被人赏识 宋孝武帝刘俊即位 升他为尚书利不郎 太子又未帅 适中 孝建元年454 在宋文帝去世的忌日 群臣都在中兴寺八观斋 吃过午饭 元敏孙又与黄门郎张燕一起去吃了鱼肉 尚书令和尚之评诉手法谨言 逆逆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孝武帝 孝武帝令玉使忠诚王千之弹劾 结果元敏孙和张燕都被罢了关 清高明事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 元敏孙又做了世忠 兼任摄生孝伟 封为兴平县子爵 三年 因接受山音金浙江绍兴仁丁成文的贿赂 推举其为快鸡郡金浙江绍兴笑脸 事发被免官 五年 官左卫将军 加官几世忠 七年 转为吏部尚书 依旧任左卫将军 这一年 皇太子行成年加官礼 孝武帝到东宫燕饮 与严师伯 柳元景 沈庆之等赌博游戏 元敏孙劝严师伯喝酒 严师伯不饮 元敏孙就侮辱他说 不能和奸命小人周旋啊 严师伯正受皇上宠爱 皇上又常对元敏孙以寒素出身 而欺凌严师伯很是反感 因此大怒说 元卓的儿子要不是遇上阵 连缘外郎也当不上 却敢以寒誓来傲视别人 要亲手杀掉他 命人把他拉下作席 元敏孙面不改色 神、柳都起身劝阻 过了好久 皇帝才消了气 外调他出京做了海陵 金江苏太州市海陵区 太守 前费弟刘子叶即位 元敏孙在郡里 一日梦见太阳落在了他胸上 因此惊醒 不久被征调掌管机密 历人历不上书 适中 萧卫将军 元敏孙非常重视仪表规范 前费弟让他赤裸着身体 并迫使他走路 元敏孙像平常那样文雅地迈着步子 并回头说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宋明帝太史元年465 他担任司徒佐长使 南东海太守 元敏孙清高严谨而有风节操守 自视甚高 曾著有妙德先生传 将其接续在鸡康的高士传后以描述自己 文中称 有位妙德先生 是陈国人 气度志向深远甜淡 姿态神情清新光滑 天性至孝 行为温顺 居士平淡 家业简朴 有顺地一风 先生自幼多病 性格懒惰 没有什么经营好上 然而对于三教九流 朱子百家的言论 雕龙谈天的记忆 都泛泛了解其中大义 却不以此成名 殷家贫而出来做官 但并非他的爱好 混淆他的生计 隐藏他的用心 席门常常关闭 小路尽可过人 即使是杨雄那样沉寂 眼光那样隐居 也不超过他 修身养性 可始终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又曾经对周围人说 从前有一个国家 国中有一片水轿狂泉 国人喝了 此水无不发狂 只有国君从开凿的井中打水喝 得以独自无病 国人既然都发了狂 反而说国君的不狂是狂 于是相聚在一起谋划捉住国君 治疗他的狂病 火一针药 无所不用 国君受不了那些痛苦 于是到泉边咬了水喝 一喝就发狂了 如此一来 君臣上下都一起发狂 众人才高兴起来 我既然还没发狂 难以独自于是 所以进来 也想试着去喝这泉水了 南朝造像杯 沙石 1954年 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遗址出土 四川博物院 原四川省博物馆 万佛寺识客馆 改名不改姓 圆敏孙幼年羡慕寻奉茜的为人 孝武帝时请求改名为袁灿 未获准许 到了明帝登基 才获准改成名为袁灿 自警茜 他的外孙王云又说 明帝有很多忌讳 圆敏邪因为允门 明帝厌恶 这才令他改名 宋明帝太使二年466 调任领军将军 为是三十人可以进入六门 当年 调为中书令 兼太子詹氏 三年 467 转为尚书蒲叶 不久兼长吏部 五年 469 担任中书令 又兼丹阳 金江苏省丹阳市尹 圆灿自负才能 意气用事 爱好玄虚优远的生活 虽身居高位 却不把政务放在心上 常读自在圆林中散步 赴诗饮酒 自得其乐 他的家靠近城郭 长骑马出游 一旦开心自得 就悠然忘返 俊南一家 有很多竹林 其实 圆灿便随意地步行前往 也不通告主人 静止走到竹林当中 高歌涌叹 自得其乐 主人出来 以笑语相迎 一会儿 车骑一丈都赶到圆林门前 主人才知道 是圆大人 还有一次 他曾经步行在白杨树林的郊野中 路上遇到了一个士大夫 便叫他一起畅饮 第二天 这个人以为受到赏识 便到圆府请求拜见 圆灿说 昨天饮酒无人相伴 不过是随便找个人罢了 竟不与他相见 曾经做了一首五言诗 称访济虽忠语 寻济乃苍舟 大概是他的志趣所在 宋明帝太史七年四百七十一 圆灿任上书令 其初 他曾触犯了孝武帝 他的母亲等待皇帝的车架出行时 在砖块地面上磕头谢罪 已至流血 碎砖伤到了眼睛 自此以后 圆灿和别人说话时 如有人不小心悟说了瞎眼二字 他就会长久哭泣 有一次生重病 母亲担忧挂念 白天睡觉时 梦见了圆灿的父亲 面容和生前一样 对圆母说 敏孙的并没有大碍 他将成为国家的栋梁 不必担心会被埋没 倒是恐怕富贵之后 最终要归于富灭 母亲从未说起这事 圆灿显贵以后 他一直害怕轻负命运的到来 才把这事告诉了儿子 自此 圆灿开始注意 约束自己的言行 顾命辅证 宋明帝临死时 命圆灿与楚燕回 刘勉一起接受顾命之托 给他们增加了20名佩剑护卫 还赐予鼓吹一步 宋后废帝流域即位后 又给他们增加了500护卫 后废帝圆徽元年473 圆灿因母桑辞职 扶桑过后 又召他回职 封为魏将军 他不接受 圆灿天性极为孝顺 扶桑期间 身体应过于悲痛而消瘦 既祖神的日子 都命令魏军 谢绝客人来访 宋后废帝圆元徽二年474 贵阳王刘修犯叛乱 圆灿被人搀扶入殿 皇上下诏为其增加兵士随从 府中设置左立 当时形势危急 叛军已攻至南夜门 诸将意志沮丧 都不能奋其抵抗 圆灿慷慨激昂地对各位将帅说 贼寇已冰临城下 而诸位情绪涣散 我受先帝的固托 本应以死相报 今日就要与各位将军一起为国而死 随即令左右人被马 神色哀壮 于是陈显达等人备受感动 奋勇出战 将叛军一举歼灭 此事平定后 圆灿受任中书兼 以本官号开府一同三司 兼任司徒 从扬州奋出府来供他 坚持推辞 圆徽三年 调任尚书令 魏军 开府如故 他一并坚持推辞 扶桑期满 才接受任令 家官适中 晋升为侯爵 又不接受 当时圆灿与后来的齐高祖萧道成 楚燕回 刘燕杰 轮流入朝当职 平均地决断各种国家事务 圆灿沉默寡言 不肯担当大事 主书常向他请示抉择 他有时敬高勇诗歌来回答 有时打定了一个主意 则众人都不能改变 他平素很少和人往来 府上没有闲杂宾客 自己闲居在家高枕而卧 从不接待 谈过话的文士 所见到的不过一两个人 顺地留准即位后 圆灿调任中书间 司徒 市中职位依旧 萧道成已进驻东府后 故意让圆灿镇守石头城 金江苏南京市清凉山 圆灿平素田径谦让 每当朝廷有任命 都是迫不得已才去就职 这次赵令让他到石头城 当即就顺从了旨意 有和他打交道的人 懂得观测天象 对圆灿说 石头城的气很凶险 前往必定会遇到灾祸 圆灿不答 又配挤他一辆车马 准许带五十个卫士入殿的特权 崇烈是神仙瑞兽静 魏晋南北朝 圆形 圆扭 主体文士 采取崇烈式排列 上下左右对称排列了八位神人 周围是龙凤 神兽 静扭上下均有二字明文 君仪 外溢周明文 无座明镜 幽炼功商 周雕刻荣相 五帝天皇 白搏 雅丹弹琴 皇帝兄 猪鸟玄武 白虎青龙 君仪高官 位置三公 黑漆谷 此境文士线条飘逸流畅 人物眉眼清晰生动 画面云气生腾 颇为赏心悦目 忠臣不是二主 当时肖道成正在谋划改朝换代 袁灿自以为深受宋朝皇帝故托 不愿侍奉二姓的君主 便秘密地令字图谋 刘燕杰是宋氏宗氏 前乡周 金湖南长沙刺史王韵是太后哥哥的儿子 平素喜好武士 都担心会不被其高地所宽容 就都来与袁灿交接 统兵将领皇回 任厚伯 孙唐冠 王一兴 彭文之 补伯兴等人 也都来与袁灿联合 宋顺帝声明元年477 荆州 金湖北荆州 刺史沈幽之起兵反叛 肖道成亲自去找袁灿 袁灿称病不见 袁灿的族人袁达认为 不应该明确表示出意见不同 袁灿说 他如果强拉我入朝 便无借口推辞了 而一旦如此 也就再无法出来了 当时肖道成把军队囤住在朝堂 刘燕杰的堂弟 领军将军刘运在门下省供职 补伯兴为职格 皇回诸将都率军前往新庭 袁灿策划到时候 假借太后的命令 让刘运、补伯兴率领素卫兵在朝堂攻击肖道成 皇回率军接应 刘燕杰、仁厚伯等都去石头城 但事情很快泄露 起先 肖道成派遣薛申、苏烈、王天生等将领率兵守卫石头成 声称是协助袁灿 实际上是防备他的 又让心腹王靖泽为职格 与补伯兴共同执掌进兵 王韵听说刘燕杰已经逃跑 叹息道 今年的事情失败了 于是也狼狈地率领部下 赶往石头城 薛申等人在城门上放箭 王韵认为 袁灿已经失败 便分散逃走 肖道成把消息告诉了王靖泽 王靖泽就杀死了刘韵和补伯兴 又派将领戴僧靖开往石头城 帮助薛申从仓门进入 当时袁灿与刘燕杰等列兵登东门 戴僧靖奋兵进攻抚西门 刘燕杰与儿子从城墙上跳了出去 袁灿回来坐下 点燃蜡烛照着自己 对儿子原醉说 本来就知道 一根木头不能阻止大厦的崩溃 只是因为明洁道义的缘故才不得不如此 戴僧靖挺身暗中向前 挥刀要把袁灿杀死 袁灿发觉情况异常 大声叫喊 抱着父亲祈求让自己先死 兵士们无不落下眼泪 袁灿说 我不失为忠臣 你不失为孝子 便求拿笔来写道 我为大宋孝忠 祭策声名都已用尽 现在就魂归于坟墓 永远存在于山丘之间 戴僧靖于是把他们一并杀死 彩绘石雕立佛像 佛像为青石雕像 高126厘米 山东青州龙兴寺轿藏出土 佛位立姿 但双手已残损 造像风于合体 面相圆润 嘴角微上翘 满含笑矣 令人感到慈祥亲切 头光圆形 中心是莲花 通身周形背光 中间是二飞天捧香炉 两侧又各有二公养飞天 体姿灵动 起初 袁灿在宋孝五帝大明年间 457至464与萧惠开 周朗同车出行 遇到一条方形大船开过 就停下车 萧惠开自己照镜子说 没有做官的命啊 周朗拿着镜子看了好久说 誓死如归 袁灿最后说 应当位置三公 却不能善终 到这时全都应验 袁灿自文高 死时才17岁 既然父子都死了 左右的人也都四散奔逃 任厚伯等当天夜里 都从心亭赶赴石头城 后来都被处死 袁灿的小儿子才几岁 如母抱着他 投奔袁灿的门生狄灵庆 狄灵庆说 我听说交出这孩子将有厚赏 现在袁世已灭 你藏他还为了谁呢? 于是抱着孩子去告发 如母号哭呼喊道 袁公昔日对你有恩 所以我冒险带孩子来投奔你 你又怎能为了小丽 而要杀死这个孩子呢? 如果天地鬼神有之 我将见到你被灭门 这孩子死后 狄灵庆常见到那个孩子 骑着一只大毛狗 像平常一样玩游戏 经过了一年多 在斗场忽然看见有一只狗 跑到他家 遇到狄灵庆 就把他咬死了 不久 他的妻子孩子也都死去 而这条狗 正是袁家小儿子经常骑的那只 齐永明元年483 武帝下诏说 袁灿 刘燕杰 都在前朝共同辅助宋氏皇室 是 沈幼之在锦和年间也特别有此忠心 虽然最后晚节不保 而开始的忠诚值得记载 时间过去很久了 应该加以隆重的待遇 于是下令都急于改葬 论赞 论曰 宗观颂 其以来的混乱世道 原是一门 世代坚守忠义 由此可知 在风霜中可以衡量出松 逐的气节 袁灿坚忍不拔的事迹 既于仁义勇敢 古人所谓疾风静草 难道就是形容他的吗? 袁灿的坚真不屈 也在齐朝得到肯定而改葬 这种激励后人的榜样作用 历代都是相同的 卷27 殷景人列传 殷景人 390-440 为南朝宋之重臣 历史三朝 因才学出众 而受诸地弃重 虽屡遭好友流战极度 陷害 却一直稳居高职 被传为美坛 历史三帝 殷景人 陈骏长平 今河南高平西北人 曾祖殷荣 在晋朝担任太常之职 祖父殷茂之 任特晋 光露大夫 父亲殷道玉 年轻时就去世 殷景人自幼有成大事的气量 司徒王密见了他 便将女儿嫁给他为妻 他任宋武帝的太尉行参军 曾做中书侍郎 殷景人虽不做文章 但才思敏捷 不谈义礼 却深明事礼 对于国家的典章礼仪 旧章记住 无不转路 有时之事 都认为他有用事的志向 殷景人曾经建议 令朝官举荐人才 依所推荐的人 是否有能力 来决定官员本人的升降 武帝十分欣赏 少帝即位 他被捕作适中 屡次上表辞让 皇帝下诏满足了他的要求 改任皇门侍郎 左卫将军 文帝即位 对他更为器重 不久他就升为侍中 左卫之职仍旧不变 当时他与王华、王坛守、流战四人都是侍中 均因丰度和才干 成为一时人物 一同升迁的美事 近代再没有比得上的 元家三年 四百二十六 皇帝亲自征伐谢慧 司徒王洪入中枢下省 因景人长期在此当职 二人共同掌管留守 谢慧被平定 他取代道宴之任中领军 世中之职仍保留 宋文帝的生母张太后去世较早 文帝非常恭敬地侍奉太后的生母苏氏 元家六年四百二十九 苏氏去世 文帝亲自去哭道 下诏想遵循两汉推恩的做法 殷景人认为 汉代的推恩加绝 在当时是承袭秦朝弊端 清世如雪 这一做法 恐怕不是圣明之士所应重蹈的 晋朝借鉴二代的教训 只要是与朝政有关 君主的言行举止必须要记录下来 所以贤明的君王一定要谨慎自己的言行 主持公正的人颁发奖赏 不应该有私心 奉行天统的人应该约束私人感情 来申明国家制度 只有这样才能立信于万国 留点于后世 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吕棒不倒 殷景人因母亲去世而辞职 扶桑期满后 千生尚书蒲叶 太子詹是刘湛代替他为领军 刘湛和殷景人交情一向很好 都受到五帝的治愈 都被许为宰相 刘湛常在外任官 恰逢王洪、王华、王坛守相继离世 殷景人便把刘湛引荐回朝 一起参与朝政 刘湛回京后 以为殷景人的地位本来不如自己 现在却处在自己前面 心里十分气愤 他知道文帝信任殷景人 不能改变 便结交司徒彭承王刘易康 想借助宰相的要职来压过他 原家十二年四百三十五 殷景人身为中书令、护军将军 仍旧担任蒲叶的职务 不久又兼领吏部 刘湛更加气愤 刘易康采纳了刘湛的话 在文帝面前诋毁景人 文帝给他的待遇却更好 殷景人私底下说 向王权力过大 对国家设计不利 文帝赞同他的说法 殷景人对亲戚和旧友凯探说 我引刘湛进京为官 他反倒咬人 于是称病请求解职 不被允许 只让他在家养病 刘湛提议想遣人扮作盗贼 在外面把他杀死 认为文帝即使知道 也不能伤害自己的至亲 文帝听闻此事 便把殷景人 迁到西叶门外的晋朝鄱阳公主府地中 并设护军府 此地紧连着皇宫 所以他们的计谋无法得逞 殷景人卧病五年 虽然见不到皇上 但密函来往不断 一天十多次 朝中大小事都要拿来问他 行踪周密 没有人能发现他们踪迹 将要抓留战的那天 殷景人便服侍衣冠 由于卧病太久了 身边的人都不懂他的意思 当晚 皇上在华林园严先堂召见了他 殷景人仍称脚有病 在小床于上坐下 诸法处置的事全都交给他办理 他代替刘易康做扬州 金江苏南京刺史 蒲叶 吏部的职位仍保留 皇帝派使者受他观印 主步代为败寿以后 他便觉得病情变重 精神反常 他的性格原本很宽厚 却忽然变得磕暴 胡言乱语 病入膏肓 文帝说他不适合住在周府 让他回来住在蒲叶下省 在周上坐了一个多月就去世了 有人说看到刘湛在作祟 朝廷追赠为世忠 司空 世昊文成功 大明五年461 孝武帝路过井仁墓 下诏派人祭祀 南北朝至唐代古前一组十九枚 包括 永通万国碑将军 前锋全宝 大全五十 太平百千个一枚 开元通宝十五枚 论赞 论曰 阴景仁在刚刚围观时 就表现出远大的报复 道元家盛世 最终成为国家重臣 皇帝对他言听计从 无比器重 这确实是美事啊 卷33 范叶列传 南朝有一位厕所中出生的著名史家 范叶398-445 他才艺出众 作文 修史 音乐 书法 无不精通 但为人心胸狭窄 贪力妄逸 因参与刘易康 孔熙仙叛乱 事败生死 或己子孙 为时人所不齿 当然 他在史学与哲学方面的贡献 还是值得称道的 清佑客花莲半文垂湖 南朝 现藏于上海市博物馆 册生史家 范叶自育宗 母亲在厕所中生出了她 额头为砖所伤 因此她的小字就为砖 范叶从小被过寄给大伯范红枝 后来继承了五星县 金陕西汉中略阳县五等侯的爵位 他自幼好学 善于写文章 能写历书 通晓英律 为官秘书成 父亲去世后 他辞官回家守志 扶桑期满 他被任命为 征南大将军 谭道记的司马 兼任新菜 金河南新菜县 派守 后官至尚书立布朗 宋文帝元家九年四百三十二 彭承王府的太妃去世 即将下葬 出殡当夜 同僚固有都聚集在东府 范叶与司徒左西蜀王身 以及他的弟弟司徒祭酒王广 在夜里大肆喝酒 还打开北窗 高唱晚歌寻欢作乐 彭承王刘易康大怒 将范叶降调为宣承郡 金安徽宣承氏 太守 范叶不得志 就对当时各家厚瀚书加以删改 已成他的一家之作 对书中人物屈身荣辱的描写 未尝不寄托 他自己的情感 后来 范叶调任长沙王刘易新的镇军长使 当时 他的哥哥范昊正任夷都 金湖北夷都市太守 嫡母在哥哥认所中去世 范昊给范叶急性告知 范叶却不及时前去奔丧 等到出发时 又带着姬妾同行 结果被玉使忠诚流损弹劾 宋文帝爱惜范叶的才华 没有因此治他的罪 扶桑期满 范叶升迁为左卫参军 太子詹氏 范叶身高不到七尺 身体肥胖 皮肤有黑 眉毛病脚短秃 善于弹奏琵琶 还能创作新曲 皇上想听他演奏 语次为婉暗示 范叶却故意装傻 始终不肯弹 皇上曾在一次厌隐时劝他演奏 对范叶说 我想唱歌 轻可以为我弹琴伴奏 范叶这才奉旨 可等皇帝的歌一唱完 范叶就立刻停止 不再演奏 参与叛乱 起初 鲁国人 金山东区父 孔熙仙博学而有纵横家的才智 文史立算 无不擅长 担任援外散其侍郎 不为识人所赏识 长期得不到升迁 当初 孔熙仙的父亲孔末之任广州刺史 因贪赃罪 被廷尉逮 大将军彭承王刘易康为他担保 才免于罪责 后来 刘易康被贬斥 孔熙仙私下决心加以报效 因为范叶也对世事心怀不满 就打算拉拢他 却一直找不到机会 范叶的外甥谢宗很受范叶赏识 孔熙仙凭借领男的遗才 家境十分富足 就一心逢迎交接谢宗 开始与谢宗几兄弟一起赌博 故意表现笨拙 把财物输给他们 这样逐渐培养感情 后来 谢宗就介绍孔熙仙与范叶一起赌博游戏 孔熙仙故意不敌 前后输给范叶很多财物 范叶既贪图他的财物 又欣赏他的文艺 于是就跟他结成默逆之交 孔熙仙开始以反叛的意图试探他 但范叶避而不达 范叶平时加封常遭人议论 这是朝野共知的 因此 虽也堪称世家大族 但朝廷宗室却不与他家通婚 孔熙仙就以此事刺激他说 您说 朝廷对您相待甚厚 可为何偏不与您家通婚 是因为门户不合适吗 人家将您当作猪狗来对待 而您还为他们卖命 这不是太糊涂了吗 范叶沉默不语 谋反的意图却在此时决定下来 当时 范叶与神眼之都被皇上赏识 常被同时召见 范叶如果仙道 一定会等待神眼之 而神眼之仙道 却常常独自觐见 范叶又因此心生怨恨 范叶曾长期在刘易康府中任官 评诉受到后代 但范叶被贬斥为宣承太守后 彼此情谊不在 后来 谢宗担任刘易康的大将军记事参军 随他镇守豫章 金江西南昌一带 谢宗归来时 向范叶转达了刘易康的心意 请求消除后来的误会 于是 二人又恢复了以往的友谊 范叶既然有了叛逆的念头 就想试探一下朝廷的动向 于是对皇上说 陈宗官前代两汉时期的历史 每当各位藩王以妖言蛊惑 幸灾乐祸之时 便要处以大逆不道之罪来惩罚 何况刘易康奸贤谋逆的意图和行迹 已经远近皆知 而至今安然无恙 陈思夏感到困惑不解 而且这个大祸根一直存在 必将酿成大祸 皇上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孔熙先素来通晓天文 曾说 宋文帝必定不能寿终正寝 而当死于骨肉相残 而江州 金江西九江 应出现天子 认为就是刘易康 谢宗的父亲谢淑 也被刘易康所知遇 谢宗的弟弟谢曰 又是刘易康的女婿 所以文帝让谢宗随刘易康到南方去 既因为之前孔熙先的夸奖鼓动 也有令其报答的心意 丹阳 金江苏南京市东北 尹徐湛之平时为刘易康所喜爱 二人虽是生就关系 恩情却超过父子 大将军府使众成祖因此结交徐湛之 把谋逆的计划告诉了他 随后 众成祖南下 把刘易康的意图传达给萧思华和范叶 说 本来想和萧家联姻 只是遗憾开始的想法最终没能实现 与范叶的感情本来很深 中间彼此误会 都是旁人造成的呀 徐湛之曾对范叶等人说 藏智帝见解不同寻常 他和萧思华关系亲密 二人都受到大将军刘易康的后代 必定没有疑心 不怕兵力不足 就怕失去时机 于是向西部署 徐湛之为辅军将军 扬州次使 范叶为中军将军 南徐州次使 孔熙先为左军将军 其余的人都有安排 凡是平时关系不好 和不依附刘易康的 又另外登记 都列入黑名单准备处死 孔熙先让弟弟孔修仙预备好席文 其中称 贼陈兆伯福 擅自发兵侵犯外出的皇上 灾祸留集储君和宰相 于是拥戴刘易康 又认为 既然要起事 就需要刘易康本人的意志 就伪造了刘易康写给徐湛之的信 向同党们宣告 事败被逮 原家22年4459月 征北将军衡阳王刘易济 又将军南平王刘朔即将出阵 皇上在武藏刚为他们践行 范叶等人就准备在这一天发动叛乱 当天 徐妖侍卫皇上手按刀柄盯着范叶 范叶不敢与他对视 过一会宴会解散 却彼此发生差错 不能发动 11月 徐湛之上表告状 于是交出了全部习文 人事安排以及同党或仇敌的名单手册 皇上召令拘捕谢宗等人 全部服罪 只有范叶不肯自首 皇上频频派人穷追细问 范叶说 都是孔熙仙诬陷牵扯我的 孔熙仙听说范叶不服罪 笑着对殿中将军沈少之说 所有计划 部署 兵符 习文 文件 书信 都是范叶所写或改定的 为何还要这样抵赖? 皇上出示了范叶的笔记 范叶这才服罪 第二天 范叶被送交庭位 入狱后 这才知道是徐湛之告发的 范叶后来与谢宗等人被关在隔壁 范叶就隔墙问谢宗 你猜谁是告密者? 谢宗说 不知道 范叶便称徐湛之的小名说 就是徐童 他在狱中写诗道 霍福本无照 性命归有吉 必至定前期 谁能言一息 再生已可知 来源猛无时 好丑共一丘 何足一网直 启论东陵上 宁便守山策 虽无鸡生擒 树桐下喉色 既言生存子 此路行负极 皇上有一柄上好的白团扇 拿得范叶 让他写出师父美句 范叶接纸后提笔写道 去白日之照照 习长夜之悠悠 皇上独厚顿感凄凉 范叶本以为入狱就要被处死 而皇上穷究案情 于是经过了二十余天 范叶又感到了生存的希望 玉立于是戏弄他说 外面传说您可能要被处以终身监禁 范叶听后十分惊喜 谢宗 孔熙仙笑道您曾与我们共商大计 每次都一份填膺 那次在西池社堂上 越马回望 自以为是一代英雄 而如今坐卧不安 竟如此贪生怕死 即使现在赐你性命 臣子图谋君主 还有何颜面可以生存 范叶对卫军中的御将说 可惜啊 埋没了我这样的人 御将说 不忠的人 有什么可惜的 范叶说 您说的对啊 秉临四十窟 一百七十二窟的石雕佛像 北魏 残齿旧路 江赴刑场 范叶走在最前面 在监狱门口回头对谢宗说 行刑时会按照官位次序吗 谢宗说 罪魁祸首应当在前面 路上边说边笑 并不觉得惭愧和耻辱 到了刑场 又问谢宗 行刑的石车要到了吗 谢宗说 应该不会太久了 范叶吃完韭菜 又苦劝谢宗吃 谢宗说 这又不是病危 何必勉强吃饭 范叶的家人也都来到刑场 奸行的官吏问道 还要再见见吗 范叶问谢宗 家人已经来了 幸好得以相见 还不抓紧诀别吗 谢宗说 告不告别 又有什么用 来了一定是痛哭流涕 正足以让人心烦意乱 范叶说 痛哭流涕 又有何关系 刚才看见亲戚 就有在道旁对我瞻望 所以我也希望与他们相见 于是叫家人来到面前 范叶的妻子 先抚摸着他的儿子 回头骂范叶道 您不为百岁的母亲 不敢念皇上的恩欲 自己一死故不足可惜 为何要害死无辜的子孙 范叶干笑 说罪大恶极罢了 范叶的生母哭着对她说 皇上对你无限关怀 你却不曾感恩 又不顾虑我年老体弱 事到如今还能怎么办 于是用手痛打范叶的脖子和脸 范叶的妻子说 婆婆不要再想念这个罪人 妹妹和小妾前来诀别 范叶于是痛哭流涕 谢宗说 舅舅远不如夏侯的神色啊 范叶这才停住哭泣 谢宗的母亲因为儿子和弟弟 自陷于谋逆叛乱的境地 独不出来相见 范叶对谢宗说 老姐今日不来 比别人强得多呀 范叶渐渐喝醉 她的儿子范叶也醉了 扎起地上的土和果皮 投掷范叶 言喊几十声别嫁 范叶问她 你怨恨我吗 范叶说 事到如今还提什么怨恨 只是父子同死 不能不悲愤罢了 半圆方媒重列神兽镜 未进南北朝 圆形 半圆扭 纹饰分三层排列 扭上一位神仙人物 居中而坐 神兽两侧陪伴 第二层两神仙隔扭相对 扭下是神仙 神兽和羽人 其外是一周突起的半圆方媒 半圆上是云纹 每个方媒上各有一字鸣 这种装饰风格 在六朝时期的神兽镜中较常见 镜原处是一圈名文左龙右虎 招幅辟邪 整体文是精美细致 镜体小巧玲珑 惹人喜爱 无鬼论者 范叶常说 人死后就灰飞烟灭 想写一部无鬼论 到这时 还给徐湛之写信说 等到了阴间我再去控诉你 可见荒谬混乱到了如此地步 他又跟别人说 请转告和蒲叶 天下绝没有佛和鬼 如果有灵魂的话 自当会报答您 朝廷查抄范叶的家产 乐器服装玩物都珍贵华丽 机械也都穿着艳丽的服饰 他母亲的居所却十分简陋 只有两间厨房装满木柴 子侄们没有冬天的后备 叔父们只穿着单部衣服 范叶和他的同党都被处死 范叶十零四十八岁 谢宗的弟弟谢伟流放广州 范矮的儿子范鲁莲 是吴星昭公主的外孙 请求保全他的生命 也判为流放远方 到孝武帝即位时才得以返回 范叶生性细腻 有思维天分 接触的东西大多能够精通 衣裳器物 全都自行设计修改样式 世人静相效仿 他曾撰写了一部和相方 在序言中大肆讽刺朝中的官员 《狱中谈史》 范叶在狱中给学生子只写信 以叙述自己生平 主要论及作文 修史 音乐和书法的经验和理念 其中关于修史的内容大略如下 我原本没有关注于史书 因为总觉得它难于理解 自从修转了后汉书 转而有了贯通的思绪 详细观察古今著述以及评论 几乎很少有称心如意的 班是名望最高 只是文笔随意 而缺少严格的体力 只有质的部分值得推崇 与其相比 内容广播方面 我赶不上它 但若论整齐而条理清晰 则未必不如它 我写的史传 顿赞 都蕴含深刻的思想 特别是《寻历以下》和《六以》各序论 《笔是纵横奔放》 实在是天下之奇作 其中最满意的 往往不亚于假意的过秦论 曾经拿自己的后汉书 与班固的汉书相比 也并不比它差 我很想把前代的志都做一遍 凡是前汉书中所有的都让它具备 虽然文中技术不必太多 但要使人一看就能全部了解 又打算就这史实在美卷内发表议论 用以匡正义朝代的得失 这个想法也没能实现 论赞自然是我的文章中最为杰出的思考 几乎没有一字是无意义的 文笔其意 变化无穷 融合了不同的体力 连我自己都不知该如何称呼了它 此书问世以后 应该有赞赏它的知音 记转体向来只是记录历史的大略情况 其中细致意思还有很多 自古以来体是宏大 而思维精细的著作 还没有像这样的 恐怕世人不能完全体会 大多是以古为贵而以金为贱 所以便任情狂言了 范叶字述的都是真情实感 所以把它保存下来 范叶幼年时 他的哥哥范燕常说 这个孩子急功近利 终究会祸害家族 结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 论赞 论曰 高明众望者 是诗人歌勇的对象 知理讲法者 是先贤赞美的目标 范叶文学才艺虽有过人之处 但考察他为人处事的行迹 对个人厉害是何等计较啊 卷37 沈庆之列传 南朝名将沈庆之386至465 出身寒门 自幼勇有力 但直到壮年才出人头地 以征瞒而知名 后因辅佐宋孝武帝刘俊登基 而位列三宫 他虽享受荣华富贵 但不忘贫寒出身 常以田园为乐 晚年受顾命辅佐新君 虽鞠躬尽瘁 终不能被昏君容忍 被以独久赐死 中年败将 沈庆之自洪仙 无心武康 今浙江得清武康镇人 自幼未成年 就跟随乡里族人抵抗贼寇 屡次获胜 由此以英勇闻名于世 兵乱之后 乡人流散 沈庆之在家种田 勤劳自立 四十岁还没有出名 他哥哥沈场之是赵伦之的征鲁参军 监管南阳郡 今湖南陈西县西北 因抗击蛮人有功 正式受官 沈庆之到襄阳 今湖北相凡事 看望哥哥 赵伦之见到他后非常欣赏 让儿子靖灵 湖北天门市 太守赵伯福 争调他做了宁远中兵参军 靖灵的蛮人屡次侵犯 沈庆之为他出谋划策 多次将蛮人击败 赵伯福因此得到了将帅的称号 宋武帝涌出二年421 沈庆之被任命为殿中援外将军 又随赵伯福隶属到燕之部队北伐 赵伯福因病而归 沈庆之便隶属于谭道记 谭道记 宋武帝向文帝称赞沈庆之 忠诚谨慎通晓兵法 文帝让他率队防守冬夜门 逐渐得到提拔 可以出入内庭 领军刘湛德之后 想要他从中引接 对他说 你在宫中时间已经很久 早该当相了 沈庆之严肃地说 下官在台省十年 自然应该有机会升迁 用不着麻烦您 不久转任郑元将军 等刘湛被捕的那天晚上 皇上开门 召见沈庆之 沈庆之身着全套 戎装鞋外而入 皇上见了吃惊地说 清怎么猜到 要穿这种行动服装 沈庆之说 您半夜召唤队主 定有急事 不能穿平时宽松的衣服 当即派他将吴郡 金江苏苏州市 太守刘兵捕杀 仓头平蛮 宋文帝元家十九年 四百四十二 雍州刺史刘道产去世 各地蛮人大规模骚动 征惜司马朱修之 讨伐蛮人失利 任命沈庆之为建威将军 率领军队协助朱修之 后来朱修之因罪下狱 沈庆之独自率军进讨 大败棉水沿岸的各部蛮人 后来他担任孝武帝的辅军中兵参军 孝武帝以本官号为雍州刺史 沈庆之随军西上 征讨蛮寇屡历战功 回京后 又做广陵王刘淡北中郎中兵参军 家任建威将军 南继因太守 雍州蛮人又作乱 沈庆之以将军 太守的身份 又与随王刘淡到棉水及汗水 到达襄阳 率领后军中兵参军柳元景 随郡太守宗雀等讨伐棉北的各部山蛮 将其大败 威震诸山 群蛮都叩头求饶 沈庆之患有头风 喜好戴胡皮帽 群蛮都厌恶他 称他为仓头工 每当见到沈庆之的军队 就畏惧地大喊 仓头工又来了 沈庆之引军出发 前后破阵很多 又去讨伐犬阳各邦山蛮 筑墙将蛮人围困 迫使其渐渐出来投降 沈庆之前后所俘获的蛮人 都迁移到京城 作为营护 劝阻北伐 原家27年450 调任太子步兵校尉 这一年 文帝将要北伐 沈庆之劝谏说 谭道记两次出兵无功 道燕之又失利而返 现在料想 王璇摩等也不会超过两位将军 恐怕要再次失败 文帝说 朝廷两次出师都受挫 并有别的原因 谭道记放纵敌寇发展 道燕之中途犯病 敌人所平靠的只有马 夏天河水浩大 乘船渡河 金山东持平县西南的守兵 必然逃走 华台 金河南华县小城驻兵少 容易攻下 攻克了这两个城 在那里驻守 吃粮 安抚人民 那么虎劳关 金河南行阳四水镇和洛阳 就指日可待了 沈庆之坚持说明不可以这样 当时丹阳尹徐湛之 一部尚书江战都在做 皇上让徐湛之等人与沈庆之辩驳 沈庆之说 治国就好像治家一样 耕田就应该问农奴 支部就要问支女 陛下 现在想要讨伐他国 却和白面书生们谋划 事情怎么会成功 文帝听了大笑 等军队进发时 沈庆之做王璇摩的副将 王璇摩进军包围华台 沈庆之与萧斌留守 他仍然兼任萧斌的辅国司马 王璇摩进攻华台 好几十天不能攻下 魏太武帝的大军南下 萧斌派沈庆之率领五千人去救王璇摩 沈庆之说 少量军队轻率前往 必定没有好处 正赶上王璇摩败退而归 萧斌将他斩首 经沈庆之劝谏才作罢 萧斌因为前锋部队战败 打算死守 沈庆之认为不可 正赶上皇帝的使者到来 不许撤退 各位将领都应该留下 萧斌又向沈庆之询问计策 沈庆之说 多城以外的是 将领可以做主 但皇上的命令已从远处传来 行事就不同了 民杖下有一范增却不能用 还空谈议论有何用处 萧斌和在座的人都笑着说 沈庆又掌学问了 沈庆之大声说 各位虽纵读古今之书 却不如下官的耳闻之学 王璇摩自己因为退败 请求守卫 萧斌便返回历城 金山东济南市历城区 深坦 袁护之 共同聚首亲口 沈庆之乘一马返回 原家29年452 军队又一次出发 沈庆之坚持劝阻 未被采纳 因为主张不同 没有让他北出 辅佐新军 原家30年453 后来的孝武帝刘骏抵达五州 湖北西水县西南 统率各路兵马 沈庆之从巴水江西重任西南 赶到五州 请示军事策略 正好遇见刘骏的点签董元寺 从建业 金江苏南京返回 陈述元凶刘绍市军叛逆的情况 刘骏派沈庆之率领诸军 沈庆之对心腹说 萧斌像富人一样不值得担忧 其余将帅也都容易对付 现在辅佐民主讨伐叛逆 不愁不能成功 当时刘绍给沈庆之写密信 让他杀掉刘骏 沈庆之入室求见 刘骏称病不敢相见 沈庆之禁止闯到他面前 把刘绍的手书呈上 刘骏哭着请求进去和母亲诀别 沈庆之说 下官蒙受了先帝的厚恩 常常希望报答恩德 今天的事情 只是要看力量如何 殿下为什么有这么深的疑虑 夏武帝起身郑重参拜说 家国安危 就在于将军了 沈庆之于是统领内外大权 辅主不严峻 听说沈庆之到来 迟马入见刘骏说 现在四方还不知道义军起事 而刘绍占据国都 我们首尾不能呼应 这是很危险的局面 应该等各阵达成一致 然后再起事 沈庆之大声地道 如今正要举大事 而黄头小儿都来参与 这是要惹祸啊 应该斩首示众 刘骏忙说 严峻怎么还不跪下谢罪 严峻起身跪拜 沈庆之说 你就只管文书的事吧 于是开始具体部署 十天时间 内外事全都办理完毕 十人都称赞是神兵 百姓也都很高兴 等各路兵马完成集结 委任沈庆之为武昌内使 兼任府中的司马 刘骏到达巡阳 金江西九江西南 沈庆之和柳元景等人都劝他及皇帝大卫 刘骏没有答应 刘少派前沈庆之的门生钱无忌 带着书信劝沈庆之截假退出 沈庆之抓住钱无忌 向刘骏报告 孝武帝登基后 任命沈庆之为领军将军 不久出任南衍州刺史 家任都督 镇守须夷 金江苏淮安须夷县 封南昌县公爵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 卢爽反叛 派沈庆之和薛安都等前往讨伐 薛安都临阵斩杀卢爽 沈庆之因此尽号为镇北大将军 不久与柳元景一同开府一同三思 他坚持推辞 改封为史兴县公 沈庆之因为年满七十 坚持辞职 后任他为适中 左光路大夫 开府一同三思 又坚决推让 甚至叩头自沉 边说边流眼泪 皇上不能勉强 答应以骏公的身份霸职回家 每月供给钱十万 你一百胡 二位时五十人 大明三年459 司空净凌王榴弹 占据皇陵反叛 又以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思 他坚持辞让南衍州刺史 家任都督 率领军队讨伐 沈庆之围攻数月 终于杀进城中 斩杀了榴弹 为此晋升沈庆之为司空 他又坚持退让爵位 于是和柳元景都依照晋朝的秘灵侯正茂的潜力 朝会时沈庆之排在司空的位置上 柳元景位在其余官员之前 观音菩萨像 贵不忘本 起初 沈庆之曾经在梦中带领仪仗队进入厕所中 沈庆之很厌恶入厕的丑陋 当时有善于占卜梦的人为他解释 说 您一定会大富大贵 但并不会发生在眼下 问其缘故 回答说 仪仗队当然就是富贵的表征 厕所中则是所谓后面的皇帝 由此可见 您富贵不在当今君主时期 等建立了忠心功劳 从五孝提升到了三宫的高位 沈庆之住在清明门外 有四所宅院 房屋非常华丽 又在楼湖有园林别墅 沈庆之一夜之间带领子孙迁居到那里 把宅院还给了朝廷 让大小亲戚都搬到楼湖 各有门户 但同在一个院内 他广开田园 常指着土地对人说 钱都在这里 忠心后 他享受着大封地 家财丰厚 产业累计万金 奴仆以千计 两次献出钱一千万 古一万湖 因为史兴郡的封地好 又聚京城进 请求改封到南海郡 经广东南海市 未被批准 有机械十几人 全都貌美而记忆超群 沈庆之悠闲无事 尽情欢愉 除了进行朝贺 都不出门 常随皇帝出游打猎 般安上马动作伶俐 不易于轻壮年 太子妃献给孝武帝露金的十句 皇上将其赐给沈庆之 说 饮食器具的赏赐 应该以大夫为先 皇上曾经饮酒很高兴 便让群臣一起作诗 沈庆之略有说辩能力 但不会写字 每次签署文件时 就恨眼不识字 皇上逼他作诗 沈庆之说 臣不知书 请让我口授 严师伯代彼 皇上就让严师伯执彼 沈庆之口授说 微生欲多幸 得逢时运昌 朱老金利尽 徒步还南纲 慈容此盛事 何愧张子房 皇上非常高兴 众人都称赞他的慈意美妙 孝武帝逝世 沈庆之与柳元景 都被授以顾命大臣 遗诏中说 如果有大的军事行动及征讨 都要交给沈庆之 前废帝刘子叶即位 赠给沈庆之几案和首帐 配给三望车一胜 沈庆之每次朝贺 常常乘坐猪鼻无慢车 左右的随从不过三五个骑士 在田园中不行 常常在农忙的月份亲自劳动 没有人随从 遇到的人不知道 他就是三公 柳元景 严师伯 曾经去看望沈庆之 和他约好 一起去田间游玩 柳元景等明月列队而来 沈庆之独自带意随从在田里 一见他们就生气地说 不能长久贫贱 但富贵了 也难遇自首 我和朱公都出身于贫贱 因为遇上了好的机会 才有如此荣华富贵 只因共同想着谦虚退让的事 我这个老头子八十岁的年纪 亲眼见过的成败荣辱 已经太多了 诸位如此炫耀这些车马服饰 想要做什么呢 于是插下手杖云起地来 不理会他们 柳元景等赶忙撤去侍从 提着衣服来到他跟前 沈庆之这才与他们相对欢笑 沈庆之富贵之后 乡里过去曾轻视沈庆之的人 后来见到他都跪到他面前 沈庆之感叹道 我还是从前的那个沈公啊 他看到有沈氏家族中 有座盗贼首领的几十个人 民众都将其视为祸害 沈庆之假装大摆严席 请他们喝酒 到时把他们一网打尽 于是全境肃清 人们都很高兴 主婚臣死 前废弟刘子叶狂悲无道 众人都劝沈庆之废旧立新 后来柳元景等人联合谋划费力之事 把计划告诉了沈庆之 沈庆之因与江夏王刘义公关系不好 就告发了此事 沈帝杀掉了刘义公 柳元景等人 任命沈庆之为适中 太尉 等一阳王流场造反 沈庆之跟随沈帝渡江讨伐 统帅全军 废弟凶暴日益严重 沈庆之还是尽言劝谏 废弟心里逐渐不高兴 后来处死了河迈 担心沈庆之不同意 估计他必定要来劝说 便切断了清溪等几座桥以阻隔他 沈庆之果然去了 因无法渡河而返回 废弟又非常记恨他 便派沈庆之的侄子沈幽之颂毒药将他赐死 十年八十岁 这年的生日那天 沈庆之梦见有人拿两匹券送给他 对他说 这些券足够长 醒来后 他对别人说 老子今年是免不了了 两匹 就是八十尺 足够长 没有盈余了 沈庆之死后 馈赠非常丰厚 追赠他为适中 太尉依旧不便 论赞 论曰 沈庆之凭借勇武坚毅的风姿 身处王朝末年的危急时刻 在冰火中纵横驰骋 所到之处都受到推崇 他平乱建功 也算得上宋代的方叔 少虎了 等到拯救朝廷危难的事业成功 慰吉人臣 年事已高 功成名就 而最终却走向覆灭 人生起伏 岂能轻易知晓啊 卷三十七 沈幽之列传 南朝沈氏多将才 沈幽之 四七八也是其中杰出代表 他生得其貌不扬 从军后长寿压抑 但凭借优越的军事才能 终于成为一代名将 晚年爱好读书 欣赏勇孝顺之事 然而生性贪暴 功成名就后 长期拥兵自重 见生反义 起兵后很快失败 落得兵败自杀 伸手易触的下场 丑人败将 沈幽之字重达 是沈庆之堂兄的儿子 父亲沈书仁任 宋衡阳王刘易记的征锡长使 奸行参军领队 沈幽之字又成了个孤儿 家境贫寒 宋文帝元家二十七年四百五十 北魏大军男亲 朝廷蒸发了三吾 金苏州 湖州 绍兴的军队 沈幽之也随军行动 等到了剑夜 金江苏南京 去拜见领军将军刘尊考 请求补任新兵队长 刘尊考 以他外表丑陋为由而拒绝 沈幽之叹息道 昔日孟长军身高仅六尺能做齐国相 如今求是却只取肥大的人吗 于是便追随沈庆之征讨 宋文帝元家二十九年四百五十二 征讨西洋 金湖北黄冈 瞒人时 沈幽之才补任了队长 在八口 金湖南岳阳 建立一军 受任南中郎府的板掌 兼行参军 新庭之战 身受重伤 事情平定后 升任太尉行参军 封为平洛县五等侯爵 随军转任大司马参军 东晋时 在京城两岸扬州府就时 曾设置都不从事 分掌两线的违法案件 宋武帝涌出四百二十至四百二十二 以后撤销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百五十六 又重设这一职位 沈幽之掌管北岸 会计金浙江绍兴仁孔早掌管南岸 后来又撤销 沈幽之调任园外散骑侍郎 又跟随沈庆之征伐广陵 金江苏扬州屡历战功 曾被建设穿了骨头 孝武帝因为他善战 佩挤他仇持所产的部朔 事情平定以后要加以后赏 被沈庆之压下来 只调任太子吕奔中郎 沈幽之对此记恨在心 宋前废帝景和元年四百六十五 沈幽之被任命为豫章王刘子上的车骑中兵参军 与宗月 谭金等人都为废帝所宠信 杀戮大臣时 沈幽之等人都替他卖礼 被封为东兴县侯 宋明帝即位 他被伊犁削除了封绝 不久他因告发宗月 谭金等人谋反 重被召回职阁 赶上四方反叛 南方的贼兵已攻到附近 朝廷任命沈幽之为明朔将军 巡洋金江西九江太守率军聚首虎剑金安徽吾湖西南 当时王璇摩为军队的统领 尚未出发 前锋有五支军队在虎剑 五军以后 其他部队又陆续赶到 每到夜间各自树立信号 互不通告 沈幽之对军力说 现在众军共同举事 而明昊却不一致 架势有如农民渔夫夜里互相呵斥 都会引起惊恐混乱 这是导致失败的根源啊 请大家依从一支军队取号令 大家都听从了他的建议 殷孝祖担任前锋都督 大师仁心 沈幽之队内抚慰将士 对外协调群帅 众人都安定下来 当时殷孝祖重乱箭身亡 军队主将范前帅五百人投降了叛军 军中震惊 都认为沈幽之应该代替殷孝祖为统帅 当时建安王刘修仁囤住在虎建 统领各路军队 听说殷孝祖死去 便派遣宁朔将军江芳星 龙襄将军刘灵仪各率领三千人 赶到者齐 建安徽樊昌西北长江南岸 沈幽之认为 殷孝祖既然已死 叛军会有成胜追击的想法 明天如果不再进攻 则是向他们示弱 江芳星与自己名位相当 必定不会为自己的下属 军政不一 必导致失败 于是便率领着各位将领 到江芳星那里推举 为免他 江芳星很高兴 沈幽之出来后 各位将领都埋怨他 沈幽之说 诸位难道忘了连坡 并向儒和寇寻 贾父的典故了吗 我本未报效国家 哪能计较个人的升降 第二天一早进军作战 从银时直到午时 在哲齐大败叛军 不久 他晋升封号为辅国将军 代替殷孝祖都前锋朱军士 薛长宝等人在哲齐粮食吃尽 男贼大帅刘胡屯住在农湖 金安徽樊昌熙 用袋子承米系在木筏和船腹上 佯装帆船 顺风而下 来增援哲齐 沈幽之怀疑 其中有一场情况 派人取了船和木筏 得到了很多代理 不久就攻克哲齐 随后连败刘胡 圆 哲齐 农湖平定 沈幽之又进军平定了巡洋 金江西九江 调任中领军 封真阳献功 当时刘尊考任光禄大夫 沈幽之在皇帝的玉座旁问刘尊考 长相丑陋的人现在如何 明帝问其缘故 沈幽之如实回答 明帝大笑 见生反意 经过多次升迁 沈幽之做了颖州刺史 为政苛刻暴虐 有时鞭打士大夫 上左以下的人如反对他的想法 就当面辱骂 但是他通晓惯力事务 自强不息 世人平民都很怕他 人们都不敢欺骗他 听说哪里有猛兽 他就亲自去围捕 每次都有所获 有时一天能捕到两三只 如果到黄昏还捉不到 就连夜为首 他赴脸严酷 蒸发无度 修缮传之 营造弃甲 自从到了下口 今湖北武汉市武昌 就蒙发了叛逆的念头 后晋升监管狱 思二郡军事 晋封号镇军将军 太狱元年472 宋明帝刘豫去世 沈幽之与蔡兴宗都在地方驻守 一同参与顾命 正遇上巴西人李承明反叛 蜀地被骚扰 当时荆州刺史建平王刘锦肃被征调 新任命的荆州刺史蔡兴宗还没有到镇 于是便派沈幽之代理监管荆州事务 正好李承明已经平定 便以沈幽之为镇西将军 荆州刺史 家任都督 他据连兵力 养马达到2000多匹 都分发给巡逻将士 让他们耕田自己自足 粮食 钱财 都冲入仓库 荆州军造作部 每年送来数千人的装备 沈幽之截取部分留下 在布册上声称是供讨伐四山蛮用 装备了成百上千艘战舰 沉于灵溪中 还聚集了大量的潜薄兵器 他渐渐产生了反叛自立的心思 朝廷的制度全都不遵守 富贵陈舍可与君王媲美 夜里各乡房的长廊 典放烛火通宵达旦 后房妻妾佩戴朱玉的 有几百人 都是绝代佳人 江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 暗中有谋反之心 想暗示挑动沈幽之 就让道士陈公昭 假托天公写了一封信 提名为沈丞相 把信送给沈幽之的守门人 沈幽之不打开书信 推断出是陈公昭所写 把信送交朝廷 后费帝元徽二年474 刘修范举兵攻袭京都 沈幽之对属下官员们说 贵阳王现在逼犯朝廷 必定声称 我与他同谋 如果不立刻进兵护卫皇上 必定会增加朝野对我的疑惑 于是派使者去接受尹州刺史禁锡王刘谢的调遣 等到刘修范叛乱被平定 使者才会来 沈幽之尽号为征锡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他坚持推辞了开府的封号 沈幽之独自带兵在外 朝廷对他一律而惧怕 几次想争调他入朝 又担心他不接受命令 因此作罢 宋明帝太狱四年472 建平王刘锦肃在京城造反 沈幽之又执行朝廷的命令 刘锦肃很快就被平定 当时有个台职和高道庆家在江陵 金湖北京州市 沈幽之出道州上的时候 高道庆正在家中 写信介绍了他的亲戚十几人 请求用他们在西草署任职 沈幽之只用了其中三人 高道庆大怒 自己到州里取了那封信毁掉而去 高道庆平常善于骑马 沈幽之与他在听事堂前宴隐 上马基硕为戏 高道庆用硕刺中了沈幽之的马鞍 沈幽之生气地取刀斩朔 高道庆持马而出 回京后描述了沈幽之要造反的情景 请求帅三千人前往攻袭 朝一担忧此事难以成功 萧道成又坚持不许 杨韵长等人常对沈幽之怀有疑虑和畏惧 便与高道庆秘密派遣刺客 带着后废帝的手照 把一块金饼赐给沈幽之 周府蜀官都得到晋升 当时有三头大象 到了江陵城北吉里的地方 沈幽之亲自出去杀死了他们 忽然有乱箭射来 都集中在沈幽之马前杖泥上 后来刺客事情暴露 废帝死后 顺帝即位 封沈幽之为车骑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思 齐高帝萧道成派沈幽之的儿子 司徒左掌使沈元衍 把后废帝实施酷刑的器具拿给他看 沈幽之说 我宁愿像亡灵那样死 不愿像贾冲那样生 由于还不能马上起兵 他便上表称赫 并且给齐高帝寄信 推崇他的功劳 南北朝四神大挂钱 兵败身死 沈幽之有一块写有十几行字的白布书信 常藏在背心脚上 说是宋明帝给自己的约饰 后来 皇太后的使者来到 赐给沈幽之蜡烛十台 割开后得到了太后的首令 说国家之事 全部委托给您了 第二天 沈幽之便起兵 他的妻妾崔氏 许是劝谏说 官人年纪已经老了 怎么不为全家着想 沈幽之只指背心脚的信 让他们看 沈幽之平时续养兵马 物资充足 到现在已有战士十万 铁甲战马三千匹 即将从江陵出发时 让和尚侍僧灿进行占卜 说 到不了京城 应该到颖都就返回 他心里很不高兴 从将军出发时 有一股像尘雾一样的气 从西北飘来 正覆盖在军队头顶 肖道成派军队向西讨伐 沈幽之清晋所有的精锐部队 进攻颖州 刑事柳世龙屡次将他击败 宋顺帝声明二年478 他向江陵回撤 还未到达 成已经被雍州刺使张静而占领 沈幽之无处可归 便与他的第三个儿子中书侍郎沈文和 到了华荣 今湖北鄂州华荣区的粪头林 投到一个周历的家里 这个周历曾被沈幽之鞭打 但现在带沈幽之非常厚道 不以从前的责罚为怨恨 杀猪招待他们 后来 村里人打算捉拿他们 沈幽之在栗林中与沈文和都自一而死 村里的人把他们斩首后送到了京城 有人割开了沈幽之的肚子 发现他的心有五个孔 正希主不敬招先以自己的家财埋葬了他 知书好事 沈幽之晚年喜欢读书 首不试卷 史记 《汉书》中的很多典故都能记住 他常叹息道 早知穷困发达各有天命 悔恨不能读十年书 后来供颖成 夜里曾遇上风浪 你传沉默 苍曹参军崔凌凤的女儿先前嫁给了柳世龙的儿子 沈幽之严正地告诉他说 现在军粮紧急 而您却并不在意 是不是因为和城内结了婚姻的缘故啊 崔凌凤说 乐广说过 下官哪能拿五个儿子去换一个女儿 沈幽之高兴地解除了心中的怨怒 沈幽之征兆有才干和气力的人 隋郡金湖北隋州人双太真力气很大 但是照他不肯前来 沈幽之派了二十几个人穿着盔甲去追他 双太真射死了好几个人 想回家把母亲带出来 而事情紧迫没有办成 自己单身逃入蛮人地界 追赶的人追丢了他 便把他母亲抓去 双太真失去了母亲 于是便自己回来 沈幽之没有怪罪他 说这是一个孝子 赐给他了一万钱 转补为队长 他就是这样的 抑制自己的感情 对待世人 成代天定 起初 沈幽之贫鉴使 曾与吴俊 金江苏省苏州市的孙超之 全景文 共成一条小船出京 三个人都走上土坝 有一个人拦住他们项面 说 你们三个人都会成为地方长官 沈幽之说 哪有这种事 项面的人说 如果不灵验 便是相书记错了 后来沈幽之总管颖 京二州 孙超之任广州刺史 全景文任南豫州刺史 全景文自宏达 其朝永明年间483至493 死在光禄大夫任上 宋厚废帝死后 沈幽之想起兵 便问懂星象的人葛科之 葛科之说 起兵都要等候太白星 太白星出现了就能成功 潜伏着就会失败 过去贵阳王在太白星潜伏时起兵 打了一仗就被杀死 这是最近的明确验证 现在宵宫废除昏军 拥立明军 正赶上太白星潜伏的时候 与天象相合 况且 太白星刚出现在东方 有利于用兵 出现在西方则不利 所以 沈幽之停止不能东下 等候来举兵 葛科之又说 现在碎星守在南斗 他那个国家不可以攻法 沈幽之不听从 果然失败 沈幽之的上表 习文 奏书 都是他的记事南洋人宗掩之的手笔 事情失败以后 责备宗掩之 他回答说 是为知己效命 哪能为你们这些人所理解呢 接着被杀死了 四龙四神境 魏晋南北朝 圆形 半圆扭 连珠纹扭座 扭座外主纹是为头尾相接的四龙四神兽 云气蒸腾中神龙剑手不见尾 图案优美 充满动感 论赞 论曰 沈幽之身居上流地位 声称仗义起兵 独断恩威 擅自发号施令 如此经过了十几年 最终还是符合了葛科之预言那样 事败身死 难道这都是有气数时韵的吗 卷三十七 宗雀列传 宗雀 四六五是南朝宋时著名将领 自幼强悍好武 胸有大志 从军后屡立战功 受到君主的赏识 身居高位 死后仍享受配时孝武妙庭的待遇 少有大志 宗雀 自圆干 南阳涅阳 金河南邓县人 叔父宗少文处事清高 拒不做官 宗雀小时候 被问到他的志向是什么 宗雀回答说 苑成长风破万里浪 宗少文说 你若不能富贵 必然会破坏我家门户 宗雀的哥哥宗密娶妻 新娘刚进门那天晚上 家里遭劫 宗雀当年十四岁 挺身抵御劫匪 十几个人都被打得分散开 不能进入室内 当时天下相安无事 世人都以钻研文章一礼为几页 宗少文情操高洁 诸位子职都跟随他爱好文章典籍 然而宗雀却任性好武 所以不被乡亲们所理解 江夏王刘义公为征北将军 南衍州刺史 宗雀跟随他镇守广陵 金江苏扬州 当时他的堂兄 宗雀为征北府主部 与宗雀住在一起 宗雀的妾与小丽牛太私通 宗雀到府中值班 牛太便偷偷地来与宗雀的妾优惠 宗雀知道了这件事 进屋杀死牛太 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宗雀 刘义公认为他性情豪爽 没有怪罪他 后来还让他任补国上军将军 清辞拖展 南朝茶具 江西南昌木出土 通高11.5厘米 口径7.7厘米 底径6.6厘米 这件器物由上部的婉展和下部的托盘组成 屡历战功 原家22年445 朝廷要出兵征伐林义国 宗雀自告奋勇 表示愿意前往 刘义公认为 宗雀有胆量勇气 极力推荐他 宗雀便被任命为镇武将军 任安息参军萧景县的副官 他跟随郊州刺史谭和之围困驱速成 林义国派遣将领范皮沙达来解救驱速 谭和之派出一支偏军来抗拒他 结果被敌军打败 又派遣宗雀出兵迎敌 宗雀便把军队分成树路 掩其息鼓 巧声前进 把敌军攻破 于是驱速被攻下 军队进入了相浦 林义国王范杨脉 倾尽全国所有兵力来抵抗进攻 给大象披上全副铠甲 前后不见边际 宗雀认为外国有狮子 可以振服百兽 于是做出狮子的形象来抵御大象 大象见后果然惊慌逃散 敌方兵重也随之溃乱 接着就攻克了林义国 收缴了他们的真义特产 全是叫不上名字的宝物 其余杂物不可胜数 宗雀丝毫未娶 她的形状 除自己的被子 梳子 枕头 刷子外 没有其他东西了 文帝对她十分赞赏 元家三十年 四百五十三 孝武帝下令诸法叛逆刘绍 命宗雀为南中郎资议参军 兼领中兵 等到事情平定以后 宗雀的功劳仅次于柳元景 孝武帝即位后 以宗雀为左卫将军 并封他为陶阳京广西壮族自治区泉州县 资源县侯 孝建年间四百五十四至四百五十六 一步步升迁为豫州 今河南东部 安徽省北部 次使 兼离五州的各项军队事务 以前 同乡人与叶家中富有 生活奢豪 穿着锦衣华服 吃着真秀美味 与宾客相对而做 百善时一定摇转丰盛 足有一丈见方 而只给宗雀设米饭青菜 对客人说 宗雀是军人 习惯吃粗粮 宗雀吃饱后便退席了 当时并没有说任何不满的话 现在 宇叶做了宗雀的长使 治理良郡 今河南商丘至安徽省当山一带 宗雀对他很宽厚 不因为以前的事情而心怀贤愿 大明三年459 净凌王刘旦占据广陵 金江苏扬州 并依此地发动叛乱 宗雀上表请求前去征讨 他乘坐一马到达京都 当面接受皇帝的部署 皇帝停下车为劳勉励他 宗雀高高跃起数十次 左顾右盼 皇上感到他性情十分豪壮 待到出发时 让他隶属于车旗大将军沈庆之 归起统侠 起初 刘旦蒙骗他的兵重说 宗雀是帮助我的 等宗雀来了之后 越马绕城喊道 我就是宗雀 刘旦的事情平息后 宗雀入京担任左卫将军 大明五年461 他跟随皇帝打猎时 从马上坠落下来脚步骨折 不能上朝当职 让他做光禄大夫 加授金章子代 他有一头好牛 可供进献给皇帝 官府要买他却不肯卖 因此被免官 第二年 又恢复了原先的职务 废帝即位后 宗雀担任宁蛮校尾 雍州 金湖北襄阳赐使 并追加为都督 去世以后 追赠他为征锡将军 誓号诉猴 在孝武帝的庙庭祭祀中享受配食 论赞 论曰 宗雀拥有风云般的气概 最终实现了他的志向 是有大志和才能的人物 卷五十三 招明太子统列传 作为梁国政权的合法继承人 招明太子萧统 自初升起 就备受瞩目 他精通佛理 拥有很高的文学造诣 天性宽厚仁慈 极尽孝道 是众望所归的理想储君 可惜英年早逝 只留下招明文玄等编著文明于世 天将三庆 招明太子萧统自得师 小字为魔 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 其中兴元年501-9月 萧统生于襄阳 今湖北相反 萧衍年近四十 才喜得贵子 当时正赶上徐元瑜归降 随后又有荆州 今湖北西部江陵一带使者前来报告说 萧颖昼报死 时任称这三件事为三庆 不久 萧衍平定建业 今江苏南京 有时之事认为这是天命所归的征兆 梁天剑元年502-11月 萧统被立为梁朝皇太子 当时他还年幼 仍旧住在皇宫内 五弟给他设置了蜀冠 到天剑五年506-6月17日 太子正式出居东宫 太子天生聪慧 三岁授业学习孝经、论语 五岁就通读五经 可以背诵如流 他天性仁慈孝顺 自出居东宫后 常因私恋五弟和母亲而闷闷不乐 五弟知道后 便不时留他在永福省住 有时三五日才回东宫 天剑八年509-9月 太子在寿安殿讲习孝经 完全通晓其中大义 讲完后 亲自到国学去祭奠孔子 十二岁那年 太子在内省看到刑狱官员准备判案 就问左右人说 这些官吏是干什么的? 下人答道 职掌司法的庭位官署 太子把案卷要来看 说 这些字我都会念 可以让我来判决吗? 负责官员见他年幼 就说 可以 这些案子本来都要依法判处重罪 但太子统统判定为 账五十下 负责官员抱着这些案卷 不知该怎么办 就上报给五弟 五弟笑着 让照此办理 从那以后 经常让太子旁听审案 每逢有意宽大赦免的 就让太子来决断 重复上文 天剑十四年 五百一十五 正月初一早上 两五弟亲临太极殿 给太子行 加官的成年礼 太子身姿潇洒 容貌俊朗 举止庄重得体 读书一目十行 且过目不忘 每当游玩宴会或祭祖出行时 可复诗数时运 有时使用十分复杂的运脚 也只片刻思考便可完成 无需再行修改 杨五弟崇尚佛教 亲自讲经说法 太子也素来信佛 读遍所有经书 特别在宫内设立了会议殿 专供讲经集会之用 言情有名的僧侣 并自己创立了二帝 法身义的佛理学说 普通元年五百二十四月 会议殿上降下甘露 大家都认为 这是太子至高无上的品德 感化上天的结果 当时风俗崇尚奢侈 太子便以身作则 结衣缩食 普通七年五百二十六十一月 太子的生母丁桂平病重 太子回到永福省 从早到晚侍奉在母亲身旁 衣服都没有换过 后来丁桂妃去世 太子悲痛欲绝 水米不尽 常常痛哭到昏厥 杨武帝数次传旨劝解 太子才勉强进食 也只吃了少许粥和蔬菜 太子平素身体强壮 腰带很长 经过丧期后 竟削减大半 入朝时 官民百姓见此情景 无不感动流泪 太子自成年后 杨武帝便让他参与国家事务的处理 于是 朝廷内外各个部门的公文 都堆到他面前 太子天生善于述政的处理 每次遇到所奏 有误 或是巧言欺骗的 太子都能当场分辨剖析 指出其政务之处 令其慢慢改正 但从未弹劾举报过一人 审理案件 谨让赦免其罪 天下人都称颂太子的人德 太子性情宽厚和气 有容忍之量 喜怒不表露在脸上 喜欢招纳有才学的人 对他们始终赏识爱重 平时常自己研究古书 或与学者们谈古论今 进而将所得写成文章记录下来 习以为常 当时东宫有藏书近三万卷 明示才子云集 文章学术的盛况 是近 宋以来从未有过的 太子天性喜爱山水 在悬谱中穿渠柱山 建立平台管阁 和有名望的官员文士 畅游其中 一次 太子率众于后池中划船游览 潘于喉萧鬼极力鼓吹 在此处设置歌姬舞女助兴 太子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当场吟诵了左思的招隐诗中和避思雨竹 山水有轻音的诗句 萧鬼一听 自敢惭愧 不敢再提此事 文选 南朝梁梁萧统 南朝梁梁萧统501-531 编选先秦至梁的个体文章 取名文选 分为38类 共700余首 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 人孝储君 普通年间520-520期 梁国大军北征 京城米家暴涨 太子便下令结一缩时 每当天降大雨暴雪 他就派心妇到大街小巷中巡视 看到贫困人家和流离失所的人 便按地里施米阵迹 每人给十代 又取出宫中的眷驳 每年缝制衣裤各三千件 到了冬天就用来施舍穷人 却不让人知道是他所为 如果有人死后无钱收敛 他也会施舍棺木 每当听说远近百姓遭受繁重的负义之苦 他都会收敛笑容 面露忧色 常认为户口不时引发的问题 要比劳逸本身更加扰民 这段时间 吴兴郡 今浙江湖州屡遭水灾 连年欠收 有人上奏建议挖掘河道 将洪水泄入浙江 中大通二年五百三十春天 武帝下令派郊州刺使王毅池福洁蒸发吴 金江苏苏州 吴兴金浙江湖州 信义金江苏常熟三郡民丁去挖河草 太子尚书 现在所派王毅等人率领东三郡的民丁开挖沟渠 已将洪水排放到镇泽中 使吴兴境内不会再有水灾 一劳永逸 但防危杜渐 我有一点儿不成熟的看法 听说吴兴连年欠收 人民多外出逃亡 吴俊敬内十座城也大都欠收 只有信义去年秋天还有收成 也不是能经常蒸发民丁以供一使的 眼下国家东部的梁架藤贵 强盗经常出没 当地官员对此都隐瞒不上报 如今北征将士尚未归来 强壮劳利稀少 因此 这次工程虽小 恐怕也很难完成 等到差利益敲门钉 就成为危害民间的蛀虫 此外 出丁益之处 远近不一 等到凑齐人数时 就要耽误了残羹农石 去年号称封年 公司所用粮食尚且不足 何况今年这样 令百姓流离失所的坏年景 恐怕会产生更大弊端 况且 那些草扣盗贼都在打探虚实 如果粮民都去服役 那么盗贼就更加嚣张 如此一来 无心还未受益 内地已先受其害 不知可否先暂停这项工程 等到国家富足以后再继续施行 武帝对此表示赞同 太子天性孝顺而谨慎 每次上朝 不到武庚就守在宫门外等候 东宫虽坐落在皇城深处 但太子每次坐 起都要面向西南方武帝居所 以示恭敬 如果夜里被召见当职 他就整夜端坐直到天亮 萧统相 萧统501-531 自得师 南陵人 金江苏常州人 南梁武帝长子 天剑元年502 被立为太子 为即位而族 是昭明 是称昭明太子 南朝梁文学家 出自历代名臣相姐 英年早逝 中大通三年531-3月 太子在后池游玩 坐在画坊上采芙蓉花 结果宫女不慎将船荡翻 太子落入水中 虽很快被救起 但已伤到了大腿 他怕武帝担忧 就严令不得声张 直到卧病在床了 才告知武帝 武帝派人探问病情 他就强行起身 亲笔回奏 等到病情十分严重了 身边人要报告武帝 他还不让 说 为何要让父皇知道我已病得如此重而伤心呢 说着就哽咽起来 4月初六 太子突然病危 等武帝赶到时 太子已经死去 十年三十一岁 武帝在他身边痛哭 下诏用帝王的衣冠入殓 刺世好昭明 5月21 将其葬在安明陵 下诏令司徒佐长使王云 撰写道文 朝野上下 都为太子的死感到惋惜而震惊 京城中男女老幼都跑到宫门外 哭成一片 全国各地及边疆各族民众 听到丧讯都悲痛不已 太子天性仁慈宽恕 一次 他见到皇宫里的防卫人员 就问他们手持的精条做什么用的 他们回答说是皇室出行时驱赶路上行人之用 太子担忧用精条打人太过疼痛 便令他们换成小木板 此外 太子每次在饭菜中发现文银之类的小虫 都悄悄拨到盘子边上 这是怕除人因此获罪而不让人发现 又有一次 太子见到后阁外有几个小孩在玩赌钱游戏 而朝廷正好出台了禁毒法令 规定士族拒赌判处流放 而百姓拒赌判徒刑 太子说 用自己的钱赌着玩 并未危害国家 这样的刑法太重了 下令重新标注这条法令 改为 百姓徒刑在三年以内 而士族免除官职 此外 还将其他法令中规定的死刑 一律减为长期徒刑 死刑以下的也都减刑一半 太子著有文集二十卷 又收集古今典章告命的文章 编为正序十卷 选出五言诗佳作 编为英华集二十卷 文选三十卷 论赞 论曰 张明太子是个亲近贤明的人 又得到梁武帝的宠爱与信任 可后来一旦遇到诽谤污蔑 到死都未能自我辩白 更何况那些地位处境不如张明太子的人呢 卷五十三 豫章王宗列传 萧宗五百零二至五百二十八是梁武帝萧衍次子 丰裕张王 其母本是南齐东婚侯宠妃 被萧衍收纳后 怀胎七月就生下萧宗 故其身世不明 心怀愤恨 长大后 性格残暴 常有荒唐之举 他心有意图 趁北征之机 出逃至北魏 然而 他在北朝仍不得志 郁郁而终 清幼连半纹盖罐 此罐腹部和盖面 剔刻双重连半纹 连半上腹下痒 此盖罐为月瑶系产品 身世不明 豫章王萧宗 自世谦 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二个儿子 武帝天剑三年 五百零四 萧宗受封为豫章郡王 磊谦至北中狼将 南徐州刺史 后入朝担任世忠 郑幼将军 当初 萧宗的母亲吴淑源 在其东婚侯萧宝卷的宫中 他受东婚侯的宠爱 仅次于潘 于二妃 后来他被梁武帝收纳后 七个月就生下萧宗 宫中的人大多怀疑此事 吴淑源因此不被宠爱 于是心怀怨恨 等萧宗十四五岁时 经常梦见一个 长得十分肥壮的年轻人 提着自己的脑袋 对着萧宗看 这样不止一次的出现 萧宗渐渐长大 心中惊恐不已 他经常偷偷问吴淑源 这个梦是怎么回事 梦的次数多了 吴淑源就问他 梦中人的样貌神色 萧宗形容的样子 很像冬婚猴 于是吴淑源偷偷告诉萧宗说 你是我怀胎七个月就出生的孩子 怎么能和其他皇子相比 你如今已是太子的二弟 希望你能保住富贵 不要泄露这个秘密 萧宗和母亲抱头大哭 之后常常日夜流泪 他又常清空居室 关紧房门 披头散发地坐在草席子上 他轻视财物 喜爱交接世人 不停地施舍钱财 只是留着身上的旧衣服 在外接待宾客时 也穿粗布衣服 厨房内裤中经常空空如也 他又时常在内饰地上铺满沙子 整日光脚在上面行走 脚底磨出老茧 一天能行走三百里 曾经有位姓王的世人 因为困窘而向萧宗求救 萧宗当时也很穷 只有睡床上的就被子和杖子 他当即取下交给那人 他就是这样屈身结交下世 以等待风云变幻的时机 很多诸侯王 妃子甚至外人都知道萧宗的企图 只有梁武帝对他深信不疑 残暴荒唐 长大成人后 萧宗颇有才学 善写文章 梁武帝对诸皇子以礼相待 朝见的次数不太多 萧宗总抱怨武帝不重视他 每次出外任职 吴淑源总是跟随他一起到藩镇 15岁时 萧宗还经常光着身子 在母亲面前嬉戏 早晚没有分别 他的王妃原氏 是尚书令元昂的女儿 吴淑源经常限制他们夫妻在一起就寝 对待原氏尤其不讲道理 这在宫内外都有恶名 萧宗后来到徐州 金江苏镇江任职 正令刑罚暴虐残酷 他又很有气力 能够制服狂奔的猎马 摔死马居牛犊 他经常穿着便服 暗自外出 头戴黑丝布帽 夜间外出没有限度 招引道士 研究数数 天性聪明机敏 知识渊博 每当梁武帝有赤令诏书送到 他便面露恼怒 行于言表 武帝性情严酷 群臣不敢轻易谈论是非得失 萧宗的所作所为 他一点也不知道 萧宗从徐州回朝后 多次上表陈述意见 请求派他去负责管理边境 武帝也都对他嘉奖回复 徐州的所有恋术都被他下令砍死 这是因为武帝的小名教练的缘故 他多次向尚书蒲叶徐勉暗示 请他帮忙让自己出镇襄阳 经湖北相反 徐勉不敢替他说话 于是萧宗十分怨恨徐勉 送给徐勉一把白团扇 上面写了一首提为伐坛的诗 用以讽刺徐勉收受贿赂 到西州任职时 萧宗专门找了一间房屋 每当节令就设宴席 用以祭祀南齐的七庙祖先 又多次穿便服 微行到曲阿 金江苏镇江丹阳市 去拜叶齐鸣帝萧鸾的陵墓 然而 他仍无法确信自己是否冬婚猴之子 后来听民间传说 用活人的血滴到死者的骨头上 如果渗下去了 就是父子关系 萧宗便暗中挖开冬婚猴的坟墓 取出萧宝卷的尸骨 用自己的血滴下试验 果然有了一些应验 他在西州生的二儿子 才一个多月大 他便将孩子偷偷杀掉 埋葬之后 夜里又派人将孩子尸体挖出 取骨头再做饰宴 他就这样残酷无情 他还常常对皇太子 以及个亲王出言不逊 曾有一次新年过后 他到临川王萧红家问安 走到中和时 突然登上萧红的洋车上 拉了一炮屎 然后才下来 他在京城居住时的所作所为 大多如此 普通四年 五百二十三 萧宗被任命为都督 难掩周刺史 他颇勤于正式 但不会见宾客 凡是审理诉讼时 就隔着帘子处理 每次出行时 就垂下围不遮住车子 常说讨厌别人知道他的模样 一味出行壁画 未进 壁画长一百六十厘米 宽二百零二厘米 山西太原王国村出土 画面上 一红袍长者骑局红母马 悠然前行 而白袍者驻马回首后顾 似察觉后面有异常情况 人物动作神态都极其自然 穿白袍者的坐骑早红马 右腿前身 左腿去向后抬 头与胸部都转向左侧 两耳迎向后听 眼炯炯有神 似窥探动静 逃奔北魏 起初 南齐元健安王萧宝银在北魏任职 萧宗找到一位从魏国来的道人士法鸾 让他回到北方时去通告并问候萧宝银 称萧宝银为叔父 襄阳人梁画的母亲去世 士法鸾劝萧宗后赠梁画 说将来他肯定能派上用场 萧宗就送给梁画五万钱 梁画母亲下葬后 被萧宗招来在身边作为新妇 士法鸾住在广陵 金江苏扬州 经常往来私通魏国 每次经过都住在淮音 金江苏淮安淮音区 人苗文宠家里 士法鸾便向萧宗推荐了苗文宠 萧宗就引荐他 做了国常事 普通六年 525 魏将元法僧以彭城 金江苏徐州来归降梁朝 梁武帝让萧宗都督重军 暂时镇守彭城 并监管徐州事务 梁武帝懂得观看天象 知道将要有军队失败 降临损失的情况发生 担心萧宗被魏国所勤 便写了首书命令萧宗撤军班师 并且一直让萧宗居于前军 不让他落在大军的后头 萧宗害怕自己的意图 被梁武帝察觉 变成自己和魏国的安丰王元延明 两军相持之际 在夜里带着梁话 苗文宠三人 骑马偷偷打开北门 渡过汴河 奔赴萧城 金安徽萧县 郭庄香欧村北 萧宗自称是梁军队长 见到袁延明后 向他作拜 袁延明让他坐下 问他的姓名 萧宗不肯回答 只是说 殿下问一问有没有认识我的人 袁延明照使者来看 使者说 这是豫章王啊 袁延明大喜 走下地来拉着他的手 回拜之后 送他到洛阳去 天亮后 萧宗所住居室 各门都还紧闭不开 众人不知怎么回事 只听见城外的魏军喊叫说 你们的豫章王昨天晚上 已经来到我们军中了 城中人既已不见了豫章王 众军于是撤退 很多人被俘无法返回 襄州一阳 金湖南一阳 人人换平日 骑着一匹杂帽快马 他便骑着他向外奔逃 途中 人换的脚被搜查的人打伤了 人和马都十分疲乏 人换便在桥下休息 搜索的人又来了 人换脚痛不上了马 于是 他留着泪对马说 追子 追子 我要死在这里了 马便跪下前腿 使人换得以上马 终于幸免于难 萧宗的王府长使江阁 太府清祖恒都被魏军抓去 梁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 大为震惊 郁郁而终 萧宗到北魏后 被任命为世忠 司空 高平公 丹阳王 梁化 苗文宠都任光禄大夫 萧宗改名为赞 自得文 身着丧福 为其东婚侯追捕丧事 魏国太后和群臣都前往调宴 8月 有官部门上奏梁武帝 请求削除萧宗的爵位和封帝 断绝他皇室的集数 把他儿子萧直的性改为被逝 但不到十天 皇帝又召令恢复萧宗的蜀籍 封萧直为永新侯 过了很久 才下令废除吴书园 不久次他喝毒酒而死 又召令恢复吴书园的品级和职位 事好为敬 让萧直主持丧事 后来萧宝营攻占长安 金陕西西安 反叛魏国 萧宗又离开洛阳 想去投奔他 魏国法令规定 渡河过桥时 不准骑马 萧宗骑着马前行 被守桥的官员抓住 送往洛阳 魏孝庄帝初年 528-530 萧宗历任司徒 太尉 娶了孝庄帝的姐姐 受养长公主为妻 陈庆之北伐抵达洛阳时 五弟还给萧宗带去信 让他回梁国 那时吴淑媛还活着 五弟让他把萧宗小时候 穿的衣服取出来 寄给萧宗 后来 信还没送到陈庆之 就兵败了 不久 萧宗死于魏国 起初 萧宗在魏国不得志 曾经写了《听忠明》 《碑落叶》等诗篇 来抒发他郁闷的心情 当时人无不替他感到悲伤 后来 梁人偷了他的灵 就送回梁朝 梁武帝仍义皇子的礼节 将他附葬于皇陵堂 论赞 论曰 萧宗身处秦始皇嬴正那样的绅士之谜 身怀悖逆的心智 放纵狂妄 最后导致被逃奔于为而身亡 卷55 王茂列传 王茂? 516是南朝名将 生得以表堂堂 勇武之兵 为世人景仰 其 梁之忌 辅佐萧衍夺取地位 平叛 御敌 功勋卓著 以表堂堂 王茂自修莲 又自茂仙 太原齐县 金山西齐县人 祖父王申 曾任北中郎司马 父亲王天生 在宋末为列将 曾击败司徒袁灿 因功利刃俊首 封上黄线难绝 王茂刚几岁的时候 祖父王申就认为他与众不同 常说 这是我家的千里居 将来光耀门庭的一定是这孩子 长大后 好读兵书 能通其大意 性情孤僻 不好交由 身高八尺 皮肤洁白 以表堂堂 其武帝萧泽 还是平民时曾见到他 感叹道 王茂先年少时 就如此以表堂堂 日后必位至三宫 王佐之宫 后来王茂任台狼 多年不得迁转 他看出齐朝江王 请求担任边地的职务 过了很久 出任雍州长使 襄阳太守 后来成为梁武帝的萧衍 认为他有王佐之才 事无大小 都征询他的意见 有人进禅言说王茂要谋反 萧衍不信 后来进禅言者又继续诽谤 萧衍派人去查看王茂的盔甲兵器 都已经截了朱网 于是就杀了进禅言的人 有人说 王茂与萧衍不合 萧衍的心腹都劝他除掉王茂 而王茂从小就有萧勇之名 萧衍又爱惜他的才干 说 将要举大事 却先害健将 这不是上策 于是派心腹郑少叔去探望他 遇上他正躺在床上 就问他病情 王茂说 我的病已好了 郑少叔说 京城里杀人日甚一日 萧衍大人家门遭难 如今正打算举一兵 掌食怎么还躺在这里呢 王茂于是推诊起身 马上穿上衣服 随少叔去见萧衍 萧衍大喜 下床相迎 于是二人结为兄弟 推心致富 得到他的权力辅佐 萧衍发兵雍周 派王茂为先锋 打下影城 金湖北武汉市武昌 鲁山金湖北武汉市汉水南岸后 随萧衍东下 仍为前锋 驻军莫陵 南京顾鲍恩寺附近 东昏侯派大将王真国步重兵在朱雀门 号称二十万 交战时 萧衍军队开始退却 于是王茂下马 挥单刀奋勇向前 他的外甥为新庆 永利过人 手指铁毛与他并肩而尽 因此大败齐军 王茂攻略第一 是依靠维新庆之力 平定了建汤城 金江苏南京 萧衍任命王茂为护军将军 又改任世中 领军将军 当时东昏侯的妃子潘玉儿 有倾国倾城的美貌 萧衍收纳他 就问王茂 王茂说 王岐的就是此人 留下来恐怕遭外人非议 萧衍就把他遣出宫去 军官田安奏请将 潘玉儿给自己为妻 潘玉儿哭着说 我昔日 曾受皇帝宠爱 如今 怎么能匹配给下等匹夫 死了算了 是不再受辱 他被勒死后 光洁美艳 一如生前 用车把他的尸体 拉出去时 军卫都对他 做出妃礼的行为 后来 萧衍把东昏侯的余妃赐给王茂 其容貌 仅次于潘玉儿 后来 王茂加封为镇军将军 封望蔡宪公爵 这一年 江州刺史陈伯之叛乱 王茂出任江州刺史 南下讨伐陈伯之 陈伯之投奔魏国 当时九江 金江西九江 刚经历了战乱 王茂重视农耕 减轻劳役 百姓得以安居 天剑四年 505 北魏军进攻汉中 王茂受命到西部御敌 北魏于是班师 王茂历任世中 中魏将军 太子瞻是 车骑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丹阳饮 当时天下太平无事 武帝正重视修制文事 王茂心中不快 陪武帝饮宴喝醉后 长衣于言表 武帝也都宽容而不责备他 后又晋升为司空 袁勋并逝 王茂性情宽厚 做官虽没有特别好的声誉 也还能让官吏百姓安稳度日 他平时举止庄重 自己独处一事也是穿戴整齐 即使他身边的仆妾 也没有见过他露出懒散的样子 以表俊美 须眉如画 为众人所景仰 改任票继将军 开辅童三思之仪 江周刺史 在周刃上不受贿 监狱里没有拖延不判决的囚犯 平时穿戴 像个儒生 死在江周刃上 武帝深感痛惜 下赵追赠太尉 世号为忠烈公 御龙把奉文 魏晋南北朝 青色玉智 兼有褐色沁斑 刘步长短适中 口言上升双军行驻 由下方示意奉手 龙行顶 三足外撇 口言下限 卓二方连续回文 身以奉文为主题 兼是勾连云文 文是精细 足见工匠之高超治愈技巧 论赞 论曰 齐东婚侯永元末年 虽然当时君主昏庸狂暴 但今 幽二周 并没有起兵的迹象 杨武帝因为家人遇害 在孟金首先举意 王茂等人乘此祭遇而相应 自发参与秦王 如果不是天人感应 怎么会如此神速呢? 他们扬名晋级 也都是风云忌讳之事啊 卷五十七 沈曰列传 沈曰 441-513 自幼勤奋好学 通晓文史 是南北朝十一流的博学之士 他与范云一起协助消炎 受善待其 夺取帝业 立下王左之功 但他晚年却最新名位 碌碌无为 后为五帝所疑 屡遭顿挫 又饱受良心 舆论谴责 日渐消瘦 进退两难 最终忧惧而死 博学闲适 沈曰自修文 无兴郡武康县 今浙江湖州得清县人 祖上世代为官 十三岁那年 家中遭难 沈曰出逃躲避 适逢大赦 才得以幸免 后来他又留居一乡 孤苦贫困 但始终勤奋好学 昼夜读书 首不试卷 母亲怕他积劳成吉 常派人给他简容灭灯 于是 他就白天读书 夜晚背诵 已至博览群书 写得一首好文章 济阳 金山东济南济阳县 蔡兴宗听闻他的才华 而与其交友 常对儿子们说 沈曰为人师表 你们要向他学习 齐朝初年 沈曰侍奉其文会太子萧长茂 当时东宫文士很多 而沈曰受到太子的特别赏识 每日一早便入宫觐见 傍晚才出宫 后来 敬陵王萧子良招贤纳氏 沈曰与兰陵 金山东苍山县兰陵镇 萧称 南崖 金山东临沪夷南县 王荣 东郡 金河南华县东 谢跳 南乡 金河南碧阳 勒安 金江西辅州 仁房等人都追随了敬陵王 因此 十人都称与 敬陵王善于纳贤 劝进之功 梁武帝萧衍当初在敬陵王西底客居时 与沈曰有旧交 萧衍攻克建康城 金江苏南京后 委任沈曰为票计司马 当时萧衍攻业已成 天下归心 沈曰曾试探他的意图 萧衍却默然不答 几天后 沈曰又禁言说 如今不同于古时 不能用淳朴之风来期待天下万物 那些攀龙赋奉的士大夫们 都期望立下一些功劳 来确保他们的荣华富贵 如今连小孩子和放牧的人都知道 齐朝气数已尽 况且天意人心均显示出改朝换代的征兆 永远以来 尤其显著 称宇说 行中水眼 做天子 这都记得清清楚楚 天意不可为 人心不可失啊 萧衍说 我正在考虑这件事 沈曰又说 主公当初在凡城 今湖北相凡 年水及汉江起兵时 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如今地业已成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昔日武王伐咒 刚入商都人们便称他我们的君主 武王不想违背民意 就没再多考虑 主公自到京城后 已经过一段时日 和周武王相比 已慢了很多 要是还不早定大业 符合上天和百姓的期许 唐使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便要损坏了您的威德 况且人非今时 时事难以保证 岂能学东汉末年的曹操那样 留待子孙受善称帝呢 如果其宗室忠心立了天子返回健康 公卿各安其位 到时君臣名分已定 就无法再有其他图谋了 到时 在上有贤明的君主 在下有忠贞的臣子 哪还有人陪你谋反呢 萧衍听后深以为然 沈曰出来后 萧衍又召见范云讨论此事 范云的回答与沈曰大致相同 萧衍感叹道 看来智者的见解都不谋而合呀 你明早和沈曰在一起来找我 范云出来告诉沈曰 沈曰说 先生一定等我 范云答应了 到了第二天 沈曰一个人先入宫见萧衍 萧衍便命他草拟受命善让的诏书 沈曰就从怀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诏书和新潮人士安排的意见 萧衍一字不改 完全照办 不久 范云感到 在店门口却进不来 只得徘徊在寿光阁外 无可奈何的连声叹气 等沈曰出来 范云问他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沈曰向左举手示意 范云笑道 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啊 过了一会儿 萧衍召见范云说 我生平和沈曰相处 也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与众不同 如今竟是这般材质纵横 可真称得上睿智而有见识啊 范云说 您今日了解沈曰 如同沈曰今日才了解您啊 萧衍凯叹道 我起兵至今三年 功臣将士们虽然都有功劳 然而辅佐我成就地业的 正是你们二人啊 萧衍受善称帝后 沈曰晋升至尚书令 兼任太子少傅等职 清辞禅 南朝 禅碑复连坐方成台 成台欠长方条进 进至五瓮 禅四腿粗壮有力 知腹离地 坐叙事愈悦壮 眉棱突起 双眼圆突 嘴角近脸 坐竭立古名状 动感十足 颇有力度 禁卫商周青铜器造型 原形为平底或多足之城 台座中呈卫健典籍 成为匠心独具创意 胎质坚硬 右面薄透开片 右色青中泛黄 幽惧而死 沈曰长期担任尚书令 便有置于三公的名位 舆论也都认为他应得如此 但五帝始终不给他 于是他要求出外任职 又得不到准许 他评诉与徐勉交好 就给徐勉写信倾诉 称自己年老多病 每过百日或几十天 就要受得将腰带束紧一层 用手握臂 大概每月就会细上半分 因此想辞官回家养老 徐勉替他向五帝请求 赐给他三公级别的仪仗待遇 五帝不同意 只是多赐给他一些鼓吹而已 沈曰生性不饮久 又没有其他嗜好和欲望 虽一时受到隆重的待遇 但仍生活简朴 天见十二年 五百一十三 他死在任上 享年七十三岁 嗜好为尹 沈曰左眼有两个瞳孔 腰上长有子智 聪明过人 喜好读古书 收藏书籍达二万卷 京城无人能比 年少时孤苦贫困 曾向亲族借了数百胡米 却被族人侮辱 他把米倒在地上扬肠而去 等到富贵以后 也没把此事记在心上 仍然启用那人做俊不转 送书一百卷 南朝良 沈曰 前印 前摘印记 是书诸笔圈点 书口课万历二十二年刊 一次 沈曰陪五弟饮宴 岳班里有个歌迹的乐师 过去是齐文慧太子的宫女 五弟问他是否认识在座的宾客 那人回答道 只认识沈曰 沈曰一听 立刻瘫倒在地 惭愧得痛哭流涕 五弟也感到羞愧 匆匆结束了燕饮 沈曰立世宋 齐、梁三朝 熟悉典章制度 见闻广博 是那个时代的楷模 他自负才高 迷恋于功名利禄 抓住机会谋取权利 颇为舆论所指责 等到未及人沉了 才逐渐懂得收敛 每次升官 总是恳请辞让 但又始终舍不得放弃那职位 舆论把他比作山涛 当政十多年 没有推荐过什么像样的人才 对于国政的得失 也只是为命侍从而已 起初 五弟和左仆叶张继有夙愿 张继死后 五弟和沈约谈起此事 沈约说 张继早已被外调 做了边境的周刺史 事情都过去了 何必再追究呢 五弟认为 沈约是出于殷亲关系 而故意袒护张继 便发怒道 你这种话 是忠诚该说的吗 于是气愤的上车返回内殿 沈约当时惊呆了 竟然没有发现五弟已经起身离开了 端坐在那一动不动 等回到家 没走到床前 就失足跌倒在门边 一病不起 睡梦中 剑齐和弟 灰剑砍断了他的舌头 醒来赶紧找一个巫医看病 而巫医所说的 竟和他梦中相同 于是请来一个道士 替他给天神上表 声称禅代奇朝 并不是他的主意 在这以前 沈约曾陪五弟饮宴 是逢玉州 金安徽寿县 进贡栗子 有一寸半大小 五弟觉得新奇 便问起 关于栗子的典故有多少 于沈约各自叙说 自己所能记起来的典故 沈约故意比五弟少讲了三条 出来后 沈约跟别人说 陛下这个人太爱面子 要是不让他他会羞死 五弟知道后 认为沈约出言不逊 想治他的罪 幸亏徐勉一再劝谏才罢休 沈约这次重病 五弟派遣主书黄木芝 专门来探事 黄木芝晚上回去 没能及时奏报 害怕获罪 便私下通过五弟派来探病的医生 徐庄把沈约请到是奏斥章的誓报之五弟 还加上沈约之前积累的过失 五弟大怒 派宦官几次前去责备他 沈约惊吓而死 有官部门给他上嗜好为文 但五弟说 心中有事 却不说出来较隐 因此改为隐 志在修史 沈约年少时曾感慨 没有一部完整的晋朝史书 因此二十多岁时便有转修晋史的想法 宋太史初年 征熙将军蔡兴宗带他起奏此事 宋明帝下旨批准 从那时起过了二十多年 这部书才完成 共有一百多卷 条例线索虽然齐备 但史料采集尚不周全 齐永明初年遇上盗贼 丢失了其中的第五制 他在齐建元四年482又受命撰写国史 永明二年484又兼任著作廊 撰修起居住 五年487春天又奉命撰写送书 六年二月写成 拜表尽上 他所撰修的国史就是齐迹二十卷 梁天剑年间 又撰写了梁武纪十四卷 耳言十卷、事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 都流传于世 他还撰写过四生谱 认为 以前的诗人近千年都悟不出来 而如今只有我明了于心 彻底发现其精妙的本质 自称是绝世之作 其子沈玄 自逝归 承袭了他的爵位 官至司徒又长使 太子仆 因为母亲去世在家扶桑 免除了官职 因而只食用蔬菜壁骨 首桑欺满 仍然不吃粮食 在南康内史的任上死去 世号宫 曾集住而言 在世间流传 沈玄的弟弟沈驱 自孝李 也是当时知名人士 官坐到黄门侍郎 论赞 论曰 沈约与梁武帝往日交情深厚 加上他高超的文采 得以运筹帷幄 与范云一起居于谋臣之首 辅佐乱世豪杰建立地业 也算一时其遇 沈约才高学博 名望仅次于董胡 司马迁 可惜晚年遭遇挫折 难道是天命衰微的表现吗? 卷五十七 范枕列传 南朝著名哲学家范枕 四百四十八至五百一十五 自幼师从明如 博通经术 机敏善辩 宣扬无佛主义 所著神灭论 流明史册 师从明如 范枕自子珍 赴范蒙 官至凤朝请 去世早 范枕年幼时孤苦无依 生活贫困 事后母亲恭谨孝顺 年龄未到二十 跟随佩国 金江苏省衰兮兮 刘叶学习 刘叶认为她异于常人 亲自为她举行加官仪式 在刘叶门下待了数年 经常穿着草鞋不衣 步行鱼路 刘叶门下有许多乘坐车马的显贵者 范枕处在这些人中间 一点也没有羞愧的感觉 等她成人以后 博通如今 特别精于三里 性情坦诚直率 喜欢宣讲惊人的红论 不能被事留之人接纳 只和表弟肖琛关系比较好 肖琛是以能言善辩而出名 但常常为范枕的严谨一身所折服 范枕二十九岁时 头发就已全白了 因此写了商务诗 白发勇以自叹 后在齐朝为官 做尚书殿中郎 勇明年间483至493 齐宇为和亲 挑选有才学的人 作为两国的使节 范枕和他的堂弟范云 表弟肖琛 狼牙 金山东 江南县狼牙镇 人言又名 河东 金山西下县 人培昭明 相继奉命初始 都在邻国很有名气 专艳专闻 梁朝 大通是梁武帝肖也年号之一 大通二年即528年 此专距今1500多年 是木枝拱顶用砖 通常有年号的木砖 每个木中仅一块 故甚为珍贵 主人根据宴行 巧作高低托 实验能够水平使用 配红木天地盖 面上刻梅花 俏丽有姿 傲骨独立 无佛神灭 当时静灵王萧子良 大肆招揽门客 范枕也身在其中 曾经陪侍萧子良 萧子良特别信奉佛教 而范枕则大力宣扬无佛 萧子良问他 你不相信世上有因果 那怎么会有富贵贫贱之分 范枕回答说 人生来就像树上一起开的花 随风而落 自然会有扶着帘子落在席子上的 也有穿过篱笆落到粪坑里的 坠落在席子上的 是殿下这样出身高贵的人 掉进粪坑里的 是我这样出身寒威的人 虽然贵贱之间差距很大 哪里和因果报应有关呢 萧子良没有办法使他屈服 然而又觉得他的说法很奇怪 范枕回去后分析自己的理论 写成神灭论一书 他认为 人的精神即是形体 形体即是精神 形体存活精神就存在 形体死亡精神就毁灭 形体是精神的实体 精神是形体的表现 形体和精神是不能分离的 精神对于实体来说 就如锋利对于刀的关系 行对于表现来说 就如刀对于锋利的关系 锋利不等于是刀 刀也不等于是锋利 然而抛弃锋利 就没有了刀 离开刀 锋利也就不存在了 从未听说过 没有了刀而锋利还存在的现象 难道会有形体死亡 而精神仍存在的事情 他的这种言论一出 就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 萧子良召集很多僧人来搏难他 都不能让他折服 太原人往眼写文章讥讽他说 啊 范子 竟然不知道他祖先的神灵在何处 想以此封住范枕的嘴 范枕却对答说 啊 王先生 知道自己祖先的神灵在何处 却不肯杀身跟随他们而去 他经常说类似于此的惊人之语 萧子良让王荣对他说 神灭论本来就不合理 而你仍固执地坚持 恐怕会损伤名教 凭着你的才能 何愁 不能畏惧中书郎 却非要这样 故意违逆世人 应该把这种观点抛弃 范枕大笑说 假如范枕卖论求官的话 早已经当上上书令和仆业了 何止小小中书郎啊 后来 范枕任一都太守 他天性不信鬼神 那时宜邻金湖北宜昌有五项庙 唐汉三神庙 湖里神庙 范枕便下令不准祭祀 后来因为母亲离世而退职 住在南州金四川万县西南 流放南锤 梁武帝萧衍来到此地 范枕着黑色丧服前来迎接 武帝与范枕以前同辈招在萧子良西底 见到他很高兴 等健康 金江苏南京被平定后 让范枕做晋安太守 范枕在俊任职时清连节约 只拿俸禄维持生活 后签身为尚书佐承 等回京后 即使对自己的亲戚也一无所赠 只馈赠了前尚书令王亮 范枕在齐朝时和王亮一同为郎官 以前相交甚好 此时王亮器官在家 范枕认为自己较早出营武帝 应身居倾向之位 而未能如愿 心里很不痛快 所以私下与王亮相交甚密 来示意自己不同于世俗 最终受到王亮的牵连 被流放到广州 在南方待了几年后 被追认做中书郎 国子博士 论赞 论曰 范枕绝匠刚直的气节 贯穿于他的整个人生 他因为王亮的事情受到牵连 也不足非议 卷五十九 人访列传 作为南朝著名的敬陵八友之一 人访四百六十至五百零八 无论道德 文章均冠决一时 为十人敬仰 为官其间 言杰奉公 操守如依 周济亲固 家无余姿 藏书万卷 去世时竟无钱至丧 被称为士林楷模 天降才子 人访自艳生 乐安博昌 金山东 为方式寿光线人 父亲任瑶 曾任南齐中散大夫 任瑶的妻子 是河东陪氏 有高尚的品德 有一次白天睡觉 梦见一顶四角悬挂着铃铛的五色彩旗 从天而降 其中一个铃铛落入他怀里 心中一惊 就有了身孕 占卜的人说 必生才子 后来人访出生 身高七尺五寸 自幼聪明机敏 很早就被称为神童 四岁能诵诗数十篇 八岁能写文章 自作乐意一篇 文词内容都很优美 楚燕回曾对仁瑶说 听说先生有个好儿子 真为你高兴 正所谓有一百不算多 只有一个不算少啊 任访从此名声更大 十二岁时 他堂书人鬼有识人的才能 见到他叫他的小名说 啊对 我们家的千里马啊 人访孝敬父母 有爱兄弟 每次侍奉病中的父母 衣不解代 生泪俱下 汤要饮食都要先亲口尝 锦绣文章 入世之初为奉朝请 后被举荐为眼周秀才 拜太学博士 齐鸣帝永明初年 为将军王俭任丹阳尹 又任用他为主部 王俭每次看他的文章 必定在三表时轻目之情 认为他是当世无双 说自父既有以后 就属你认子了 若败入孔子门下 也肯定是入世登堂的弟子 于是让人访做了一篇文章 等读后 说正是我心中所想的内容 便拿出自己写的文章 让人访修改 人访于是改正了几个字 王俭拍着几案感叹道 后世谁知道是您给我改的文章啊 他就是如此受赏识 后来人访做了司徒敬陵王萧子良的济世参军 当时狼牙人王勇有才气 自以为天下无双 等见到任访的文章 便恍然若逝 任访因父亲去世而辞官 极度悲痛的扶桑三年 身体虚弱的拄着拐杖 才能站起来 齐武帝对任访伯夫人侠说 听说任访哀痛过度 使人担忧 如有什么意外 不光你们家丧失了宝物 也可惜了当事之财 要好好劝劝他 后来又遭逢母亲去世 任访已经因悲痛而衰弱不堪 每当痛哭而昏厥 半天才能苏醒过来 于是在牧旁搭起草屋 住在这守牧已尽丧礼 他经常趴着哭泣的地方 已经不长草了 任访平时身体强壮 腰带宽大 等丧服期满后 瘦弱得难以辨认 齐鸣帝肖鸾很器重他 准备对他大力提拔 但被小人说了坏话 就只是委任他 做了太子步兵校尉 掌管东宫书记 肖鸾废调玉林王肖昭叶后任世中 中书坚 票计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扬州刺史 陆尚书氏 封宣成郡公 让人访为他起草张奏 肖鸾讨厌其中有对自己贬损的言辞 很是恼火 于是任访在整个建武朝494-498官位也没超过烈校 任访非常擅长写文章 很仰慕富量的无穷才思 当时王公的表奏都请他代笔 他下笔集成 不加修改 沈约作为一代辞宗 也对他很是推重 齐东婚侯永元年间499-501 任访对东婚侯的宠臣梅宠而取义奉迎 东婚侯下旨令他为中书郎 任访拜谢上书令王亮 王亮说 你应该去谢姓梅的 哪用谢我呀 任访羞愧而退 后来任司徒又长使 许村 许村 古名访村 访夕 任公村 位于安徽黄山社县 南朝梁时著名文学家仁访任新安太守时 曾隐居于此 住有任公吊台 任公祠 唐朝末年许姓始祖之仇宫移居于此地 繁衍生息 故村名改为许村 清代画家萧齿木 吴亦慧 天子济世 萧衍功课建业 今江苏南京 梁政权建立之初 以任访为标记事参军 专门负责文书工作 每次起草文书 沈约都要求共同署名 曾有一次被紧急召走 任访出去了 而沈约还在 以后的文书 就都由沈约参与撰写 当初萧衍和任访 在静灵王溪底相遇共事 跟任访闲闲聊时说 我要是做了三辅大臣 就让你做我的记事 任访也对他开玩笑说 我要是做了三公 就让你当我的骑兵 因为萧衍善骑马之故 到这时萧衍让任访做济世参军 正式回应昔日之言 任访捧着寿官文书说 昔日承蒙您的照顾 有言在先 提拔我的旨意 表面上好似玩笑 其实是万幸 证明您没有违背诺言 就是指这件事 后来萧衍建立梁政权 即以其地名义 善让皇位的照告 多由任访写成 赤龙文御尊 白色御智 局部受沁呈红色 戴盖 盖上是一钮 尊身浅雕赤龙文 奉文 文是复杂 但刀法精炼 显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连结奉公 任访侍奉书神 与父母一样 侍奉兄嫂也恭敬谨慎 外祖富家贫穷 他常供给周济 奉禄收入 四处馈赠 都分送给亲戚 当天就分完 性格豁达洒脱 不讲究仪表 喜怒不形于色 车马服侍也不鲜明华美 梁武帝即位后 任访立任己是黄门是郎 立不郎 右外任一星 金江苏一星县太守 当时荒年 人民逃散 任访用自己奉禄购买 你都熬成粥 就活三千多人 当时 因贫困有人生下 孩子不养活 任访言语制止 犯辞者 与杀人同罪 怀孕的供给费用 就寄了几千户人家 在军任上所得公田奉禄 八百多时 任访只取五分之一 其余都送回 儿女妻妾 只吃麦子而已 她的朋友蓬成盗盖 盗盖弟弟到恰和她一起游览山泽 等她卸任时 全部家产只有七匹卷 五弹米 到京都时缺少衣服 镇军将军沈约派人带着群衫去迎接她 后来她又做利不郎 参与执掌官吏任选 并不称职 不久调任御史中成 秘书间 自齐永元年间以来 皇宫藏书馆的四部图书 篇幕卷指杂乱不堪 任访亲自动手教堪 从此篇幕才被定证 她出调为新安 今浙江淳安县太守 再俊为官不修边幅 随意拄着拐杖 徒步行走于成锅之间 有人来告状 就大路上随地裁决 为政清静简约 官吏百姓都感到方便 人访死在任上 家里只有桃花米二十代 没有钱收敛下葬 遗言说 不许把新安的任何一件东西 带回京都 家人用杂木做棺材 已就依附收敛 全郡悲痛 百姓们共同在城南 给他立了祠堂 按时祭祀他 五弟听到他的死讯时 正在吃西院的绿审瓜 立时把瓜扔到盘里 悲痛难忍 屈指算了算说 人访年轻 时常怕活不到五十 如今是四十九 可谓知天命啊 当天就为他举哀 哭得很悲痛 追赠他为太长 士号为静子 士林楷模 人房喜好结交 奖励举荐士林好友 对不攀附他的人 也不加赞誉 被他称谕过的 多得道提升 因此 王公贵族多爱和他交往 坐上宾客 常有几十人之多 十人仰慕他 称他为任君 说他好比汉代的三君 做太守时 有以清廉闻名 百姓有八十岁以上的 就派护草苑去问寒问暖 曾想举行佛教斋会 要征收封箱二旦 刚收上来三斗 便下令永远停止 他说 贵贱贫富都靠自己 还是不要想着留给后人什么了 西安郡内有出产蜂蜜和扬眉的山 以前都要派人去给太守采摘 人坊因为要冒死人的危险 当时就命令停彩 官吏百姓都认为这是百余年没有过的德政 人坊赚有佳戒 言辞殷切 而很有条理 陈骏 金河南商丘 殷云在给建安 金福建建欧县 太守道盖信中写道 责任去世 楷模与世长辞 还能向谁借鉴 求谁指路呢 人坊就是如此被市邻友人所推重 人坊不治产业 以至于没有一所自己的房舍 当时有人讥笑 他爱乞讨借贷 他也一借到东西 就马上分送亲友 长字探说 理解我的是书泽 不理解我的也是书泽 他以文才之名于世 识人称人比沈诗 人坊听到后很不满意 晚年编的爱写诗 想盖过沈约 但应用典故太多 文词不能流畅 但自此京都中的文人 却都仰慕仿效 诗写得穿凿附会 因此便有说他才尽的议论了 人坊博学 没有什么书不曾读过 家境虽然贫寒 却藏书多志万余卷 大多是少见的特殊版本 去世以后 武帝让学士贺纵和沈约 勘赫他的书目 朝廷没有的 就去他家取 所撰写的文章 有几十万字 盛行于世 东海王僧如曾评价他 认为他超过董仲书 杨雄 人坊以他人之乐为乐 他人之忧为忧 虚心求教 得识学而归 妄计清贫 无吝啬之心 其行为可以激励风俗 道义可以唇厚人伦 能使贪婪的人不再索取 让懦夫有志向 他就是如此被推崇 论赞 论曰 仰汉求是 先取经术 近代选才 多重文史 观察仁坊能够被重用的缘由 是遇到正确的时代罢了 仁坊享有武帝的旧日恩德 又保持一贯的操守 名声地位自然成功 卷六十一 陈伯之列传 南朝名将陈伯之 自幼强悍 出身陆林 在其 梁知记 屡历战功 但他天性愚昧 心怀异志 反复无常 晚年叛逃北魏 又受故人书信感召 重归南朝 得以终老故土 陆林将军 陈伯之 既因虽灵 今江苏虽宁人 十三四岁的时候 喜欢戴塔皮帽 携带刺刀 等邻里的稻子熟了 就偷偷去割 一次 田主碰到他 呵斥道 小子 不要动我的稻子 陈伯之说 你的稻子那么多 我拿一袋有什么关系 田主想抓他 他就拔刀相向 说 我一定要拿又如何 田主吓得反身逃走 陈伯之便担着稻子 从容离去 成年后 陈伯之常在钟离 金安徽凤阳县一带 做强盗 曾露面窥探别人的船指 被船上人用刀砍下了佐尔 后来他追随了同乡的车骑将军王广之 王广之喜爱他的勇猛 每晚都让他睡在自己的床下 外出征伐 时常让他随从左右 陈伯之履历战功 升迁为票迹司马 风于赴献伯 其末 后来的梁武帝硝烟举兵起誓时 启东昏侯给陈伯之经节 任他为都前驱诸军士 豫州 金安徽伯县赐使 后转任江州 金江西九江 盘踞在巡洋 金属江西九江 以抗拒萧衍 影城 金湖北武昌 平定后 萧衍派人去游说他 当即要授他为江州赐使 其子陈伍牙为徐州 金江苏徐州赐使 陈伯之虽接受了任命 但仍怀有二心 萧衍趁他犹豫时 兵临城下 陈伯之退保南湖 最后被迫归附 和众军一起东下 建康城 金江苏南京未被攻克时 常有人出将 陈伯之就换来与之而语 萧衍怀疑他又要翻覆 恰逢东昏侯手下将军郑伯伦起降 萧衍便派他跟陈伯之说 城中的人十分憎恨你 想派亲信又引你 等到你投降 就会活割你的手脚 你若不投降 又会派刺客杀你 陈伯之十分害怕 自此不敢再有二心 平定健康城后 萧衍峰他为封城县 金江西封城县西南宫 遣他前去镇守 御谢智南北朝 御谢智 昂首张嘴 长眉短耳 头上是有独角 腹侧是有羽翼 颈向肌肉扭曲 硕大的头部轻鱼一侧 前足并拢 成福卧状 神态威猛 体态鲜活 反叛北逃 陈伯之不太识字 等去江州后 拿到文蝶辞送 就只会签个名而已 若有事 就有点签传话 有主事的人决定取舍 陈伯之和豫章 金江西南昌 任邓善 永兴 金湖北境内 任代城中以前都有交情 邓善曾经帮陈伯之藏匿 以避灾祸 陈伯之尤其感激他 到江州以后 任邓善做别嫁 带成宗做济世参军 河南人楚 是京都品行不端的人 梁武帝消炎即位 楚频频造访尚书范云 范云对楚没好感 将他拒之门外 楚十分生气 私下对他认识的人说 见五以后 出身低微的人 都成为尊贵之人 我有什么罪过 被排挤在外 今天下刚刚平定 还有很多不可预知的霍乱 陈伯之在江州拥有强兵 他并不是梁的旧臣 常有二心 况且 营货星首位南斗星 不是为我才出现的吗 今日一去 事情若没有成功 就去投靠魏国 最少能做河南郡 金河南掩尸首 于是他投靠到陈伯之的书佐王思慕手下做事 受到亲近 陈伯之又有同乡人朱龙福做长流参军 二人一起利用陈伯之的愚昧 自意妄为 做艰险之事 陈伯之的儿子陈武衙当时是职格将军 武帝写诏书斥责朱龙福的罪行 并亲自交给陈武衙 让他拿给陈伯之看 又遣人来代替江州别嫁邓善 陈伯之并没有接受武帝的命令 说 朱龙福是健将 邓善在任做事有政绩 朝廷所派来的别嫁 请让他做中从事 于是 邓善整天劝伯之说 朝廷的裤藏空结 又没有武器 三仓没有存粮了 这是万载难逢的好时机 机不可施 除 戴成忠等人都赞成邓善的说法 陈伯之对邓善说 现在我把你的事起奏朝廷 若朝廷还是不同意 便和你一起举兵启示 使者返回 武帝下令让陈伯之 把邓善安置在州内的一个郡中 于是 陈伯之集合辅州的佐使 对他们说 奉其建安王的命令 他率领着十万江北义勇 已经到达陆河 和金江苏南京正北 让我动用江州现有力量 速运梁东下 我受过秦明帝的厚恩 誓死回报 让楚伪造萧宝银的书信 并出示给辽左们看 在厅堂前面筑谈 杀生蒙事 陈伯之先煞穴 掌使以下一次煞穴 楚对陈伯之说 现在举兵做大事 应该引领众望 成元冲不与众人同心 临川内使王冠是王僧前的孙子 此人不错 可召他作长使以替代成元冲 陈伯之听从他的建议 仍任用楚为巡洋太守 代成忠为辅役将军 朱龙扶为豫州刺史 豫章太守郑伯伦 发动俊兵抵制防守 成元冲已经失去职务 在家中召集数百人 让陈伯之的点签吕孝通 代元则做内影 每天早上 陈伯之常做歌舞之乐 日落就睡觉 身边的守卫也都去休息 成元冲趁他松懈时 从北门进来 一直到大厅前面 陈伯之听到叫声 亲自带兵冲杀出来 成元冲的兵力抵不过他 逃跑到庐山 陈伯之派遣信使回去 报告给陈伍牙兄弟 陈伍牙等人奔向虚仪 进江苏临淮境内 虚仪人徐文安 庄星少 彰显明祖吉他 没挡住 反而被杀 武帝派遣王茂去 征讨陈伯之 陈伯之败走 抄进道逃命到江北 和他的儿子陈伍牙及楚都 进入北魏 魏国任陈伯之为史池杰 散其常侍 都督淮南诸君氏 平南将军 光禄大府 曲江 今陕西长安东南县侯 亦佛二菩萨造相一曲 北魏 归祥故土 天剑四年506 武帝下诏 以太尉临川王萧弘北伐 萧弘令济世秋迟 私下写信给陈伯之说 陈将军近来可好 很荣幸给你写信 将军永贯三军 才能举世无双 并其艳阙的短小毛雨 爱慕洪湖能翱翔于天空 以前因机缘变化 遇到始祖 建功立业 作为开国元老 享受朱轮滑车 拥有巨大的权力 何等壮观 为何旦夕之间 就变成亡命之徒 听到贱明大腿 就发抖 对着穷奴就屈膝 又何等卑贱 探讨你在去留之间 做出的选择 没有其他的原因 只因为不能对自己反省 又受到外面流言的迷惑 沉迷不行 以至于到今天这一地步 圣朝允许人将功折罪 不计较瑕疵加以路用 以赤城对待天下 安抚万物 这点将军是知道的 无需赘述 以前诸伟杀死光武帝留秀的友人 张宏杀死曹操的爱子 汉光武帝没有因此遗祭诸伟 曹操还像以前一样对待张 况且将军非但没有他们那样的罪过 还有功于当代 迷途之反 是从前贤者所认可 就是典籍所称颂的 主上宽法施恩 将军的祖坟丝毫未损 亲戚在家安居 房屋安然 爱妾都还在 你好好想想 还有什么可说的 当今的功臣名将 排列有序 有的穿着紫衣 怀揣黄金印 在帷幄之中谋划 有的乘着战车手持伏捷 任职于边疆战场 一起沙马蒙士 传给自己的子孙 将军却厚着脸皮活着 为魏国国君在沙场卖命 不悲哀吗 以慕容超的强大 终究还是被斩杀 以姚洪的威势 最后也被赋予长安 因此天下自来均衡 舟和旧地 不允许一族杂处 北魏建阅中原帝号 已有多年 罪恶深重 理应灭之 再加上他们昏乱狂暴 自相残杀 部落分离 互相猜疑 很快就要自取灭亡了 而将军如有在废顶之中的鱼 在飞幕上建朝的燕子 不是很愚昧吗 暮春三月 江南草长 砸花生树 群鹰乱舞 见到故国的君旗战鼓 感慨自己的生平经历 登高府秦 岂不是很悲壮 所以 延坡头位后 仍想回赵国做将军 无其被迫离开时 在西河故地痛哭流涕 这都是人之常情 唯独将军 没有这样的感情吗 望将军早做计划 自求多福 当今皇帝圣明 天下安乐 万邦来朝 为北魏野心勃勃 在边塞地区苟延残喘 如今中军临川王殿下 作为有才德的皇亲 总领军务 正要挥师北伐 若你还没有悔改之意 应好好考虑我说的话 陈伯芝拿到书信后 深受感动 就带领八千兵重 在寿阳 金安徽寿县 归降南朝 陈武牙则被为人杀死 陈伯芝归降后 被认为平北将军 西域州 金河南西县一带 刺史 永新 金江西西部 县侯 还没赴任 又受以萧綦将军 太中大夫 过了很久 死在家中 他的儿子 还有在魏国的 论赞 论曰 陈伯芝虽然内心轻浮狡诈 但以勇猛强劲而闻名 他被授予爵位 大概都是这个原因 等平定桑乱后 他翻覆取舍 最后得以死在家乡 也是一件姓事吧 剑七十二 祖冲之列传 提起圆周律 自然会想到祖冲之 四百二十九至五百 这位南朝杰出的数学家 科学家 自幼聪明好学 兴趣广泛 为官之余 专心从事研究工作 在天文立法 机械制造等方面 取得了卓越成就 其子孙也承袭佳业 在算术 立法方面有相当造诣 编制心力 祖冲之 自文远 泛阳求献 金河北来水献北人 曾祖父祖台之 曾任晋朝市中 祖父祖昌 做过宋时的大将卿 父亲祖朔之 官拜奉朝请 祖冲之自幼喜好研究古时候的事情 心思机敏 宋孙武帝命他入职华林学省 赐给他豪宅 华车 美福 他入市后 曾任南徐州 金江苏省振江市 从市 公府参军等职 当初在宋文帝元家年间 424至453 国家使用的是何成天所制定的立法 与古时候十一家的立法相比更为缜密 而祖冲之认为还是有疏漏 于是重新编制新立 并上表严明此事 宋孝武帝刘军令朝中通晓立法的人和他讨论 都未能驳倒他 此时正逢孝武帝去世 新立法也未能施行 钻研机械 祖冲之后来出任楼县 金江苏昆山东北县令 业者蒲业等职 最初 宋武帝刘玉平叛关中地区时 得到姚兴的指南车 这辆车只有外壳而没有内部的基建 每次使用它的时候 都得让人在里面转动 宋顺帝声明年间477-479 后来的其高地萧道成辅佐朝政 命祖冲之研究运用古时的制造法来修复它 祖冲之重新制造了同制基建 于是车子可以不停地转动 而指出的方向始终是南方 自马军以来还没有过这种势力 当时有个叫索玉台的北方人也说自己能造指南车 其高地命他和祖冲之各造一辆 让他们在乐游院一起较量比试 结果索玉的车有些偏差 便把他的车销毁焚烧掉 进朝时 杜玉常有奇思妙想 造出七器 改动三次都没有成功 其武帝永明年间483-493 靖灵王萧子良爱好古丸 祖冲之制造了七器献给他 和周代太庙中的一模一样 文惠太子在东宫 见到祖冲之编制的立法 奏请其武帝施行 但不久太子去世 这世又耽搁下来 后来 祖冲之又改任长水校尉 兼任本来的职务 他编写了《安编论》 想要大力推行屯田 扩展农耕生产 建武年间494-498 齐鸣帝萧鸾想 派他去全国各地巡视 新办可以对百姓有利的大事业 正巧赶上国家连年战争 新造大业的事情 最终未能实行 祖冲之精通音律和博塞 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记忆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他依据诸葛亮制造的牧牛流马 自己也制出一种器械 这种器械 不需借助风利水利 就可以启动机关自己运行 不费人力 又造千里船 在新亭江市行 一日可行一百多里 在皇宫的乐游院中制造了水对墨 其武帝曾亲身前去观看 祖冲之还特别精于算术 东昏侯永元二年五百 祖冲之去世 是年七十二岁 他著有义义 老义 庄义 注释过论语 孝经 为九章做过著 并写下赘述数十篇 子孙成业 祖冲之的儿子祖选之 自锦朔 自幼传习家业 研究极其精微 也有巧妙的构思 思维一旦进入状态 连功书班 功锤都没法超过 当他思考入微的时候 打雷都不能干扰他 曾经在路上遇到蒲叶徐勉 用头撞到了他 徐勉叫他才反应过来 父亲改制何成天立法 还未搬行时 梁武帝天剑初年 祖选之继续修改他 后来才搬行 官至太周清 祖选之的儿子祖号 志气节操慷慨激昂 有文涛武略 自幼传习家业 精通算术立法 大同年间任江都令 后官拜广陵太守 侯景攻陷台城时 祖号正在京城中 将要遇害 后来逃回长江以西 百姓感念他往日的恩惠 总是将他藏起来 后来 祖号招募到勇士耿光等百余人 率领他们袭杀了董少仙 拥戴太子摄人消免为刺史 准备讨伐侯景 侯景非常恐惧 当天就率领猴子剑等攻击祖号 眼周城破 祖号被抓 被捆绑住万剑穿心而死 最后以车列示众 祖冲之相 祖冲之429-500 中国南北朝时期 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自文远 祖籍河北来水县 他在青年时代 进入专门研究学术的华林学省 从事科学活动 在数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 算出圆周绿派的真值 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 卷75 陶前列传 提到田园师派的鼻祖 人们一定会想起陶渊明365-427 这位生活在尽 宋之间的没落贵族 一生淡薄名利 以不畏五斗米折腰的孤傲气节 甘心退隐山林 饮酒赋诗 功耕自资 在贫病交加中走到生命的尽头 所著诗文为后世传唱 五柳先生 陶前自冤明 也有说自申明 明原亮 寻阳柴桑 金江西九江市九江县人 是晋朝大司马陶侃的曾孙 他自幼智取高远 其家房舍旁有五棵柳树 曾写过一篇《五柳先生传》 文中称 先生不知来自何处 也没认清楚他的姓名婊子 平日好闲境而不爱说话 不羡慕功名利禄 喜好读书 但不追求所有字句的详细解释 每当对书中意境有所感悟 便高兴的费寝忘食 生性酷爱饮酒 但家贫不能时常喝到 亲友知道他的这一嗜好 有时就白酒招待 而他每次都要把酒喝光 ED 感谢观看